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有声剧《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邮报香菇 领衔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七百七十八章 熟果只是一万病例 倒是不用担心 江鹏姬拧着眉头没有丝毫舒展的意思 只是夜袭伏击必须挑选眼睛良好的枪兵 不然跟派一堆瞎子去打仗有何区别 时间还是在夜色漆黑的后半夜 对兵族眼睛的要求更高 很难保证他们后方没有增援的兵力 别看江鹏姬动不动就带了数千兵马跑去夜袭 事实上夜袭这种事情很少见 成功几率也不大 当然 一旦成功 战果绝对是丰说 远古时代百姓生活困苦 营养不良 有时候连基本的食盐都用不起 舍来各种疾病 更别说营养均衡了 这般情况下 以至于许多百姓都染上了夜盲症 夜间行走宛若盲人 这种情形下呢 极少有将领会选择夜袭 不过纵观史书 夜袭的例子还是有的 每一场都打得极为漂亮 最后载入了史册 名流轻史 只是仔细观察的话 便会发现夜袭的规模都比较小 人数从数百到数千不等 至于昌寿王的部队 杨思垂谋带着几分清朝 派遣上万兵马夜袭伏击 真是了不得 不妨大胆猜想 其 卧龙郡守部下 兴许有人吃力爬外 欲敌军里应外合 否则的话 万余人马为何没有惊动巡夜的守军呢 其二 敌军的总兵力远不止一万怎么简单 从军中挑选适合的夜袭兵族 正常来说不足一成 长寿王会 甘在家门关放置十余万的兵力 守株太兔等着我们 这不可能 可若全军皆为精兵 从中挑选慕名之人 五人之中兴许便有两人符合 最坏的猜想 敌军皆为精锐 庆荣的意思潜伏在家门关附近的敌军人数 在两万到五万之间 谬论而已 做不得数的 杨思笑笑 对着江鹏鸡说道 心与不信 还要看主公如何定夺 如果卧龙郡守残部 能提供更加详尽的数据 杨思心里好歹能有个底 问题是 人家都被打猛蔽了 兵荒马乱 也弄不到比较准确的数字 杨思的推测 与现实情况的出入也会越大 总而言之 前方敌军扶兵的下一个目标 极有可能是他们 他们不得不防 若以为敌军仅有万人 几方有三万兵马 便疏忽大意 说不定就阴沟翻船了 江鹏鸡未发一语 只是习惯性地 以食指相抵 陷入沉思之中 过了一会儿 他继续询问卧龙郡残部 你可以仔细回忆 当夜发生的细节吗 敌人是从什么地方进攻 领军者可以出现 中年大汉 努力翻找相关的记忆 脑海中全是那夜的腥风血雨 面色流露出几分痛苦之色 虽说将士已经看惯了生死 但谁也不能接受 歇视同袍 竞树倒在脚下 用身体和性命 为他们掩护 开辟出了一条求生之路 这个大汉回忆了一阵 勉强想起了那夜的细节 那夜 的确有个极为勇猛的汉将 几乎无人能挡 便是此人 砍下了郡树的头颅 大汉唇叛哆嗦 忍了忍情绪 记得没错 那些贼人是从右营位置杀过来的 说完之后 他又想起了一些细节 敬由这位先生提点 如今一想 兴许真的有内应 面色越发的沙白 像是抹了一层厚厚的粉 敌人出现突然是一回事 可我方兵 那日的状态也很不对劲 虽说是后半夜 但一个一个显得疲倦 平日里不说一一敌多 至少一对一不落下风 那一夜 却是溃不成军 再这么起喜 敌人也不能一瞬间 就将万语兵马全部杀死 从外围战火燃起 到后来中军被迫 前后共有一刻钟的时间 将尸的反应迅速 却格外的慢 如今想来呢 其中定然有什么猫腻 兴许真的有内应 将将尸伙食中加了料呢 想到这里 他猛的抬手 从衣甲内 掏出了一卷 干燥荷叶包裹的东西 瞧着软绵绵的 这是那一天的晚膳 本想留到第二日早晨再吃 可有军医瞧一瞧 里面是不是有问题 行军打仗不比其他 经常一顿 做过两天的饭量 将士们 总是吃冷饭剩菜 有干粮就不错了 从夜袭那一日起 他已经饿了两日了 这些食物他也没吃过 全都顺着留给了又煮菜箱 如今一想 菜箱一路上大多时间都在睡觉 哪怕清醒过来 精神也是有些奄奄的 那时候只当是菜箱丧腹 心情悲痛 现在一想 他有些不寒而栗了 江鹏见面色凝重 挥手让随军郎中过来瞧一瞧 随军郎中的医术并不出众 普通的外伤还是能处理的 药理知识还算是丰富 哪怕现在的天气还冷 但这些食物已经放了两三天 略微是有些馊了 随军郎中还真的嗅不出来 没办法 他只能捏了一些放入口中 仔细分辨嗖味之外的异常 费了半上的功夫 他面色凝重的 回禀主公 里面掺杂了镇静安神 醋棉定心的棉草 除此之外 还有阳金茄花的痕迹 阳金茄花 江鹏见醋眉 眼睛瞥见了直播间屏幕 也是疑惑此物是什么 查了查度娘 阳金茄花是曼陀罗的俗名 现代社会 这玩意儿也能用作医用 用曼陀罗制成的阳金花制剂 用于手术麻醉 顺便说一句 有人推测 武侠小说的蒙汉药 也是曼陀罗做的 如果用这个东西混入食物 还真能粗眠 看样子 有内奸是没跑了 至于棉草 史国间观众还真的查不到 事实上 他们也不可能查到 棉草是这个世界特勇的一种特殊马草 能促眠定神 司马的马服都会随身携带一些 这个玩意儿用于安抚春天季节 浴火难消的马儿 让精力旺盛 情绪躁动的马匹安静 不过呢 棉草生肖快 持续绵长 但药性却不强烈 反而是比较温和 不易察觉 这么说来 有内应在守军饮食中下了药 敌人趁着药效发作 兵足疲倦 这才夜戏成功 那个大汉听了 顿时痛哭流涕 哀痛一众同胞死的冤枉 江鹏机却没有什么感触 打仗从来都不是什么中规中矩的事情 武将也不是没有脑子的武服 战场之上 他们一个比一个鹰狠奸诈 在江鹏机看来 给敌军伙食中下药不算什么 要不是剧毒生效太快 容易被发现 兴许人家直接让内应 下猛药杀人了 只是棉草这个玩意儿 倒是让他有些在意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尤报香菇 领贤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以779章 江鹏机里眉想了一会儿 大汉不顾伤势 痛哭流涕朝着江鹏机行了大礼 粗犷疲惫的面容布满了泪水 眼眶一片通红 中狼将 我主死的冤枉啊 如今只剩幼主一缕血脉 希望中狼将 念在于我主同朝为臣的情谊 深以援手 派人保护幼主返回浩州卧龙郡 在下愿生生世世 为中狼将当牛做马 身形高壮的男子 哭着对人下跪 不管搁在谁的身上 总要生出几分动容 直播间观众被他打动了 暗暗地生出侧隐之心 有些同情这日的遭遇 合着直播间屏幕 都能感觉到对方身上的 无助和凄苦 古人都说 是为知己者死 我想那个卧龙郡神 应该就是他的知己 主公在眼前阵亡 他不知道有多痛苦 唉 同心疼 从表面来看 这个大汉应该属于 刚义类型的 现在哭得那么惨 你们都同情他 我反而有些讨厌他 他是死了主公 死了战友同袍 但这个和主播有什么关系 前方还有大敌虎视眈眈 主播也是自顾不暇 凭什么要答应他这个请求 生生世世当牛做马 主播又不缺为他卖命的人 哪怕他遭遇很惨 但喜欢不起来 唉 不是啊 楼上其实说的事 稍微有一点严重了 不过 我倒还真是跟你一样 呃 不是很喜欢 如果主播已经度过了危机 他提出这个要求 主播 说不定就帮了 现在提这个 那不是给主播裹乱吗 直播间的弹幕 从屏幕上飘过 诸多观众各书起见 彭琴大汉的观众 占了大多数 将彭琴没有理会 弹幕上的内容 让人将大汉 从地上浮起 窝龙俊手惨死在贼人的手中 锦鱼一缕血脉 于情于理 我都不能坐视不理 你先好好地休养着 若是连你也倒下了 你家幼主 还能指望谁呢 你要振作起来 才能保护好幼主 将彭琴的回答 有些含糊 只是稍稍松了口风 大汉见好就收 多谢钟郎将 他身上的伤口多 失血严重 说了那么一会儿话 情绪又几度起伏 如今已经是心里憔悴 一兵将他放到了担架上 抬着出去了 等人走远 将彭琴的眸光微冷 扬思初略道 主公 此事不宜过早定论呢 哼 我知道 这不是还没答应吗 江彭琴笑了笑 墨玉般的毛子 带着几分算计 风筝听了 明白江彭琴的打算 面上露出了一缕 意味深长的笑 主公就是主公 不轻易感性 不轻易动容 唯有这样 才能走得更远 卧龙郡位于浩州 这地方不算差 主公打算如何利用啊 送上门的肥肉 岂有不吃的道理 不过 风筝想知道 自家主公是打算自己吃 还是卖人情 让黄松吃 江彭琴想了想 说道 卧龙郡的精锐 折损得差不多了 突围逃出来的 残兵败将 也没记忍 靠着这几个伤员 和一个十一岁的蔡香 怎么可能守住 卧龙郡 伯高也在浩州 他是浩州 茂德郡的郡守 那可是卧龙郡的邻居 他怎么会 没点想法呢 哪怕不提博高 光凭卧龙郡 本土的势力 便不是菜香能够压制的 嗯 的确是一块肥肉 不亚于幼童抱精砖 招摇过世 至于如何利用 目前还没有决定下来 我想听一听你们的意见 听到这里 直播间的弹幕 全部变成震惊的感叹好 祸操 他们主播根本就没有想过 帮助卧龙郡的残兵 反而是想要利用对方牟利啊 不少观众心里有些不舒服 这不是亲人幼童 夺人家产 但他们知道 主播生存的时代 和他们的不同 他们觉得这么做很过分 没有人性 但事实却证明 他的举动才是正确的 若是他妇人之人 别说逐鹿天下 他连自己的家产和亲人都护不住 所以这些观众将这份不适忍了下去 唯有几个脾气大的观众表示了恶心 卧龙郡守的家臣这么哭穷 为何主播没有一丝的动容 反而是想着谋算人家的家产 用现代思维理解 神家爹刚遭遇意外死亡 留下了大笔遗产给蔡香校正态 主播和蔡香没有分好关系 只是路过救了蔡香而已 他竟然在一旁 想着如何瓜分人家的遗产 这还不恶心啊 当上了 这些弹幕江鹏姬就没有理会过 许久无言的李云 垂眸想了想 试着问道 不如借兵给蔡香 说是借兵给蔡香 不过是个借口 明面上打着帮助蔡香的名头 实际上却明正言顺 将蔡香给架空 黄松如今还不敢和江鹏姬硬碰硬 说过江鹏姬用这种 巧取豪夺的方式占了卧龙郡 他也只能是捏着鼻子忍下来 不过 江鹏姬拧了你眉头 脑海中回响东庆的昆虞图 李云见江鹏姬没有表态 又暗中瞧了瞧杨思和风筝的表情 略微缩了脖子 他是不是又提了个蠢主意啊 风筝叹息道 乌龙郡确实是个不错的地方 若是能站下那儿 黄松一举一动 便在主公的眼皮子底下 以此牵制 就不怕地做大势力 只是 有些可惜不得不舍弃 崇州 丸州 以及许郡 全在东庆的北方 在风筝看来 卧龙郡这块地方 有些尴尬 若将它拘为己有 势力阵线 就拉得太长了 不仅如此 卧龙郡 地处山脉要冲之地 属于兵家必争的地方 江鹏姬要是真的拿了它 兵力便要向南方倾斜 保证 卧龙郡出事的时候 能够及时支援 如此一来 问题就来了 江鹏姬要是将兵力 向南方倾斜 来自北方的北江 又该如何防守 对于江鹏姬来说 目前的卧龙郡 是个鸡肋 拿在手中还烫手 倒不如以此为筹码 与黄松合作 谋取更多的利益 只是让黄松 捡了这么一个便宜 杨思他们也是不愿意的 此事先搁在一旁吧 江鹏姬的眼瞼下垂 掩住了谋中的算解 首先最重要的是 如何平稳渡过家门馆 避免被敌人伏击 若是走了卧龙郡守的老路 我们现在想这么多也无用 众人心领盛会 沉默许久的梦魂 突然出裂的 主公 魂有一事 不知当不当将 没事 说吧 魂怀疑 那名戏作 极有可能潜伏在 我龙郡残暴 江鹏姬脸上的笑容 深了几番 你也这么认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七百八十章 戏作潜伏在卧龙郡的残暴之中 众人听到这话 心中皆是一惊 唯独风筝和阳思的表情镇定 似乎早有预料 李云是个有问题就问的浩雪抱抱 他诧异地问道 戏作 要是还潜伏在卧龙郡的残暴 这也太过大胆了 暗中下药 害卧龙郡首身死万余将士阵亡 他就这么笃定 不会被人揭穿 孟魂没有回答李云的话 反而说道 彩香是卧龙郡郡首唯一的血脉 可以说是仅次于卧龙郡郡首的重要人物 敌方大军趁也偷袭 不就是为了消灭这对父子 若是留下菜香 难保菜香 不会养精蓄锐 蛰伏几年 即和父亲旧部 为父报仇 斩草不出根 必然后患无穷 李云认真的听着孟魂的讲话 别看孟魂平日里不怎么开口 存在感也薄弱 但人家的阅历和经验 十分的丰富 值得小将学习 孟魂继续说道 若战事胶主也就罢了 寻找薄弱点 被水一战还是能突围的 可是按照方才内人的说法 敌军十分强横 双方战力悬殊 这种情况下 想要突围 必然要抄雕不少精锐护送 突围成功的可能性更低 纵然能突围 随后的追兵也会穷追不舍 如果双方兵力相差不大 席捷兵力强攻一点 强行突破的成功率 高达五成以上 如果双方兵力悬殊 一方碾压着另一方打 若是那一方还想要突围 只是加速了崩溃的步伐 且不说突围的成功率有多少 纵然能够突围出去 其后的追兵也会惊咬不放 死了一个卧龙俊俊手还不够的 想要将这支势力彻底消灭 绝对不能留下彩香 一旦留下了彩香 彩香便能以右主的身份 整合王父旧部 终究是个隐患 李云木的明白了 他向梦魂求证 梦校尉的意思是 我方斥后发现卧龙俊残暴的时候 根本没有发现追兵的痕迹 至于常理不合 所以梦校尉才回忆其中另有隐情 若换作是我 必然要派遣重军捉拿才行 若是让区区数十人 保护他们的右主 从自己眼皮子底下突围 这未免显得太过刻意 故而我怀疑细作 还潜伏在他们之中 唯有这样 敌军才丝毫不担心 彩香的下落 纵容他们突围逃寸 若彩香等人 侥幸碰见了其他诸侯势力 并且向人寻求帮助 那么劫难他们的势力 可会怀疑 这支残平百将有异样 诸位武将心中一寒 若真是如此 他们还真不会怀疑 蔡香等人有异样 说得难听一些 蔡香不过是丧家之犬 要养人鼻息才能存活 谁会怀疑他和他的仆寵呢 不少直播间观众 也觉得自己大脑不够用了 套路是一环扣之一环 不是吧 主播救下的人中间 真的昏入奸细了 诶 正常人习惯性同情弱者 对弱者的防备心也不高 谁能想到 他们救下的残兵败将 其中藏了一个敌人的奸细 一个不注意 说不定就重蹈覆辙 成了第二个窝龙军手 这样的话主播要注意啊 绝对要将前藏的奸细抓出来 免得夜长梦多 想想也是不寒而栗 要不是够精明 说不定就被暗算了 观众们心有余悸 脑海中已经浮现出 江蓬姐等人中招 然后被暗中偷袭的场景 李渔面色一白 心中恶寒道 若真是如此 定然是没有防备的 哼 殿盈粗声粗气地横道 那些贼人还想如法炮制 用同样的阴毒轨迹 对付咱们 计谋强弱 不再高明与否 有用就好 风筝视线 落到江蓬姐的身上 主公不妨派人去查一查 看看菜香一行人中间 有谁带了棉草 和阳金结花碾汁的坟墓 那这个人便是细作 嗯 让医兵去查一查 记得不要打草惊蛇 大家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正如强者 不会防备落魄的弱者 受伤病患 也不会刻意防备 拯救他们的医兵 江蓬姐手底下的医兵 多为女兵 虽然一个比一个彪悍 但好歹是女性 更能让人放松警惕 没过多久 便有消息传来 主公 这便是属下的人 从其中二人衣机内侧 寻到的布包 对方警惕性高 着实费了一弯功夫 一名女性衣兵 从窄袖中 取出了两个 灰扑扑的小布包 将其打开 露出里面香着的东西 随军郎中已经看过了 这是棉草烧制出来的药汁 凝成的粉末 药性比一般的棉草 强了不少呢 另一个布包也放着颜色不移的粉末 这是阳金 茄花的粉末 这下子啊 证据确凿 这伙人中间果然藏着细作 殿一眉头一簇 他提问道 主公 若将这些药粉 全部摊在食物里面 能要到多少人 闻着味道还有些重 冰族不会尝不出来 要是食物有异味 肯定会心生警惕的 兵族起锅造饭 做饭用的是大锅 吃的都是操食 没那么精致 稍稍有些异样 哪里会提出来 更何况 敌人也不需要将所有的人全部要挡 只需让他们状态不佳 试睡无力即可 做得仔细一些 被发现的可能性很小 正是这样 卧龙俊首 才中招了 主公可要将细作抓起来 李云询问自家主公的意见 不要打草惊蛇 将捧起摇头 施意李云稍安勿躁 细作可以是敌神暗算我们的棋子 但运用得好了 同样也能成为我们暗算敌人的棋子 端看持棋之神怎么落子了 将捧起派神暗中盯着细作 照常醒军 一路行来并未发现任何的异样 很快 他遇见了一桩难题 家门关果然失手了 远远瞧见家门关城门上插着的旗帜 将捧起的面色一黑 略显凝重 众人诧异 家门关可是东庆数得上的险关 一手难攻 可是数月之内 他却接连被昌寿王 秦王盟军和眼前的敌军共破 简直犹如险关的名声 主公 这该怎么办呢 家门关不仅是进入慎州的必经关卡 更是我们回玩州的必经之路 如今一看 家门关已然失手 我们再想过关 恐怕要强闯了 梦魂一阵恼人疼 本集播讲完毕 119 欢迎订阅收藏 以七百八十一掌 虽说家门关被人连破数次 但显观的名声依旧是让人头疼 昌寿王一火攻破了家门关 盟军靠着人头战术赢了 付出的代价都不小 他们这边却只有三万兵力 根本就经不起消耗 更别说强行破关了 江鹏姬神色凝重地说道 派人去查一查 守官大将是谁 是 更加重要的是 他要确定 驻守家门关的势力 和偷袭卧龙俊俊手的人 是不是同一批 如果不是同一批的话 江鹏姬不仅是要防范 暗中的偷袭 还要应对家门关上的敌军 腹背受敌亦不为过 面对这个局势 众人的脸色显得格外的凝重 几个武将都做好了 校正破关的心理准备 江鹏姬令军队安营扎寨 静静地观察家门关内的局势 派出去的小兵在关外高喊 城上主人 我主 乃是顽州周末 刘夕 二等还不速速开城门 没过多久 城上有人搭弓射箭 箭矢落在小兵 十数丈远的地方 乱臣贼子 算得上什么周末 唯有龙卿陛下 钦点的周末 才能顺利过关 你们滚回去 小兵一听 心中咯噔了一下 所谓龙卿陛下 指的就是昌寿王 这个家伙称帝之后 改元年为龙卿 什么龙卿陛下 东卿陛下仅有一人 在如今 还在周皇城 你口中的陛下 不过才是乱臣贼子 城上一贼 还不束手就擒 竟然投明 小兵说完之后 城上的人又给了他两件 只可惜啊 双方隔着的距离太远了 人就是没有射到人 双方隔空打嘴炮 互探消息 又过了一会儿 城上来了一个 身穿甲州的魁梧男子 他询问了一下 得知事情的始末 冷笑着让兵族 将他的弓箭取来 只见这人搭建弯弓 沉重的弓身 迅速地成满月状态 见识离弦 冲着小兵脑袋的发气飞去 那个小兵只觉得脑袋一凉 一股距离拽着他的头皮 迫使他的身体向后倾斜倒飞 哼 魁梧男子冷横一声 上人传话 滚回去 让柳西过来 小兵死里逃生 模样狼狈 家门关的守兵气势大盛 高呼将近神武 如排山倒海一般 他们的身影响彻天际 连深处迎寨的江鹏鸡都听到了 没过多久 江鹏鸡便收到 小兵传递回来的消息 福旺 此人是谁 你们可有听过 江鹏鸡对昌寿王旗下的势力 不是很了解 乍听到这个陌生的名字 扭头问了自个儿的部下 杨思的老东家就是昌寿王 他作为曾经的首席谋士 对昌寿王帐下的武将十分了解 他仔细想了想 有些疑惑地摇头 思不记得昌寿王的帐下 有一个叫做福旺的武将 兴许是后来新投奔的 不过 只看他那一手剑术 想来也不是泛反无名之辈 能将隔了老远的小兵发迹设下来 还将人拽着倒飞了数米 哪里是普通的武将 昌寿王这人不咋低 但是运气和演技都不错 早年坑了不少有能力的人 为他卖命 说不定这个福旺 也是这么被坑的 江鹏鸡的余光 瞧见了孟魂的表情有些异样 他问道 孟小卫知道这人 孟魂不禁苦笑了一声 他不只是知道福旺 他还认识福旺呢 福旺并非昌寿王帐下 杨先生不知道他也是正常的 孟魂见众人的视线 落到他的身上 不由得打开了画匣子 其实福旺是孟氏家臣 在苍州一带有着极高的伤亡 可以说是孟氏仗下 斩立最高的盟将 长寿王兵力不足 孟氏派遣兵将支援协助 也是情理之中 说到这里 孟魂顿了顿 笑着对江鹏鸡说道 说起来 主公还与他交过手 我与他交过手 你是说 那是陈州皇城外的武将 就是福旺 正是 李云也想起来了 问孟魂 那个福旺 是那天孟校尾 阻乱我去追赶的那个 想起当日的情形 李云如今还有些 冒冷汗的冲动 无他 要不是孟魂拦住了 立功心切的他 说不定李云就中了 对方的回马枪 重伤在地了 孟魂点头 粤鱼之前 长寿王派遣骑兵 突袭陈州皇城 逼得皇帝 带着大臣和惠军逃命 最后 还是被福旺 带领了军队追上 要不是江鹏鸡和杨俭的部队 及时赶到 说不定福旺 已经是满载而归 说起来呢 江鹏鸡还从福旺的手中 强奏了惠军呢 回想那一日的场景 江鹏鸡的心情不爽 皇帝和大臣死不死 他可不在意 关键是惠军险些成了 这人的战利品 少是如此 江鹏鸡还是肯定了 福旺的武力 那个福旺 的确有些本事 他能吊打对方 因为两人根本不在一个层次 拿他当作标准 这个世界的人 全是战无诈 要是按照这个世界的 正常水准来衡量的话 福旺的确是很厉害 厉害到什么程度呢 拿李云举例吧 除了作战经验不足 李云算是 湾州集团内部 武力第二人 要是李云和全胜状态的 福旺相比 李云吃亏的可能性很高 要是不是 还会没命 当时啊 福旺先是跟江鹏鸡 打了一场 受了伤 再跟李云打 李云还没从 对方的手里讨到便宜 梦魂面色凝重地说道 单单一个家门官 算不得什么 再加上一个福王 怕是棘手了 梦校尉对福禄的了解 有多少 可有什么破绽 破绽 这人的确有些毛病 听人说 福王是野狼养大的孩子 年少时候 举止粗暴而凶狠 被沧州某个士族顽固圈养 当作死斗的宠物 所谓死斗 便是某些士族顽固之间的娱乐活动 类似斗鸡 不同的是 死斗却是两个死球在场内搏斗 赢得一人便能活下来 输了便死无全是 福啊 便是如此 江鹏鸡听了梦魂的解释 眉头也没有皱一下 对于这种死斗 江鹏鸡是不陌生的 他还是基因战士的时候 为了完成上层派遣的任务 曾经深入斗兽场 神鱼星际一兽 赢得那一方才有资格活下来 比福王的经历更加的残酷 果然 不论是哪个时代 无论是顽固 总是一样的 然后呢 他又怎么成了梦式的家臣 梦魂继续说道 福王原先没有名字 只是一个不同人语的兽孩 空有一身蛮力 却不得张法 急易吃亏 某次死到他输了 重伤垂死之时 被福阳所救 福阳 联系他的遭遇 看中他的才能 便将他受为家臣 啊 说起福阳 大家伙都陌生 只一句 这福阳是先帝安插在 苍州的眼线 与梦式是死敌 既是死敌 这福王 又怎么成了梦式的家臣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尤报香菇 领衔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782章 按照梦魂所说 福阳便是福王的救命恩神和主公 没有福阳的培养和器重 根本不会有入境的福王 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 福王都不可能跳槽跑到敌人那边 若是这么做 必然会被世神给唾骂 面对这个问题 梦魂的表情露出几分为难 此事除了福王本人 恐怕谁也不知道其中的曲折 不少苍州百姓 都说福王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不愧是野狼养大的兽孩 禁不住金钱权力和美色的引诱 竟然被弃救助 成为了梦氏麾下的一条走狗 总之骂得十分难听 时下风起 要是踹开不靠谱的主公也就罢了 例如杨斯 这个家伙跳槽跳得毫无心理压力 他不仅把救助昌寿王踹了 踹之前还将对方狠狠地坑了一把 旁人也没有指摘过他 但是如果主公对下属很好很器重 又是教导又是培养 耗费大量的精力和心血呢 福阳不仅将福王从死斗场中救了出来 还赐他姓氏给他取名 教他说话识字 传授他武艺 不仅有知欲救命之恩 更是有父子之情 这种情况下 福王还敢投靠死敌 不是白眼狼是什么 福王投靠谁都没事 毕竟水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老子也不能拦着儿子飞黄腾达不是吗 可偏偏他投靠了梦氏 整个苍州有谁不知道 福阳和梦氏不对付 双方已经是逗得连眼睛都红了 在世人看来 能力弱不算大事 神品恶劣才是罪无可恕 江鹏姬却没有轻易地下结论 他更加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 福王要真是一个不择手段的小人 那是陈州皇城之外 他挟持着汇聚 大可不必顾及他 殿银见眉一鸣 略显厌恶地问道 竟然是个忘恩负义 为了荣华富贵而不择手段的小人 梦魂压压头 他还没说完呢 传闻是传闻 但里面的水分和造谣成分太多了 他还是喜欢尊重世事 此事不好定乱 外头是有传闻 说福王是受了梦氏贿赂 说他不仅被其救主 还下手暗杀了福阳 不过仔细追究的话 其中能发现这个传闻站不住脚 福阳并非被人杀害 他是暗伤破裂 倒霉染了十亿 这才不治身亡的 这件事情不少人都心知肚明 依我看 福阳的死和福旺应该没多大关系 至于梦氏对福旺的招揽 那也是在福阳头七之后的事情 可以确定的是 福旺是在福阳去世之后 才接受了梦氏的招揽 更没有对恩人抚养动过手 外头的流言蜚语 一句比一句难听 苍州百姓一面将福禄奉为战神 一面鄙夷他的作风人品 如此一来 倒是方便梦氏掌控福王 至于真相如何 谁会去在意呢 他们更加愿意相信 自己觉得感兴趣的内容 越惊爆越好 哼 谣言一张嘴 辟谣跑断腿 按照梦校尾所言 福旺被栽了不少莫须有的罪名 可不管怎么说 他在救助身故之后 投靠了死敌 终究是个惹人诟病的地方 梦魂叹息着点头 这点的确是没有办法洗白 投靠谁不好 偏偏要投靠梦氏 投靠梦氏也就罢了 这人在梦氏手下 可劲地做 今天要骏马 明天要美人 后天要美酒 大后天要高官后路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呢 和风筝一个德行 平日里骑马游街 惹是生非 若非他是难得的将才 梦氏未必能捏着鼻子忍下来 若非福旺这么贪婪 整天朝梦氏伸手要这要那的 说不定 还会有迷地迷妹 为他洗白呢 可他的所作所为 又确切地表明 他跳槽梦氏 仅仅是因为梦氏有钱 有权 还有美人 说了这么多 这人的弱点是什么 梦魂苦笑了一声 这人爱美色 骏马 美酒 稀罕真偏 梦宵未说的这些东西 谁都喜欢呢 这不一样 刚刚投入梦氏麾下 福王一眼就看上了 梦湛书帝的哀世 觉得他颜色极好 不管不顾当众调戏 还后眼朝梦湛讨要 梦湛不应允 他说闹就闹 差点没有当众强强 梦魂说起这些内容 眼睛止不住 朝着风筝撇去 梦氏马场 乃是动情最大的马场 培育战马无数 许多年前 马场培育出一匹 罕见的绝世骏马 梦湛本想将它当作做骑 不过为了拉拢福王 只能忍痛割爱 用骏马引诱 谁曾想 福王贪心不足 还朝梦湛要了十数美人 在外人看来呢 福王仗着自己有一身的本事 作天作地又作死 众人惊叹 这么一个作死的惹势镜 梦湿竟然能忍下来 简直是真爱呀 这简直是升级版的风筝 拜托 那个福王哪里有我们家风筝萌 至少风筝小工具 不会做出这样白眼狼的举动吧 风筝是烂而不见 这个福王 十个落在一起 也比不上一个小工具 就是 把它和风筝相比 简直是抹黑了我们家小珍珍 像是楼上说的 小珍珍浪而不见 福王感觉挺没有原则的 不管出于什么理由 他不能投靠恩人的死敌呀 按照梦魂校尉说的 我觉得福王就是个为了钱全色 丝毫没有底线的家伙 一点都不谋 我倒是觉得传闻不可记性 那天的直播我看过 福王掳了慧俊小姐姐 虽然他和主播打的时候 束手束脚 可他既没有拿慧俊当挡箭牌 让主播投鼠机器 也没有让几方和敌方的案件 伤到慧俊 那个时候我觉得 这个男人挺爷们儿的 总觉得浑身带着一股正气 哪里正气了 说不定就是太好色了 不忍伤害爵士美人 脑补那么多干嘛 强制性将自己认为 蒙属性施加在对方的身上 多少好男人和男神 就是这么挠补出来的 梦魂叹息着说道 虽说福啊 惹人诟病的地方不少 但他的确有猜 绝没有剁了 苍州第一人的名头 否则的话 梦时也忍不了他这么多年 有他作证家门关 实难攻破 此人脾性如何 外人皆以为 福王伤心暴躁激进 不过陈与他有过些许交情 他与传闻相差甚远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游报香菇 领先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七百八十三章 众人听了 顿时来了几分兴趣 这个福王都是有趣了 为何人前人后两副面孔 他在防着谁 江鹏鸡坐在上手深思 他心里有个小小的疑问 福阳去世之后 他的旧部被孟使收拾了 还是被朝廷弄回去了 似有一道灵光 穿透了孟魂的大脑 霍山之间开朗了起来 福阳的旧部 还在福王手上 他斩钉截铁地说道 臣记得很清楚 那些旧部 起初被孟使 暗中控制起来 后来不知为何 又调动到福王手下 主公是怀疑 福王投奔孟使 另有隐情 可可没这么说 战场上切记感情用事 管他福王为人如何 投奔孟使 是不是另有隐情 他对我们来说 只有一个身份 敌人 既然是敌人 无需深入了解他的苦衷 人是感性的动物 一旦觉得某某人坐视有影中 不知不觉便会对此人产生同情 怜悯 或者是认可的情绪 可在平时还没什么 放在战场上 却十分的致命 说件最重要的是 如何顾了家门关 我们人少 不可强攻 唯有志趣 论战斗力 江鹏姬一人就能吊打福王 但人家福王作为敌军大将 怎么可能与他单打独斗 他们占据家门关险峻优势 若是固守不出 采取稳妥的严守策略 江鹏姬损耗不起 风筝说道 主公 依臣之见 倘若福王投奔梦氏 真的有影中的话 倒是可以想办法策反游说 不管这个影中是什么 至少表明他和梦氏 并非是浑然一体 两者貌合心不合 正好利用一番 江鹏姬眉梢一条 用眼神示意风筝 继续说下去 朕这里正好有一计 兴许能用上一用 风筝露出的胸有成竹的响 似乎一切尽在掌控 说来听一听 主公可以派人游说福王 同时暗中叮嘱沃龙郡 残捕中混入的细组 盯着他 何时与城内接触 在福王看来 我们应该没有发现细组 所以他们极有可能 顾忌重施 下摇夜袭 夜袭当日 我方再次派遣使者过许游说 以此消除福王等人的戒心 等到夜里 福王带兵夜袭 我们就事先设服 打他们个措手不挤 若可生擒福王 那再好不过 江鹏姬听了声思不断 风筝的计策是个好计策 江福王反套路的可能性极高 不过 饶氏夜间反偷袭 他们要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惨痛 算上柳蛇的兵力 江鹏姬他们也才只有三万人 根本就耗不起 他表情冷漠地用手敲打着桌案 想了一想 嗯 此时这个计策不错 但是 我还想添点 汐儿恭听 社福诛杀敌人 夜间漆黑 一番混战下来 免不了死伤惨重 江鹏姬的语气平淡 但他说的内容却令人隐隐打了个寒颤 所以 便要在社福的内容上做点文章 派遣人手挖隧道通向营外 暗中运输 干枯易燃的物件 藏于各个帐内 等敌军来了 一把火烧了他们 派遣金税兵族藏身隧道 等敌军阵行大乱之时 再冲出来将其歼灭 你们以为这样如何 众人静说寒蝉 自家主公 真是够狠 风筝你没说到 如是挖隧道动静太大 急已被人发现呢 杨思笑着说道 这不难 将隧道入口 放在营帐之内就行 风筝此人惺细 想得也周全 他又拧着眉头说道 可若是如此 防得了敌军 防不了细作 我们的动静太大了 根本瞒不过细作的眼睛 一旦细作和敌人通风报信 我们的算板就全落空了 这么做还是有些太冒险了 除非我们揭穿细作的身份 将其受为己用 本是卧龙郡守的心腹 暗中却投靠了梦氏 想来也不是什么 心智坚定之辈 他能为了利益背叛卧龙郡守 自然也可以为了更多的利益 再次背叛梦氏 此即可行 若是收买了细作 他们的计划会更加的完美 若你们都没意见 那便这么定了 江鹏鸡环顾一圈问道 谁愿意去游说服望 这个时代 讲究两军交锋不展来时 搁在江鹏鸡的身上不奏响 但对于这些人来 还是有约束力的 当使者游说 一般情况下 不会有生命危险 特殊情况除外 梦魂主动出列 请应道 陈与服望 还有些交情 对此人略有了解 可前去一世 成 那你便去试一试 探一探服望的口风 江鹏鸡对梦魂 十分的信任 不会觉得 他和老东家接触 便怀疑他的忠 答应得十分爽快 臣定不负主公所图 营寨外挂着免战牌 没有出兵 或者是破关的意思 家门关内 也是十分的平静 服望听到柳西 派出了使者 仔细一问使者的名讳 不由得笑了 他穿着半身假重 身旁放着几坛 还未喝尽的酒 听到城外 有使者拜见 他面上冷笑着 对身旁的人说道 遥想当年 那个梦魂 不过是笨嘴着色的武夫 连话都说不利索 柳西竟然派这个人 来游说本将军 简直惹人发笑啊 不见不见 直接打回去 免得扫兴 底下的副将 拍着福王的马屁挡 将军与主公情谊深厚 哪里是一个梦魂 能动摇的 末将听闻 这个梦魂是个孬种 老婆孩子被人数次羞辱 脑袋壳都滤成了草原 男人之耻辱 哼 所以不想见 将军不如见一见 好歹羞辱一番 打击柳西的气势 福王沉默了一下 抬手拿起了一滩酒 无所谓地说道 其貌不扬的武夫 有什么好瞧的 要本将军说 柳西身边那个女子 才是天资果色 一颦一笑倾倒众生 当日一见 倾心不已 副将面上带着笑意 眼瞼低垂 眸中带着鄙夷这色 阵前还想着女人 果然是不堪造就 福王性情不定 经常说风就是雨 刚才还嫌弃梦魂呢 这会儿 又将传信冰汗了回来 算了 将人带上来瞧一瞧 说完 他将仕途靠上来的武级推开 转身去了侧厅 一见到梦魂 福王便开口说道 柳西派你来劝祥 梦魂压低声音说道 非也 当年指使 多谢将军 施以援手 遥想当年 他只是梦军都尉 一怒之下 火烧着郡守府 玄平一口怒气之称 根本就没有详尽的计划 如果没有福王案中施以援手 梦魂根本逃不出藏州 更别说碰见将捧击了 福王却说道 挑拨离间 本将军与你有什么交集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邮报香菇 领贤演播 欢迎订阅收藏 第七百八十四章 面对福王冰冷而疏离的态度 梦魂丝毫没有动怒的痕迹 他反而温和地笑了笑 今非昔比 如今将军备受梦战器重 自然不记得当初受您恩惠的 侠兵谢将 之前听闻将军是家门关守将 司机当年恩请 便主动请应 特地向您道个戏 梦魂说得十分真诚 好像他专程跑这么一趟 只是为了向福王道谢 不过 脑子稍微正常的人都知道 这是不可能的 两军对立的情形下 县外至轻尚且要避险 更别说梦魂和福王了 梦魂要是真的感谢福王当初的帮助 什么时候道谢不行 偏偏要赶在这个敏感的时机 福王坐自慵懒而随意 显得傲慢又无礼 从头到尾没给梦魂正眼 你的谢意 本将军收下了 福王这会儿将视线 落到梦魂身上 扫了一眼 见他装束简朴 没有丝毫奢滑的痕迹 于是他颇为嘲笑地说道 世人皆道 良情责目而息 怎么 梦小魏改头门庭之后 越发地落魄了 你便是来道谢 多少也该带点 瞧得过去的谢礼 怎么空手而来啊 要是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不妨气了柳希 求一求主公 兴许还能将你收入麾下 这个时候 福王眼间的桥剑 门外闪过了一片衣角 两道剑眉微微的明显 谁在外面鬼鬼祟祟 给本将军滚出来 说完 福王面上闪过暴力的神色 起身大不留心朝门外走去 抬手一抓 便将一人拖了过来 将军 您息怒 福王将人丢在了一旁 那个兵族吓得面色苍白 连忙爬着想要过来求饶 没眼色的东西 谁让你在这里偷听了 福王却没有听对方的解释 抬脚踹中此人的心口 对方啊的一声惨叫 吐血抽出了两下不动弹了 来人 将他拖下去 福王冲着门外高声喊了一句 没过多久 外头传来假咒摩擦的声响 进来两个护卫清兵 他们对福王 动不动踢死人的举动 毫不意外 一人抬头一人抬脚 将那具尸体搬了出去 目睹全城的梦魂 暗暗地心惊 眼角的神经略微一筹 梦魂感慨地说道 看样子 将军这些年的处境 也不怎么好啊 竟有人时刻盯着你 挑拨离间的话 少说 福禄像是变脸高手 前一秒还雷霆震怒 后一秒云霄雨邪 敲不出杀过人的模样 刘夕让你过来 总不会让你跟本将军 说这些废话 你要是诚心过来道谢 我们之间没这个交情 本将军对你更没什么印象 要是过来劝降的话 总该有点表示 将军想要什么 自然是梦战所不能给的好东西 福禄眼神挑衅地望着梦魂 他语气轻蔑道 不然的话 你拿什么权箱 不过瞧你这个落魄穷酸的模样 想来柳西那个穷人也拿不出什么好东西 要权无权 要钱无钱 要色 说起来 柳西身边似乎有一角色佳人 想到内侍见到的女子 福王又道 若是柳西肯割爱 本将军兴许愿意考虑考虑 至于考虑之后 愿不愿意归顺 这又是另一档子的事情啊 将军说笑了 我主兴军纪律严明 身边怎么会带着什么角色佳人呢 将军若是吃惯了山珍海味 想要换一换口味 孟魂表情不变 谋似真诚地说道 只要将军愿意归顺我主 莫说一个绝世佳人 便是十个八个 定会为将军仔细误死 将军以为如何 什么山珍海味 青州小菜 本将军只瞧上那么一个女人 柳西敢不敢给 听旁人说 柳西是个假郎君 实则是个女儿神 他身边带着个女人 怎么就不可能 当日柳西抢走本将军的人 如今他要是将人双手奉上 本将军给他开一开方便之门 又如何呢 浮旺三言两语不离美色 但一双点七毛子 宛若深潭 黑得纯粹 根本没有半丝迎邪之色 换而言之 浮旺这些话 不过是为了刁难人 顺便羞辱江鹏几罢了 将军 何时变成这等模样 孟魂听出他眼外之意 叹了一声道 唉 放眼大局 长寿王的地位来路不正 天下人都不赞同 孟是为虎作伤 将军以为孟是能嚣张多久 不如早早 弃眼逃明为妙 莫将记得将军昔日风采 那是何等烟雾锐智 岂会看不穿这些 弃眼投明 以本将军来看 柳西才是暗 我主才是明 浮旺对孟魂的恩惠 不仅仅是当年那一桩事情 两人交谈不多 但孟魂一直记得对方的好 他原本只是一介武服 最后能在孟是手底下混出头 实在是不容易 当年与福旺初次见面 对方的年纪比他小多了 但资历远比他身后 名声也传遍了整个藏州 那个时候 福旺一番话 指明了梦魂的出路 只会耍刀弄枪 这辈子 就只能成为受人驱使的武夫 靠着拳脚功夫 卖命求活 可再怎么努力 武夫一就是武夫 爬不高的 你平日里要是有时间的话 多读一读兵书 兴许 以后会成为将军 哪怕福旺只是随口一说 但对于那个时候的梦魂来讲 宛若是波云渐日 给他迟点了名路 如今外头无人 将军不用担心 我俩的话被第三人听到 未等福旺变脸 梦魂说道 将军当年受恩于福阳郡寿 与福阳郡寿 情同亲生父子 如今您效力于梦时 当真心甘情愿 又是挑拨离间 福旺反问梦魂 两军阵前 你以为有将情灭的余地 送客 他怒气冲冲地喊神 将梦魂给赶走 离开侧庭之前 眼神狠利地看了一眼某处 福旺的确是抓了一个偷听的人 但不意味着身边就没有第二个偷听的家伙 有些人偷听 他可以任由自己性子来 说打杀就打杀 但有些人却不能动他 梦魂正因为知道厅内还有第三人 这才表现得如此熟人 乔哲是在套关系 拉拢福旺 实际上呢 是将他架在了火堆上考 挑拨离界 不管哥在什么时代都是行得通的 更何况 梦战心胸狭隘 对福旺没有真正的放心 不然的话 他也不会在对方身边安插这么多的眼线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游报香菇 领贤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七百八十五章 梦魂被福旺轰了出来 江鹏姬也已经布局 暗中捉了卧龙郡残部中的戏作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昨日第一个醒来的大汉 直播间观众见到戏作的真正身份 全体都猛逼了 活生生打脸啊 我之前还说 隔着屏幕就能感觉到对方身上的无助和凄苦 说他视为知己者死 哎呀 他妈的才过了一天 打脸打得啪啪响了 扭头就告诉我 这人是戏作 哎 我也是被打脸的一员 昨天这家伙哭得那么惨 我还觉得他是个刚毅的正直爷们 今天竟然告诉我 他是害得整个乌龙郡势力全军覆没的罪魁祸首 怎么可能 我就说嘛 这家伙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昨天看他哭得假兮兮的 我就不喜欢他 果然 这个家伙呀 果然是有猫腻 现在回想起来 主播好像是一直防着这个家伙 凭心而论 这人的演技爆表 娱乐签的影帝也就是这个水平 主播为什么没上当 江鹏姬自然不可能上当 因为他早就是看出 这个家伙是在演戏 两个戏精碰面 演技好的那个 才能演过演技差的 要说演技 有谁能够拼得过江鹏姬呢 戏作的身份出人意料 直播间的观众都被骗过去了 连戏作本人都不知道 哪里露了马脚 你们为何要抓我 大汉正欲挣脱 但两尖各有一只手按着 迫使他跪在了地上 无法起身 江鹏姬冷笑着看着对方 为何要抓你 这个问题 不是问你才对吗 你敢说自己不知道 你要是不知道 那卧龙俊手 那卧龙俊手 又怎么会战死 又怎么会被人全肩 对方一开始还能维持镇定 保持一脸的正气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抑制不住的心虚和恐惧 弥漫了心头 让他不敢和江鹏姬的视线对视 对方的眼睛像是藏着针 瞧一眼 就觉得有些刺痛 大汉背后冷汗层层 呼吸都显得窘迫起来 我 我真不知道 江鹏姬视线 瞥了一眼大汉身边站着的衣兵 对方拿出了一个缝着绳头的布包 这个布包很宽很长 碗说是一条长长的袋子 可以缠绕在腰上或者是胸口 再在外头绑一些粗布 便能伪装成包裹好的伤口 江鹏姬冷笑着问道 死鸭子嘴硬 难不成 想要动刑才肯着 证据已经摆在了面前 但对方还想嘴硬两句 挣扎一番 这是什么 年草和阳精茄花粉 便是掺杂在食物中的东西 我已经问过随君的郎中了 这些东西 全都是一再提唇后的 要理非凡 你要不是细作 身上为何藏匿这些 现在老实招了 免得受苦 那个大汉 面色一白 过了一会儿 才闪躲着说道 中狼将这话可就严重了 细作一说从何而来 这些东西是我的 但又能说明什么 哪怕我是细作 但这和中狼将又有何关系 哪怕他是细作 那也只是祸害了 卧龙郡势力 他又没有伤害旁人 你也用不着狡辩 我知道你白日里 到处晃是为什么 不就是想探清消息 好方便下手 到此为止 大汉知道自己的行动 已经彻底的败露 但他人就是不清楚 为何如此 他演得不够好 还是说哪里露出了破绽 不知中狼将 何时怀疑在下 从你醒来开始就怀疑了 后来你说的越多 错漏越多 大汉面色一僵 从未想过 江鹏姬竟然没有信任过他 我让人查过你的身份 卧龙郡是我的心腹 还是他的妻酒 照理说这个身份 绝对不可能是细作 只是呢 这世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一旦你当了细作 旁人也不会怀疑你 众人伤势这么重 连身边又煮的菜香都受了伤 但你的伤势 却有些蹊跷 看似下人却不致命 从刀伤来看 一部分是旁人看的 但也有几道伤势 是你自己划的 仅凭这点 便足以怀疑你的身份 我想 你这么做 是为了降低 卧龙郡手的防备 让他将柚子 交给你和其他心腹是吧 最值得怀疑的一点 你没有吃过 加了料的食物 哼 你说你担心 柚主没有的吃 所以一直舍不得 吃那些干粮 可我让医兵暗中 瞧过其他人的食物 他们带的食物 并没有这么匮乏 你忍计挨饿许久 只肯喝水冲鸡 不肯斩碰 你能解释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吗 讲真啊 大汉说的那番话时候 的确是挺动人的 三言两语 将自己描绘成 忠心耿耿的家臣 不过江鹏鸡又岂是 那么容易被人猛逼的呢 大汉面无血色 忍着后曹牙打颤的冲动 问道 中狼将想杀了我 当然不 要是杀你 你还能活到现在 我请问你 梦是给你开出了什么条件 大汉犹豫了一会儿 任命的 事成之后 封诸侯 此封地 许诺千金和美人 给出的条件还挺丰厚啊 不知道诸侯封地 千金和美人 与你的性命相比而言 孰轻孰众 你可又想过 卧龙郡的精锐 尽数被歼灭 你手上无兵无权 如何坐稳诸侯之位 如何守得住你的封地 至于梦是 神家不过是 昌寿王的一条走狗 他们还养人鼻息呢 如何给你封诸侯 赐封地 神家红口白牙一张嘴 你竟然也相信 此时此刻 大汉已经是狼狈不堪 面色从苍白转为了清灰 江彭基笑了笑 继续道 被判自己的救主 害死自己的铜袍 你这件事情要是传出去 哪怕我留你一条性命 诺大天下 也没有你的容身之处 你猜猜 卧龙郡残暴 可会饶过你 上万将士 因为他的一己私心而死 别说还活着的人饶不了他 哪怕是死了的将士 上万冤魂也要向他索命 想到这里 大汉已经是吓得不敢吱声了 他自然是怕死的 只要有一线生机 他便不会轻易求死 他看出来了 江彭基特地将他抓来 揭穿他的身份 自然有用得到他的地方 果不其然 来人 将东西搬上来 江彭基话音已落 兵族抬着两口大箱子上来 啪啪打开 露出里面的金银珠宝 灿烂夺目 险些将他的眼睛给晃下 两口箱子 全是沉甸甸的金子银子 还有珍贵的宝石珍珠 他甚至还从里面看到 数颗直径有两个 直接宽的浑原珍珠 珍贵无比 梦是给你许诺 不过是静华水月 瞧这美好 双手却捞不着 你若识相聪明一些 这些东西便是你的 事成之后 我便上人谎报 你为旧主报仇而允议 留你一世英明 如何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游报香菇 领先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786章 权于钱 一向是互相互利 有了钱 自然能买通权 有了权 当然不愁没钱 大汉深知这个道理 但他瞧着眼前两个大箱子 心中的贪念 怎么也压制不下去 因为有时候 有权势 也弄不来这么多银子 他何尝不知道 梦氏给他的许诺 太过于虚幻 但他太过于贪婪了 什么都想要 在贪婪的驱使下 铤而久险 蒙星自问 卧龙俊首战死的时候 他心里有一丢堆悔意 但也只是那么一点 将鹏机抬手 上神将箱子给和尚 打断了大汉的思绪 又一次问他 你是实相 还是不实相 大汉心中一沉 咽声苦笑道 若实相 好歹能保住 下半辈子的荣华富贵 要是不实相 想来钟郎将 也容不下我这等 施主之人 只是 钟郎将真的会信守承诺 不会背信弃义 将鹏机冷笑着反问他 你连梦氏都相信 赎金竟然怀疑我 大汉自知说错了话 不敢再吱声 赎金的处境 他没有丝毫地 讨价还价的余地 神为刀祖 我为鱼肉 大抵便是这样 梦氏什么德行 你稍稍擦亮眼睛 便能知道 你做出 施主的事情 梦氏还敢用你 江鹏机 眼瞼微垂 一双漆黑的毛子 似乎要看透 对方的魂魄 迫使大汉 下意识 撇开了眼睛 过了一会儿 大汉咬咬牙 只能是投靠了江鹏机 除了这条路 他也没有第二条选择了 江鹏机 已经知道他的秘密 只要他将背叛卧龙 俊手的事情说出去 届时整个事件 都没有他的容身之处 一想到那个情形 他便不寒而栗 只能是乖乖就范 答应和江鹏机的合作 捏住了对方的软肋 江鹏机也不怕他耍诈 为了达成目的 江鹏机不介意 用些手段 但直播间观众 却是眼里容不得沙子 很多人都有些愤愤不平 他们觉得江鹏机这么做 是鱼虎毛皮 一个背叛救主 出尔反尔的叛徒 还有幸运可言 江鹏机和他的合作 不怕对方临时反水 背后给他来一道 一次不忠 百次不容 主播还是小心一些吧 要是这家伙临时反水 就不好了 哎呀 鸽子现代社会呀 这家我也不能用 跳槽也就罢了 毕竟人各有志 但跳槽之情 还联合外人害死老板 这员工还是老板的欺救 这简直不能忍 活脱的吃里扒外呀 说句极端呢 一次不忠百次不容 虽说主播胸襟宽广 但不是什么人 都有资格得到饶恕 这个大汉明显就是冒中内奸 主播可不能掉以轻心 免得阴沟翻船啊 直播间观众表示担心 他们知道江鹏鸡策反大汉 是为了大局考量 但心里还是坠着不安 生怕对方反水 江鹏鸡冷眼瞧了一眼 跪在地上的大汉 内心在直播间发了一条弹幕 我只是说侍臣之后留他英明 可没有说不会秋后算账 你们不用担心 哪怕策犯了大汉 江鹏鸡也不会对此人 投影一点点的信任 该有的防备不会少的 得到了这个回答 观众们纷纷松了口气 连续两日 营寨一片安静 家门关那边也高冠冕战牌 双方全是一副 嫌弃彼此的模样 孟虹回来之后 便对江鹏鸡 禀报了此次的行动 主公 依臣来看 福王在孟氏手底下并不好过 应该有策反的余地 要是能将福王挖过来 此次收获可就大了 孟虹想到这里 鹰鸡的心情顿时好转 失去福王 孟氏将会是大受打击 还有什么比孟氏吃鸡 更能让孟魂开心的呢 江鹏鸡不至可否 这话怎么说 福王身边全是眼线 我见到他的时候 不止庭外有人偷听 连庭内隐蔽处也藏着人 瞧着像是保护福王的亲美 但从福王对待他们的态度来看 分明是憎恶和忌惮 风筝摇头 他的戒心可没有那么容易消除 孟小伟 眼睛看到的东西 偶尔也是会骗人的 推万不说 纵然福王处境真的不好 他的身边全是监视他的眼线 但孟氏如此纵容他 他有什么理由背叛孟氏 投靠主公 之前说了 福王在孟氏作天作地又作死 但孟氏一直对他有求必应 如果福王跳槽到了江鹏鸡这里 江鹏鸡能满足福王各种的吹毛求刺和索取 换而言之 福王有理由跳槽 但他也有理由跳槽到江鹏鸡这里 孟魂听了 猛得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脑子清醒了不少 军师 您这话的意思 如果孟小伟真以为能够拉拢福王 暗中去策反他 说不定就中了他的计了 孟魂立刻对自己冒失的举动请罪 江鹏鸡抬手让他起来 声音平静地说道 这件事情又不能怪你 此事只是说了其中的一种可能 不过从这点来看 福王也不是泛泛直辈 不能掉以轻心 两军交战 不讲情面 不只是比拼武力 还有比拼心急 福王若是一般的武服 孟魂也不能容忍他到如今 多一颗心眼 总是没错的 孟魂听了连连点头 表示受教 只是他心中还是有些可惜的 如果能拉拢福王 对于自家主公来说 表示如虎添翼 一个福王没什么 关键是他手底下的精锐 看到孟魂有些眼馋 属今的丸州不仅缺文官 还缺武将 挖来一个福王 顺带还能有数千精锐 多划算的买卖 江鹏鸡说道 接下来解释 上神继续以各种理由 出使家门关 正好 你和福王有些交情 我们便以此为理由 攀扯关系 不恶心福王 聊闹的梦是对他忌惮理心 他的日子不好过了 我们便能顺利了 要是他表露出 想要投奔的意思 我们只管顺着说 迷惑他 让他卸下心房 让一个名将卸下心房 可能性太低 只能是迷惑一时 让他产生松懈 江鹏鸡就稳操胜券了 说白了呢 他们不只要比拼武力 还要拼一拼 谁的套路甚 谁的心更脏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邮报香菇 领贤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七百八十七章 一连数日 江鹏鸡的营寨都没什么动静 要不是城上兵组盯着 江鹏鸡的使者日日报道 福王都怀疑对方惊蝉脱鞘了 一到晌午 家门关外 便出现江鹏鸡的使者 比大姨妈还要准事 起初呢 福王还有些戏耍的心思 但次数多了 不止他烦躁 身边的副将也起了疑心 福王手底下 有数名副将 除了三个有过敏交情的心腹 其他都是梦式安插了眼线 随着日子推移 这些眼线对福王按兵不动的态度 产生了质疑 将军何日动兵 眼瞧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几个端着监视任务的副将 都按捺不住了 福王每日与兵将宴影 安排每人歌舞曲乐 好似不知道家门关外 守着三万帝君 急什么 山人自有妙计 少缴了本将军的兴致 福王正想将喝空的酒坛放下 那个副将 还想进前一步说话 他面上生怒 将酒坛丢置在对方的脚边 碎片散了一地 滚下去 那个副将忍了忍心中的怒火和憋屈 这才心有不甘地退了下去 众人不欢而散 这个时候传信兵又传来了消息 柳西的使者又来了 一连七日皆是如此 双方看似平静 实则暗潮涌动 隐约有些剑拔弩张的气氛 福王等江鹏机那边奉松的警惕 这才派人去和戏座接头 这个戏座便是先前抓出来的那个 如果不是江鹏机 换作是另一部势力 谁能想到 丧家之犬般的卧龙郡势力 藏着一个戏座 仔细对了暗号 了解了这几日内江鹏机迎战的情况 消息很快就传到福王那边 他暗暗的拧眉 手指敲打着桌案 丝毫看不出 白日里阴晴不定的暴怒模样 柳西当真没有同江 他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三万兵马驻扎在家门关外 既没有进攻破关 也没有惊蝉脱强 对方想做什么 负责联系的暗线也道 的确是奇怪了 难不成柳西是想拖延时间 等关内淡静粮绝不成 福王暗笑 这个猜测简直是个笑话 双方拖延时间 时间拖得越久 情况对柳西越是不利 家门关又源源不断地补给 但柳西的军粮却是吃一日少一日 他才是拖不起的那个 不过时间继续拖延着 的确不是个办法 双方谁也不动手 这个仗呢打不起来呀 暗线说道 相军 柳西这些日子连连派人与将军 攀交情 这举动分明是恶心人 家门关内已经有谣传 说得有鼻子有眼 不少兵族都相信将军受了柳西的条件 一遇归顺的 三人成虎 一个谣言说的人多了 神门便会将他当作了真相 福王在梦式的地位本就是尴尬 身边还有不少的眼线 这些眼线呢早就是对他不爽 与他貌合神离 若是任由谣言壮大 不用敌人动手 仅凭这些声音便能够害死福王 不急 越是着急 越是容易中了对方的奸计 福王冷静地说道 你以为柳西一介女子能走到如今的位置 靠的是什么 如果她真是一无是处的人 如何能让众多英豪折腰呢 区区在女子手下 我们就更得沉得住气 静待时机 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便要扼住对方的喉咙 福王是狼群养大的孩子 将敌人一击必杀 是她的本能 出手之前 她会忍住内心的焦躁 不会被情绪轻易左右 暗线说道 将军 既然如此 我们便盯住柳西的一举一动 亦有情况 不用 眼线埋得越深 柳西才越不容易发觉 我们频繁和她联系 柳西发现的可能性就越高 一旦暴露 不止这颗棋子废了 我们还会十分的被动 关键的棋子 自然是要用在最关键的位置 是 将军 福王揉了揉眉 略微倦怠地说道 你先下去吧 是 将军 室内寂静无人 福王推开专案一侧的画卷 上面绘着一名 艳丽绝世的家人 他用粗利的手指 抚摸着画面 似有神奇的力量 让他深皱的眉头舒展 画上这个女人 算是多年以来 唯一一个到了她怀中 就有当着她的面 被人抢走的 与此同时 在诸多兵族 紧锣密鼓的忙碌下 数条通向营外的地道 已经是挖筒 在家门关守将的眼皮子底下 将棚接运了大量的 易燃木料 藏在了各个营帐之内 一切是有条不紊 家门关城内流言纷纷 不少人都信了 福王有意归顺 人心浮动 想来时机已经差不多了 杨丝远眺家门关方向 平静的毛子 似由暗流涌动 我们这里已经准备得差不多 但家门关那边迟迟没有动静 这福王也是沉得住气 诚心想和我们拖延较劲 若是要拼时间 我们这边怕是拖不起 主公 自以为不如天一把火 迫使福王 不得不动手 天火 怎么天 福王数字提及美人 不如 你打算 让慧郡用美人计 将棚接你眉断然道 不成 他宁可 再用几天拖延 也不愿意这么做 杨丝这话他明白 如今要有美人计 谁的容貌最符合要求 福王多次提及慧郡 除了慧郡 还有谁比他更加适合 杨丝张了张口 倒是没有坚持 不过 纵然如此 慧郡也不是养在深归的天真女子 接连七八日暗兵不动 营仗内却是动作平平 他自然也察觉出了异样 因为随军的缘故 他将自己的容貌弄得是更加的普通 丢在一众医兵之间 毫不眨眼 唯一与众人不同的地方 他没有和普通医兵睡大通铺 反而是携在了主张的附近 郎君 听闻驾门关守将 是一个叫福王的将领 将捧击平日里也不拘束 慧郡对外头的政事 军事也有所了解 啊 慧郡安安地咬了咬唇 听闻福王此人 喜好美色 将捧进目地睁开了眼睛 险些将慧郡吓了一跳 谁与你说的这些 慧郡平复心急 小声地说道 从卧龙俊那些伤兵口中知道的 一群长手鬼 重伤欲死 还不休停 慧郡又是好笑又是无奈 过了一会儿 他暗中拽了拽将捧机的袖子 当对方抬眼看他 慧郡便姿态温顺地跪坐在了他身旁 柔声细语地说道 郎君 只要有用得着妾身的地方 妾身愿为您效全马之劳 好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邮报香菇 领衔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七百八十八章 你不用这么牺牲 江鹏这本想说用不着 但顾念慧君的感受 这三个字在嘴里过了一遍 又咽回了肚子 她又说道 书间的情势 还在掌控之中 我心里有数 你不用多想 慧君神色略微黯然 眉梢四皱非皱 莫说男子看了不舍 连女子都会心生恻隐之心 可是郎君 除此之外 妾神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 是自己能为您做的 得到了江鹏姐的拒绝 慧君像是泄了气一般 萎靡了下来 一声细语地说道 郎君也曾说了 不养贤人 妾神这些年养尊处优下来 竟然连如何照顾人都不会了 隔在伤兵营 哪怕最普通的宜兵 都比妾身力所能干 细心一想 这一身皮肉竟显得如此低贱 好似只能一出卖自己为生 说到后面 慧君的身影 甚至带了几分哽咽和难堪 对于慧君而言 她的过去便是一道 深可见过的伤口 皮肉已经腐朽生躯 哪怕她用最好的胭脂水粉 去遮掩 但内骨子的臭味和疼痛 始终是如影随形 骗得了别人的眼睛 骗不过她自己 傻姑娘 江鹏姐微不可查地叹了一声 纵然你只是个贤人 但我视你如青梅 便是你什么都不做 只当个富贵贤人 我也养得起 你的过去又如何 有我在 谁敢说半个字的闲话 一个人总不能被过去所拘束 他对慧君又是欣赏又是心疼 自然希望对方能着眼未来 江鹏姐以为慧君是因为身份问题 才钻牛角尖 便说道 若是有人说三道四 让那个人到我跟前说 等回了完周 我会让人给你重新安排身份 借使你自律女户 自己当家做主 原本还黯然神伤的慧君 目得扑齿一笑 被江鹏姐这些话给逗笑了 偏偏后者不知道发生了啥 虽说都是女子 但江鹏姐的脑回路 跟正常人根本就不一样 自然也没有慧君 这般九曲十八弯一样的细致心肠 他能理解慧君为何伤心 但却是无法理解 对方为何突然发响 云霄语气 女神星海底针 江鹏姐陡然想起直播间观众的话 回过神来一想 又觉得不对劲 这么感慨 总感觉将自己排除在 女神这个范畴之外了 郎君 妾身并没有其他念头 只想为你尽一份心力 慧君说到这里 咬了咬 饱满的下唇 犹豫着说道 妾身没什么见识 但也知道如今后勤无力 继续耽搁搁下去 对郎君有害无益 家门关守将 是个喜好美色之徒 郎君只需让妾身 在他面前晃两圈 不说勾了他心魂 至少能惹得他手底下的兵将 对他生意 一旦军心不齐 战力便会受损 对我们而言 很有益处 江鹏君拧着眉头 依旧是不赞成的态度 太危险了 没必要 郎君 慧君鼓起了勇气 抓住他的袖子 雨调里带着女子特有的娇衬 您便允得切身吧 江鹏鸡无动雨中 眼见低垂 说话没有商量的余地 不行就是不行 慧君有些气囊 不过他知道江鹏鸡面冷心软 这种事情多磨一磨 兴许会应允 为何不允呢 毕竟他都主动亲鹰了 江鹏鸡却说道 尽管 孟小伟说浮旺这个人还行 但战场上的将军 和日常生活中的男人 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后者 会因为善念而手下留情 但是前者 却只会为大局扣量 说一句无情也不为过 莫说你是敌军派遣的女子 哪怕是他的妻妾 一旦需要牺牲的时候 必然不会手软 前朝时也 你也没少看 孟氏的先祖孟经 声称人中白龙 为了鼓舞残兵败将的气势 他亲手杀妾杀女 用他们的血肉 喷煮食物 此举够无情了吧 神家却是青史称赞的战神 慧君的面色一白 知道江鹏鸡是担心什么 果不其然 如果浮旺心狠一些 为了稳住军心 取幸于人 亲手拔剑斩杀你 届时又该如何 美貌的确是武器 但我希望 他能保护你 而不是成为 伤害你的双刃剑 此时你不用多言 我不应允 再将鹏鸡这里碰了 碧眼 慧君是无可奈何 第二是 他正欲前往伤兵营 恰巧碰见了 酒饮发作 浑身不自在的风筝 以风筝多年 榴莲花丛的经验 他早早就发现 慧君柔貌做了假 朴实无华的表面下 定是个绝世家人 不过呢 人家待在主公的身边 风筝只能圆圆地欣赏 猜测对方的真容 不敢口花花 慧娘子这是怎么了 风筝见他面上装了心事 不由得出声询问 自个儿的主公护着的人 谁敢欺负他呢 慧君正沉寂在自己的思绪当中 听到有人喊自己 心间一跳 陡然惊醒了过来 风先生沉安 他依旧是普通 医兵的装束 见风筝走近了两步 慧君的面色 多了几分慌乱 风筝醋眉 心下多了些许的戒备和怀疑 待在这个军营 还有主公护着 谁能让慧君 露出心神不守的表情呢 慧娘子遇见麻烦了 风筝多问了一句 慧君想了想 瞧了瞧周围 眼神示意风筝 进一步说话 他将自己的担心 说了一遍 这来风筝略为诧异的注目 风先生 慧娘子的担心 不是没有理由的 若是以美色理见 的确是个法子 家门关内议论纷纷 众人都说 福王有心归顺出宫 此时若有角色 家人出现 哪怕这福王 浑身长满了嘴 怕也解释不清了 不过慧娘子可想好了 你若是这么做 不仅实亏 还有性命之忧啊 为了消除流言 最好的办法 就是杀了 宋上门的美人 从福王以前的形势来看 这个家伙相当的狠心 未必做不出 蜡手催花的事情 慧君咬牙说道 若能为郎君分忧 奴家愿意去做 还请先生指教 如何才能让郎君阴云 风筝表情更加的古怪了 只探一声 红颜祸水 慧君的表情一僵 她连忙补充道 坏娘子进前说话 你只需这么和主公说 能让一个好好的小姑娘 如此地牺牲 威力比红颜祸水 还要可怕 风筝压低了身影 详细地跟慧君说了一番 如此这般 她就极有可能应允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游报香菇》 领先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E789章 别看风筝形式作风不靠谱 这个家伙的脑子 还是靠谱的 慧敬按照她说的去做 将彭系叹息之后 果然应允了 这一日 家门关外的使者 如约而至 浮旺正想要将人 晾在一边 正是对着梦魂 那张落腮胡的脸 浮旺的心情直就暴跌 不过这一日的使者 却不同以往 不是梦魂 浮旺听了传信兵的回禀 还未开口说什么 一旁的副将 却是嘲讽的 听闻柳希弄了个女营 行军打仗 分明是大老爷们的活 将娘们拉到战场做什么 以末将来看 所谓的女营 怕是猫腻重重啊 对外说是能打仗的兵 对内 谁知道是什么货色 如今还派遣女子当使者 副将一开口 其他神纷纷露出赞许的表情 女神的确不应该上战场 上了战场的女神 不会是镇紧的女神 自古军营无女子 这个女子 指的是兵族的妻妻 谁打仗会带着老婆呢 至于营记 他们在兵族来看 不算是女人的行列 只能算是此心的牲口 福王暗中 簇了簇眉 对此次使者的身份 有了大致的猜想 请使者到侧厅等候 本将军这就过去 慧郡带着一顶厚重的墓笠 折住着那张 近乎祸国殃民的脸 福王看到此女人体型 已经是确定对方的身份 果然是那一日的女子 末将该如何称呼你呢 福王用着谦称 假设心地问道 皇后娘娘 慧郡抬手 掀开了厚重的白色帷幕 端正坐在了右下手 对着福王正进行礼 将军这话有趣了 如今的陛下还年幼得很 未及若冠 更未成婚亲政 何来的皇后 福王一双幽黑的眼睛 直勾勾地看着慧郡 瞧见对方眼中 带着残留的错愕 他一早便猜出慧郡的身份 但慧郡却不知道 当日的将军便是家门官的守将福王 错之后 他的心中便伸出了些许的仇事 美眸扫过了福王的双手 不动声色地收敛情绪 那日便是这人 险些背后冷剑杀了郎郡 虽说最后只伤了手臂 但慧郡给江鹏街上了三日的药 心头一直气着这个事 福王改口说道 先皇后娘娘 那个柳西倒是大胆呢 竟然敢将你藏匿起来 朕所谓神死如灯灭 不管皇帝身前有多么的荒诞 做了多少的措施 神家都已经驾崩了 还能怎么算账 在皇室的运作之下 前一神皇帝依旧是有错 但他犯错却是因为妖姬美色诱惑 至于客观大错 主观小错 将一部分黑锅甩到了慧郡的身上 将他称之为祸骨妖姬 慧郡却不能认下这个身份 他只是谦逊一笑道 传闻先皇后乃是一代佳人 只可惜红颜薄命 妾身只是蒲柳之姿 引火之光 如何敢于昊月争辉 将军这番话 妾身只当是夸奖 伏望手里没有实锤 继续纠缠这个问题也没有意思 柳西让 这位娘子如何称呼 妾身见明慧郡 啊 柳西让慧娘子过来 有什么目的 听闻家门关内流言纷纷 将军有归顺我主的意愿 福王眉头猛地一跳 他面色不变地说道 慧娘子说笑了 本将军对我主忠心耿耿 岂会轻易辩解 念在慧娘子是女子的份上 刚才的话 我只当没有听到 话是这么说 但她的眼睛却黏在了慧郡的身上 好似被她的容色给吸引 不过慧郡见惯了各种各样的眼神 佛王的眼界还骗不到她 将军这么一说 妾身便心安了 慧郡巧笑倩喜 美目似有光滑流转 乍一听完这个消息 我主也是心惊诧 主公之前还说了 他欣赏将军乃是光明磊落的汉子 将军投靠了梦时 当真是明珠暗头 若非两军阵前身不由己 兴许还能与将军引为知己 这等惹人非议的传闻 将军还是尽早澄清比较好 免得手底下的兵族坠坠不安 伤了将军的威信 佛王嘴角笑得有些勉强 且不说他没有杀心 哪怕有 慧郡的最后一句话说出口 他也不能杀 若是杀了呢 便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多谢 慧娘子关心 除此之外 柳周牧还有其他事情吗 柳蛇和姜鹏姬都是周牧 不过如今出面的人是后者 柳蛇至今还隐在幕后 存在感偏弱 这一身柳周牧自然指的是姜鹏姬 慧郡眉稍已醋 宛若西子捧心而平时的风也 如公倒是没有别的吩咐 但妾身却有一事 不知将军 慧娘子只管说来 那日之后 妾身便司目将军 如今一见 更是 慧郡双颊微微的驼红 眸光带着水润 他含羞待怯的 只是 妾身上有自知之明 不敢以污浊之身 损了将军一世英明 福旺心头跳得更加的厉害 眼皮也有些不受控制 为这样的家人当面告白 烧射福旺也有些心惊摇曳 不过他很快就固守了心神 色字头上一把刀 眼前这朵花 虽是世间角色 但人家不仅长刺 还带着毒 碰不得 慧娘子这是 自见真习 福旺心下一动 明知不可能 但眼睛却不放过心上的机会 慧郡抬秀眼唇 笑道 怎么会 难道说在将军眼中 女子表明心计 便是自见真习 这是普普通通的爱慕之情 不一定非要得到 看将军一表人才 以前就没有收过女儿家的爱慕 换而言之呢 神家光撩不娶 只负责煽风点火 熄火的事情自己看着办 福旺莫名的有些尴尬 通俗来讲 神家跟你讲精神感情 你脑子一抽 想到了不和谐的画面 能不尴尬吗 慧郡的出现超出了福旺的预期 不过人家只是过来走了一圈 未了又轻飘飘地走了 神虽走了 但却留下了绝世家人的传说 福旺的心腹健壮 颇感忧虑地说道 将军啊 不用出手制止谣言吗 算是不用 这不正是柳西想要看到的吗 妻子那边准备如何了 前不久传来消息 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 柳西那边浑然没有发觉 毕竟 在常人看来 这一颗棋子的确是埋得很深 谁能想到 已故卧龙俊守的心腹 会是他们的眼线呢 接连两日 慧俊接替了梦魂的骚扰工作 每日来家门关小座一个时辰便走 正所谓三人成虎 不止梦氏安插的眼线彻底怀疑了福旺 连他的心腹都坐不住了 曾学 您这是 真被美人勾走了魂了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游报香菇 领贤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七百九十章 面对心腹下属的疑惑 福旺眉稍一扬 不经意间 带着疲逆众生般的威夷之想 怎么了 心腹本想要询问自个儿的将军 是不是真的陷入温柔乡 只是当他的视线与福旺对视的时候 再多的询问也问不出口了 虽说外头总是传闻将军喜好美色 但自家人清楚自家的事情 福旺并非是真正的好色之徒 于是心腹将含在舍间的话 又咽回了肚子 换了一番说辞 将军您再不动手 家门关怕是要乱了 福旺的心腹拧着一双粗黑的眉毛 一副凶恨之想 忧心忡忡道 您也知道 孟战那只多疑的老狐狸 多年来 没有真正信任过将军 他 他在您身边安插了多少个眼线 一旦将军有什么异动 那些眼线肯定会被将军不利呀 福旺摆摆手 不慎在意地说道 这件事我清楚 那些小人嫉妒我 也不是一日两日了 可笑这些蠢货太无能 没本事 除了嫉妒眼红 没别的天赋 孟慎宁愿重用我 都不愿意给他们高位 如果手底下有可用的人才 孟战也不会捏着鼻子 承受福旺的臭脾气 福旺正是知道了这点 他才敢这么作死 他很清楚 只要不是真正地背叛了孟氏 不管他做了什么 孟氏都会忍下来 没没想到 孟战的那张憋屈的脸 他内心总是格外地痛快 这一日 慧郡照常过来小作 一路醒来 周遭强烈的敌势 让他心中一紧 这些眼神中 还夹带着 毫不掩饰的寄觎和战友 他见到了福旺 人就是笑语盈盈 好似不受干扰 将军 妾身有一言 不知当不当讲 慧娘子直说便是 近几日 将军可要注意小人之祸 慧郡了一双美眸 水光盈盈地看着福旺 他用开玩笑般的口吻说道 妾身唯恐将军怀疑 故而不敢多言 只是纵观史书 多少名将会与小人之手 着实令人遗憾 妾身冷眼瞧正 将军手底下的副将 似有疑心 恐怕会对将军不利 这话可是明晃晃地挑拨 偏偏还是事实 福旺眼神一动 不动声色地说道 多谢慧娘子关心 本将军心领了 他本就是有意 让外人看到内部不合的景象 借此迷惑江鹏机 让他大意之下放松警惕 只是福旺 怎么也没有想到 老司机套路太深 他的布置 全在江鹏机的预料当中 眼瞧着气氛越发的紧张 家门关内的舆论 愈言愈盛 好似福旺 真的要跟着美人 挥顺敌军 江鹏机听到戏作的回禀 福旺预备明日 深夜三更十分动手 仗内众人摩拳擦掌 一个一个跃跃欲舍 恨不得立刻扑向家门关 这一小半月的时间 他们只能憋屈地看着家门关 每日只能用训练 发泄多余的精力 现在可好了 终于能大干一场 众多武将之中 典赢还算是镇定的 李云小天使和梦魂 都露出难以抑制的喜色 前者为了加速 积累军功 巴不得天天打仗 没有军功 如何娶到身为 名门贵女的新上人 梦魂却是因为 终于能向梦师讨战 这些天 险些是憋出了火了 他们眼巴巴地 看着江鹏机 等着自家主公 分配任务 这福旺倒是沉得住气啊 愣是等了近半月 才敢动手 风筝在心里 默算着时间 冷笑着说道 明日便是朔月 正是一月当中 月色最暗淡的一日 福旺选在这日动手 深思熟虑 盘算已久 如果他们没有 快一步看穿 福旺的打算 这小半个月下来 恐怕 真的是会放松警惕 再加上 福旺安插的 卧龙郡中的细作 两者 理应外合 说不定真的能让他们 步上卧龙郡手的后尘 杨思悠闲淡定地说道 再怎么深思熟虑 一旦计划被人看穿了 他再怎么布置 也都是枉然 夜袭计划 被人提前看穿 别说是福旺 哪怕是真正的战神来了 照样要吃亏 江鹏机垂下了严谨 不可大意 谨慎对待 哪怕是圣券在握 也不能骄傲 更别说 他们只是提前 遇见了对手的布置 最终胜利还没出来 交兵必败 他时刻警戒这四个字 李渊书的想起了一件事情 他问江鹏机 主公 若是明天晚上就动手 那惠娘子 事实上 江鹏机不愿意惠俊 明日再去家门关 太冒险了 如今已经是穷途比线的时候 福旺极有可能 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撕破脸皮 将惠俊扣押下来 要是这样 江鹏机也是鞭长莫及 不过 惠俊一连几日都去了 偏偏明天不去 难保福旺不会产生怀疑 一旦他怀疑了 可就是打草惊蛇 一切都要浅功尽弃了 惠俊声明大意 他主动对江鹏机说道 明日当然是照旧 不然福旺肯定会起疑 江鹏机抿着唇 一双鹰气的眉紧紧地促起 我有个想法 他双眸扫了一眼 营仗内的众人 看到他的眼神 杨丝和风筝 下意识地有些不祥的预感 明日 我装扮成普通的护卫 随同惠俊 潜入家门关内 从内侧一拟 风筝忍住暴躁的想法 为何自家主公总喜欢冒险 他哪里危险 往哪里钻 可是主公 如果非要冒险不可 风筝宁愿换一个人选 江鹏机说道 此时不用担心 我敢这么做 自然是有把握的 一切 以大局为重 面对江鹏机 风筝知道自己除了妥协 没有第二个选择 这个时候 他格外想念丸州的众人 要是他们在的话 说不定能制止自家主公作死 杨思在一旁说道 主公心意已决 我们也不好多家阻拦 要见形势不好 主公当以自保为主 明日夜袭 福望必然会带着精锐悄悄出关 这时候 也是家门关守备最弱之时 我们可以分兵 派遣一部分人在营寨守住待兔 等福望等人自投罗网 另一部分人 则趁着夜色 悄悄绕到破关 主公要是能在家门关内捣乱生活 让他们乱了阵脚 破关 便轻而易举 等福望抽身回来 他们也已经破了家门关 逃之夭夭了 自家谋士已经做了退让 江鹏姐也不好挑战他们的底线 不然他们该炸毛了呀 嗯 好 便按照静蓉所说的安排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游报香菇 领衔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七百九十一章 朔月之日 乌云密布 夜幕之下 没有丝毫的月光 不管是江鹏姐的迎战 还是家门关 双方都弥漫着紧张的气氛 火药味浓烈 福旺听到 惠俊过来的消息 面色陡然一变 左右副将面面相许 他们差点将这个女人给忘了 一名副将说道 将军 要是让那个女人 看到关内的调动 一旦柳希有了防备 另一个人补充道 是啊 为了大举着想 万万不可放她回去啊 福旺本想要将惠俊赶出去 免得她看到 不该看的东西 既破坏了她的计划 也给她带来杀身之祸 不过副将已经是开口 福旺那点私心 也不好表露出来 本将军 自由分寸 惠俊被带到了侧庭 纵然厚重的帷幕下的容颜 已经是挂了寒爽 但她还是不动声色地收敛了情绪 将军 这才一日不见 您的脸色为何如此糟糕 惠俊笑得自然 好似没有发现家门关 不同寻常的气氛 她小步上前 与福旺仅有数尺之遥 她甚至能嗅到 对方身上的体香 福旺神情认真地看着惠俊 漆黑的眸子带着不加掩饰的强烈情绪 手底下的兵族不听话略有飞神 今日精神不济 让娘子看笑话了 听到福旺对她的称呼 汇聚内心猛的意境 不知这人是无意 还是故意的 先前便与将军说过 您身边的小人有异心 难道是他们惹是生非 给将军带去烦恼 惠俊一副吸耳恭听的姿态 她不是天真单纯的小姑娘 福旺精神看她的眼神很不对劲 她心下一转 眼神发生些许的变化 看着福旺的毛子 带着浓浓的关切 福旺略微轻声问她 惠娘子这是担心我 妾身 妾身先前便说过 早已心目将军 惠俊羞答答的汗手滴眉 没有过分的纯针 但也不显得妖虫谄媚 挠得人心里是痒痒的 福旺健壮 心中锦铃大作 对方有意勾引她 心目 福旺顺势接住惠俊 伸出了柔衣 束手的触感 温润细腻 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好似羽毛触碰到心间最软的地方 还请惠娘子直言 在下只是个粗人 难免会错意 惠俊暗中想要抽回手 但对方的手掌 宛若是铁枯 她半点动弹不得 将军威武不凡 但凡是女子 哪有见了不喜欢的 你这人 当真要我直白说出来 说到后面 她的语调带着甜腻腻 又令人酥麻的娇称 惊得福旺是险些 握不住她的柔衣 哪怕知道惠俊在漫天撒谎 但福旺仍就是很愉悦 除了江鹏机和系统 谁也不知道 惠俊会魅术 所谓魅术 并非是寻常意义的精神控制 它是一种很高级的精神干扰 普通人根本就是招架不住的 哪怕惠俊本人 对此也是一知半解 他只知道旁人容易被他给影响 但却是不知道具体的情况 福旺苦笑了一声 神思清明了一些 世人街道温柔乡 英雄种 以前觉得秀之以鼻 如今我却明白 原来是自己见识的太少 若这温柔乡是惠娘子的话 天下少有男子能抗拒 惠俊笑语盈盈地问 胶躯一软 靠向了他的胸膛 一有所指地询问道 将军这话对于妾身而言 大概是最动听的情话了 不知将军是大多数男子这一波 还是少有男子这一波呢 米尖嗅着富裕的体香 甜而不腻 舍得他情思大动 他暗中瞧了一眼外头的天色 笑着将他打横抱歉 惹来他小小的惊呼 福正途在惠娘子面前 只是凡夫俗子罢了 福望 婊子正途 这个字啊 还是福阳在世的时候给他取的 出了几个心腹 少有人知道 另一处 跟着惠俊入关的护卫 都被安顿在了偏僻的地方 附近便是马鹏 味道冲得很 江鹏姬扮成了普通的护卫 一路醒来 他嗅到了不一样的紧张气氛 主公 现在怎么办 李云低垂着脑袋 低声询问江鹏姬 是的 李云这个小子也混进来了 现在他身负重任 不仅是要想办法在家门关内捣乱 还要保护江鹏姬 唉 要是自家主公损了一根寒毛 他脑子里可以想象出 先生们猙獰的微笑了 看这个情形 对方是想将我们扣押下来 让我们不能向外头通风暴行 哼 正好顺了我们的意 要是福旺不打算将他们扣押下来 江鹏姬还要发愁 怎么明正言顺流在家门关内了 夜幕深沉 天空瞧不见一丝的月光 放眼望去黑漆漆的一片 好似深处折服着一只凶猛的野兽 我现在只是担心惠俊 福旺这人还信得过 如今他自认为稳朝圣倦 不会杀了惠俊振奋军心 但是难保他身边的人不会自作聪明 江鹏姬眉头紧拧 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李云安慰道 惠娘子聪慧 定人会安然无恙的 他的确很聪慧 深处武坚心有朝阳 正是因为如此 江鹏姬对他才格外的心疼和照顾 只是江鹏姬怎么也没想到 女人的心思有时候真的很难猜 连他都想不到 惠俊悄无声息干了一件大事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狠狠地将福旺摆了一道 他当真不知道福旺是人是狼 男女之爱哪能像他这样用啃的 险些没有将他生酮火锅了 等他缓了一口气 神思渐渐清明的时候 惠俊倒抽着冷气 眼神带着几分灵力 身边的位置已经是冷了 福旺这个家伙也不见了踪影 惠俊抬手摸了摸发疼的脖子 锁骨和饱满的唇盘 小小地呸了一声 声音沙哑地说道 活该 他在涂抹肌肤的提粉和抹唇的胭脂中 舔了不少提过纯的棉草粉 大半都入了福旺的肚子 他一个大老爷们儿 哪里尝得出各种各样的胭脂味道呢 对女人 特别是绝色的女人 放松心房 被算计也不冤枉 福旺敢做初一 别怪他来做食物 既然他打算用棉草算计主攻 莫怪他以牙还牙 他稍稍动了动身子 隐秘处一阵的抽腾 惠俊不禁暗想 莫要让他在俘虏营见了福王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不迷录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游报香菇 领贤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以七百九十二掌 将军 一箭一斤准备土荡 可以出发了 心腹副将 穿着一身假皱过来 双手抱拳 对着福王回避情况 借着隐隐绰绰的昏暗视线 他隐约能看到 对方脸上的愉悦身材 将军 此前定然能够胡捉柳极 用事实读解 那棋子小人的嘴巴 量他们也不敢再怀疑将军 福王隐约有些出神 听到副将解气的口吻 他失笑着说道 怀疑又如何 他讨厌被小人计算 那些人除了妒忌就没别的本事 但这不意味着他忠诚于梦氏 事实上 除了他的前任主公兼半个养父的扶养之外 福王根本就没将梦氏当作正经的上司 那些小人怀疑他对梦氏不忠诚不算是冤枉 不过不忠诚不等于是背叛 梦氏开出的条件还算是丰盛 福王可没有跳槽的意思 行妇副副将笑了笑 附和道 的确不如何 但是苍蝇 扰人啊 对于福王和他的行妇来讲 梦氏安插的眼线可不就是凡人的苍蝇 福王抬头看了看天色 面色颇显融合 三更十分 大军开拔 距离动手的时机还有一会儿 新副副将无所事事 便好奇地多问了一句 将军最近这是碰上什么好事了 一副红光满面的模样 前几天还是阴沉沉的模样 今天却像是一扫阴霾 瞧着是颇为喜气 可在平时啊 福王肯定是避而不打 大概是年幼在狼群生长 福王对于自己喜欢的人和事物 有着相当的强烈占有欲 说是情况允许 他甚至有种想要将他们藏起来的冲动 藏得严严实实的 让外界的风雨都刮不到他们 直到他真正地进入正常人的社会群体 这个坏习惯也没有彻底纠正过来 近些年情况好多了 至少不会发生堂堂将军 总在睡榻下面挖洞藏宝藏的囚事 瞧上了个女人 心腹腹将平淡地嗷了一声 怪异的眼神将自个儿将军扫了一圈 很显然他对此并不看好 将军瞧上了人家娘子 女方未必瞧得上自家将军 福王的脸色一沉 问道 你这是什么脸色 心腹腹将温吞着说道 将军 莫不是忘了方香楼的几位娘子 福王是个单身 还没有机器 没有孩子的成年人 别看他如今多么受梦是重用 但在一个讲究血统和出身的古代社会 福王这样的兽孩 再怎么向上爬 再怎么传奇 照样是有人瞧不起 不说是高门贵女 连那些落魄的不行的寒门女子 一样是瞧不上她 福王自然也不想看到 福王受委屈 婚事倒是拖着 一直拖到福王病重去世 没有家人安排 福王就这么担着了 只是他也有着正常男人的需求 照理说 这样的黄金单身害 应该是欢场女子最强手的对象 事实确实呢 自从年轻不懂事的福王 被扶养旧部勾着去了几趟欢场 他就被嫌弃了 用几个和福王保持短时间 露水关系的花娘来说 伺候这么一个男人 多凿醉呀 直到这件事情 某一段时间 福王的同袍 瞧他的眼神都是怪怪的 男人嘛 不管年纪大小 对某种事物总是格外的在意 连福阳都曾开了谎枪 调侃福王 果然天身神有 黄的是不忍直视啊 人家挺正经的 言外之意 他想从凉了 黑历史还是不要提了 兴富富将颇为诧异 自家将军的反应不对呀 这是想将人讨回去暖炕的节奏 不知道是哪家的娘子啊 家门关可是个穷乡僻壤 穷山恶水 能孕育出怎样的水林家人 难不成自家将军不喜欢山珍海味 喜欢青猪小菜 你话可真多 福王淡淡地嫌弃了一句 心腹副将感觉心脏被插了一箭 这个时候 福王卷着马鞭说了一句 等赢了柳西就好 心腹副将脑洞大开 惊得是险些跌下了马 不是吧 难不成自家将军 瞧上了柳西 这眼光够高啊 神眉也挺奇葩的 据说柳西 女扮男装一十八年 竟然没有被人瞧出破绽 可见是个五大三粗的满汉 她的脑海猛地浮现了一个 落腮湖的大汉一脸娇羞的阴阴阴 吹你小胸口 顿时就接受不能 一派肃剑的氛围之中 时间迅速地流逝 福王不打无准备的仗 她已经将家门关附近的地形 研究得透彻 纵然是夜色漆黑 行军也不受干扰 为了谨慎其解 她甚至让人给马蹄裹上了布皮 将马嘴捆绑 减少马蹄和响鼻的声音 在她看来 自己不仅是个人 同样是一头狼 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 全是她的猪肠 费了一番功夫 福王已经带着近万兵力 摸向了江蓬基的营寨 远处火把熊熊燃烧 隐约还有人鹰走动 营寨安静如常 可是没来由的 福王觉得心中已记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只是如今箭在弦上 不得不乏 他隐忍筹谋了多日 总不能功亏一篑吧 心夫副将最先发现他的异常 将军怎么了 心夫副将压低了声音 福王摇了摇头 不知为何心中悸动 总觉得有异样 心夫副将猝眉道 莫非是那骑子小神 又在暗中拖后腿 给将军添乱了 福王将大半精锐心腹 留在了家门关 带出的万鱼兵马 几乎全是尽情梦式的 此次偷袭带着他们 实属是无奈 福王上次偷袭卧龙郡势力 带的是扶养的旧部 同时也是福王自己的亲信 立了好大的功劳 清清梦式的兵将心声不满 以为福王厚此薄彼 为了军功分配不云 没少背后说闲话 不是自己的精锐 用着自然是不顺手 难怪福王不开心了 不是 他们还不敢这么大胆 两军交战 若因私情而废功 本将军定要砍了他们 幸福副将暗中瞧了一眼身后 低声道 那将军您为何 说不出来 总觉得有些疲累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甚至觉得 平时没什么重量的武器 如今也成了不少 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要是对着外人 他肯定不会说自己的状态和心态都不好 对着自己的心腹 他就没有这么多避讳 说完之后 没等心腹副将开口 他自己先证了 若非夜色昏暗 旁人恐怕能够看到 他脸色发红 话说在出征之前 他还搂着家人 坐进了修士 难不成 因为这个才觉得疲累 这个理由啊 说出去都丢人 这也算是 因私费功吧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游报香菇 领贤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793章 万鱼兵马分了几路 摸向了江鹏机的影战 浮望令人发出了响剑 只听统一号令 便偷袭影战 所谓响剑 又成鸣笛 兵足在剑杆上 绑了小小的竹哨 剑杆飞射入天空 发出了尖锐的叫声 可以说 要不是江鹏机 提前一步洞察的先机 浮望这一手 的确能将人 打一个措手不及 只可惜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 江鹏机注定是 浮望人身路上的 绊脚石 这块绊脚石 不仅能让浮望 长盛传奇拦腰折断 甚至还能给他带去 更加沉重的打击 一声号令之后 树鹿兵马 从四面八方 冲入江鹏机的迎战 浮望骑着马 越是剧烈运动 他越是觉得 体力消耗得明显 起初还碰见了 微弱的抵抗 但是浮望一马当先 宛若是杀神一般 杀开了一条通向主张的路 内心的不安越发的强烈 不对劲 浮望的毛子 猛得睁大 内心的不安越发的强烈 必须尽快离开 将军 有诈 按照他们的计划 江鹏机的兵族 应该是疲累不堪 战力寥寥 不至于像死竹一样 睡不醒 但是 他们大军冲入营寨 动静那么大 冲出来的兵族 却是寥寥无几 好似是一座空寨 心腹副将 又冲入几座 比较大的军长 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反而是堆了一地的 干草和枯树枝 他们中计了 得出结论 心腹副将 连忙向浮望回禀 梦氏那些清醒 满脑子都想着立大功 反应慢了一拍 浮望心中慌乱 面上却冷静沉着 纵然是中计了 若是连主将都慌乱无措 手底下的兵将 还不乱套了 猎阵 掩护撤退 不管柳西有什么招数 尽管撤离这里 是最好的选择 不过 风筝等人 哪里会给他机会呢 他们早早就在远处埋伏 暗中观察迎战的动向 猎物已经入套了 哪里有放过的道理 这个时候 浮望听到半空 传来数只想见的声音 想见不是他安排的 那只能是柳西那边的动作 这是进攻的信号 想见响起数个呼吸之后 原本昏暗的天幕 划过了一道道橘红的流光 远远看去像是流星雨 落在浮望等人的眼中 这些流星雨 却是向他们飞来 还在眼前迅速放大 煽烧的火箭 一脑袋扎进了军帐 火势熊熊燃起 帐内还铺满了 易燃的甘草和枯树枝 火势借助风势 熊熊蔓延 马儿惧怕这些突如其来的火光 纷纷惊慌的羊蹄 试图避开 现在想走 问过本将手中双斧 说来也是惊奇 灯火势蔓延之后 原本空无一人的营帐 却冒出了一个一个 将捧击的兵族 浮望的兵溃不成形 不是被火势烧到身上 便是被突然冒出来的敌军 捧了要害 砍了脑袋 浮望欲撤退 但去路 却被一个不知哪里 跳出来的黑面双斧大汉 给拦下 呵呵 国造 浮望冷笑了一声 驻马迎战 电影早就是从梦魂的口中 听过浮望的战力 早就是心咬难当了 他正躲在营地下方的地道 听到浮望要撤退 忙不迭地跳出来 对于武将来说 敌将的首级 便是最有力的战力品 心腹副将 一面整合兵力 一面想要侧应浮望 万万没有想到 自家将军被人给缠住了 他暗暗地咬牙骂了一句 这个刘夕 真大像是个疯子 只听过放火烧敌人营寨的 就没有见过自己放火烧自己家里营寨的 火焰可不认人哪 不仅会烧敌人 还会烧到自己 电影本就是以力气建长 手中的武器夹起来有一百多斤 寻常人哪里乱得动啊 他不仅能将双斧捂得是密不透风 一斧子砸在地上 地面都能够颤上三颤 哼 不过如此 孟小伟真是夸大了 电影嘲笑了一句 忍下双手糊口 近乎发裂的剧痛 他自以为力气够大 除了主攻 少有人和他对抗 没想到福王也是各种好手 身家不仅有力气 还有与李云媲美的速度 这种全能选手 简直是让人讨厌 去去小辈 严敢猖狂 福王知道自己的状态很不对 体力下降格外的迅速 换做是平时的话 他练个把个时辰都不会流汗 如今却有些四肢虚软 头脑发昏的感觉 他不知道棉草药效发作慢 效果绵长 要是剧烈运动 使血液加速 药效也会加速发作 手机拿来 电影也不示弱 之前还跟孟魂吹了牛 说要砍了福王的手机 如今机会那么好 福王也没有孟魂说得那么厉害 更像是外强中竿的假老虎 要是这样还拿不下对方 牛皮真的是要吹破了 哼 福王有着野兽特有的狡诈 打不过也不会勉强 如今中了江鹏去的埋伏 损失已经是无法挽回 只能是尽量止损 他打算带人且战且退 打不过也没什么好丢人 保住将士的性命 才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因为一时一气损了兵力 那才是予不可及 要是继续在这里耽搁下去 说不定真要被火焰给熏死 瞧见火焰连绵的迎战 躲在远方高处观看情况的风筝 嘖了一声 这福王倒算是清醒 见识不好 立马就退 一旁的杨斯捏了捏虎须 果敢取舍 不拘泥义气之争 丢在梦时 简直浪费 果然还是抓得比较好 要是主动归顺最好 不肯归顺 就折腾对方肯归顺为止 强买强卖的活计 自古有之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电影是越战越兴奋 梦魂早已经是带着兵 绕到了家门关的附近 等着江鹏鸡那边的动手信号 几乎是默契 江鹏鸡选择动手的时机 也在三更天 远古时代的人呢 都是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的习惯 所以三更天的时候 普通人早就是睡得死死的 江鹏鸡等啊等 终于是等到了三更天 外头巡逻的兵族已经是换班 他推了推养精蓄碎的李云 时间差不多了 李云接到命令 他对着其他护卫使了个眼色 白鸡神纷纷纷打起了精神 接下来可有一场硬仗要打 江鹏鸡抽出了长刀 率先杀了外头的看守 翻墙出了这片院子 李云连忙跟上 江鹏鸡等人不清楚 家门关内的建筑情况 但他记得远路返回的路 只要顺着这条路折返回去 绝对能摸到家门关的城门 江鹏鸡压低了声音道 还没 准备相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邮报香菇 领衔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794章 另一处 孟魂带领军队错开了敌军 偷偷摸向了家门关 他们和江鹏鸡已经事先约定好 以响剑为进攻的号令 集中兵力破关 今晚是朔月 天色格外的昏暗 时间拿捏上也容易出错 正当孟魂紧张等待消息的时候 传信兵匆忙赶来 对着他禀告道 孟小卫 银寨方向有响剑号令 孟魂争了一下 这绝对不是我们的号令 再去探一探 一有消息 立刻回禀 传信兵得令退下 没过多久 又折返回禀 我放银寨方向急火 看起来 敌军已经冲进了银寨的中心了 黑夜之中 天边已经是被菊红 渲染出了一片霞光 好似日落十分最后的迂回 孟魂惊得起身 走至高地位置 向银寨方向眺望 那个地方 果然是燃起了一片火光 刚才的响剑 应该是敌军方的 凭借良好的墓里 和远处旺盛的火焰 孟魂隐约能够看到 隐隐绰绰的黑色小黑点 仅凭火事啊 孟魂也能猜除那边的惨烈 福王这次定然是要折损兵将 孟氏也要输光裤衩 孟魂抑制住了内心的畅快 只是唇角 人就是控制不住的 扬起了弧度 孟氏这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损了万余兵力还算好 要是连最强的武将也折损啊 真的是亏到了姥姥家 他倾咳了一声 面色严肃地问传信兵 家门关那边可有动静 传信兵摇摇头 一直派人盯着 至今还是一派平和 再去谈 若主公传出信号 定要第一时间支援 营寨烧得太旺盛 隔了老远也能够看到动静 竟然像是一团橘红的颜亮 将浓稠的墨汁逼退了三尺 家门关地势较高 敌军要不了多久 就会发现迎战的火势 关内的主公自然也会看到 梦魂笃定 再过不久 就能够收到江鹏机发出的讯号了 此时此刻 家门关内的守兵 也发现天边异样的火烧云 不过 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浮望重计 还以为是浮望领兵大胜 烧了江鹏机的迎战 守官的兵族发现远处的异常 第一时间把消息 传递给了留守的将领 因为军功分配不云 浮望这次 只带着清静梦式的精锐 自己的亲信 反而是要血藏一阵子了 不过将家门关 交给一同作战多年的心腹 他也是放心的 收到江鹏机迎战起火的消息 这位心腹也没有怀疑 想法近于兵族差不多 这不能怪他粗心大意 实在是浮望自上的战场 从未有过败迹 因为浮望生得有些勇猛壮硕 旁人看到他的外表 总以为他只是肌肉没有脑子的莽夫 实际上不是 这人狡猾又多疑 一向将打仗视为狩猎 敦守猎物的时候相当的有耐心 只要机会没有成熟 任凭外头怎么闹腾 他都能一动不动 稳得就像是一座石像 好比当年浮阳病重那事儿 浮阳头七刚过 孟氏便上门拉拢 还想收编浮阳留下的兵力 外头的流言也不是没有根据 多少人怀疑 浮阳之死有孟氏的手笔 纵然这事儿跟孟氏无关 但浮阳和孟氏互为死敌 孟氏在他头七之后就上门挖脚 太过分了 那个时候呢 身边的清醒都以为浮阳会爆炸 二话不说和孟氏拼个泥死我活 结果呢 结果却是浮阳冷静地 接受了孟氏的拉拢 保全了浮阳旧部精锐 安心折服 培养势力 为达目的 浮阳太能忍了 这般作风加上极高的武力值 浮阳在战场上相当地吃香 为孟氏立下了赫赫功劳 至今未败 无需惊慌 先稳住关内情形 浮阳的兵族对他们的将军 有种盲目的信任 脑子里还没想过将军会大败 派现一队人马去前线查看 柳西终究不是卧龙俊守那种庸人 他不会轻易放弃抵抗 众人坚信浮阳会赢 但想想柳西之前的战绩 他们心中隐约是有些没底 保险起见 还是派人去前线探查 要是将军带去的兵力不够 他们也好做好增援的准备 正说着 外头传来轰乱动静 吵得是厅内都能听到 谁在外头喧闹 听到动静 浮阳的心腹双眉倒树 脸上写满了怒火 野狼多喜群军 虽不是野兽之中最强者 但陈群触没 战力非凡 群体内部纪律严明 浮阳受野狼的影响 治军异常的严明 算是梦是一众家臣中 练兵最不讲情面的 正常的情况下 没有哪个兵族敢明目张胆 违反军纪 宣华的兵族被抓了进来 对方不敢耽搁 上气不接下气的禀告道 啊 傅将军啊 关内起火了 关内起火 刘首的心腹眼角一抽 心中生起了一股冰冷的阴气 起什么火 他大不留心走了出去 居高眺望 果然看到家门关内 冒出了火光 到底是何人纵火 这 尚且不知 在发现的时候 火势就已经成了气候了 这个时候 外头又有兵族过来禀告 纵火饭已经是找到了 回允副娘女 柳西派遣过来的使者 护卫集结造反 如今朝着关门的方向去了 什么 听到这个消息 内神的心咯噔一下 寒气扩展至整个胸墙 他想到了一种可能 盲说道 莫非是那些护卫 发现柳西迎战生变 这才 不好 速速派人拦截他们 他刚下达这个命令 家门关上空 响起了几十声尖锐的竹哨声 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隐约能够瞧出 是十几只想见 这一下子 流水的将领打消了方才的猜测 随之而来的更是不祥的念头 这百余护卫的行动并非是偶然 更不是看到柳西迎战 一变才行动 分明是早有预谋 想到这里 他连忙调动兵族 阻拦江鹏之等人 靠近关门的行动 报 传信兵拉长的身影 骑马飞奔而来 下马之后 连呼吸都没有喘云 急忙抱拳半跪 回禀傅将军 关外突然出现了大量的敌军 数量不明 留守将领脸色煞白煞白 下意识望向天边的那火烧云 这是柳西的奸计 不好 将军有难 城内突然起火 柳西派遣的护卫 向关口冲杀 外头又冒出 树木不明的敌军 这分明是早有预谋 若是如此 这意味着柳西 根本就没有中了将军的计谋 反而是将军中了对方的奸计 整病 迎敌 家门关 不能丢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游报香菇 领衔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795章 为了经验 不仅浮旺做足了准备 将棚进这里 更是武装到了牙齿 梦魂领兵 还带足了大量的工程器械 力求最短时间内 拿下家门关 尽快结束战斗 敌军占据了显观的优势 将棚进这里 满打满算三万兵力 其中绝大部分 还是柳蛇的兵 按理说呢 妇女之间 没必要划分得太清楚 但两军练兵不同 兵族之间磨合也不够 将棚机心里很清楚 他要是不能以雷霆之势 拿下家门关 等敌军缓过气来 整合兵力 他哪怕是能赢 那也是惨胜 折损大量兵力 才取得的胜利 对于他来说 无异于彻头彻尾的失败 丸州地方大 兵力少 仔细说起来 他除了有钱之外 根本就没有其他的家当 要是在家门关 折损大量的兵力 回到丸州之后 他要面临的处境 将会是相当艰难 李云瞧着自家主公 满场地的浪 心累的同时 也伸出了一股较劲的冲动 百余护卫 全是军中精锐 单兵作战能力极强 只见他们熟练地 结成了小型百人军阵 宛若是绞杀机器一般 向家门关城门方向逼近 他们为外头的梦魂 吸引了火力 外头的梦魂 也为他们分担了压力 理应外合之下 家门关守兵 又失去了福旺的坐镇 一时间乱了阵脚 溃败如山 因为附近是比较狭小的向道地形 敌人无法对他们形成大规模的围剿 这对于江鹏街的人而言 十分的有利 他与李云更是杀红了眼睛 手中武器 早已经是被鲜血染得通红 血肉与残肢染满了整个视线 耳边除了厮杀声 惨叫声 甲咒碰撞的声音 脚步声 以及武器投入血肉的扑齿声 几乎是听不到其他动静 别看他体型不壮硕 但力气却大得惊人 只见他用长枪横置 以夜人之力 将前方阻拦的十数人 硬生生推离了数米 李云在后补刀 李云让人以想见为好 通知外投他们的位置 顺带到处放火捣乱 只是越来越多的敌军 朝着这边涌来 情势越发地不容乐观 主公 敌人太多了 李云的甲咒 已经被划出几道裂口 人虽然没有受伤 但整个人像是从血海中扑腾过 狼狈不已 不管 宠杀过去 他们只有百余人 若是不借着 节节攀升的气势 杀出一条生路 他们只会被 潜伏后继的敌军给淹没 江鹏姬冷静地说道 还没 再派两身掩护 论战斗力 江鹏姬一人 便能吊打所有人 但和他的战斗数值相比 他的防御 远没有那么强 用游戏术语比喻 他就是一个 尽可近战 退可远攻的 全能不一之业 唯一的弱点就是脆皮 他再强 依旧是个人类 血肉之躯 抵挡不过刀枪剑戟 如果是曾经的他 情况就不一样了 普通的枪弹 打到他的身上 等同于蚊子叮咬 李渔没有迟疑 连忙挑了两神 配合江鹏姬的行动 然后 他便知道 自家主公在战场上的真面目 宛若是杀神将领 从一开始的冲杀到现在 已经是过去小一刻中的事件 高强度的作战 让李渔觉得疲倦 反观自家主公 情况是截然不同 之前的行动只是基础热身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不仅没有疲软 反而是冲杀得越来越狠 敌人用于防御的厚重甲咒 在他的眼中 薄如像是纸片 仅凭一人 便杀得敌军畏惧 不敢向前 直盾截阵 江鹏姬杀了一阵 私有预感 他用暴力将敌人阵推的同时 借力撤退 高声下令 其他护卫连忙举盾 形成了铁乌龟的阵性 防得是密不透风 远处飞射挨来的箭矢 叮叮叮地打在了盾面上 推进 粘压过去 当直播间观众为之热血激动 兵族为他的信心倍增的时候 江鹏姬作为当事人 人就是冷静地令人发指 众人踩着自己的同伴 以及无数敌人尸体前进 直播间观众已经见惯 江鹏姬冲杀的姿态 但大多时候都是他马战的场景 鲜少看到他陆地作战 还是用这么粗暴的方式 江鹏姬骑马作战 观众的视线会随着他的飞速移动而移动 注意力多半也会被他的身姿吸引 为这个红衣赢甲的年轻小将而心惊咬夜 极少会注意到那些被他斩落马下的敌兵 当他靠着双脚一步一步冲杀过去的时候 观众们的注意力不由自主被敌军尸体吸引 碾压推进踩踏 他的脚下不是泥土或者是石砖 反而是一句句带着热气的尸体 这个时候 观众们才强烈地意识到江鹏姬的另一种身份 屠夫 他们不停用响剑通知外头 梦魂组织工程默契地将兵力集中在了那个方向 理应外合 不只是为了配合 更是为了彼此呼应 分担敌人的火力击溃他们的心理防线 江鹏姬作为技术大人 身边还有张萍这样的墨家子弟 工程气线早已经是根心换代数次 梦魂令人将箭塔推上 不仅从地面搭上了云梯 还从高空搭了平梯 诸如剑云 投石车 更是早早就位 冲着城墙上的位置 发了好几泡 家门关不愧是县关 一手难攻 少事做了充足的准备 梦魂还占了心机 可一旦关内手兵整合起来 他这边也讨不到多大的好处 纵然如此啊 梦魂也是退无可退 只能是卯足了劲儿强功 今夜不破家门关 他只能是一次谢罪了 为何 没看到家门关上空飞骑的小剑 主公还在城内 要是破关失败 城内的江鹏姬 迟早是要立战而死 仔细计较起来 主公之死 便是他梦魂无能导致 他还有颜面存活于世 进攻 事实上呢 当城内守兵意识到他们中计 主将极有可能被埋伏设计的时候 军心已经是不稳了 留守的将领在军中有名望 勉强能够震得住肠子 奈何梦魂的攻势太猛 两方攻城 守城才一个回合 死伤树木节节攀升 巨大的压力形成了浓云 笼罩在每一个兵族的心头 火上浇油的是 城外有猛虎 城内还有凶狠的狼群 将鹏姬令神发射响箭 不只能通知梦魂 还能在无形之中 给敌军心理防线施加压力 他们压力越大 越是不能集中精神 发挥出来的战力 越不及巅峰状态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第七百九十六章 没用的东西 百余人都拦不住 留守将领心中火急火凉 暴怒的情绪 险些压过了理智 城外作战激烈 如今又是夜间 双方交战 越久损失越大 相较之下 家门关这里的心理压力 远远大于城外的 攻城军队 投石车的石炮 好了变头 每一下都能狠狠地 砸在城墙上 力道之大 将墙面震得是摇晃不已 让城墙上的手兵 产生了一种错觉 平日里 顾若金汤的家门关 要被外头的 暴力拆迁队生拆 当然 错觉只是错觉 家门关号称 天下显观之意 自然没有那么容易拆掉 不过从天而降的巨大石块 宛若是流星雨一般的降下 不止投在了城墙上 还砸进了城内 因为有想见提醒 梦魂让炮手避开了那片区域 至于其他地方 狠狠地砸 剑雨如潮 石块漫天 城外的云梯已经是架在了城墙 不断地有兵族扛着遮挡抛投物的盾牌 慢慢地向上爬 在数十辆抛驶车的掩护下 城上的手兵根本没有多余的心力 阻拦试图登墙的敌人 傅将军 不好了 城内的敌军已经逼近关门了 拦住他们 难不成要眼睁睁看着他们 从内打开城门 流手将领感觉自己的心态都要炸了 主将重计 生死未卜 城内城外 还有敌军施加压力 险些逼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不过 他始终坚持一个底线 人可以死 家门关绝对不能丢失 纵然有江鹏鸡大杀死方 但这百余人的队伍 在失去狭窄地形的优势之后 他们面临着险境 四面八方全是敌人 再想要冲杀 便没那么容易了 只要是江鹏鸡能像利刃一样撕开敌方的阵型 但队伍推进的速度 依旧是越来越慢 抛下的同胞尸体 也在增加 敌军太多 仅凭百余人 根本就不能将防线守得是密不透风 若有人因为体力不支 没有反应过来 下一秒便会被敌人捅成了马蜂窝 阎路行来 敌军和我方同伴的尸体 铺满了一路 他们刚立节倒下 很快就被人踩踏成了肉泥 若非城外有梦魂用投石车掩护 分担了火力 兴许现在已经是不剩多少了 江鹏鸡坚定地睁大了眼眸 呼吸不负最初的平稳 急促而沉重 脸颊洒洒满了敌人的血 若是定睛一瞧 还能看到他睫毛上挂着浓稠的血浆 那星红的发黑的颜色 似乎要将那双墨色星毛也给轻染 不止江鹏鸡狼狈 一旁血沾的里云 也形象地变成了令人惧怕的疯子 直顿 收缩阵型 沈渊瑞姐 将彭吉令剩下的兵族收缩防线 减少压力 免得被敌方给冲垮 家门关城门 距离他们不足三十丈 两地之间却隔了无数的敌人 这是他们要狠跨的天界 投石车的威力还是相当可怕的 不止能对家门关城墙造成剧烈震荡 还能对城内建筑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城内又聚集了大量围剿的手兵 投射出来的巨石连准头都不需要 一砸一个准 江鹏鸡等人又向前推进了十余掌 他凶狠地战力 让敌军畏惧 近乎是肝胆剧烈 本以为最后一段距离会惨烈无比 结果却比之前的还要轻松一些 究其原因 主要有二 其一 投石车投掷距离有限 虽然能投放到城内 但距离也不远 江鹏鸡等人越是靠近家门关城门 相当于进入了投石车投放的射程目标 敌方畏惧 第二 江鹏鸡杀人太狠 他收归的敌人越多 阻拦在他前进路线的敌军更是不敢应平 江鹏鸡领着剩下的三十余人杀入了城洞 李云骇然发现 城门竟然被人用后目钉死了 见此情形 只要是他脾气再好 也忍不住抱了一声粗口 齿波间观众更是纷纷骂娘 好不容易从城内杀到了城洞 结果却看到城门被人粗暴地钉死 这是什么感觉 举个例子 某个病人生了重病 求爹告娘 赶在病情恶化之前凑足了手术费 结果却发现 手术费不是十万 而是一百万 那种从天堂瞬间坠入地狱的打劫 简直是不能用言语描绘百分之一了 饶视李云堂堂男儿 此时也伸出绝望的心情 眼睛忍不住发红 仅仅隔着一扇 数尺厚重的城墙 城外并是自己人 但这么近的距离 生生隔出了生与死 主公 城门被钉住了 李云的声音都在颤抖 武将战死不要紧 要是连累主公一块战死 显着就是无能至极 江鹏鸡看了一眼 城门上乱七八糟的后幕 友情多了几分猙獰和凶狠 直播间观众集体炸了过 他们虽然不是血战的参与者 但也是一路揪心 眼看着就要大功告成 没想到敌军竟然玩了营爪 怪不得城洞内守了那么多的兵 合着在折腾这个玩意儿啊 江鹏鸡冷静道 还没 你去指挥防御 争取 再坚持一会儿 城洞地势狭窄 他们只需要对抗 来自一面的地人 对他们而言十分有利 不过再怎么有利 也不可能坚持太久的事件 江鹏鸡承担了 绝大部分的体力消耗 但其他兵族的压力也不小 他能像机器一样 长时间地运转 状态不带下降 可其他人做不到啊 是 末将遵令 李温应想 哪怕他不知道江鹏鸡要做什么 但他家主公却给了他莫大的安全感 江鹏鸡要做什么 徒手 拆城门 此时此刻 城外的孟魂心中悸动不停 他已经隔了好久 没有听到主公发出的想见事情了 要么是不方便 要么是已经 想到后一种可能 孟魂连忙将这个可怕的猜测给压下 绝对不可能 主公定然会寂然天想 这个时候 孟魂格外地懊悔 为何主公作死的时候 他没有强硬劝剑阻拦 家门官不愧是险官 如此猛烈的攻势都没能站下城墙 越是这样 他越是焦急 城内的敌方守将 担心他们的主将 城外的孟魂 何尝不是在担心他的主公呢 他只能下令继续进攻 内心怀揣着忐忑的希望 正是这个时候 留守的将领恶狠狠地说道 一定要将他们诛杀 城门是让人临时给封上的 预备把江鹏鞋等身 瓮中捉鳖 正是这个时候 脚下传来剧烈的震动 伴随而来的 便是城门被轰击的声音 这些人使用攻城墓了 若是如此可就有趣了 城洞内正是敌军的同伙 让他们自相残杀好了 不是攻城墓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游报香菇 领衔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797章 不是攻城墓 不是攻城墓会有这么大的动静 留守将领猛逼了一下 南部城柳西的军队 已经弄出了比头石车还要凶残的攻城武器 没等他回过神来 又一次撞击接踵而至 在一片厮杀喊叫之中 城门破裂声显得格外的清晰 他正要询问 只见城下跑上来一名传信兵 表情带着惊恐呆滞之色 不好了 傅将军 敌军竟然徒手撞破 拆了城门啊 夜色黑沉 家门关内却是燃着火把 视线还是比较清晰的 少是周遭一片混乱 他们依旧能够看到城洞内的情形 先前那个沙神竟然硬生生 将城门从内向外砸出了裂口 第一下撞击 封门的后幕断了 厚重的城门军力 延伸出一片蜘蛛网般的裂痕 第二下撞击 城门不堪重负破开 不止城内的守军被吓了一跳 城外的军队也是猛逼了 江鹏姬三下五除二 拆了数尺厚重的城门 弃尘丹田高喊道 城门已破 即刻破关 他用了特殊的发声技巧 声音稳稳地传入梦魂的耳朵 他辨认出声音的主人 险些没有激动落泪 立刻带兵接应江鹏姬 家门关城门已破 胜负的天平 已经是彻底向他们倾斜 有了梦魂带兵接应 江鹏姬等人 算是彻底逃出了升天 城内的敌军 已经是乱了阵脚 留守的将领 听到这个消息 险些亮枪跌了一脚 眼前止不住地发运 家门关 守不住了 便在家门关失守前不久 风筝等人也是大获全胜 诛杀敌军两千余人 重伤或烧伤的敌军 达到了五千 剩下的两千多人 全部变成了俘虏 更加重要的是 他们活捉了敌方的主将 福王 典父校尉竟是活捉敌军主将 绝对是投工一剑的 面对这个结果 风筝既是诧异又是惊喜 对着点赢一通的夸 先前还想着能不能将福王给活捉 没想到点赢竟然真的把神捉回来了 杨思也微笑着庆祝 然后该干嘛干嘛 稍稍整合兵力之后 还要支援家门关呢 作为立下功劳的点赢 他本人的表情 确实有些发臭 这个细节 惹来了风筝的疑惑 点赴校尉 点赢重重地哼了一声 哼 省之不 风筝笑容微微地收敛 兵者 鬼道义 向来不讲究这些冠冕堂皇的虚假东西 听风筝这么讲 点赢知道对方误会了 他可不是说军师出谋太阴狠 甚至不武 点赢说道 这个福王很不对劲 若非如此 末将也不能将他生情 说是生情 他有些脸红 分明是福王受到烟火熏燃 不知怎么的 倒向了火堆 幸好点赢动作快 福王身上又裹着厚重的甲咒 或是这才没有真正地烧到他 战事刚刚平息 点赢看到一兵正在抢救伤员 他便让随军的朗中给福王瞧了瞧 结果怎么着 人家服用了不少的棉草 故而困乏疲倦 实力也许不及巅峰的一半 这才让点赢占了便宜 听到点赢这么说 风筝笑着说道 运气好也是实力 点赢校尉纠结这个做什么呀 终究是你将福王生情下来 不是别人 所以这份功劳你推不掉 这个福王对主公还有大用呢 点赢起初 是想将福王的手机砍下来 可他考虑到大局 最后还是没有动手 主将和普通的武将不同 若是能生情 价值远比死人高 点赢不仅不能杀了福王 还要将对方好生地安置 哪怕是俘虏 人家也是分三六九等等 另一处 家门关大势已去 各种恶劣消息 将守军的军心击溃 更重要的是 他们的主将 有可能遭遇不测 对于他们而言 主将便是主心骨 一旦战死 他们的气势 便会颓迷到谷底 孟魂 李云 带兵冲入了家门关 至于那个 让他们不省心的主公呢 千万别再浪了 小心脏受不住这样的刺激 江鹏姬也如他们所愿 最后功成扫尾阶段 没有出面 身上的伤口 只用布条 潦草的包扎 虽说没有出面 但江鹏姬并没有就此消停 他领着一队人 雷厉风行 冲入了家门关的中心位置 一路行来 偶尔会碰到 慌乱逃窜的敌军 要是负于顽抗 便斩杀 要是乖乖投降 便捆绑起来 慧俊去哪儿了 今夜的家门关一片混乱 太容易出事 要是倒霉碰上那些不要命的兵痞 想到这里 江鹏姬不由地加快了脚下的步伐 直接冲向福王原先的主帅福弟 慧俊深爱人情事故 沉稳而聪慧 并非是那些鲁莽愚蠢的天真少女 外头兵荒马乱 他肯定不会乱跑 不管怎样的群体 总会是有害群之马 更别说全民素质 十分低下的缘故时代 慧俊那样的容貌 要是落单了 不慎碰见心怀不轨的歹徒 处境可谓是危险异常 慧俊 找了半晌 他终于在福王的寝居 发现了些许的踪迹 看着散落地上的簪拆和衣料 姜鹏姬的脸色顿时阴沉地下来 眼底满含沙意 便是这个时候 耳边传来慧俊怯生生地应答 是郎君吗 姜鹏姬寻身找去 终于在一处极为隐蔽的角落 找到了他的身影 谁坐的 他口吻 冷得像是参了兵 慧俊此时穿着一身松散的芽木色的礼衫 衣巾都没有系好 双唇微肿 眼角还带着泪痕 脖子和锁骨上 暗昧斑驳的痕迹显得格外明显 瞎子都能看出对方经历了什么 谁坐的 姜鹏姐见慧俊不回答 又问了一遍 慧俊这才动了动 僵硬卷曲了双腿 从藏身的地方爬出来 脸上站出了笑容 梁君 可是赢了 姜鹏姬听了 心间像是被人渣了一下 既是无奈 又是心疼 赢了 你 真是傻透了 姜鹏姬擅长细微之处推测真相 到底是谁碰了慧俊 他冷静一想便能够猜出来 郎君说这话做什么 慧俊垂下了脑袋 额前的发垂落 遮出了一片阴影 罗家无能 思来想去 似乎也只有这样 才能帮得上郎君 更何况 罗家是自愿的 自愿也不行 他是人不是货品 姜鹏这希望 慧俊过得好 绝不是以这样的方式 慧俊叹了一声 郎君 奴家与您说一句心里话 朕没觉得委屈 奴家这个情况 旁人嘴上不说 但心里会怎么想 奴家一清二楚 这辈子 不可能嫁人为妻 可奴家又不甘心 做人妾室 为人玩物 要是孤单一世 想想往后的日子 便觉得漫长难熬 要是可以 奴家想任性一回 自己做主 他摸着自己的小腹 目光灼灼地 看着姜鹏姐 因为小时候的经历 赤脚狼中说 奴家早已没了 为人生母的资格 托郎君的父 身子大好 孤儿 若是能有个孩子 幸运会好过一些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邮报香菇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藏 第七百九十八章 如果 真是你的主意 我便尊重你的选择 姜鹏姐叹息了一声 她不是喜欢强求的人 个人有个人的选择 惠郡既然选择了这条路 她便不能独断 专横地要求对方更改 惠郡目光柔和 对着姜鹏姬汉手道谢 多谢郎君体谅 讲真啊 惠郡这一次 还真的没有违心说谎 她是真的想要生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 以前年纪还小的时候 她懵懂又无知 根本不知道 失去生育能力意味着什么 可她至今还记得 被生母强行灌药的场景 那个疯魔的女人 还将她的双手双脚给束缚 大力按压她的小腹 那种弥漫全身 撕心裂肺的痛处 偶尔午夜梦回想起 人就是会浑身颤抖不齿 数次之后 惠郡的身子也彻底地坏了 再也没有生育的可能 这是惠郡心口的伤痕 久久不能愈合 她只能努力地忽视她的存在 未曾想多年之后 她竟然神奇地有了生育 若非孩子的父亲 是东京的先皇 惠郡真的有将对方 生下来的冲动 奈何事事捉弄 她只能苦笑一声 狠心要腹中的孩子 除掉了二皇子妃安依娜 此那之后 惠郡才知道 这就破败的身体 已经彻底恢复了健康 失去的生育能力 也回来了 这意味着 她可以借助男子受孕 生一个与她血脉相连的孩子 见惠郡已经是下了决心 姜鹏姐只能支持 怀孕又不是别的 你怎么能保证 自己一次就有了 要是在她那个时代 想要孩子 直接去专门机构 做个小手术就行 但这个时代不一样啊 生育方式 还是最古老最原始的 男女刑防之后 才有一定概率 才能使女子受孕 惠郡垂头低眉 深入闻纳地说道 卢家 将郎君先前赠予的 意韵丹用了 意韵丹 将蓬金眉头 狠狠地拧起 她记得这玩意儿 辗转落到柳环手中了 怎么惠郡也会有 她直接问了出来 当年不是让你把意韵丹 交到柳环手中了吗 意韵丹 确实到了柳环手中 不过郎君可知道 柳环拿到她后又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 柳环一直防备着奴家 自然不会轻易服用丹药 这人生性歹毒 居然磨下了些许药粉 混在食物之中 几斤转手 赠给了一个打杂的妇人 为了验证丹药的奇效 她还派人暗中污了妇人 这妇人嫁入夫家之后 三年无所处 但那次事情之后 一愿 妇人就被诊出了喜脉 能让一个三年没动静的女人 一次就怀上了身孕 这个药效也太惊人了 慧俊想到自身的情况 归是神差的 她偷偷留了一点丹药的粉末 江鹏姐听后 明白了怎么回事了 这东西 的确能让女子的身体 进入最佳的受孕状态 大大提高受孕的几率 换而言之 只要运气不是太倍 慧俊很快就能当母亲了 当初为了改造慧俊的身体 江鹏姐用光了 纯粗的系统卡牌 这种系统卡牌 与系统售卖的技能书 截然不同 系统售卖的技能书 是以前任宿主的灵魂 为制作材料 提取灵魂中 这部分技能相关的记忆 宿主使用技能书 其实就是融合了 这部分的灵魂 完美无缝地 接收其中存在的技艺 系统卡牌本质上 却是精纯能量的凝聚体 对人体有异无害 与技能书是两个 截然不同的概念 只不过呢 他仍就是有个疑问 为何非得是浮旺呢 浮旺的立场 与江鹏姬彻底立对 他怀了浮旺的子嗣 真不怕江鹏姬因此个应 面对这个问题 惠俊犹豫半晌 才吐露了真相 奴家 没打算告诉孩子 关于他父亲的真相 这件事情除了他和朗军 再也不会有第三人知道 江鹏姬问道 你不打算让浮旺也知道 惠俊蒙了一下 不确定地反问 朱光 会让那人活着 他以为浮旺必死无疑呢 枪捧即无语 莫名有种同情浮旺的冲动 哼 怎么说呢 也是一员猛将 若是能招揽 自然不会将他杀了 要是浮旺战死 他留下的旧布便不好招揽了 指不定还会给自己 买一颗定时炸弹 不管怎么算 浮旺活着的价值 远比他的死亡价值高 于是这下子 就轮到惠俊蒙逼了 事情发展 超出了他预期的剧本怎么办 蒙了一会儿 他垂头看看 自己右手抚摸的小腹 表情格外的精彩 那该怎么办 他面色苍白 红肿的双唇也褪去了血色 浮旺要是死了 那便是死无对证 可他要是活着 那便尴尬了呀 不怕 有我在呢 将蓬其安抚惠俊的情绪 免得对方冲动直下 做出傻事了 多谢郎君 惠俊心中安定 眼眶多了几分湿润 傻姑娘 江蓬其好笑地 揉了揉他的长发 收拾收拾啊 外头兵黄马乱 你别乱跑 虽说已经攻下了家门关 但外头还是很危险 惠俊要是乱跑 容易出事 嗯 惠俊乖顺地点头 将他安顿好 江蓬其又派人守住了这里 免得乱军冲撞 主公 大好的消息 梦魂大老远便露出了喜色 对着江蓬其说道 颠覆小卫 升勤福 江蓬其眉梢一条 脑海中搜出福旺相关的记忆 福旺竟然被典赢申请了 他表情冷淡地问道 福旺人现在在哪里 江蓬其寻找惠俊的空档 风筝等人已经紧急整合了兵马 忙不迭地赶了过来 没想到自家主公效率如此之高 愣是不给他们支援的机会 梦魂情绪激动 一时半会儿 竟然没有发现江蓬其的异常 人已经被拿下 只是 梦魂浓重地眉头拧起来 他疑惑地说道 只是 随军郎中说 福旺误食了大量的棉草粉 至少要昏睡到第二日才能转醒 江蓬其听了 脚下步伐一顿 诧异地反问 福旺误食了棉草 梦魂点头 肯定地说道 随军郎中数次诊断 确确实实误食了棉草 梦魂也疑惑了 福旺并非是粗心大意之人 饮食起居也挺讲究 不可能是误食这种东西啊 难不成是先前流言起了作用 尽情梦视一息的兵 给他下了药 暗算他 江蓬其意味深长地喝了一声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邮报香菇 领贤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以799章 成功破了家门关 江蓬其命令军队暂时在关内修整 收拾战场 繁重的任务被他丢在了风筝和阳丝的头上 他在忙里偷闲 当起了甩手掌柜 说是甩手掌柜也不竟然 江蓬其目前的状态不适合处理俗物 只能是暂时休养 因为啊 他受伤了 伤得还不算轻 郎君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 慧俊现在是贴身伺候江蓬其 自然是有机会接触外人看不到的景色 当江蓬其脱下了一身战袍 洗去了身上的血污 慧俊惊吓地发现 对方的肌肤 冒出了大片的血淤 腰侧 后背和手臂 还有几道翻开皮肉的伤口 短的只有一个指节长度 长一些的 能有成人巴掌那么长 这些伤口已经止住了血夹 但是模样依旧是可怖 看得慧俊险些心疼死了 他连忙问道 何人伤的 等慧俊发现自己问了个蠢问题 暗中又是一顿的自责 这么多的伤口 自然是打仗的时候留下来的 想到江蓬其带着这么一身伤势 不仅没有第一时间处理伤口 反而是寻找他的下落 慧俊心中更是百感交集 又是感动又是酸涩 他几乎是咬着唇 甚至情绪帮着江蓬其上扬 包扎伤口 江蓬其无所谓地说道 打仗受伤是常有的事情 没把命丢在战场就不错了 哪里敢奢求完好无损 他的身体素质极好 这种伤口不用半个月 就能完全愈合 不留一丝的疤痕 江蓬其的战斗力很强 但他仍旧是血肉之躯 刀枪剑剑 还是能给他造成伤害的 战场刀剑无眼 受伤很正常 不过在他刻意地躲避之下 伤口并不深 位置也不致命 至于身上的轻淤 完全是他破开城门的时候 太过于心急 没有把握好力气 这才反伤了自己 真正说来 江蓬其原本能毫发无损 不过他不是一个人作战 身边还有同伴和部下 他也是要护着他们的 一两道伤口就能换来 他们性命无忧 很值 这些伤口半个月就能好 哎 你可别说出去了 免得此时和静容他们 瞎瞅息 想到家门关内的混战 江蓬其感觉 脑人是一阵的发疼 他有预感 几位谋士小公爵 要是知道他的具体伤势 肯定会严防死守 不让他瞎浪了 所以他决定了 还是不顶风作案 现在稍稍安分一些 等风头过去了再浪 奴家这不是心疼吗 先前伏望 只给江蓬其手臂 留下了一道浅浅的剑伤 这就让慧俊 惦记了许久 蜀精大片大片的 青红淤血和伤口 他怎么能淡定呢 郎君别动 怒家用药酒 帮你将雨许化开 江蓬其只能 允了他的请求 没办法呀 慧俊双目通红的模样 太可怜了 大有他不答应 就哭的意思 郎君 你的手 怎么黑成这个模样 慧俊给江蓬其 上好了药酒 发现对方右手 也是一片血黑 不像是雨血 更像是天生的胎记 可他记得清楚 郎君右手一片白玉 何时有这么丑的胎记了 江蓬其顺着他的视线 看了看自己的手 表情淡定地说道 哦 这里没事 手上的血黑硬解 是川月女留下的 九品中心服 没什么卵用 江蓬其之所以还留着他 不过是想用他 勾引川月女上钩 处理好的伤口 慧俊仍旧是 无意识地降着嘴 表情显得格外地倔强 一夜混乱 家门关易住 当福旺从沉睡中苏醒 双眸瞧见了陌生的景色 他的精神一崩 猛地弹跳起来 做出了防范的姿势 他疼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动了动手臂 这才发现身上的伤口已经被人处理过了 只是他起身的动作太大 吴慎将刚刚止了血的伤口又扯开了 鲜红的鲜血渗透了布衫 外头的人听到动静进来查探 竟是随军朗中 福旺看到对方身上穿着的衣裳 脸色猛的一变 你是何人 将军醒了 如今感觉还好啊 随军朗中知道福旺的身份 不敢轻易接近 只敢在门口待着 你是何人 福旺已经猜到了真相 但人就是不敢接受现实 自己竟然成了旁人的阶下囚 随军朗中人就是不敢上前 隔空坐一道 小人乃是我主派来照顾将军伤势的朗中 将军身上的伤口众多 好不容易才止血 此时不易动怒 更不能大动干戈 免得伤口反复开裂 福旺哪里听得进这些话呢 你主公 柳西 看周遭的景色 明显是在家门关 这才过了多久 柳西竟然破了家门关 想到这里 福旺不禁担心 先前留守在家门关的情形 正是 得到肯定的回答 福旺的表情变了又变 半晌之后才恢复了平静 圣者为王 败者为寇 输便是输 你家主公 可想好要如何处置福某人 没有斩了他的脑袋 反而将他安置在了这里 派了人照顾 显然是另有图谋 随军郎中笑道 主公并未嘱咐 他只是让小的好生照料将军 本以为福旺会暴怒杀人 随军郎中内心忐忑 他都做好 拔腿就跑的准备了 谁知这人格外的配合 没有半点不合作的意思 随军郎中心下已安 手脚麻利地给福旺换了药 把流血不止的伤口重新爆炸 福旺身上的伤势 比起姜鹏姬来 只重不轻 伤口不仅长 还十分地深 当随军郎中给他换药包扎 外人看着都疼 这人确实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福旺以为姜鹏姬还要亮他一阵 没想到 当天下午便派人召见了他 为了防止可能存在的意外 福旺还被人五花大绑 活像是一只人形粽子 福将军 许久不见了 姜鹏姬在军营 神势一身难装 瞧着像是英气清俊的少年 福旺内心纳闷对方的性别 表面上冷恨一对 要杀妖寡给个干脆 将军明知道 我不会杀你 姜鹏姬笑了笑 实白地说道 时常听孟校尉提起将军 说将军乃是孟氏手下第一梁将 如今交手不负甚明 若非占了先机 如今谁是阶下囚 胜负未知 福旺将军 你有一身才华 竟为孟氏这样的小人效力 岂不是暴殿天窝 孟氏的确是小人 这点不可否认 但在我看来 你柳西也不是什么光明磊落的人物 孟氏再不好 他至少敢用我 但我要是归顺于你 那便是连头三主 你敢用 纵然是敢用 怕也是千般防备 这与孟氏有何两样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邮报香菇 领贤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一八百丈 面对福旺直白的提问 江鹏基并未露出预料内的尴尬 反而是轻蔑地吃了一声 福将军 到底是谁给你的错觉 以为我柳西不敢呢 江鹏基从席位上起身 走到福旺的眼前 两者距离不足半掌 这个距离在外人看来相当的危险 因为福旺可以爆发一波 暴力挣脱束缚 刺杀江鹏基 纵然旁人知道 他们家主攻很能打 但面对这个距离 人就是为他捏了一把冷汗 无疑 江鹏基的回答 超出了福旺的预计 以至于他露出诧异的神情 更加惊讶的事情还在后头 对方竟然亲手帮他解开了束缚 这一下子 福旺也忍不住动摇了 良情择目而期 纵然连投了三主又如何 江鹏基丢开了手中的麻绳 放了福旺自有 梦氏只是无能小人 表面上重用将军 暗地里又时刻地提防着 为这样的小人效力 将军心里难道不憋屈 外人都说梦氏对将军 如何如何地好 其中内情具体如何 想来将军心里最清楚了 福旺听了冷横 不将他挑拨的话放在心上 江鹏基这番话 说中了他的痛处 在梦氏手底下的日子 他过得相当的憋屈 心里也不畅快 但这些还不足以让他放弃梦氏 投奔新竹 他们俩貌合心不合 但暗地里也达成了默契 如果投奔新竹 福旺能得到同样的重视 嘴上说得容易 真正做起来又是另一套 这种招揽人的套路 他是见得多了 福某人是个没念过什么书的粗人 大字不是几个 不懂得花言巧语 你有什么话直说就好 不用这样拐弯抹角 通过踩梦氏抬高自己 这种手段太普通了 福旺不吃这一套 说句粗俗的话 梦氏是垃圾 但眼前的人便是天仙了 梦氏再不好 他给福旺的好处也是实大实的 提防就提防 反正福旺也不指望梦氏 能将他当作幸福 在他看来 江鹏基真想招揽他的话 干脆一些拿出实锤 别乱用嘴炮 不管是踩梦氏还是捧自己 在福旺看来都是自我宣传 自我吹捧的手段 吹牛说大话 上嘴皮碰碰下嘴皮的事情 这谁不会呀 梦氏还常常将隔了 不知道几代的先祖梦经 放在嘴边 借此抬高自己的价值和知名度 福旺这人相当的死心眼 普通的招揽法子 在他面前不起作用 某些人才可以用理想和蓝图政府 因为这些人才 更加注重精神层次的满足 嘴炮比黄白之物 更能够打动他们 某些人才呢 却是彻彻底底的现实主义 拿到手的好处才是好处 嘴炮没用 江鹏基的眼珠子一转 他更换了策略 扶将军快声快语 既然这样 我也不和将军拐弯抹角地说话了 如今将军是我的阶下囚 不只是你 还有你的轻信救部 若是梦氏派人赎回俘虏 哪怕他们能走 将军也走不了 搁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要么自枪 我对外说将军忠贞不屈 只为忠心梦事 不肯改头二主 成全你的身后名声 另一条路 将军乖乖地归顺 一切照旧 福望先是沉默一对 没想到 江鹏基远比预料中的还要直白 等他反应过来 表情又沉了一些 柳中墓的意思 要么死 要么想 不止如此 还用福望的旧部轻信 作为要挟 江鹏基无奈地笑道 不是将军说要直白一些吗 我这么说 将军可听明白了 他这样说 难道还不算直白 别说福望了 哪怕是笼子都能听明白 福望不吱声了 黑尘的眸子 闪动着异样的光彩 似乎在算计什么 将军 可想好要怎么选了 江鹏基很清楚 福望肯活着出现在他的面前 内心也存了投降的意愿 之所以还降嘴 不过是想给自己争取一些好处 例如保全他的轻信救部 正常来讲呢 几乎无人会对刚降的将领放心 更别说将对方的军权归还给他了 万一这个将领是假装投降 趁着新主公没有防备 突然搞事 带兵策反呢 为了防止投降的将领和救部趁机生死 原先的编制会被打散 民面上重用对方 给予他夺大的信任 实际上呢 却是将自己的人拨到对方的手下 还有更干脆一些的 直接拨夺降降的军权 看似保全了对方的冰权 一副很重视 很信任的模样 本质却是名声暗将 福王冷横一对 不准备开口表态 我能降得住将军一次 自然也能拜你第二次 将军 可要仔细想好了 被神俘虏一次 已经是耻辱 要是被同一个人打败第二次 那就是齐齿大辱 更别说将棚机的作风霸道 根本不会给福王第二次机会 要么归顺他 为他卖命 要么去死 难不成还让福王活着投奔敌人 给他添堵 福王似乎被刺激了 他说道 世上何曾有长盛不败 柳忠牧这话 未免说得太满了 更甚者 对方太傲慢了 福王以为自己已经足够嚣张傲慢 直到他接触了姜鹏机 才知一山还有一山高 我劝将军 还是再思量思量 以免懊悔终生 姜鹏机始终不肯亮出自己的条件 招揽福王的行动 也只能是搁浅 等福王被人带下去养伤 姜鹏机的表情沉了两份 他嘀咕道 真想砍他一刀 怎么看都不顺眼 一旁的梦魂开口 主公为何不肯直说呀 福王手底下的兵素质很不错 但他们习惯了福王的带领 彼此之间配合默契 要是将这批兵族丢给其他将军统领 兴许连一半的战力都发挥不出来 姜鹏机一开始就决定 保留福王的兵权 这个条件对福王来讲 应该是十分有吸引力的 可为何自家主公就是不肯张口呢 拖着 摸一摸他的傲气 姜鹏机平淡地说道 好似真相就是这个 事实上嘛 他单纯不喜欢福王罢了 梦魂竟然也兴了江鹏机的理由 赞同的点头 如此也好 福王在梦氏要风得风 要语得语 平日里颇为傲慢 梦氏为了拉拢他 嫌少有不答应的 梦魂暗中摇头 此时将他搁在一旁晒一晒 相许能磨一磨他的傲气 主公和梦氏不同 不太可能答应福王的要求 举个现成的例子 自家主公跟风筝的关系不错吧 但是呢 风筝每次向他讨要好处 哪次都被他给怼回来了 要是福王归顺之火 不改一改这个臭毛病 迟早会和主公产生矛盾的 如今将他晾一阵 也好让福王看清现实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油爆香菇 领贤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801章 除了梦魂为首的武将 相信将抨击的说辞 其他人纷纷用质疑的眼神交流 显然是不相信 不说杨思风筝两人 连新家书的奇框和少光 也听出了毛你 习惯就好 主公便是这样的皮型 风筝一副过来神的姿态 安抚两人新加入的小猛星 奇框因为自身的缘故 行事低调 不爱说话 少光就比较放得开了 主公这么做 当真不会想找到福望 主公是要拉拢人 不是要得罪人 要是双方闹得太难堪 以后可怎么收场 风筝淡定地笑了 真和静荣私底下分析过 我们一致认为 福望与世俗之人截然不同 更不能用普通人的想法 去揣夺他 难道崇明没发现 对方始终没有因为失败而懊恼 更没有因此迁怒主公吗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先前那次失败 对他而言算不得什么 这人呢 早就有了归顺的念头 只是主公不肯递梯子 他下不来台呀 故而就只能降嘴 强称 行常名将 一旦从高高在上的云端 被人打落泥沼 心态再好也不会毫无反应 不说破口大骂吧 至少要给点赠物的眼神 或者是巨人千里的态度 福望呢 对方很平静地 接受了自己的失败 对江捧姬 这个给予他失败经历的罪魁祸首 他的态度也是淡淡的 风筝认真地分析了这一点 这才得出了一个结论 福望并不在意为谁效忠 只在意效忠之人 能给他带来什么好处 这好处呢 不一定是金银珠宝 福望如今最在意的是什么 应该是他先前的心腹救部 等着吧 他迟早得主动妥协 欢而言之 只要江捧姬手里还捏着这些人 福望迟早要归顺 少光说道 若不能以德夫人 纵然福望归顺了 那也只是表面功夫 心里说不定会有怨气 风筝胸有陈竹 要是旁人 心中自然会有怨气 但要是福望 不用担心 先前说了 福望是个相当现实主义的人 只要有利益 他可以不计较旁之末节 某种程度上 福望这样直来直去的家伙 很难对付 但找准了办法 他也很容易对付 少光听了作梅 如果福望是这样的人 岂不是没有忠诚可言 主公能重用他 连头三主 言之他不会投奔第四人的主公 说白了这人就是个白眼狼 如何让人放心呢 少光将心中所想说了出来 这样不忠之人 当真不会危害主公 如果碰上更好的目标 福望也会干脆利落地跳槽 风筝倒是无所谓 主公又不需要他的忠心 主公只需要他不背叛 这话很矛盾 少光一时也被绕进去了 风筝又解释了一句 记得主公曾说过一句话 他说这世上 没有谁会真正地效忠另一个人 之所以效忠 是因为旁人给的背叛的代价还不够 这话听着有些刺耳 但仔细想不无道理 主公只需要福望为他做事 为他所用 并不强求对方一定要忠心于他 忠心这种东西 从来不是嘴上说说 就能够成为现实的 还是要看个人的行动 对于江彭杰而言 他的标准很低 只要为他做事 各司其职 忠不忠心都不重要 得到了人家的身体 总不能还强求对方的心灵吧 强扭得刮不铁呢 少光哑然一对 这种理论 他还是头一回听说呢 耗费了两天时间清扫战场 治疗伤病 江彭杰打算 再度动身回丸州 家门关应该是梦氏 设下的最大考验 过了这道坎 我们变安全了 江彭杰不仅用最小的损失 破了家门关 顺手还俘虏了万鱼的兵马 以及梦氏的第一武将 可以说这次梦氏亏大了 江彭杰则在这场豪赌中 赢得是盆满钵满 不说福旺这个得力干将 光说福旺训练数年的精锐旧部 那就是无法衡量的财富啊 风筝等人常常地松了口气 前段时间压力太大 他们睡觉都睡不踏实 特别是风筝 虽说戒除了寒石散 但他的身体也亏损了 睡眠质量很不好 等回了丸种 他肯定是要美美地休假一阵 嗯 底应如此 不过梦氏与我们结缘已久 蓝婷还是不能疏忽 柳说前阵子受了风寒 生了一场大病 近两天才好转 等他病好了 恶然自家闺女拿下了家门关 不给他表现了机会 父亲放心 我会注意的 只要进入东清北方地界 等同于回到了自己家 梦氏鞭长莫及 等将鹏几带兵过了家门关 朝着北方新军 家门关的战报 也传遍了整个东清 福旺领兵总数达到了两万五 他们又占据了显观的优势 没有五万以上的兵力 和充足的粮草军须 还想破关 回去洗洗睡了吧 做白日梦比较快多了 江鹏几这边仅有三万兵力 其中大半还是柳蛇的 手中的粮草并不富裕 结果呢 他只牺牲了三千兵力 便破了家门关 顺道 俘虏了福旺 和他手底下的万语精锐 这是何等奥神的战绩 当这个消息传遍了东清 众人纷纷将视线对准了梦氏 梦氏可是此次较量中最大的输家 赔了大将又折兵 梦战如何暴怒 昌寿王如何气得跳脚 他们光是脑补一下就觉得畅快 要是能亲眼见到 那就太棒了 黄松收到消息的时候 已是家门关之战发生后的第十天 哈哈哈哈 蓝厅真是不简单 竟然让梦氏吃了这么大的亏 大快人心 他手中拿着记录战报的消息主简 大笑着进入了政务厅 主公 发生了何事 众人猛逼 不知黄松碰到了什么好事情 竟然这么欢喜 黄松将手中的竹简递给了风绝 怀疾看了就知道了 安庭这下子可是阳明天下的 风绝将战报打开 上面只写了了了数字 看过之后 风绝将这份战报递给了陈静的人 陈静看过之后 心中有了成算 众人的注意力 都被里面的内容给吸引了 陈静始终是维持冷静 因为他看到了其他的东西 卧龙俊俊手已死 唯一的血脉和残布 还在柳西手中 主公 现在还开心得太早了 浩州算是黄松的根基和大本营 卧龙俊也是他接下来蚕食的地盘 黄松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嗯 是这样没错 但是蓝婷这个人的脾性 恐怕不是那么好说话的 如今还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态度 贸然上门 恐怕不妥 他们还不知道 江鹏俊是个什么态度 对方是想要借助卧龙俊一脉 插手浩州势力 还是想要任由对方自生自灭 亦或者 与黄松合作 用卧龙俊手的一脉 交换好处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游报香菇 领先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802章 黄松心里 迅速地飞过了几个念头 当他想到 最后几个计划的时候 心间忍不住颤了颤 江鹏就会放弃 即将倒嘴的肥肉 转而将这块肥肉 推入他的口中 想到这一点 黄松又冷静了两分 他摇了摇头 可惜地说道 沃龙郡一脉 被蓝亭救下 于心于理 沃龙郡都该由一脉来继承 东庆的官职任命比较复杂 皇室还强盛的时候 除了少部分豪强 大多官员的任命和罢免 都需要经过皇室的首肯 不过随着皇室逐步削弱 君权不在 逐渐从君主夹锋 转为了子嗣城席 此次秦王之后 这种现象将会变得越来越多 江鹏就手里捏着沃龙郡一脉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手里的一脉 才是沃龙郡这片地方第一继承人 皇室只是觊觎这片势力的外人 如果沃龙郡一脉 获得了江鹏姬的帮助 对方便能成为名正言顺的 沃龙郡军手 届时皇室再想要染指沃龙郡 必然是要跟江鹏姬 面对面的刚一步 如果皇室切战 怕的对手 不想和江鹏姬这么早对上 那他只能选择忍耐 眼睁睁地看着江鹏姬 将手伸入他的势力地盘 可是卧榻之侧 喜容他人酣水 一旦江鹏姬真的这么做了 他和皇宋便只能维持表面和谐 迟早是有天会因此闹崩 陈静也明白皇宋的担心 不过他的目光看得更远 想得也更加地长久 主公 不派人试探试探 你又怎么知道柳西没有合作的意思 陈静定了定心神 他对着皇宋说道 柳西目前的大敌 从来不是东庆势力 他的威胁来源于北疆三族 只要一日没有灭了北疆三族 他便一日不得宁静 雄鹰伯兔尚需全力 何况是北疆 皇宋听明白了陈静话中的意思 顿时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他刚才怎么就那么糊涂呢 北疆三族可不是好对付的敌人 江鹏鸡为了对付这个劲敌 自然是要全力以赴 如此紧要关控 他哪有多余的精力 去插手其他势力的现实 至于借兵给卧龙俊的一脉 帮对方争夺家产 更是无忌之谈 假设江鹏鸡没有精力插手卧龙俊 那卧龙俊该怎么处置 想到这里 皇宋的心脏狂跳不止 他忙地问道 有莫这一番话 意指蓝亭会为了顾全大局 放弃那卧龙俊 若是如此的话 我们的确可以派人与蓝亭交涉 想来他也是愿意合作的 主公说的没错 正是这个令 考虑到目前的形势 哪怕主公不派人找刘夕 在过一阵子 他也会主动派人找上我们 卧龙俊 除了主公之外 在无第二个合适的人选 若是能够趁机拿交卧龙俊 距离主公一统号舟 便又进了一步 只不过 为防止夜长梦多 还需主公 早足觉得 机会这种东西 稍纵即逝 黄松要是不珍惜 还不知道会便宜了谁呢 其他谋士寸夺之后 纷纷复合沉静和风厥的决定 黄松想了想 采纳了二人的意见 正当黄松被惊喜砸中 喜不自身的时候 有几人已经是气得三十神暴跳 险些晕厥过去 这些人呢 不是旁人 正是已经称帝的 昌寿王和他的爪牙孟战 接到福王大败被俘的消息 昌寿王波跳如雷 一连斩杀了数名官员和将领泄分 一时间人心惶惶 人人自危 更有人将昌寿王和仙皇做了对比 得出了一个结论 这两人不愧是亲兄弟啊 如出一辙的渣 论暴女 简直是第二个东庆仙皇 幸好这些言论 没有传入昌寿王的耳朵 不然啊 他会更加的生气 因为暴怒 他甚至一改对孟战的恭敬 态度多了几分阴阳怪气 孟先生在阵面前一力举荐福王 让他带兵出征 可结果呢 所谓第一武将 浪得虚民罢了 领着数万人驻守家门关 竟然还能失手 输给一个不满弱贯的小女子 奇耻大辱 常寿王嘴里说着福王的不是 核心意思呢 却是直指孟战坑他 先前孟战将福王夸出了一朵花 昌寿王也对他给予厚望 没想到啊 对方竟然说得这么干脆 这哪里是去狙击柳蛇妇女 分明就是给他们妇女送菜去了 孟战沉着脸色 他的心情本就是不好 昌寿王还对着他发火 心情更是跌落到了谷底 他同样冷笑着说道 陛下何须这么动怒啊 福王虽输了 但陛下有什么损失 福王带领的兵全是孟氏的 跟昌寿王没有一毛钱的干系 哪怕损失了 那也是孟氏血溃 昌寿王暴跳如雷做什么 难不成 这人还真将孟氏当成 供他驱使的走狗 孟氏的势力 便是昌寿王的势力 昌寿王被孟战这么一问 险些没有气死 不过他还是有理智的 不敢在这个时候和孟战闹翻 他放下了帝王的身段 对着孟战好言安抚 别看他脸上培想 内心却对孟战产生了 前所未有的恨意 这两人貌合心不合 刻字打着小算盘 另一处 许氏兄弟也收到了 江鹏姬大胜的消息 不过两人的反应截然不同 许匪和江鹏姬没有什么交情 收到消息的时候 顶多是条条梅 与谋士分析了一波 他胜利的原因 至于许陪 他和江鹏姬在会盟期间 称兄道弟 两人还是有几分交情的 如今他们还没有利益冲突 江鹏姬获胜了 许陪自然替他高兴 更加重要的是 孟氏也有今天 当真大快人心 若非教养好 他真的想拍着桌子框巷 孟氏和许氏暗中对立 两者的矛盾从先祖那一带 便延续至今 孟氏吃了血馈 许氏当然高兴 恨不得摆个流水席 让全天下都知道这个事 来人 准备一份厚礼 派人送到丸州 便说这是义兄的礼物 许陪有钱任性 江鹏姬给孟氏使了绊子 他总该表示谢意 不过呢 这个消息要是传入孟氏的耳朵 使不定会有多气呢 除了这几个势力 其他势力反应不一而足 有神暗中赤笑昌寿王 赤笑孟氏 但也有人对江鹏姬不屑一顾 女子始终是女子 骨头没点分量 这才一场小盛 柳西便喜得飞上了天了 不堪大用 当然了 这种不和谐的身影 并没有引起多大的风浪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油爆香菇 领衔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803章 柳蛇势力在崇州 他和江鹏姬并不顺路 主公不用担心老太爷 北方境内 除了已经不成气候的青衣军 再无其他势力 能威胁到老太爷了 家门关之战过去的半月 风筝这段时间 吃得饱睡得香 日子别提多滋润了 他最近还胖了一圈 感受得脸颊 也有些许的肉感 面色红润健康 江鹏姬说道 我不是担心父亲 风筝面上点头 暗地里坚持几件 自家主公与父亲常年分离 好不容易相处的一段时间 如果又要分开 肯定是会不舍的 江鹏姬巧出了风筝 言不由衷 懒得与他争辩 直播间一如既往的热闹 哪怕江鹏姬很少与他们互动 他们也能自娱自乐 这场仗打了好久啊 我记得主播刚出发会吗 好像是去年过年之前 现在班师回朝 已经快要进入夏天了 算一算 真的有半年了 时间过得真快 宝宝再过半个月 就要准备考高了 特地来直播间洗个月 希望主播保佑 高考占无不上 高考党不过了三年模拟 五年高考奋战 还在直播间了 楼上 你心真大呀 过来人告诉你们 这个直播间有魔力 在这里许愿总能心想事成 江鹏姬这一两个月 全在赶路 每日除了赶路还是赶路 直播内容千篇一律 观众起初还觉得新鲜 时间一长 就审美疲劳了 不少老观众选择了潜水亏平 发弹幕多半就是新观众 也不知道是谁带的头 江鹏姬的直播间 成了比景里还要厉害的存在 纷纷传言 许愿有好运 观众们的弹幕内容 越来越偏离 直播间的主题 直到有个老观众 发了一条询问的弹幕 我现在只担心一件事情 主播是女子这个消息 有没有传回丸州啊 这条弹幕 炸出了不少的潜水档 主播搞定了身边的人 但远在丸州的部下 还被蒙在鼓里呢 冷不丁收到消息 自家主公从年华正茂的少年 转为了伟疾若观的少女 还不得炸开了锅呀 事实上呢 这个锅已经是炸锅了 当将鹏姬成为 丸州墓的消息传入丸州 众人同时也收到了 另一个重磅消息 主公竟然是个娘子 这消息对他们而言 威力之大 不亚于上经地动 整个弯州炸开了锅 众人暗中拧了一把 自己的胳膊 疼得是呲牙咧嘴 确定有痛感之后 才知道不是在做噩梦 徐克惊得算错了账 看着乱七八糟的账目 只能是忍着抽通的太阳穴 重新做了一份 主公怎么会是女子 从上班到下班 他脑子里营绕着同一个问题 他是不是在做噩梦 你跟着主公时间最长 难道没有半点怀疑 奇观让收到消息的时候 他的态度还算是平静 心中盈盈有种果然如此的想法 徐克面对奇观让的质询 贪慕地睁圆了眼睛 无比委屈道 这让柯怎么怀疑 正常人哪里会怀疑旁人公认的少年是个少女呢 如果伪娘泛滥 士族男子沾花抹粉 穿红灼绿 徐克认出的几率就更小了 你家夫人也没透露风声 奇观让诧异 旁人认不出也就罢了 徐克作为江鹏鸡第一批班底 还被蒙在了鼓里 实在是说不过去 更别说徐克的老婆 还是他们家主公的贴身侍女 徐克被奇观让给问住了 他蒙了一下 仔细回想徐梅曾经说过的话 脸色是越发的精彩 隐约听过 但正常人怎么会往这个方向想呢 奇观让暗中翻了个白眼 这能怪谁呀 要怪只能怪自家主公太野蛮了 不能怪他们当下属的眼瞎 风景收到消息的时候 他心情相当的愉悦 能不开心吗 围观一众同事的猛逼表情 简直是不能太乐了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守着旁人不知道的秘密 早就是憋坏了 这种愉悦的心情 维持到了下班回家 魏靖行说道 发生何事 竟然怀疑这么开心 风景接过了魏靖贤怀中 越发沉重的长生 抱着胖胖的闺女 连闺女扯她脸颊都不在意了 静贤 有两个大好消息 一色蓝厅受风啄目 这二子啊 他恢复女子身份了 从此以往 再也不用担心她不审暴露身份 也乃动荡 你说为父能不开心 蓝酒 魏靖贤还未回答 怀中胖胖的闺女 压压血语 刚说了两个字 嘴角流出了透明的口水 不得无理 不能直呼其名 风景接过妻子递来的帕子 温柔地为长生擦去了口水 蓝酒 长生扑腾着胖腿 两颗黑葡萄般的毛子 亮晶晶的 一一压压地说道 怀鱼 长生性格执拗 风景越是反对的事情 她越是喜欢反着来 那是主公 风景好笑地 赏了闺女儿的屁屁一巴掌 这丫头胆子健长啊 连自己父亲都敢直呼其名 主公 长生得意地学着 他说话还不连贯 常常只能两个字两个字地往外蹦 这样才对 以后见了主公 不能无理 围观这对妇女鸡同鸭讲 背景嫌乐不可知 长生不知她笑什么 也跟着乐呵呵傻笑 这边一家三口气氛极好 其他单生狗便是有些可怜呢 例如张平 作为手工技术达人 她大多时间都耗在了木工坊 一心沉迷手工 心无旁骛 收到消息的时候 张平的脑子好似生锈 险些转不过来 你说谁是女子 主公啊 这一整天呢 张平好似梦游 根本不记得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等他回到了家 他第一时间杀到邻居家中 哦 忘了说了 他的邻居是魏慈 紫孝 主公竟然是女子啊 想到跟他一块上山下山寻找景眼 挖沟渠 见蓄水池的人竟然是个女子 他彻底是懵了 这个事倒怎么了 他还在做噩梦吧 本以为魏慈反应剧烈 没想到对方只是淡淡地挑了挑眉 反问道 你知道了 张平诡异地沉默了 如今正是春冬交际季节 天气变化很快 魏慈理所当然地病了好几天 生病的这段时间 魏慈都在家中猫着 哪里都不能去 按理来说呢 他应该没有那么早就收到消息 换而言之 魏慈早就是知道柳西是女子了 所以他的反应才这么淡定 你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张平脑中冒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魏慈淡淡地说道 当年鸡山汤泉 此便知道了 那么早 张平的脸皮抽了抽 咬牙说道 你明知道主公是女子 你还将瓶引荐给他 你是诚心的 魏慈脸色暗暗地一变 撕心裂肺地咳了起来 一副不久于人师的模样 扮上之后 这个家伙开始装死了 好想学杨思 直接动手掐死这个坑货得了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邮报香菇 领衔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804章 张萍咬牙切齿 他怎么就交了 这么一个坑队友的朋友 若是直播间观众看到 估计啊 能完美地翻译 张萍此时的心境 每次被坑 就看到自个儿同僚在装死 为此 你这个演技不如去混娱乐圈 简直是暴殿天舞 张萍瞧着躺着 张萍装死的魏慈 口气不善地开口 魏慈笑 你还装 你今儿要是不说清楚了 我便赖在你这里不走了 对付魏慈这种家伙呢 千万不能脸皮薄 一定要比他更无耻才行 他正想着如何坑回来 却看到魏慈躺在床榻上 一动不动 呼吸断断续续 胸口起伏微弱 等等 这是 难道紫笑真的兵发了 意识到这一点 张萍什么火气都没了 连忙上前推了推魏慈 用手指探查对方的笔息 一探查 出气多 进气少 张萍的心顿时便凉了半截 紫笑 张萍顿时冷汗直下 正当他要去喊郎中的时候 原先并说的魏慈默默地侧了个身 背对着张萍 悄悄将身上的棉被 朝下巴拉了拉 哪里还有命不久矣的模样 张萍是一阵的无语 刚消下去的火气 蹭得冒了上来 这小子越发能耐了呀 静山在他的面前 公然装病 还让他白白担心了一场 魏慈笑 你今日要是不给个说法 你我便割袍断意 老死不相往来 扬装发病 这种事情是能够随便装的吗 这次是他故意的 谁知道下一次是真是假 如果下一次真的发病了 旁人都以为他在演戏 这小子是想把自己给作死吧 张萍的口气一改以前的平和 怒气之中带着威严 明显是认真了 魏慈面上发想 他知道不能继续逗弄张萍 对方乍毛是小事 真的隔袍断意 那就闹大了呀 他费力地坐起身 脸上带着一罐的苍白 双唇是不健康的青白色 整个人瞧着病痒痒的 的确是承心的 魏慈特不要脸地正面承认了 他问道 慈这么说 西横可会怪此 张萍冷静了两分 面对魏慈的提问 他无言以对 说句心里话 张萍肯定不会怪罪魏慈 如今木已成舟 再怪你有什么用啊 咱们这位主公可不是什么擅长 上了这艘船 谁能顺利下去 更何况 你一早便知她是女子 一番斟酌之后 还是选择辅佐她 可见在你眼里 这位主公比寻常诸侯好太多 很想然 她是你辛苦寻找的民主 平 也信任你的眼光 张萍和魏慈相熟多年 深知后者的志向和宏愿 更加清楚 魏慈心中的民主 太过理想化 他以为魏慈会拖到 尔利之年才出事 没想到这个家伙 收到上京地动的消息 忙不跌地赶往了北方 张萍出于对有人的担心 护送魏慈走了一路 他也迷惑了一路 到底是怎样的人 能让魏慈不顾身体 不顾性命 拖着成科病体 也要去投靠呢 见到了江鹏姬 张萍起初并无多大的感触 直到数次接触之后 他才明白 魏慈找对了人 魏慈要找的民主 不仅仅是纵横乱世的枭雄 那人更要有一颗 人人爱人之心 张萍叹了一声 此事便高高地拿起 轻轻地放下 放了魏慈一马 唉 你一早便知道此事 多少向萍透露个口风 萍也不至于像今天这般狼狈呀 张萍想到今天魂不守舍的状态 又是一阵的郁闷 唉 你不说 指不定就是为了这一天的 瞧着旁人一惊一乍 你可开心了对不对 这种旁人都不知道 唯独自己知道的感觉 简直是不能太爽 这可真是冤枉词了 以前也想说来着 不过时机不成熟 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拖延 张萍目地呵呵一声 他要是再信魏慈一个字 他的名字便倒过来写 魏慈这几天呢 都在生病 对外界的消息并不灵通 西衡 你说主公的秘密 已经传得人尽皆知 其他人是个什么态度 除了封锦是个知情者 其他人都被蒙在了鼓里 乍一听到这么惊爆的消息 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接受 张萍想了想 简略说了其他人的反应 惊诧居多 少数人还受到了惊吓 至于魏慈担心的混乱 至今还未发现苗头 魏慈听后放心了不少 张萍安慰道 小丽主公的人 几乎没谁是迂腐的 规矩最严谨的怀育 今日的反应也十分平静 想来主公的性别 无法动摇他们的忠心 这些人倒是不用担心 只是丸州百姓 江鹏姬手底下的班底 都是精心删选过的 不可能因为他是女性而背叛 不过普通百姓就不好说了 他们是最容易被舆论 糊弄的群体 一个不好就被人当枪使 主公离开之后 丸州各地都在抓紧挑选女兵 充实女营 此还让说书人编钻段子 宣扬女营功绩 小半年下来 百姓对此已经接受 主公变为女子 他们顶多稀罕一阵 张萍听了连连点头 丸州境内风气 的确是比其他地方开明 说起这个 你的画本什么时候写完啊 张萍眉头已皱 忍不住催根 魏慈的脸色变了一下 眼神飘了飘 此不是还病着吗 他知道江鹏机的计划 还知道他打算什么时候 恢复女儿的身份 为了将影响降到最低 魏慈没少想办法 扩大女营规模 在丸州境内选拔女兵 这是应对的方案之一 保险起见 他还想了另一处办法 以娱乐控制舆论 说起来这个办法 还是向陛下学的 编撰誓锦画本 让说书人在查四九四说书 以朗朗上口 白话易懂的书文 吸引普通的百姓 通过这种手段的传递思想 从而达到控制舆论的效果 如今是个娱乐匮乏的时代 歌舞活动 只有达官贵人才有资格享受 百姓的娱乐生活 几乎是为零 连街头卖艺这样的活动 都还没有兴起呢 在这种条件下 魏慈这一招威力巨大 堪比何弹 每天都有百姓 欺而不舍地蹲手 将查四九四 围得是水泄不通 眼巴巴地等着 连载画本的内容 因为这项娱乐活动 反而是给附近的商家 带去了大量的客员 生意也是节节攀升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油爆香菇 领贤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一八百零五章 张平坐在魏辞的踏旁 嘀咕道 真是想不通 为何你写的这段本子 百姓就这么喜欢啊 渊敬先生的高徒啊 多么高大上的身份 这个家伙 却跑去写事情画本 写着写呗 偏偏这个家伙 还喜欢吊着人胃口 每天就挤一点点 追的人啊 是挠心挠肺的 恨不得将魏辞 关到小黑屋里 给他笔墨指掩 催促他每天 写满一桌子的竹简 不写满 不给饭吃 毕竟是讲给百姓听的 说得太过声色 他们根本听不懂 语其如此 不如用大白话 齐取弥高 齐和弥广 百姓不可能对他们 听不懂的内容产生兴趣 既然是写给他们的 自然要迎合他们的习惯 勉强算是雅俗共赏吧 百姓能听得懂 听得进去 自然会感兴趣 这才算成功 在外人看来 为此此举是不务正业 小说家 虽说也是诸子百家之一 但一直为人诟病 遭人白眼 古书又言 小说家者刘 盖出于败官 揭谈项羽 道听途说者 知所造也 翻译来讲 就是小说家 是记录百姓的揭谈项羽 承报上级 视为不入流 前世的为此对此也有偏见 不过陛下 却是大力推动了小说家 为此还扶持了几个小说家的名示 陛下此举 惹来了盐官的反对和抨击 可他不管不顾 反而是亲自写了几本 用事实打盐官的脸 为此仔细地揣摩 这才发现他的深意 小说家 未必是不入流 赎金风气还算是开明 有些事情早点做 以后也能够省一些阻力 于是为此以窄池居室为毙命 拖拖拉拉写了几本中短篇的小说 要情节有情节 要内容有内容 剧情呢 跌宕起伏连绵不绝 断章断得旁人想要掐死他 如今可不是江朝 画本小说还是很匮乏 数量少 内容尖色 普通百姓根本就听不懂 为此斟酌画本的内容和三观之后 勤奋地开工了 第一篇是智怪小说 女鬼前生猛冤 受到神仙的垂脸 三是还阳为自己报仇 主角为女性 第二篇则是喜闻乐见的才子佳人 才子打酱油 家人全能强人 主角还是女性 第三篇则是以前朝许功为原型的 励志抗战小说 其中揉杂了主公的人设 主角还是女性 然后百姓一致认定 再持居士 肯定是一个猛妹子 为此无语 哪里不对劲 总之呢 在为此的推动下 丸州出现了一种半官方的职业 说书先生 为何说是半官方之业 因为说书先生 只有得到周府的应允 盖了周府的章 说书先生 才有资格在丸州地界的 九四查四说书 美式不仅能拿到百姓给的打赏 还能拿到周府发下来的固定工资 至于那些没有盖章的说书先生 虽然也能找个摊子谋生 但说书的内容 不能涉及为此的小说 至于那些三观不正 耸恿百姓 愚弄世人的话本 更是不允许 一旦被抓到 还要罚款 为此既然想用娱乐 控制舆论 自然要试着 规范这个行业 起初不少说书先生还不乐意 但为此匿名写的小说 非常的受百姓的欢迎 不仅大老爷们爱听 连那些闲来无事 打毛衣的妇人也喜欢 寻常的说书先生 没有资格在丸州地界 说这些小说 为了生活 说书先生 干脆走了周府的名路 还别说啊 周府这项政策 还是十分有用的 不仅给说书先生 提供了最新最热门的画本 还提供了固定的工资 说书先生再也不用担心 某天收不到打赏 一家人该怎么吃饭了 不过呢 为此毕竟是一个人 写小说 也仅限于工作之外的爱好 不能耗费太多的心力 想了想 他找上了晨晨 小说家 晨晨拧眉 你要找小说家写什么 为此文才可不低 晨晨实在是想不通 他折腾这个做什么 不得已 晨晨只能将自己的打算 说了一遍 自从晨晨来到了晚中 他一直在折腾 活字印刷和雕板印刷 还要整理 亟带大量印刷的书册 工作十分的忙碌 说得难听一些 晨晨算得上是大龄宅男 四体不情 五谷不分 更不懂为此此举背后的生意 无奈 为此只能是将这个计划 给掰碎了 仔细跟晨晨解释 希望得到对方的支持 不出为此所料 晨晨起初是不答应的 甚至颇为恼怒 在晨晨看来 著书立作是十分严肃的事情 教育世人 传臣千年 哪里能用来嬉笑娱乐 至于小说家 晨晨也认为是不入流的建议 晨晨的纸张 不用来记载文明史书 反而是用来折腾这些 晨晨被为此气得 胡子都要废了 将为此狠狠责骂了一顿 等他火气消了 为此又仔细地解释 晨晨的态度 才慢慢地软化 此事当真有你说得这么重要 晨晨心中略有动摇 为此叹息道 晨先生 您觉得普通百姓 读得懂孔蒙之道吗 哪怕让说书先生 整日整日地读 百姓也听不懂 听不懂自然也不会感兴趣 唯有真正贴合他们现状的 才能被他们所接受 在此看来 向普通百姓 推广白话画本 并非亵渎 还请晨先生 能仔细思量 晨晨理智上 偏向为此地说辞 但心里 人就是有些不舒服 不得已 为此只能带着晨晨 去了一趟茶寺 那边正好讲着故事 底下的百姓 听得是如痴如醉 晨晨看了 沉默半声 晨先生对他们 讲孔蒙之道 几乎无人知晓 可问百姓画本的内容 纵然只听了一遍 他们也能如数家珍 说得井井有条 您可以觉得 此过于离经叛道 但此还是要说一句 程先生 是想将家中藏书 精神贵宝流传后世 但百姓要是听不懂 终究只能汇集少数人 无法汇集所有后人 小说家的确不入流 但是此一时彼一时 程先生何必作弊上官 稍待一阵呢 程程感觉 脑中闪过了一道灵光 快得他险些抓不住 马拉罢拉 替你找几个便是了 程程面色急忙 答应了为此 等一切上了正轨 时间已经悄悄溜到了 初夏世界 周福得到消息 他们的主公 已经在丸州边境 还有半月便能回来 伴随着这个消息 家门关大捷和福旺被俘 同样传入魏辞的耳朵 魏辞提笔一顿 末之低落 晕开黑色的原点 怎么可能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邮报香菇 领衔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806章 怎么了 瞧你脸色不太好 难道说这个福旺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徐柯熟了熟 仗疼了太阳穴 虽说主公从男性 变为了女性 没有惹来海啸去浪 但丸州境内 人又动荡 特别是上阳郡的 本土士族 风势一直维持沉默的状态 但其他士族高门 却是小动作不断 这算是连日以来 最好的消息了 徐柯想与魏慈分享 没想到魏慈的反应 有些奇怪 徐柯一时好奇 顺口问了一句 正是这个问题 将魏慈拉入了 回忆的泥沼 脑子里翻出了 福旺的相关记忆 福旺之人 此有听过 魏慈端正心态 收敛内心的惊诧 免得引起 徐柯进一步的怀疑 从传回的消息来看 福旺似乎是 梦氏手底下的猛将 只盼他是个安分的性格 主公是女性 难免会带来一定的麻烦 这个时候内部 更是要团结和谐 不能出现异样的身影 最近一段时间 徐柯等神为此操碎了心 凤义郡和承德郡的情况还不错 前者是将蓬经势力发家的地方 根基最为稳固 后者经过红莲教的摧残 不存在凡神的地头蛇 丸州三郡 唯独上阳郡的掌控力度最低 为了能彻底地收漏丸州势力 他们只能想办法 打压上阳郡氏族 或拉拢 或离间 或疏远 令他们无法拒拢 只要这些人没有办法聚在一起 无法凝成一股绳 这些跳梁小丑 就掀不起大浪 这种时候 徐柯最担心的 还是内部团结 为此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 让徐柯心中大定 浮旺最先效率于浮扬 后来投靠梦氏 没过几年便靠着强大的武力 成了梦氏最倚重的大将 可这梦氏倒也有趣 一边要倚仗福旺 一边又要对他拉拢打压 矛盾得很 小兰依我们主公的气量 绝对能将他收入账下 至于福旺的脾性 有点小毛病 不过无伤大扬 听魏子这么说 徐柯顿时安心大办 只要不是不合群的刺头 他便不担心了 于是徐柯顺口又问了一句 这人有什么小毛病 毕竟是未来的新同事 提前了解 以后也好磨合 魏子微微地低下了毛脏 浓密修长的睫毛 投下了两片精致的阴影 他笑着说道 福旺这个人最大的毛病 大概是善变吧 徐柯诧异地啊了一声 什么叫做善变 他以为女人才能用 善变这个词语形容 若将他安在男人的身上 那么这意味着 这个男人 徐柯促眉道 你说这人不忠 若是不忠 这还能算是无声大雅的小毛病 魏慈依旧是维持着弹象 他对福旺的印象还不错 可不想对方因此被许柯排挤 他也不能算是不忠 笑语也知道 福旺可是狼群养大的孩子 狼这种生物 远比人更加直白 他们尊崇强者 拥护强者 这是与生俱来的本能 一旦主弱沉强 他未必会心服口服 说起前世 福旺的经历也是相当的精彩 堪称职场跳槽的模板典范 福旺起初被福羊收养 既是福羊的得力干将 又是福羊的伴子 父子情深得很 后来福羊因为旧伤复发病故 福旺带着福羊的旧部 投靠了孟氏 依旧是吃香喝辣 重点来了 孟氏家主染了瘧疾病故 继承神是个扶不起来的废物 败得是一态糊涂 最后被福旺给废掉 福旺吞了孟氏的势力之后 又接受了昌寿王的招揽 成了昌寿王帐下最倚重的大将 只是这个昌寿王也是个废物 简直就是眼瞎的典范 照理说 昌寿王帐下也是人才季节 文有奇观让 无有福望 哪怕不能成为强大的诸侯 至少不会死得那么惨烈 可这个家伙呢 刚站稳脚跟 尾巴就翘上天了 身边环绕一群阿谀奉承的小人 他不仅疏远了奇观让 还将对方打入了大牢 对福旺是百般的防备 做梦都想收走他手中的兵权 结果喜闻乐见 奇观让心狠地灭了旧主 开城迎接陛下 至于福旺 这个家伙 感官敏锐 提前一步遇吃了危险 找了借口带兵撤走 投靠了下一家 知道下一家是谁吗 下一家呢 正是浙郡许氏兄弟 弟弟 许斐 大家以为跳槽到这里 也就结束了 自然没有 福旺先是投靠了许斐 奈何许斐这人也斗去 穷兵独武不说 这里更是一塌糊涂 舍得是荒野千里 百姓名不了声 哪怕是福旺带兵加入 依旧是无法扭转 他和许培的较量 最后还是输了 许斐输了之后 福旺又接受了许培的招案 说到这里 不得不提一件小插曲 许培仗下谋士 韩玉 嗯 正是为此名义上的师兄 渊敬先生 门下高徒之一的韩玉 韩玉是这样说的 福旺此人 暴力少人 狂傲缺衷 乃是反复无常的小人 不可用之 若非那个时候 许培缺少得力干将 福旺说不定就被杀了 因为这桩纠葛 福旺和韩玉关系非常的差 矛盾平平 后来许斐败在了陛下的手中 用了手段 将他们招揽账下 韩玉仍旧是顾念旧主 极少为陛下出谋划策 福旺却像是打了机械一样 焕发了第二春 战场上浪得飞起 那个时候 多少人等着福旺再度跳槽 最后只等到福旺带领了虎狼之师 至于韩玉 他身心谨慎 做事是滴水不漏 后半生要是没出了那档子的事情 估计能寿终正寝 哪档子的事情 韩玉的妻子乃是显贵士族 出身极高 偏偏主公动了士族的根本利益 将他们的势力削了一顿又一顿 几个士族大家暗中联名 想要公辩 公亏一窥之后 韩玉也被连累得畏罪自杀 福旺受命将叛贼抄家 韩玉也牵连其中 他自觉羞辱 写了万字的自罪书 吞惊自尽 不得不说 韩玉和福旺之间的纠葛 莫名地有种轮回的即逝感 韩玉临终前 给魏慈偷偷地记了一封信 字字血泪 看得魏慈是百感交集 通篇看下来 只有一个感觉 他死得冤枉 韩玉年少之时 家中被迁入了一桩冤案 以至于家道中落 同时也使得他脾性大改 将国建立之后 他被委以重任 重修律法 可笑的是 他常年累月待在府衙 反倒是没注意 家中妻子与妻族的勾结 策划公辩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邮报香菇 领衔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807章 京生倒是有趣 不知 不只韩玉的命格改变 避开了近乎灭门的惨案 连福旺 也提前一步 进入了主宫的帐下 魏辞在脑海中 翻找福旺的记忆 只记得对方是个 剑朔魁梧 充满精气神的巫人 魏辞不说还好 一说呢 徐柯的眉头 狠狠地拧了起来 照子孝这么说 这个福旺并非擅长 怕是不能中用 徐柯对福旺的印象 调到了附属 一个无法保证忠臣的人 可不就是潜在的叛徒 魏子孝着说道 笑语这话变错了 主公不仅不会让福旺 闲置下来 反而会重用此人 可子孝不是说福旺他 平日里懵生不肯呆着 一旦主公示弱 便扑咬过来反咬一口 这样的白眼狼能用啊 为此收敛了笑语 目光灼灼 充满了自信 主公能降服这匹狼 笑语该放心才是 此话一出 徐柯顿时是无言以对 别看福旺那人生的粗犷 这人心思却细腻得很 最擅长捕捉旁人情绪 笑语要是对他有了芥蒂 对方便会知晓 面上不怎么说 指不定心里面有了疙瘩 他本是心详的武将 与主公相处时间也短 谈不上如何忠诚 若他觉得自己被针对了 怕是更难对付 徐柯眉头一拧 他也明白为此的担心 只得说道 此时柯会注意 新公司招人 还有一段时间的适用呢 可在这个时代 浮旺也属于 期待观察的新人 徐柯作为老人呢 他有义务 调节内部矛盾 不说一家青把 至少不能生出 难以调和的龌龊 为此知道徐柯 尖头的担子 拍了拍他的肩膀 安抚他 等见人了便知道了 徐柯点头 柳蛇作为宠州牧 他与江鹏姬 去往丸州的路线 不一致 父女俩半道就分开了 江鹏姬前往 汇盟的时候 手中只有一万出头 回来的时候 接近了两万 新增的兵 还都是精锐 是的 福往归顺了 至于归顺的细节 不多做赘述 归结起来 这么几句话 想将总不归顺 怎么办 打一顿就好 要是打了一顿 还不行呢 再打一顿 福往自诩 武力天下地义 大意之下 被点银给轻货 等他伤势 好得差不多了 他才知道 自己怎么贵的 务实大量棉草 福往是抓耳挠散 想不出自己 怎么会务实棉草 以至于挣钱出错呢 棉草这种东西 不是什么地方 都会生长的 大多生长在 苍州草原 其他地方很少见 换而言之 福往务实的棉草 来源很可疑 秉着死也要死个 明白的原则 福往却探究了真相了 然而真相太过于残酷 他知道 火焰猛逼了 哼 瑟子头上 一把刀 江鹏几无情地嘲讽 用身体到精神 将福往打击了一遍 有了这次教训 想来福往也不敢 行军打仗的时候 惹出风流运势了 事实上呢 若非是福往太过于自大 认定这一局稳赢 他也不会掉以轻行 中了惠君的美人计 福往觉得自己需要静静 静静之后 他问江鹏几 那日那位娘子呢 江鹏几冷喝了一声 觉得福往真是没被削够啊 心里还念着美人 你问这个做什么 江鹏几高贵冷艳地 撇了一眼福往 这个家伙归顺是一码事 寄于惠君又是另一码事 总之他不会让惠君继续牺牲了 首要便是将福往这头狼 丢到养军外头 一日夫妻百人啊 江鹏几无语 未等他发作 时不将观众火上浇油 弹幕是异常的内涵 一日夫妻百人 这头四个狼口中的日 它是动词啊 还是名词啊 不管是动词还是名词 这头狼都想介于小姐姐 不能忍 继续打他 楼上加一 绝对不能忍 江鹏几声吸了一口气 他对着福往 连信带婊子的喊他 福镇图 那是我的贴身侍女 在士族这里 贴身侍女 多半都是男主人的 妾室预备仪 若无意外情况 大多都会被收拥 福往诧异了一下 面色变得有些难看 玄机又拍了脑门道 主公 你不是女子 说过江鹏几是男子 他说了这话 明晃晃敲打福往 别介于不属于他的女人 可主公是女子 福往的脑子还很耿直 男人和女人才有未来 女人和女人 那就是清白关系 江鹏几怼了回去 哼 你打得过我 打不过就别逼逼 福往无语 他要是再不明白 他也活不到现在了 主公这是护着慧君 不希望他和对方 有进一步的牵扯 福往感觉胸口闷闷的 有种说不出的不畅快 恨不得暴力发泄一顿 才能舒服 正巧了 末将 还请主公自教 福往向江鹏几发出了挑战的请求 文迅赶来的阳丝和风筝 是一脸的无奈 相较于他们的武力 其他兵族倒像是打了机械一样 围出了一块巨大的场地 围观战斗 打架这种事情容易让圣上线索飙升 更别说两个当事人都以武力见证 眼瞧着两人打得越来越精彩 形势胶着越发激烈 围观的兵族失态了 一个个扯开了嗓子呐喊加油 福往的旧部自然是支持自家的将军 但江鹏几也有一众铁杆脑残粉 等两人战斗进入巅峰 兵族的欢呼和加油 响彻了天际 吵得是连营仗外头的守卫都能听到 气氛热烈得不行 在外人看来呢 福往与主公斗得是不相上下 甚为激烈 作为当事人的福往 那是有苦说不出啊 他感觉着出来 对方根本就没有尽全力 看似累得是满身大汗 但神情却是游刃有欲 那种全力出拳 却打在棉花上的滋味 并不好受 江鹏几为何不赢了福往 反而是与他打的是有来有回 其一 福往在旧部中的声望太高 江鹏几只要与他打一个平手 足够赚取那些响彬的好感 其二 同理可得 他要是轻轻松松赢了福往 福往旧部心里肯定是不好受 甚至是排斥他 如今这个尺度刚刚好 既能够宣扬江鹏几的名声 让响彬接受他 同时又能够保全福往的名声 福往不慎被打了两拳 还是朝着脸招呼的 嘴角出了血丝 眼眶于清 慧俊正在帐内 低调地嗅着小儿血 听到外头呐喊如雷 不由地好奇张望 外头发生了何事 主公与福将军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 慧俊的眼珠子一转 问道 听闻福将军骁勇善战 主公可有受伤 主公受了点轻伤 不过不碍杀 打仗嘛 哪有不受伤的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游报香菇 领衔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808章 受伤了 慧俊神思恍惚 等他回过神来 指尖猛地传来了一阵刺痛 让他疼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低头一瞧 指尖 已经是冒出了一颗鲜红的血珠子 受了轻伤 伤到哪里了 慧俊勉强镇定了下来 他将绣花针和绣了一半的小儿鞋 放到了绣楼里 正欲起身 没怎么受伤 不过是被擦到了 你待着就好 别乱跑 江鹏机在此时过来 脸色通红 脸颊和脖子挂满了热腾腾的汗水 活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 他一来 那个传消息的女兵 脸颊爬满了红韵 依依不舍地行李退下 敲得江鹏机莫名其妙 慧俊起身 一半被江鹏机给拦住 只能是坐了回去 嘴上却没停下 方才听狼军和福王那个莽夫打了一架 哪受伤了 硕飞生性内敛 他还真想要趴过去 把江鹏机仔细地检查一遍 福王虽是莽夫 但武力不弱 生得魁梧高大 好似一座小山 相较之下 自家狼军显得格外的清秀 两个狼军捆一块 还没有一个福王状朔 慧俊能不担心吗 书经天气越来越热 江鹏机已经是不耐烦的 将袖子和裤腿都捐起来 这样还觉得不痛快 他接过慧俊递来的尸帕子 擦了擦脸颊 脖子和手臂的汗水 这才稍微舒服了一些 江鹏机笑着说道 哼 别听旁人道听途说 哪里有受伤了 他的笑意太过于纯澈 哪怕是旁人都被他的笑容给感染 甚至还会露出会心的微笑 那种纯澈并非是白纸 准确来说是洞察世事 越境千番之后的清明 还说没有 慧俊瞧得仔细 眼尖地发现 江鹏机手腕比平时红肿了一圈 仔细一瞧 还有些纸痕 只是因为外头太阳大 皮肤又晒黑了几度 所以不觉得明显 上点消肿的样 看着转身去找要酒的慧俊 江鹏机是哭笑不得 但也只能是随他去了 江鹏机一手撑着下巴 等待的功夫 瞥了一眼 被他忽视两久的直播间 今天的直播间依旧是热闹 江鹏机和福旺 赤手空拳打了一架 观众们表示 今天的直播含金量十足 随便剪辑都是武侠大批 更加重要的是 他们是从江鹏机的视角观看 代数感十足 隐隐有种化身绝世高手 吊打小朋友的爽感 更爽的是呢 吊打小朋友之后 身边还有温柔贤惠的小姐姐 徐寒问暖 直播间观众看得是眼肉无比 为什么他们身边 就没有这么温婉贤淑的小姐姐呢 不说慧俊这样温柔的 哪怕只有他一尘温柔也行啊 本宝宝身边的女性 个个能扛着二十升的桶装水 爬上爬下 绝对是女汉子 羡慕主播呀 每天看直播 身为男性的我 都像高居百合大旗了 感觉在直播间 性别根本不算事 身为资深妇女 我好想投奔严情的怀抱 不管是严情单位还是百合 我家主播信手拈来 你信不信 信 当然信 我家主播是主公哎 主公你懂吗 眼瞧着直播间的画风 又朝着诡异的方向 一去不回头 姜蓬其不由地默默叹了一声 慧俊帮她将右手 缠绕的布条给解开 丑陋的黑色印记 紧紧贴在她的手心和手背 好似胎记 宫廷秘方也不管用 还是这样 慧俊每次看到 姜蓬基右手的黑色印记 总觉得有种 寒毛倒立的冲动 偏偏狼君浑然不在意 这又不是晒黑的 牛美白的脂粉 自然没作用 黑色印记 是酒品中心服 只要这个印记还在 总能将穿月女 给吸引出来 慧俊叹了一声 仔细给姜蓬基的手腕 抹上了消肿的药酒 一边上药一边说道 郎君别和那种莽夫计较 他是粗也不值钱的完食 磕磕碰碰不碍事 石头怎么扔都不心疼 但举世无双的美誉 要是多了一道细微的划痕 那也令人心碎 姜蓬基嘴上映着 眼睛瞧着慧俊的小肤道 行军途中条件简陋 幸好他还乖巧 慧俊脸颊一红 这几天呢 胃口极差 吃什么都觉得恶心犯偶 郎君告诉他 他肚子里真的有小孩了 这才过去多久 哪里就能确定了 碍于女营的规矩 姜蓬基不想爆出 慧俊怀孕的消息 所以也没有请 随君郎中给慧俊诊脉 姜蓬基此举 慧俊也是打心眼里赞成的 不管慧俊是不是女营的兵 在外人看来 慧俊便是女营的女兵 女营本就是有为世俗 步履艰难 此时要是传出 待在女营的女子怀了孕 那个名声还能听吗 不能请郎中 慧俊也拿捏不定 自己有没有怀孕 直到姜蓬基给了肯定的恢复 姜蓬基不会诊脉 但她的精神恼欲强大 对精神气息格外的敏锐 慧俊身上 有另一道微弱的精神波动 这是新生命的痕迹 总之呢 你还是小心一些 平时啊 别累着了 虽说没有急速赶路 但整日行军也累人 对于一个月份 很浅的孕妇来说 足够致命了 姜蓬基只能让慧俊 骑着小白 甚至连小白马背上的马鞍 缰绳和马灯 都是改过的 尽量以舒适轻便为主 瞧着有些花里胡哨 庆幸小白的脾性温和 倒是没有闹 一如既往的乖巧温顺 慧俊腼腾抿唇 脸上挂着温柔的笑意 似有圣洁的光芒 将她给笼罩 姜蓬基看了 不由得会心微笑 她由衷希望 这能成为 慧俊崭新未来的起点 不要再被过去的泥枣 给纠缠 距离小数还有十天 姜蓬基终于回到 久违的半年的大本营 半年过去 宝金战火和摧残的 成特郡 慢慢地恢复了神迹 为逃离战火 而远走他乡的年轻人 陆续地回来 因为抓住了春根的尾巴 死地百姓脸上 终于有了一丝健康的红韵 和松快的笑意 风义俊生机勃勃 开肯的荒田 已经种满了农作物 一派身机盎然 农家男女根作于田 孩童志尔 嬉闹玩耍 城安县作为第一年 试行的屯田之法的小县 如今焕然一新 到处都能看到 农根的身影 原本成为 知安大患的刘明 不见了身影 取而代之的 是田地间 勤劳耕作的百姓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录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游报香菇》 领先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809章 为此治理的确很有一套 原本看似 空乏的屯田之法 在他的安排下 一步一步变为了现实 按照先前 开垦荒田的数目 今年秋天 老天爷在赏点脸面 不仅能够彻底解决 丸州的凉荒 还能够有富裕 支撑将棚击的军队 打两年的仗 再也不用节衣缩食的省 百姓也不用活生生的饿死 至于丸州三郡之一的上阳郡 如今也有了新气象 徐克等人也是机智 他们撤走上阳郡 本土士族的同时 还想办法拉拢普通百姓 聚拢民心 士族再怎么能耐 一旦没了舆论权 话语权和武装实力 不过是拔了牙的老火 不足委屈 封京等人和上阳郡 本土士族 你来我往的过招 虽说没有流血受伤 但心累脑子疼 令人欣慰的是 将棚击成了名正言顺的 丸州墓 外人也无法用 名不正言不顺地攻击他 女子又如何 主公终究是主公 谁不服来干一家呀 至于家门关大吉 服务梦氏帐下第一武将 福旺和他的精锐 这都算是锦盛天花 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江鹏姬班士尔归 得知这个消息 百姓拽着崇敬 喜悦 以及好奇的心情 围观大军进城 因为江鹏姬太过于亲民 经常带着张萍等人 到处闲逛 百姓对他的那张脸 并不陌生 不过呢 他们始终是无法相信 那么英气俱美的少年 会是个少女 多少家人 对他是方心暗血 没想到人家侍女非男 这可就闹了大笑话了 竟成当时 江鹏姬破天荒地改了装扮 他没有用一身束和硬服 反而是穿了一袭改良过的朴素女装 梳了个简单的发截 浓厚乌黑的长发 宛若是黑色的瀑布 长发中分 两边松松地遮住了耳朵 其余的发 竟数捋加了脑后 碗成了一把 不过 大概是装束了缘故 曾经英气的少年 瞧着还真多了几分女子的味道 百姓先前还愣着 努力地揉眼睛 生怕自己眼花 一顶再顶 确认是女子无误 这下子 围观的百姓轰了一声 炸开了锅 纷纷议论 正当兵族下河紧绷 摆出了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 生怕百姓发生暴乱的关键时刻 一条熏了浓香的浅粉色帕子 洗在一枚香囊上 飞似地投向了江鹏姬的怀中 众目睽睽之下 被她给接住了 江鹏姬诧异地拿着这枚香囊 细口上的帕子 打出了漂亮精致的蝴蝶结 她不用打开也知道 香囊里面装的是香料 而不是袭击人的东西 欢而言之 香囊主人投掷香囊 是为了表达爱慕之情 而非观众担心的喜机 她好笑地抬头 循着香囊飞来的方向看去 正对上了一双熟悉的毛子 上官晚含羞似地看了她一眼 众目睽睽下 捂着脸远离了二楼的窗户 江鹏姬哑然失想 暗暗地嘀咕 这一谜子 距离江鹏姬两三张的李云 表示好受伤 心都碎了 她出征之前 被上官晚表明了心结 为何出征回来 收到香囊表白的却是主攻 宝宝委屈 宝宝心里苦 但是宝宝有苦说不出啊 李云心腮不已 俊俏的脸庞搭拉了下来 好像是斗败的公鸡一样 上官晚的举动像是一个号令 各色香囊 帕子 鲜花 从人群蜂拥而来 欢呼声响彻的天际 鲜花夹道 民心所向 江鹏姬让人将香囊 帕子之类的物件 仔细地收起来 神群之中 为此长舒了一口气 多谢晚娘子相助 纵然有了诸多的准备 但魏辞仍旧是担心 百姓无法接受主攻的性别 为了这一天 他暗中找了上官晚当枪手 说是枪手也不对 魏辞纵然不找上官晚 上官晚也打算投掷香囊的 不过没打算这么高调 魏先生怎么如此肯定 一旦有人开了头 百姓便会雀跃配合 上官晚趁着人群欢呼的时候 悄悄地离开 正好碰上预备迎接江鹏姬的魏辞 百姓对主攻感官不差 但百姓大多盲从 若无人当着出头鸟 其他人只会沉默一对 魏辞表情冷静地说道 婉娘子看了仙礼 那些早就有所准备 但又不敢的百姓 也会受到鼓舞 他生怕人群之中 混入一两个杂碎 早早让守城百姓 严加防范 索性 结果不错 百姓都是知恩图报的 魏辞担心的那些场景 都没有发生 提起的心也就放下了 上官晚笑着叹道 魏先生为了蓝婷 所谋甚多 闻言 魏辞的耳垂 染上可疑的红韵 只是上官晚没有注意到 哪怕他发现了 他也只会以为 是天气太热了 君忧臣老 君辱臣死 为臣者自当尽心竭力 为其干脑涂地 为此淡定的应对 上官晚不由得 为他的高风亮节 和忠心而感慨 夹到马蹄香 卸甲锦衣回 在人群的欢呼身中 江鹏姬骑着高大威武的小白 走过主街 护卫两侧的兵族 纷纷挺直的脊梁 不管是面貌如何 光是这份蓬勃向上的精气神 便显露出了雄师风采 百姓的欢呼 越发地高望 江鹏姬很受欢迎 但其他打了肾仗的将领 也没被冷落 其中又属李云的人气最高 只可惜啊 收到香囊千千万 唯独没有他想要的那个 宝宝委屈啊 能到的人都已经到齐了 众人充分压榨各自的精力和体力 腾出了好几日的时间 只为了这么一天 江鹏姬跳下了马 将他们逐一扶起 嘴上说道 辛苦诸位了 他在前线打仗的时间不多 真正计较起来 也是蛮清闲的 没看风筝这个家伙 都胖了两圈嘛 相较之下 湾州破石一堆 留下来的几个人才是苦逼呢 有他这么一句 重是内心那叫一个舒畅 宛若三福天灌了一扎冰水 通体清凉 安顿好了冰足 江鹏姬终于能回到熟悉的县府 蒋真啊 打仗都没这么累 所以说呢 不管是前世还是精神 他都不喜欢这样累人的场景 进来县府 众人默契的分左右坐好 气氛有些密知的尴尬 实在是因为不适应啊 主公出门一趟换了性贬 想想主公以前的作风 简直是不忍直舍 江鹏姬没有那么丰富的心理活动 他一上来就询问 丸州的事务 开门见山 直中要害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邮报香菇 领贤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1810章 蒋成 这样不给人准备时间的上司 各在直播间那个时代 保准是要被下属问候的 许可等人却不是普通人 他们对各自负责的工作 十分地认真 哪里会有准备不充分一说呢 江鹏姬询问了一遍 丸州的发展比预想中还要好一些 这些都离不开众神的忙碌 于是他说道 这半年来辛苦各位了 等丸州的事情烧顶 定山让大家伙都松快几天 除了几个不明事理的蒙心 其他老人一副看破红尘 心已老的表情 修木 哼 说这话之前 先把去年年节那七天修木吐出来呀 不止他们内心吐槽 直播间观众 也是帮着讨伐了江鹏姬 大概他也意识到这话有些假 干脆又换了一种方式 江鹏姬奖励人的手段 无非就是那么几种 发奖金 加工资 发房契 不明就里的蒙心看了 只觉得这位主公 豪气冲天 简直是有钱的不行呢 可事实上呢 胡说了 说多了都是累呀 发现众人兴致不高 江鹏姬果断转移了话题 转而问起丸州的浓根情况 浓根这一块一向是丢给李云的 不过自从为此这个全能选手加入 豪田的事情丢给他 连浓根事物也丢给了他 庆幸 这个家伙有一心多用 两手工作的本事 不然啊 还不累垮了 豪田是为此负责的 陈述的工作 自然也交由他解决 为此初恋 目光始终微微偏下 不敢直视对方的脸 庞山觉得主公的脸太过出息 感觉看多了不适应 魏慈呢 却是怕触景深情 越发沉溺往事 头顶传来他的身影 没有沙哑 更没有趋之不散的倦意 反而是带着蓬勃朝起 坑腔有力 刹那之间 为此稳稳兴神 恢复了常态 他语调平和 熟诗回禀 丸州三郡九仙的情况 甚至还对秋收的米粮 做了大致的估算 唯有种地多年的老农 今年累月之后 才能累积出丰富的经验 对田地收成 有一定的估算 由此可见 魏慈为了屯田一事 背后做了多少的努力 紫孝 辛苦你了 安定晚中 这四个字 看似轻飘飘的 实则沉重无比 因为这不是打灭青衣军 或者是红莲教 能够安定下来的 相较于主要的因素 不管是青衣军 还是红莲教 全都只能归类于 次要因素 安定晚中的根本 在于减少流民 换而言之呢 是给流民一条生路 让他们重新回归田园 有一个安定的生存空间 流民越多 治安越差 纠集在一起 便容易身出动乱 灭了一个青衣军 总会是有白衣军 或者是黄衣军冒出来 灭了红莲教呢 还会有青莲教 或者是白莲教 死灰复燃 屯田之法的本意 不仅仅是解决凉皇 另一重用意 也在于减少流民 平稳局势 魏慈在这个方面 做得很好 江鹏记甚至想不出来 还有谁能比他 做得更好的 不只是屯田之法 先前丢给他的战后抚恤 魏慈也是兢兢业业地 做着 这些事情 并非是一朝一夕 就能够一举而就的 耗费的时间和精力 是外人所不能想象的 对于魏慈来说 他说的这六个字 便是对他最大的肯定和嘉奖 远胜一切荣耀 魏慈趁机收敛的情绪 维持着常态 旁生或许看不出破绽 江鹏姬却是暗中猝了眉 问了农根的情况 江鹏姬又询问 罗越军部的训练和招募情况 罗越文训初脸 严谨一概地挑了重点回数 让江鹏姬能有一个 大概地了解 他诧异道 女营的数目增长了不少啊 女营毕竟还是饱受诟病的存在 哪怕在丸州这块地方 愿意吃苦当女兵的女子也不多 先前招来的女兵 大多都是保经战乱和苦难的 各有各的血泪过往 江鹏姬又有意控制 女营招募的标准 以至于人数一直上不去 没想到 自己出去了半年 女营规模 比以前增长的三分之一 竟不飞速 提及女营 江鹏姬自然也要过问两句 女营这一款是江弄琴全权负责 罗月只知道大概的情况 具体细节还是要询问她的 半年不见 江弄琴的肤色比过去黑了一些 但眉目更显刚毅 好似荆棘从身的眼花 纵然保经苦难 依旧能够傲然盛放 江弄琴对女营的要求 远比江弄琴要苛刻 能让她都满意的 显然女营的发展情况 十分的不错 至于女营人数的诡异增长 此乃魏辞的功劳 江弄琴如实地回答 江弄琴懵了一下 询问魏辞做了啥 为什么还影响了女营呢 仔细一问才知道 这个家伙竟然不嫌事多 还折腾起说书心声 弄什么白话小说 偏偏是这种旁人眼中 难登大雅之堂的俗物 竟然惹得丸州百姓痴迷不已 甚至有不少忠实听众 还信了为此笔下的人物 纷纷觉得 女子若能像画本中的人一样 建功立业 那也是不错的 说画本中的内容太扯淡 根本不切实际 没文化 前朝追风关内侯的许公 不是武将出身的女子 他们的主公柳西 不是武将出身的女子 再往前坠速 十六国乱世 赫赫有名的金国英雄数不胜数 为此小说画本中的人物 都是有原型的 受小说的影响 倒是有一些百姓 改变了对女营的偏见 这也给女营的名声 树立了正面典型 听到这个回答 不止江鹏皆诧异 直播间观众更是炸开了锅 白话文小说家的先驱啊 为此你这是要上帖呢 慈美人还是改个名字 干脆叫鲁慈算了 什么他妈鲁慈啊 鲁迅先生叫周树人好不好啊 哪怕要改也是魏树人呢 只有我一个人很好奇 慈美人写的小说吗 有没有老自己开车内容啊 慈美人这么含蓄内敛的人 哪里会写那种 带有不正经颜色的内容啊 哪怕写 那也是含蓄隐晦的 不像你们以为的那么粗鲁 直接写生殖叉 多敌俗多黄暴啊 含蓄内敛 比如金簪敲玉枕 香罕石仇鱼 或者咒痴情以书爱 夜托梦以骄君 再或者粉带迟落 霸乱三脱 没有一个字谎 但内容十分黄 厉害了我的姑 这一波悬浮列车开得很溜啊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邮报香菇 领衔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811章 众生恍惚间产生了错觉 仿佛耳边有一列呜呜呜的火车呼吸而过 真不知道对方上哪儿照来这么多内涵的诗句 也或者说古人在性方面也是个老四季 喂 110吗 这里有老四季开车 情况已经控制不住了 迟播将观众为魏辞打抠 好奇这样 历似枝兰玉树 笑似朗月入怀的古代君子 携起小黄文段子 会是何等的模样 实在是太好奇了 恨不得现在就怂恿江鹏鸡去看 他们一定会追更 正所谓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迟播观众且哄巧热闹 江鹏鸡却看出 魏辞辞举的深层用意 在他看来 简单明了的白话 是开启明智的重要环节 没想到魏辞会以这样的形式提出来 这很好 这些日子 怕是苦了你了 他笑着说道 给予了肯定 尽职尽责 本就是为人臣子的义务 并无辛苦之处 为此人就是保持着谦逊的态度 内心则是暗暗地松了口气 在旁人眼里 这样的白话小说跟口水无异 但何尝不是传播文字的渠道之一呢 百姓读不懂知乎哲也 更记不住那些拗口的句子 越是简单干脆的 越能够被底层的百姓给接受 凡事都要一步一步地来 稳扎稳打才妥当 开启明智更是如此 与其将大道理 强行灌输给百姓 胡伦吞藏 不如将道理埋藏在故事当中 引导他们去探寻 当然了 不是什么故事都能够胡乱传播 为此在这个方面严格把控 甚至打算聚集一批小说家 专门负责这块内容 为了扩大影响 他还特地求了城城相助 如今又有了自家主公的支持 他有信心将这件事情做得更好 至于那些背后诟病他 于不入流为伍的人 为此讥笑一笑 他懒得在意 江鹏就问了一群 心中对丸州的局势 有了大致的了解 不过呢 他环顾了左右 事先落到席位靠前的成员身上 公僚 成先生竟是没来 成员乃是成臣的底次子 婊子公僚 待在丸州这小半年 这人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以他的年纪来说 着实是做得不错 脾性温和谦逊 做事诚恳 仔细 搁在什么地方都吃香 成员回禀道 家父祖也受了风寒 金城让囊中瞧了 但病情来势汹汹 如今还屏重在床 他的脸上流露出担忧的神色 可见成员是真的病倒了 江蓬基连忙追问 成先生病倒了 郎中怎么说 郎中说 家父忧思忙碌过甚 风寒引出了积累的病气 忧思忙碌过甚 江蓬基的表情僵了一下 内心隐喻有些发虚 搁在不知情的外人眼中 成员累得病倒 肯定是他剥削太狠 但江蓬基真的没有坑成员啊 怎么会累得病倒 他猝着眉头 成员后知后觉地发现 自己说错话了 连忙补救 唉 家父上了年纪 近些日子一直为朱姐追事烦心 家母从数次劝说她 但她就是不肯歇息 成员的脸上挂满了无奈的笑 父亲这人脾性执拗 旁人 极难撼动她的决定 成员病倒 并非是江蓬基剥削得太狠 完全是她自己高估了自己的体力 一个劲儿的忙碌不肯休息 昨天她也忙碌到深夜时分 贪粮洗了凉水澡 睡觉又没注意 然后就病倒了 江蓬基诧异地问道 助解 什么助解 家父说助解 还是从子孝这边得到的灵感 镜子史记过于晦涩 而每篇文章 又没有统一的剧毒 使得教书先生教导学生之时 剧毒不同意 对某些文章产生错误情认知 而这几日 家父都在想着 如何才能标出简单清楚的剧毒 助解惹人争议的文章 为后人领路 何为剧毒 远古时代 称文词停断的地方 为剧或者毒 书间的文章都是不断剧的 没有所谓的标点符号 文章一堆一堆地合在一起 举个浅显易懂的例子 如果一篇网文小说 没有任何标点符号 没有分段 那是个什么概念 很多剧毒 都是通过师生口耳相传 传递的过程中 难免会产生误差 有些老师甚至避肘自针 连正确的剧毒 都懒得教授学生 实在是令人瞠目 晨晨这几天呢 一直在发愁这件事情 为此的白话 让她得到了些许的灵感 奥口的文言 会让人对同一句话 产生不一样的理解 从而引申错误的解读 那么 再直白不过的白话文呢 总不至于 还有人咬文绝字 断章取义 到处传递错误的理解了吧 若是能做好这个诸解 以后学子读书的难度 将会大大的减小 减免很多不必要的误解 只是文无第一 武无第二 同一篇文章 搁在不同人眼中 都能有不同的见解 仅凭晨晨一人 还没有资格 给天下书籍做注解 哪怕她劳心劳力地去做 旁人会承认吗 这是一桩难题 可把晨晨给愁坏了 另一桩难题 便是剧毒 她打算 用具有一定含义的符号断句 但剧毒也不是一家之言 就能够做决断的 同一句话 不同的断句 一丝截然不同 晨晨烦恼的事情 还多得是呢 诸多压力其下 晨晨可不生病了 不管是剧毒还是注解 随便一件丢出去 都能惹来天下文人的口诛笔伐 说得难听一些 晨晨算是哪根葱啊 她有什么资格 自称天下师呢 没错 这两桩事情 要真的是弄成了 晨晨绝对会轻视流明 不客气地说 所有因她而受益的学子 都会将其奉为半师 江鹏记一眼 便看清内在的麻烦 嗯 此事 的确棘手 仅凭程先生一人之力 怕是难以做到 莫不如 等东庆北方情势稳定 到时候先生 再发布文榜 邀请天下名士 共襄胜举 程远叹息 他和江鹏记的意见 是一致的 不过自家父亲 不撞南墙不回头 太过固执了 唯有主公势力越强 程程说话的分量 才会越重 遇到的阻力也会越小 他打算 等程程病情好一些 再劝说一番 这种极有可能 惹来天下名士 口诛笔伐的事情 还是慎重一些微妙 等江鹏记忙碌完 橘黄的太阳 已经是渐渐坠入了地平线 夜幕降临 庆功宴召开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邮报香菇 领衔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以812章 说是庆功演 实际上更像是迎新演 京师的主角不是江鹏记 反而是三位 刚刚入伙的萌新小伙伴 经过风景等神暗中的观察 除了浮旺之外 他们对其他两位小伙伴 还是挺满意的 齐匡原本是杨涛正下的百夫长 因为腿脚不变 和样貌丑陋 始终是不得重用 因为这些经历 使得奇况性和沉默 不会轻易与人对话搭闪 瞧着就是个 务实不惹失的主 如今的丸州市里 正需要这样 活多话少的人 至少不会惹是生非 轻易与人伸出龌龊 少光原先效力于 许培障下 因为存在感薄弱 出身又不好 多年来不得许培众友 相较于奇况而言 少光这人显得相当的善谈 为人圆滑 不管旁人说什么 他都能搭上话 再加上 他还是风筝一力俱见的 众人对少光的接手 还算是良好 哪怕不信任少光 他们也要信任风筝不是吗 唯一不合群的便是浮旺 瞧着便像是一头脱离群体的孤狼 眉眼间带着几分难言的孤傲 不是他们不愿意接受浮旺 完全是因为浮旺太过于冷淡 浑身煞气 只差在脸上写着生人物净四个大字了 在场之中 唯一和福旺又些许交情 对他有着天然善意的 只剩下了孟魂了 福将军 一个人喝闷酒多没趣啊 我想敬你一杯 多谢当年提点之恩 孟魂内心暗谈 侧身对着临坐的福旺敬酒 福旺年纪比孟魂小了五六岁 但他的资历和战功远比孟魂要高 后者谦称一句也是应该的 你我如今同属一辈 不用坚称 福旺的眼睛一斜 瞧见孟魂脸上带着和珊的笑意 心中那点不快 消散得也差不多了 他拿起自己桌上的酒盏 两人将杯中的酒水 一口气灌进了肚子 孟魂预备探一探福旺的口风 倒不是他八卦 只是想借此 帮助福旺尽快地融入碗中 他笑着说道 既然福将军这么说了 我也不谦虚了 若能同北相交 自然是求之不得 福旺不吱声 自顾自争了一杯酒 刚才看将军面色不渝 可是碰见什么难事了 福旺略显失望地说道 既是庆功宴 已无歌舞助兴 而无声乐暖场 着实无趣啊 孟魂听了 脸上露出尴尬 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歌舞声乐 自家主公太口门 根本就不养舞技格技 宴会想要看表演内容 好呀 自己去准备 想到自家主公的德行 孟魂深甘无力 他不由地压低声音吐槽道 福将军想看歌舞声乐 怕是不可能了 福旺眉头一挑 目光多着几分认真和探寻 这话怎么说 主公总说不养闲人 哪里肯花大钱 圈养歌姬舞姬呢 将军若是想看歌舞 怕只能看一群大老爷们 吊嗓子 或者看看汉眉舞腔 点音耍斧头 呃 紫笑的话也不错 怀鱼的琴技出色 倘若福旺内心的身影 可以转为字幕 大概会是这样 感觉自己进了一个 不正常的风魔团体 连歌舞都能省 还让自己下属自备娱乐节目 这样的主公迟早要晚 那 那个 福旺陡然想起 孟魂跟着江鹏姬的时间很长 可以追溯到 江鹏姬还是普通世子的时候 他的态度因此变了 对孟魂多了几分亲近 有一件事情 想私底下问问你 福旺靠近孟魂压低了身影 周遭都是喝酒 拼酒和笑闹的杂声 他和孟魂的动静不显眼 孟魂顿时精神了几分 将军何须这么客气 只要是我知道的 一定不会隐瞒 福旺想了想 有些不好意思地问道 你可知道 主公身边有几位侍女啊 孟魂一阵地无语 神秘他半天 合着只是问了这么一个问题 孟魂倾咳了一声 仔细想了想 生怕福旺是看上了自家主公身边的人 说是这样就难办了 于是他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记得只有三位吧 哪三位 福旺来了精神 眼睛都亮了两度 孟魂心沉了三分 他支吾着道 一位是弄秦娘子 那便是习上这位 一位是孟魂的正头娘子 名为寻梅 不过孟魂的夫人还在合间郡 并没有过来 再一位便是踏雪娘子 她是主公内院的管事娘子 难道福旺看上其中一人了 没有惠娘子 福旺脑子险些转不过来 不是说惠俊是主公身边的侍女 梦魂诧异 惠娘子 惠娘子的情况并不清楚 她是渗州皇城之后 才出现在主公身边的 是不是主公的侍女 这倒是不好说 不过看主公的态度 怕是很重视惠娘子 惠俊的存在一直就挺神秘的 梦魂很早之前便知道对方的存在 但真正见面却是在秦王之后 他用这话给福旺传递了一条暗示 但凡是主公看中的 下属都不该有丝毫的觊觎之心 哪怕他们主公性别为女 这条一样适用 福旺问道 那你可知惠娘子如今在哪里 梦魂感觉啊 后背的汗毛都要竖起来了 他甘笑着试探 将军看上惠娘子了 自然没有 只是好奇多问两句 梦魂暗松了一口气 他可不想服望因为女子而栽跟头 因为惠娘子而与主公生出矛盾 怎么看都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宴席之上 魏慈看似于风景谈笑 注意力却放在了姜蓬基的身上 风景见他心不在焉 顺着魏慈的视线看去 眉梢目的一扬 眸光流转间多了几分欣慰 自小 这么瞧着主公做什么 风景突如其来的一句话 吓得魏慈手指一顿 手中的木块碰到了蜿蜒 发出清脆的碰撞声 魏慈 你可下到辞了 为此面色如常放下了木法 辞只是好奇 好奇什么 主公从方才并一直盯着福将军 眼神有些不善 不知福将军和孟孝伟说了什么 惹得主公这般不快 这两人也迟钝 竟然没发现主公已经注意他俩了 风景视线落向了江蓬基 再顺着江蓬基的视线 落到福旺和孟魂的身上 开宴席的镇厅面积不小 任凭风景怎么集中注意力 他也听不到孟魂等神的谈话 吼 你怎么知道主公听到他们说话了 说不定是觉得这两人勾肩搭背 损风化 所以用眼神警告 魏慈说道 主公耳目极好 他们以为自己说话声音小 但主公肯定都听到了 江蓬基的听力有多好 魏慈是深有体会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录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游报香菇》 领衔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1813章 风景诡异地沉默了一下 追问道 有多好 让福将军和孟小伟 去门口说悄悄话 楚公也能听得一清二楚 风景无语 这一下子啊 风景看梦魂两人的眼神 也带了几分同情 他们以为自己是在窃窃私语 没有第三个人听到 殊不知全被主公听到了 要不要提醒他们呀 若是任由他们这么说 难保不会酒后食言 若是在庆宫宴上闹出什么 说不定会被有幸人利用 魏慈同样压低声音 这是自然的 此事叫一次 风景不经意间抬头 正好对上了江鹏姬投来的视线 吓得他差点将手中的酒盏丢出去了 按照魏慈的说法 主公耳力极好 他能听见梦魂二神的窃窃私语 自然也能听到他和魏慈的谈话 他正要提醒魏慈别冲动 还未来得及出口 他便收到江鹏姬警告的眼神 风景默默地把含在舌尖的话 掩回了肚子 死到有不死平到 便是这么一瞬的功夫 风景毫不犹豫地把魏慈给卖了 魏慈不明所以 他出列道 主公 去年前人弄的青门绿玉房 如今有十数亩重货 前两日 负责耕种的电农 将成熟果品送到县府 这会儿正在井中冰镇着 不如去来尝一尝先 江鹏姬想了一会儿 才记起魏慈指的是什么 青门绿玉房 俗名 西瓜 他去年在县府花园 种了小半亩的西瓜 产量不多 只够他和下属长鞋 后来觉得西瓜 可以让百姓种植赚钱 便打算让一些 耕种经验丰富的电农去照料 没想到今年就种植成功了 一算时间 的确到了西瓜 陆续成熟的季节 江鹏姬应允之后 为此便让后厨袍子 去取井水中的西瓜 用刀切开了西瓜 鲜红的瓜壤 飘散着寒凉的冷气 西瓜这个玩意儿 要么切成一半一半的 要么直接劈成两半 用勺子挖瓜壤吃 可这两种吃法都过于粗俗 为此无法想象风景 这样朗月入怀的君子 左手抱着半个圆形的西瓜 右手拿着勺子 一勺子下去 挖出大块瓜壤塞进嘴里 那个画面实在是太美 他不忍想象 于是呢 他嘱咐袍子将瓜皮给切掉 瓜上切成的小块 搁在了小盘子里 吃着方便 瞧着也赏心夺目 西瓜种活了十数亩 每一勺的产量如何 西瓜只在西域小国才有 若非骨心走伤 给江鹏鸡带了几株活苗 江鹏鸡还吃不上这个玩意儿 在场众人 除了新嫁入了几个 其他人 也就是去年吃了点 尝了个鲜 为此回禀道 一勺约有五千斤 五千斤 众人听到这个数字 纷纷咋舍 这个产量还真高 福翁吃了一小块 甜甜的瓜肉带着冰凉 清神的寒气 令人精神一振 嗯 怎么都是水呀 看着成块成块的瓜肉 他以为这个玩意儿 跟普通的果子一样 哪里小的 一咬全是汁水 不过这个果子还挺好吃的 没一会儿便吃完了一盘 西瓜便是这样 夏天吃着解渴又解暑 江鹏鸡对西瓜的亩产 还算是满意 比书间的农业手段 一亩能有五千斤 已经算是丰收了 说他开着直播 观众也会赞成他的想法 在直播间观众的世界 亩产量 也就是七千到一万左右 根据西瓜的种类略有浮动 江鹏鸡又问道 电农种了一年 应该有些心得 若将瓜种给了百姓 他们能否种活 西瓜产量高 好吃又稀少 应该是蛮有市场的 若是让百姓种植一些 定能收一匪浅 大规模种植的前提 这个玩意儿不能矫情 不然的话 百姓响应号召去种植了 但因为经验不足的缘故 弄得西瓜都死了 可不得赔死啊 为此应对自如 似乎早就是料到 江鹏鸡或有此一问 他认真地回禀道 电农照料一年 倒也有些心得 此物洗干不耐湿 洗沙土多于粘土 若天气多阴雨 以至于田地过于湿润 瓜苗亦染病 甚至会影响成熟时的产量 江鹏鸡一边吃着西瓜 一边思虑 嗯 此时隔到明日再相谈吧 他心里 已经有了大致的计划 打算明天再和几个下属 详细的商议 整理出一个章程 如今是庆功宴 不适合谈论这些正事 因为江鹏鸡不喜欢吵闹 众人也不好玩得太久 所以庆功宴结束得比较早 江鹏鸡让人准备热汤洗漱 洗去的身上 粘稠的汗水和酒气 进了后院 只将惠俊正坐在屋内 绣着花样 不远处的盘子 放着两颗圆溜溜的西瓜 他眉头已醋 他不记得让人 给惠俊送了西瓜呀 这个东西 虽有利尿排毒的功效 但属性较寒 孕妇能吃 但不能多吃 这东西谁送来的 江鹏鸡问道 惠俊见江鹏鸡过来 起身行了礼 而后才疑惑道 这不是郎君派人送来的 江鹏鸡不置可否 招来了下人一问 这才明白 是谁送的了 清宫宴散了之后 他给美人 额外送了两颗西瓜 宴会上的西瓜少 吃不过瘾 惠俊这边的两颗 竟是浮望转赠的 老师挺会借话献佛的 嘀咕了两句 转头嘱咐惠俊 别贪嘴多吃 今日郎中过来看了 他怎么说 郎中说 胎相不怎么稳定 应该是连日行军的缘故 安心调养一阵就好 他身子底子好 好好的养一阵 便能稳定下来 内院有踏雪安排 你只管养胎就好 绣花伤眼 以后啊 别在晚上做这个事了 郎君可比奴家 这个当娘的还仔细 毕竟是孩子以后的干娘 你当娘的不上心 我这个当干娘的 总是要仔细一些的 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 他对新生命都怀有敬畏之心 毕竟新生命才是未来 夜幕黑沉 但各家各户 人就是灯火通明 谁也没有睡下 长生 怎么还没睡下 风景正有千言万语 要和妻子谈 偏偏长生这个小祖宗 赖在两人的房间 不肯挪一挪屁股 长生肚子疼疼 阳静柔柔 长生仰躺在了 魏敬贤的怀中 挺着圆滚滚的小肚子 魏敬贤的手 在他肚皮上 不轻不重地揉着 这么大了 不能克制这少吃吗 风景叹息 闺女年纪不大 蹲位不小 远远瞧着 跟一颗球一样 虽说小孩胖一些可爱 但总觉得长生 太胖了一些 因为长生 喜欢黏着胃镜险 风景夫妇 再想要一个孩子的打算 只能是一拖再拖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邮报香菇 领贤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814章 闺女儿再怎么讨喜 那也是个熊孩子 风景很干脆 将孩子丢给了乳娘 让长生回自己的房间睡觉 唉 长生的饮食要举止些了 再胖下去 不能看 风景觉得 自己应该狠心一些 风氏的女子 哪个不是这么过来的 她不能纵着长生 这才是害了她 不断时间 我再写一封信给大哥 让大哥帮忙在族里 物色脾性好一些的 女希希 长生年纪是小 但启蒙也该提升日程 到底还是疼闺女儿 风景觉得 希希的脾气 远比对方的才华重要 一是为师 终身为父 希希乃是师长 长生作为学生 不能忤逆 可长生是他们夫妇 惯着长大的 脾性有些大 若是调皮被嬉戏罚了 他们心疼啊 选一个脾气好的 至少容忍度高一些 提及启蒙和规矩 魏靖贤的脸色变了 迟疑的 可长生年纪还小 风景心中动摇 最后还是咬牙的 年纪小不意味着不懂事 你与我也不能惯着他 哥在十三四岁 就能成家立业的时代 长生也两周岁了 的确是不能算小 若是哥在风时 小孩能力所说话的时候 就该启蒙读书 学规矩 哪里像长生这么清闲 瞧瞧他美食饮食的频率 不长这么肥嘟嘟 真对不起 他送进嘴里的食物 在这说的 长生早些懂事 你也能清闲一些 风景表示啊 闺女儿太坑爹 明明她是有妻有女的人 为何过得像是许科一样 夜夜孤首空房 魏敬贤再不情愿 也不好反对 风景是疼闺女的人 他怎么会害长生呢 父母之爱子 则为之计深远 只是风景也得问问 长生这个熊孩子 肯不肯啊 妈妈 长生委屈地被乳娘 抱回了自己的院子 脱了衣裳 躺在榻上 乳娘帮她将棉被给盖好 怎么了大娘子 乳娘是个温和端庄的妇人 说是乳娘 其实长生都是和魏敬贤的母书长大的 这位乳娘只用照顾长生的起居 大娘子还觉得肚子胀的难受 父母纵容 长生每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一是不止五六餐 睡前点心更是不缺的 爹爹 长生委屈地别了别嘴 不要长生了 鼠娘吓了一跳 面露惊慌之色 急忙地说道 大娘子 这话可不能乱说 老爷是最疼大娘子了 捧在手里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化了 真正放在心尖上 这话 大娘子以后不能再说 虽说童言无忌 但小孩的无心之言 也会让听者有心 疏离了父女之情 长生眨巴眨巴眼 他嘟囔着应了一声 而后翻了个身 怎么舒服这么懒 妈妈 长生闭言假媚 人就是睡不着 想魏叔叔了 鼠娘面色为难地说道 如今晚了 魏先生怕是已经睡了 长生口中的魏叔叔 不是别人 正是与风景 相隔一条街的魏祠 没有关鼠娘的话 长生笨拙地 从榻上爬起来 抱着自己的小衣服 便想要出门 找魏叔叔 鼠娘无语 别看长生年纪小 脾气却是一成的大 倒不是说脾气坏 只是他相当的固执 心血来潮想做什么 他就一定要做到 谁拦着 他就和谁闹脾气 风景夫妇对独女 又是纵容疼爱 下人们也是交苦不迭 鼠娘只能头疼地 找人请示风景夫妇 大娘子牛脾气已上来 谁也压不住啊 正与妻子柔情蜜意 享受二人世界的风景 一阵的无语啊 坑爹呀 闺女 让她去找 派人看着 然后拜托子孝 收留长生仪 明日再将她顶回来 风景想气没得气 但又不能任由自家闺女 一个人跑到府外 只能是派人护送 她与魏慈的私交不错 偶尔还会给魏慈 下请柬到自家做客 许是缘分 长生一场戏还 这位美丽的叔叔 后来风景明白了 合着是自家闺女 贪恋美色 瞧上了魏慈的那张脸了 小小年纪如此严酷 魏靖闲着笑意 夜色这么晚了 长生过去 会不会饶了人家 风景暗暗地翻了个白眼 魏慈一介孤家寡神 单身一美 没有夜生活 有什么打扰不打扰的 将小祖宗送出去 他感觉耳根子都清静了 于是魏慈 收获了一只 半夜敲门的包子 长生 魏慈这会儿还没睡 还在熬夜处理事物 隐约听到敲门声 房门告诉他 有个拜访者 魏曾想 对方竟然是长生 听伺候长生的鼠娘说 这个丫头还是自己 抛出来的 你这丫头 又与你爹的闹了 魏慈笑着 将沉重的长生抱起 对着伺候长生的 一干女倦说道 回去跟怀鱼说一声 长生今夜 便留宿在此这里 让他明儿再派人来接 魏慈府中 除了厨娘和江洗衣裳的仆妇 再无其他女性 偶尔长生跑到他这里流宿 他还会将伺候长生的女婢 全部赶走 这些女眷留在他府上 说出去鸣声不好听 长生撇着嘴 双手环抱着魏慈的脖子 一脸认真地说道 爹爹要弟弟 不要长生了 魏慈忍着笑 原来是觉得被抛弃 没有安全感了 他劝魏道 怎么会呢 十个弟弟都抵不上一个长生可爱 长生人就是有些气呼呼的 别看他年纪小 但对旁人的情绪和感知相当的敏锐 例如他本能地知道 江鹏鞠属于要牢牢抱紧的大腿 要是爹爹凶他 抱紧江鹏鞠的大腿准没错 再例如呢 他对魏慈有着天生的亲近 因为他感觉到 魏慈很喜欢很喜欢他 正是这种喜欢 魏慈对于他来说 是完全无害的存在 唉 我爹爹还是要弟弟 长生人小鬼大叹了一声 乖乖地坐在魏慈的身边 一双黑葡萄式的毛子 滴溜溜地乱转 看看这儿看看那儿 人虽然坐着 但是他那颗心 早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小屁股也不安分地扭着 魏慈放下了笔 有长生这尊小祖宗在 他知道 今夜是别想要熬夜赶工了 长生是最好的 长生感觉到了莫大的安慰 撒娇着蹭蹭 魏叔叔最好了 魏慈虽然没有成婚成家 但他照顾小孩的姿势 却很熟人 没多久 便哄得长生产生了倦意 他动了动有些发酸的胳膊 暗笑 风景对孩子的纵容 竟将孩子养得那么沉 不知今夜怎么回事 门房又过来说 有人拜访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邮报香菇 领贤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八百一十五章 为此稍显不悦的拧眉 这么晚了 会是谁呢 深更半夜上门拜访 颇为无礼 长生是个小孩 不能认认计较 沉认可就不一定了 门房垂首低目 此人老实本分 轻易不敢多说一句 再者说了 他实在是描述不出来啊 来人根本就没有通报来历 只说是主人友人 算了 我去瞧瞧 魏慈叹了一声 抱着长生去了花厅 当那个熟悉的背影 映入了眼帘 他险些惊地 将长生给丢出去 当然了 哪怕他要丢也丢不了啊 长生这娃太沉了 倩仪的主人 放下宽大的披风抖帽 露出了那张 平静清冷的脸 挑眉地 看着魏慈怀中的孩子 参见主公 你都有孩子了 将彭杰的视线 落到长生脸上 小孩脸颊肥肚肚的 脸颊带着两坨红韵 那个模样格外地可爱 魏慈笑道 主公何苦打去此呢 这是怀孕家的长生 主公半年未瞧见他 怕是忘了 小孩见风就长 别说半年 隔半个月 说不定就不认识了 胖了几圈 险些没认出来 你抱得太沉 搁我这里吧 江鹏姬瞧了一眼 魏慈的身子骨 总觉得长生这个娃 能将他给压死 魏慈沉默地垂着头 但还是将长生递给了他 怀孕家的孩子 怎么跑你这儿来了 江鹏姬闲着无聊 问了一句 怀孕大概是想再生一个 却被生性敏锐的长生 发现了意图 长生大概觉得 怀孕要将他丢弃 一时难受 便来找次要安慰 小孩子忘形大 等明日一觉起来 什么烦心事都忘了 别看小孩子年纪小 也许人家什么都明白 只是无法表述出来 魏慈觉得 哪怕是小孩 陈深也不可随意忽视 他们的存在和感受 江鹏姬欧了一声 不置可否 厅内闪着几盏灯 城黄的烛光 在黑幕中若隐若现 宛说是他此时忐忑的心情 主公深夜前来 可有什么事情 魏慈见江鹏姬许久不发言 只是沉默地 看着漫漫熟睡的长生 他只觉得猴头一色 险些被拉进了回忆当中 只能主动找话题 打破此时的氛围 江鹏姬轻拍着长生 主动压低声音 先前宴席 不方便问你 北江那件事情 办得怎么样了 为此神情一景 脑海中零碎的画面 被他丢入记忆的深处 正色回禀 回禀主公 一切都按部就班进行 北江可有异动 高层有没有过问 牧民私底下养殖兔羊 还没有类似消息 北江因为去年马温之事 使得黄庭政权动荡 北江大王仍旧是说一不二 但北江其他大小部落 已经生出怨言 为了肃清这些声音 北江大王动作不断 他们正忙着拳斗 连几个大马场都顾不上 如何会管普通牧民的死活 发现的几率不大 不管是惊声还是前世 这一场马温 都是北江避不开的结束 若不是马温令北江元气大伤 数年内没有南下的余力 东庆怕是有危险了 前世的马温令北江 失去南伐的最好时机 等他们恢复元气 中原已经是盘踞着一头 凶恶的狼 那个时候 北江还想趁着中原 局势混乱 坐收渔翁之力 万万没有想到 之前还和各个诸侯 打得要死要活的江蓬杰 会突然停手 不惜割上利益 采取结盟的外交政策 扭头去干了北江 等北江被他干死了 再扭头与盟友撕破脸皮 前世啊 北江便是个炮灰 惊声马 估计啊 下场更惨 主公如此用心 经营北方的势力 可不就是为了 磨刀霍霍向北江 等北江皇庭发现 兴许已经是 两三年后的事情了 等那个时候 摆在北江面前的 只有两条路 第一 背水一战 不管不顾 继续发展牧场 圈养战马 提高战力 只要攻下中原 他们将会拥有 广袤肥沃的土地 和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资源 再也不用挤在 食物匮乏的北江 第二 调拨人手 去处理有泛滥迹象的 兔子和羊 给草地留出 自我恢复的时间 若是前者 对于北江而言 便是一场豪赌 赢了什么都有 输了 亏掉老本 连裤衩都不剩下 若是后者 北江想要恢复元气 还要再推迟数年 这个时候 足够将鹏基发展势力 江鹏基听了很慢 如果像魏慈这样 多功能的小天使 再多几个 他大概不会再 为人手发愁了 魏慈浑身不自在 他的视线 甚至不敢落到 江鹏基的身上 眼神带着闪烁 主公若要过问此事 大可以明日再谈 为何要深夜前来 主公的身份刚恢复 若是曝出 深夜出现在下属的家中 不知道会传出 何等难听的 桃色绯闻 我想来便来 为此无言以对 这真符合自家主公 一贯的强势作风 两神谈完了宫事 气氛又陷入了 诡异的沉默 宛若是越发浓稠的 浆火 怎么也叫不动 为此的视线 扫过睡向香甜的长生 一个问题 目得涌上了心头 他根本抑制不住 那种冲动 听怀玉说 长生的小名 是主公起的 江鹏基抬头 瞧了他一眼 嗡了一声 不是有父亲 为新生儿求福祉 请路人取名的习所 怀玉求到我的面前 我总不能推辞掉吧 更何况 长生这个孩子 还是我亲手接生的 他又讨喜 安乐无忧 长生长寿 江鹏基暗暗地蹙眉 为此说的这句话 正是他当年 给长生取名的寓意 为此鬼使神差地说道 听怀玉说 他一直蛮想再要一个孩子的 届时 怕还会求到主公跟前 我文采不行 取名也俗 有一个长生了 怀玉不会上赶着照虐的 要说计算之类的 他绝对不怂 但是要设计文采 他是真的捉急啊 不算是文盲 但在真正的雪霸面前 估计跟文盲差不离了 倒是不见得 哪怕只是为了求个安心 怀玉也会求名字 照你这么说 我该提前想好了 以备不时之需 江鹏基远想 让魏慈当一回枪手 帮他取一个男名和女名 留着备用 不过他看得出来 魏慈兴致不高 他只能是自己取了 有了长生 再凑一个俯寿好了 不管是长生还是福寿 既能当男名 也能当女名 寓意也不错 魏慈彻底地沉默了 江鹏基感觉得到 他在难过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游报香菇》 领先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以816章 他在难过什么 因为两个孩子的名字 江鹏基的心中一领 隐隐猜出了什么 这两个名字 对你来说 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为此暗暗地 深吸了一口气 借此舒缓 胸腔传来的拉扯之痛 苍白的脸色 恢复了些许的红润 并无什么特殊的意义 他笑着回答 但脸上的笑容 显得有些憔悴和虚弱 江鹏基也没有追问 转而说道 长生经常到你家夜宿 他睡在哪儿 为此起身领路 府中就只有他一个主人 其他下人各有各的住处 所以府中大多房屋 都是空险的 因为长生经常过来搅扰 为此干脆为他专门 准备了一间屋子 室内装扮倒是很雅致 江鹏基好笑地说道 这丫头睡得倒是熟 只是睡下实在是糟糕 高门大户的孩子 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都有规范 连睡姿都要强制性地矫正 像长生这般四氧八叉的睡姿 搁在其他人家 要被点名批评的 连伺候的下人都会受到惩罚 虽说天气渐热 但总踹被子也不好 为此见长生睡得脸颊驼红 斗角将被子踢到了床底 不由地发小 抬手将薄被给他盖好 江鹏基看着魏慈良久不语 直接将对方看得浑身不自在 想要躲避 却又避无可避 最后 他只能苦笑地问江鹏基 楚公这么瞧着词做什么 可是脸上长了花 江鹏基这才挪开了视线 让魏慈长舒了一口气 但他接下来问出的话 直接将他吓得手脚僵硬 冷汗直冒 险些就忘了呼吸 子校今年也快要二十有四了吧 为何家中还是没有动静 哥在直播间观众那个年代 二十四岁正是大学毕业不久 意气风发的年岁 成家不及 哥在江鹏基那个年代呢 二十四岁在法律层面 属于未成年 根本没到法定结婚的年龄 哥在这个时代 正常的二十四岁男子 稍微风流花心一些 孩子都能够组建棒球队了 看看魏慈 人家不仅没有结婚 甚至没有妾室 没有通房 平日的夜生活便是于公务为物 碰上清闲的时候 他不是走进房友 便是用书籍项目试光 不曾涉足红尘风流之地 分明是身处红尘的普通人 他却活得像是苦行僧 大丈夫为力寸功 何以成家 为此丢出了万金油的借口 更何况婚姻 需有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如今家父亲族全在中兆 怕是顾不得辞 如今又不急 再托哥哥把年头 不急 魏力寸功 怎么会呢 子孝对此也太谦逊了 若论功劳 少有人能与你相提并论 将捧弃这话可不是捧杀 这是真切的肺腹之言 为此行事低调 存在感薄弱 但他立下的功劳 能算小 别的不说 光是一件屯田 便能够让他在史书上 占据一脚 纵观古今 多少人为了名流青石 这四个字 奋斗终生 最后又有谁成功的达成 魏辞说自己 魏力寸功 在江鹏姬看来 实在是谦逊过头了 至于媒妁之言 父母之命 特殊时期 采取特殊的手段 你的清卷族人 全在万里之遥的终长 此生此事 还不知道 有没有重逢之机 若是一直见不到他们 你还真打算 孤身一人一辈子啊 魏辞此时抬起了头 妖情平静地吓人 毛子更是带着 旁身难以窥探的深沉 江鹏姬笑着建议道 不如这样吧 我出面 给你牵线止婚 说完 他发现魏辞的眼神和表情 变得异常地复杂 内心似有天人交战 战局难分胜负 魏辞的思绪 被拉回到了泥沼 过往的片段 在眼前闪烁 儿子你抱回去 该怎么做 你心里有数 臣 臣知晓 腾妾敏事 与昨日难产血绷 拼司产下一次 陛下可要给孩子 取个小名 换为福寿吧 从今往后 他随你行 一切事宜 你全权做主 不用过文阵 天下初定 众臣为皇寺烦忧 陛下愈立长女为继承人 遭遇阎官的阻挠 此时阵逢陛下 二度有运 众人皆将目光 放在了这一台上 迫切了希望 能生下太子 只可惜 时局动荡 天灾不断 红连将逆贼 道行逆施 甚至将教义 传入朝中官员内宅 精心谋划后 预备行刺 混乱之中 陛下艰难缠子 那是众望所归的男太 本该是一降生 就被封为太子 可惜孩子福伯 一降生便没了气息 只能追封张作太子 遭此劫难 陛下难以再运 国不可无伺 立太女一事 又被提到了明面 这次百官安静如鸡 不敢再有疑义 魏子孝 你该明白 福寿若是活着 正于长生的下场 只有死路一条 臣明白 定会好好抚养福寿 五国尚未统一之前 权力之争还不明显 但国家一统 什么矛盾都爆发了出来 世家之流从陛下发迹 到登上地位 始终是处于被打压的阶段 国家统一之后 元气大伤的世家 只能是私底下抱团结盟 欲于陛下抗衡夺权 魏子清楚 这个时候 万万不能有太子 所以刚降生的福寿 只能是被迫造谣 盖头换面 成了魏子府中 藤妾闽氏之子 关键是这个藤妾闽氏 那还是杜撰出来的人物 所幸魏子存在感不高 行事中规中矩 争斗惨烈的仲臣 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的身上 谁也没有把早要的张作太子 与魏慈的庶子联系起来 当魏慈陷入追忆 无法自拔 将彭吉的脸在眼前放大 吓得他猛地向后一样 庆行两人都是贵作的姿势 不然他这么大幅度地躲避 后脑勺定是要狠狠地撞上 若是我跟子时说 我要刺他美人 他准宝是要乐风了 你为什么不愿意啊 将彭吉一手撑在他耳侧的地面 含笑着看着魏慈 惊慌苍白的面孔 嗯 我又不是洪水猛兽 每次靠近你 你总是露出一副 饱受惊吓的模样 魏慈深吸了一口气 思绪清明了不少 此胆子不大 主公如此捉弄 自然会被吓到 将彭吉呲了一声 这话怨气有些重啊 主公能服起身 这样不妥 有损您的声誉 你的府里空荡荡的 外边又没人守着 谁会知道 魏慈不能将人给推开 面色疏红疏白 连眼角的红丝都带着羞脑 江彭吉也不能将人 逼得太紧 他只得起身 趁着为此低头整理的功夫 他意味深长地说道 名字不重要 重要的是人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不迷录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游报香菇 领衔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以817章 魏慈垂眸偏过了头 努力不去看江彭吉 诚然 名字不重要 重要的是人呢 可是他又怎么知道 自己到底在难受什么呢 名字没了 可以另取 倘若人不一样了呢 他此生此世 不愿侍奉君王 他会碰见 另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 届时又与他 为此有何关系 两个对他而言 至关重要的名字 已经是定给了别人 未来的走向 将会与他所知的历史 大相径庭 这也正是他想要看到的 纵然如此 内心的难受 却不是一时半会儿 能够疏解得了的 男儿家的心思 可真是难懂 江彭吉悠悠地叹了一声 没等魏辞发作 他目的捂住了腰眼 眉头紧紧的拧起 似是忍痛 魏辞见他这个表现 哪里还有心情管其他的 连忙关切的 主公可是哪里不是 江彭吉白着嘴唇道 先前为了攻克家门关 不得已亲自上阵 他话未说完 魏辞已经脑布了一套 惨兮兮的大戏 眼前似乎闪过 无数鲜血淋漓的场景 如今距离家门关一役 已经过去一月有月 为何主公伤势还未痊愈 魏辞碰都不敢碰一下 生怕不小心 碰触到他的伤口 能让生性倔强的他 在旁人的面前露出虚弱之态 定然是伤势过重 至今未愈 果不其然 江彭吉渐渐地舒缓了眉头 魂不在意地说道 也许是伤口太深了 要不了人命 为此感觉 熊墙又有火焰 疼得烧起 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 这人对自己的身体 总是这么不爱惜 什么叫做要不了人命 他如今还年轻 身强体壮 到处浪都没事 根本就看不出什么 可是等他年岁稍长 那些陈年旧伤 还不将他给折磨死 此去换郎中过来 为此声音低沉 话语中带着不容抗拒的意味 江彭吉却不允许他老实动众 直接抬手 抓住对方的手 迫使他无法起身 不用 小声而已 他浅向将魏瓷拉到身旁 趁着对方开口反对之前出声 你也不看看外头的天色 熊间都几根天了 要是去喊郎中过来 不等天亮便能传出 柳州墨夜宿下属家中的消息 说是从前呢 这是一桩美谈 如今我恢复了真实性别 那就不是美谈 而是丑闻了 江彭吉的一席话 像是一盆冷水从天而降 冻得为此由内而外的情形 发热的脑子也降温了 他说的那番情形 的确是为此惧怕的 但让他看着江彭吉 忍着伤痛不去医治 他更难受 许是伤口不慎裂开了吧 应该不碍事的 江彭吉说这话的时候 始终没有松开魏瓷的手 对方的注意力又被吸引 竟也没有发现 别说话 让我缓一缓就成了 为此无奈妥协 他提议的 主公 不如此 暗中将您送回县府 不用 回县府还要惊动 守卫和门房 这不是此理无垠三百两 不如紫孝 好心帮我收拾一间屋子出来 苏是来不及 让我在长生这里 将就一夜也成 为此还能说什么呢 你是主公你最大 凡事都是你说了算 争语起身 他窘迫地发现 右手一直被对方握着 两人接触了肌肤 渗出了热汗 他都没有松手 嗯 我困 紫孝莫要朝我 江彭吉不由分说地躺下睡觉 为此只能肚子里的话 给憋了回去 僵硬地保持着跪坐的姿势 瞧着那个大大咧咧 整着他腿的人 愣是半丝祸气也冒不出来 他撑着不断打架的眼皮 打算等江彭吉睡熟了 再将自己的右手给解放 这个时候 长生充分发挥了糟糕的睡子 成功扭着身子 从床头翻到了床尾 身上盖着的薄被 踢到了床榻旁 胖嘟嘟的身子 好似一滩鲜花饼一样 趴在了榻上 摆出了荆棘独立的造型 嘎了嘎嘴 口里牙齿就那么几颗 亮晶晶的口水 从嘴角滴出 为此眉头狠狠地一跳 他小心翼翼倾斜上身 扯过被长生嫌弃的薄被 重新给他盖好 至于将长生从床尾 抱回床头继续睡着 数次高难度的动作 他如今真的是做不到 看着长生的睡颜 再看看自己欣赏 明显耍流氓的人 为此只觉得脑人都在做痛 为何他觉得自己的马甲 已经是捂不住了呢 为何觉得江鹏记是故意的 这大概是他的幻觉吧 为此叹了一声 只能是一手 支着电高的平机 行了个稍微舒服的 倚靠姿势 周遭太过于寂静 他脑子里想了很多事情 这些事情 没有一桩是与公事有关的 他感觉自己堕落了 学士太困了 为此忍不住用手支着额头 迷糊入眠 天生梦境极不安稳 分杂场景连番登场 那些叔伯只要太子弟弟 不要长生了 大夫 不是母亲的累赘 对不对 那女童说了这话 舍得为此心中一动 画面又一转 哭泣的女童 眨眼便成了婷婷玉丽的太女 表情和他母亲一样的稀少 太父 那便是姑的皇帝 魏慈在梦中说道 殿下 这世上无人能是您的皇帝 母亲跟姑说过真相 太父不用这么战战兢兢 不会好身照顾太父与皇帝的 虽无名分 但毕竟是手足血清 江朝 雍臣十八年 陈皇太祖病重 朝野上下草木皆兵 便是这个时候 一起名为张作太子案震惊朝野 姑 才是张作太子 逆子 越是往后推移 梦境越是混乱不堪 为此茫然地站在了原地 混沌之间不知事事 那一幅幅场景瞬间融化 扭曲成了无数的赤眉亡凉 纷纷宁笑着扑向了他 即将被鬼魅吞噬的时候 魏慈京俱万分地喊了出来 身体猛地浅惊 江蓬基原先只是装睡 后来真的睡了 等天边某某亮 他被魏慈梦念的细微动静给弄醒 只见魏慈浑身冒着冷汗 面色湿血 双唇因为惊惊而细细地颤抖 江蓬基正要将对方给摇醒 没想到魏慈一声大喊 身体前倾 动作幅度太大 他的鼻子撞到了江蓬基的脸 荷草 这个套路怎么跟直播间观众 说的浪漫小言完全不一样啊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邮报香菇 领衔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818章 按照直播间观众说的小言套路 这个时候就该浪漫而狗血地轻上了 果然他就不该相信直播间那群单身狗 一群单身狗 要是有撩人的功率 还能是单身狗吗 江蓬基暗暗地吐槽了一番 殊不知魏慈也被他吓到了 先是梦念不断 醒来之后又被吓了一跳 惊吓之后还惨遭打击 鼻子磕到了人家的脸上 简直是不能更尴尬了 为此顾不得疼痛 急忙准备俯身谢罪 奈何他维持贵坐的姿势一整夜 还被江蓬基当成了吸诊 如今腿麻得要失去了知觉 他狼狈地贪坐着 眼眶涌出生理性的泪花 瞧着可怜兮兮的 江蓬基抬手揉了揉脸颊 倒是没有抓着这件糗事 打去魏慈 免得真把人给热毛了 方才梦演了 江蓬基恢复了正常 仿佛刚才的差距未曾发生 瞧你都冒出了一脸的冷汗 因为梦演太久 使得魏慈的反应略微迟钝 甚至没有精力去追究刚才的事情 做了个恶梦 魏慈心有余悸的 梦见了很多恶鬼 谢谢要将此撕碎 他喘着虚气 墨浴般的眸子 闪过了屡屡的京剧 好似梦演的余威还未散去 江蓬基偏头 面上带着好奇之色 梦演中的恶鬼 方才听你断断续续地说什么 张作太子 逆子 长生殿下之类的 你到底梦到了什么 怎么将你吓成了这个样子 若说魏慈原先的面色 还有点人气 江蓬基问出这话的时候 顿时面如白纸 毫无人色 魏慈张了张嘴 喉间哽着什么东西 令他发不出半个字的声音 内心涌上了一股逃避的冲动 紫笑 江蓬基抬手贴着他的额头 沉了汗水的前额 又冰冷又粘稠 给人极其不适的触感 他碰到的是冰的 对魏慈而言 却是炙热灼人的 晚说是一措火苗 静静地散发着暖意 驱散寒冷 主公 魏慈犹豫不决 在对方关切的注目下 狼狈地错开了视线 此无事 江蓬基微微地错眉 魏慈这个表现 哪里像是无事 魏慈做梦之时 梦见的张作太子是谁 长生殿下 定然不是身边这个 睡着香甜的小胖堆 那人对于魏慈 有着其重的意义 至于逆子 浮朔跪下 逆子冒充黄色 当珠之类的呢喃 他觉得信息量巨大 江蓬基追问了一句 你还没回答我 你刚才梦到了什么 为此心下一沉 好不容易聚起了暖意 请客消散 他哆嗦着说道 此 记不清了 此只记得 方才的梦境十分可怕 周遭有万千厉鬼 追着向此做命 此酒下才空 便醒了过来 江蓬基想到 观众的指点 安抚道 梦境与现实 乃是相反的 你莫要放在心上 外头的天也亮了 我瞧你一整夜 也没有睡安稳 不如再去补一觉 政务厅的事情 可以先缓个半天 为此心下烧安 长舒了一口气 江蓬基如此安慰他 这意味着 刚才的那一篇 已经是先过去了 多谢主公体谅 江蓬基戴上宽大的兜帽 从片门偷偷地出去 以他的身手 自然不会让人 发现他的踪迹 为此揉着昏尘的脑子 预备回去再补个半天 自他回到了年少 已经过去了五年 他以为自己的往事健忘 哪里晓得 昨夜被主公抓了个阵兆 刚才真的是 把他魂都下飞了 他知道陛下不是多疑的人 但却是比多疑之人 更加的难应付 因为任何的蛛丝马迹 都能够成为 他窥寻真相的敲门砖 寻常人根本就瞒不过 他的眼睛 自从江国建立 世家抱团联盟 看似是的 但哪次不是被他 捏在手心里当喉耍 世家之流便是 蜘蛛网上的猎物 越是挣扎 越是无力 面对这样的陛下 时时刻刻都要绷紧了神经 以免一时大意 被对方看穿了马甲 他没道理不怂 哪怕如今的陛下 才刚满十八岁 照样是不好惹 从陛下发迹 到江朝拥臣十八年 世家势力好似一根胡萝卜 时不时削对方一层皮 如今削了十八年 再胖的胡萝卜 也变成了销瘦的胡萝卜了 每次世家信心满满 以为要咸欲翻身 现实总能将他们的脸 给删住 朝堂上融洽万分的君臣 朝堂下斗得你死我活 要说凶险 我有三次最为险下还胜 第一次是红莲教暴动 正赶上陛下难产 诞下了福寿 不少人误传陛下冰天 哼 谁说这难产冰天啊 一群大臣急忙哭丧 当陛下面带讥笑的出现 十几张脸 齐刷刷地转为了灰土色 第二次 是陛下大肆推行科举 土改 世家利益被牵动 暗中策划公辩 第三次 是雍臣十八年 陛下病重 缠绵病塌数月 张作太子 在世家雍立下 试图逼宫 想到最后一条 为此觉得胸腔传来了 阵阵地抽痛 疼得他 忍不住捂着胸口 面色化为了苍白 他苦心叫到 十数年的亲儿子 竟然蠢得被人利用 反而对生父生母 倒戈相想 黄泉地位 吸引力 当真有这么可怕 为此迷迷糊糊简 又回到了梦境之中 耳畔传来熟悉的嘶吼 孤本是九之尊之子 明正言顺的太子 如今却被奸人诬陷 沦为藤妾庶子 当真公道吗 他目愣地站在了原地 神识从身体抽离 做不出反应 那一字一句 字字戳在心间 谁跟你说 你是明正言顺的太子 张作太子乃是追风 你还活着 这个追风自然作废 如今还大逆不到的逼宫 意图弑君 罪当该诛 朕从未属意你当黄楚 你站在朕的面前 到底是想斥责朕 让你成了藤妾庶子 损了你的荣华富贵 还是觉得自己比长生更有本事 能治理好这个天下 护好万民 紫孝当为无双国士 他对你百般地教导 你又从他身上学到了什么 徐不可及 除了被人利用当枪使 一头扎进正不好的陷阱 你还有什么本事 真是蠢 除了黄楚继承权 和皇子的身份 为此从未委屈过这个孩子 莫了 却得来了一句坚韧的评价 也许朕与紫孝 当年生的不是胎儿 许是个胎盘吧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录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邮报香菇 领贤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819章 人为此再度醒来 外头的太阳 已经是趴到了头顶 耳边还传来 巴唧巴唧的声音 他一扭头 只见一坨鲜花饼 正趴在了地上 手边放了一盘零食 鲜花饼 不是 胖嘟嘟的长生 发现了动静 扭头望向了魏茨 嗯 魏叔叔醒了 长生笑嘻嘻地 打算起身 圆溜溜的眼睛 扫到了双手 染着的饼渣 他似乎想起了什么 十分心虚地 转为跪坐 悄咪咪的 一屁股 盖在了那盘零食上面 以为这样 魏茨就看不到了 魏茨是一阵的无语 风怀疑 你再不约束你家鬼女 真的是要被养疯了 长生 过来 魏茨的身影 十分地沙哑 对着长生招了招手 长生扭捏着起身 用胖乎乎的脚尖 把那盘零食 推到了一边 试图毁灭证据 魏叔叔 魏茨捏着长生 小小的发际团 虚弱地笑了 别偷偷摸摸地吃 免得你父亲怨念我饿着你 长生垂下了脑袋 他年纪小 但也知道心虚了 原本是想带过来 和小伙伴魏叔叔 一起分享的 但是他不耐饿呀 便偷偷摸摸 捧着吃起来了 不知不觉 吃得只剩下了残渣 碰巧魏茨 又在这个时候醒来 吓坏了他 魏叔叔是病了 睡了好久 魏茨釜釜除了他之外 没有旁人算得上主人 长生自然是来去自辱 下人也不敢拘束他 没有生病 赖床不想起来 长生点点头 呜了一声 悄悄地捂着嘴 嘻嘻 长生也不喜欢起床 鲁娘坏坏的 每次想要赖床 总会被鲁娘 从床上抱起来 每当这个时候 长生总会万分地怨念 为何自己不能再胖一些 重一些 这样乳娘就抱不动了 魏茨哑然失笑 他让仆妇先照看长生 自己去沐浴洗漱 洗去了身上黏腻的汗水 这才感觉着清爽 你这嘴巴 一天到晚就没有闲过 魏茨被梦魇缠身 气息虚弱 抱着敦位颇沉的长生 走两步便有些气喘 幸好两家隔得不远 不然真的是要了他的命了 昨夜真是讨扰了 长生这个孩子呀 任性的紧 实在是拿他没有办法 风景已经下班回来用武善 正好留魏茨一起用善 风是家风严谨 不喜欢奢靡 故而风景家中的武善 也偏向了倾诉 正合魏茨的胃口 小孩子皆是如此 喜欢黏人 这是天性 用过了武善 魏茨才恢复了些许的精神 风景没有怀疑起他 转而问道 紫孝也在烦忧早晨的事情 魏茨诧异了一下 猛逼道 什么早晨的事情 众人办公不在一处 他们也不是天天都能见面 所以风景没有想过 魏茨今天根本没去真务厅 关于宛州府的事情 风景眉头紧簇 颇为烦恼 州府 用原先那个州府不就成了 主公也不是喜欢奢靡的人 更不会为了一己享受 而劳民伤财 魏茨诧强也不想地说道 难不成 怀瑜从刚才一直锁着眉头 便是苦恼这事 先前的州府 已经被轻衣军残部烧光了 若选择那边作为州府 至少要见个一年 才能处去规模 孝宇那边算了算财物 零零三三要花去近百万两 更别说其他人工费用 原先的州府因为北方战乱 百姓早已经散光了 说是在那边重建州府 他们不仅是要耗费大量的钱财 还要费力召集老公 费时费力 太不划算 更何况州府这个地方 类似于整个势力的中枢大脑 更加不能马虎 为此拧着眉头 深思一番之后 他有了抉择 主公那边怎么说 主公的意思明确 不耽误正事 不劳民伤财即可 至于选在哪 他都没有意见 其他人呢 风景顿了顿 颇为为难地说道 其他人的意见 他们想将州府定在上京 上京 这与为此的选择一样 不过 看风景的面色 便知道对方内心是挣扎的 将州府定在上京 很是不妥 怀疑似乎不怎么赞成 为此用了陈叔的口吻 风景苦笑一声 上京那是东庆都城 主公将州府定在那 怕是会惹来心言碎语 更何况 上京经历了一场巨大地动 紧每每靠近 便觉得心下惶恐 当年之事 仍弟弟在目 当年的地动威力太大 葬送了多少百姓的性命 哪怕过去了两年多 风景每次回想那日的场景 人就是觉得心惊胆战 朝廷迁都陈州 上京已经不是都城 旁人要是闲言碎语 那便让他们说去吧 主公未必会将此事放在心上 陈州皇城那边纵有怨言 还能将主公的周牧 撸起来不成 为此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懈的笑容 当年地动 上京城毁于一旦 让多少百姓流离失所 如今的上京已经是一座废城 总不能搁置不处理 将上京作为州府 我们便能招募周遭流民 减少隐患 这是其一 其二 上京城毕竟是古城 某些建筑还是能用的 能减少一笔开支 上京作为曾经的都城 的确是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交通四通八达 地势极好 算是整个丸州的中心 要不是东庆皇帝 旧占雀巢 丸州的州府 也该设在上京 封锦叹息着说道 今夜知道是这个地儿 只是仍然害怕 担心地动之事重演 为此还有一些理由 没有说出来 州府设在上京 不只是那么两个理由 还有另一个 更加重要的原因 上阳郡的本土士族 太挑了 风势如今还不管事 其他人更是肆无忌忑 江鹏姬一直待在了凤义军 无法时刻盯着 这些赤美亡俩 他们作妖的机会 也就多了 若将州府设在上京 上阳郡的士族 自然暗静如己 不敢轻举妄动 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 为此都知道 主公必然是要和世家 争斗一番 哪怕如今的主公 出身世家 他也不会手下留情 想到江朝建立之后的争斗 为此只觉得脑人疼 一致世家权柄 肯定不能等国家 一统才施行 若是可以的话 现在就要着手打压 想到这里 为此心中一动 伸出了个念头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邮报香菇 领贤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820章 你们都决定 将周府定在上京了 江鹏机觉得 自家下属很有想法 靖神真的统一了意见 决定重建上京 这一个个都想搞事啊 不止江鹏机这么想 连围观全城的直播间观众 也觉得这些人在搞事 若无异常情况 他每天都会开直播 时间从早上七点 开到晚上七点 不少观众表示 在直播行业如此发达的现在 像他这样敬业勤朗 又从不要打赏 坑观众的良心主播 时间 仅此一家 唯一让人蛋疼的是 这家直播间 有人数上限限制 每次看直播 都要拼一拨手速和人品 直播间 才只有十五万的上限 但全球知道直播间的人 却有五六十亿 作为长盛不衰的直播间 将捧机可谓是享誉全球 直播 当他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紧跟着便有无数弹幕 从直播屏幕飘过 直播 你这是要玩大的呀 看了昨天的剪辑录播 我便觉得有事情要发生了 要是将周府定在上京 用那啥的话来说 那不就是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吗 该改一下 分明是柳兰亭之心 路人皆知啊 真可惜 真想看看主播将周府定在上京 小皇帝和皇太后会什么脸色 还能是什么脸色 胡锦恩喝了一大缸 西黄的屎一样的脸色 楼上 你的比喻也太恶心了 我正在公司食堂吃午饭呢 大多直播间观众 都在为枪捧击和他的班底打抠 给他们应援 皇室尚存的情况下 胆敢将周府建立在曾经的帝都 这胆子也忒大了 这等同于什么 某个观众弹幕非常的形象 主播这是要搞事啊 这就好比男主人带着小姨子和小妾私奔了 丢下原配在床上睡觉 没过多久 外头来了一座强大的土匪 站了这座府邸 睡了人家原配 哪怕这个原配是男主人不要的女人 但被第二个陌生人占去了 人家的脸色能好得了吗 除了这些插科打混的弹幕 直播屏幕的角落 还飘过了好几条牛头不对马嘴的古怪弹幕 其他的不管 我只想知道 主播啥时候放弃种族语言偏见 开其他语种 为了这直播间 愣是口学三年考过了华语时级 还是好都听不懂 对此 江鹏这两手一摊 他也是无奈得很啊 系统已经是被他禁过 直播间根本就没有办法升级啊 说到这里 不得不补充一句 不知道什么缘故 登陆直播间必须要用华国网络 连弹幕也局限于华文输入法 这导致不少外国人想要看直播 还要大老远跑来华国 不然的话 只能是翻墙去看网络上的录播了 哪怕来了华国 想要发弹幕 听懂主播讲了什么 还要自力更生学华文 说多了都是累啊 江鹏鸡默默地同情那些观众 底下的下属各自眼神交流 选出了一人当代表发言 风景详细列举 周府定在上京的好处 一切都以江鹏鸡的利益为出发点 毫无其他的私信 慷慨陈词之后 风景迟疑地添了句 上京城遭受地洞侵袭 时事酒塌 若在废墟纸上重建 怕是要格外细心 而建造之时用料要足 绝不能出现贪污 抑或偷工减料的现象 金以为 不如去请经验丰富的工匠大师 金字都建设计 以此才能安抚饱受地洞之苦的百姓 一场地洞 夺走了一城数万百姓的性命 这么危险的地方 哪怕是重建了 百姓也是心有余悸 说想要吸引流民靠拢 必然要让他们知道 重建后的建筑稳固牢靠 不惧怕地洞山摇 更加重要的是 江鹏鸡的视线转到了张平的身上 西恒会弄这个吗 对方懵了一下 玄机苦笑道 哎呀 若让平导致一居一室倒也不难 若建一城 怕利有未歹 江鹏鸡不申在意 建城也没有那么麻烦 你知道如何建造居室就行了 只要将一座居室 复制粘贴个几千上万倍 那不就是个城了 堆砌城墙建立城锅 雏形不就有了吗 至于排水管道的设施啊 你却查查向阳县的水管如何铺设 如何引流 从中也能借鉴一二 众人是数脸懵逼 听主公这么一说 好像建立城池十分的简单啊 他们能从字面上猜处啊 复制为何物 但那个粘贴又是什么鬼 江鹏就表示啊 这个问题有点深度 应该聘请直播间观众 静些日子吐槽的唐妻过来解释 张萍这是赶鸭子上架了 顿时暴跳如雷 压力山大 一侧的为此发现他的为难 戏声道 词制里收藏了几份古城池地图 兴许对你有帮助 张萍听了 顿时毛色顿开 感觉自己找到了一条 强有力的大腿 他果断出脸 二话不说将小伙伴为此 拽进了祸坑 主公 凭想向您借一个人 建立周府 以早不宜迟 如今正是修身养习的时候 其他事情都不忙 自然是要为此事让当 你说吧 要借什么人 只要是能满足的 我尽量满足你的要求 樊勤主公将紫孝 戒品 紫孝博彩多学 五行八卦 青门盾奖 兼有涉猎 他与建筑一道 也曾研究过 又兼公书善话 若能得紫孝相助 想来很快便能汇出 周府的图样 为此无语 无有一言 不知当讲不当讲 他好心借出珍贵的图样 试图拉一把自家的小伙伴 这个猪队友直接用力 将他拽进了火坑 心态爆炸呀 这个家伙 以为一座城的图样 那么好画 将捧接瞧见 为此欲言又止的表情 忍不住勾起了唇角 嘴上说道 依你所言 张平喜出望外 连忙谢恩 多谢主公 为此便在张平的身边 默默地呵呵了一声 真想捶死身边这个坑货 其他没有被点名的 长舒了一口气 逃出身天啊 他们都不傻 哪怕没有干过 也知道建成有多累 加班还不算苦 怕就怕 一年到头住工地 众人躲都来不及啊 唯有一人不知内情 傻乎乎地出列 主动轻盈 这人呢 便是少光 怎么说 他也是 严习墨家之道的宅男 建筑一道 总有许多的共同之处 更何况 他对向阳县的排水路线 异常地好奇 打算趁着这次机会 好好地了解 其中的核心技术 只是不知为何 周遭的心童 是看他的眼神 貌似带着一丢丢的同情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游报香菇》 领先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821章 建成需要实地考察 丈量土地 弄清情况之后 再着手设计 绘制图样 卫茨知道 自己被张萍这个猪队友给坑了 以后呢 别享有休闲的事件 前往上京之前 卫茨偷偷寻了江蓬基 两人密谈了一番 谈话内容 仅是他们知道 主公 此问句大不敬的话 您志在何方 卫茨是个相当理性的人 经过两天的调整 他已经从内夜的梦魇中恢复了过来 瞧着像是没事人一样 书经谈及公事啊 更不带私人的情绪 江蓬基于卫茨 选了个僻静的地方谈话 周遭空旷 也不怕有人窥听 哪怕隔墙有耳 江蓬基也能第一时间发现 因为世间无人能够 瞒过他的精神探查 志在何方 自然是志在天下 志在万民 子孝与我心意相通 志向相同 有什么话 你直接说便是 不用这样试他 只要是你说的 我都会认真听 为此听了 面颊发烫 耳根子都冲血了 江蓬基有事没事 就讲这样令神误会的话 哪怕为此身经百战 照样是无法抵抗 他收敛飘散的思绪 恢复了常态 主公 此不仅仅志在天下 志在万民 更志在国座长盛不衰 天下和亲喊艳 如今遭逢乱世 无数百姓遭此劫难 不得不背井离乡流离失所 失去自己的家园和土地 甚至有无数人 为了生存脉儿育女 只求一息存活 世人皆道 天下和久必分 分久必合 国座有胜有衰 国座昌盛 盖因君主圣明 百官贤良 才有风调雨顺 百姓安居乐业之景 但国座衰败 这又是为何 仅仅是因为君主昏庸 百官庸禄吗 国家长省 来来去去呢 不过是那么几个原因 但国家衰败呢 仅仅只是因为 君主昏庸 百官庸禄 天时不好 对于这个问题 魏慈从前世年轻时候 便开始思考 一直思考到了如今 魏慈仰慕江蓬节 不仅仅是因为 对方的所作所为 便是他的理想 还有一重原因 对方是他迷途路上的明灯 引导他揭开了很多 让他迷惑的问题 这些问题 随便见一个说出来 兴许都会引起轩然大波 舍来天下世子的口诛笔伐 魏慈意识到危险性 但他却不觉得孤单和无助 因为他知道 还有人与他走在同一条路上 此番月时即 发现国座衰落 这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现象 更是自下而上 若将国家欲为参天大树 君主为树冠 百官为枝丫 那么百姓 并是延绵横地底的根系 树冠若亡 树木尚能存活 枝丫若损 树干还能延伸 可是若根系大片遭损 此数危矣 江鹏杰认真地听着 他感觉得出来 他对此 有自己的理解和感悟 既不是赵本宣科 更不是耻上谈兵 魏慈继续道 土壤之余树根 乃是蕴养他们的根本 若这些土壤被人抢走 树根不能活 江鹏杰神色一素 明白魏慈的意思 你说土地兼并 魏慈面色一紧 声吸了一口气 沉声道 正是如此 何谓土地兼并 如今的土地 是可以买卖的 世家 乡生 官僚 可以借用权势 钱财 从农民的手中 弄到越来越多的土地 甚至让他们没有土地 若是卑劣一些 甚至会巧取豪夺 这种现象 到了灾年是尤为明显 百姓一旦失去了自己的土地 意味着失去了生存的依靠 只能继续变卖房产 沦为低廉的劳动力 给大地主当殿农 可在这个时代 这是难以根治的顽疾 还会越来越严重 一旦土地兼并到了一定的程度 国家也会走向衰亡之途 哪怕出了忠心之主 也挽救不了王朝 土地兼并愈演愈烈 农民与拥有大量土地的强行 便会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 国家与这些强行 也会发生剧烈摩擦 纵观史书 不少清明的君主 都会采取办法 抑制兼兵的步伐 让土地兼并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若是缓解不了 那么必然会面临一个问题 农民举起锄头造反 将棚进来自于未来 整个宇宙都是人类探索的区域 因为星际战争和人们的思想 神口繁衍速度 根本就比不上拓展的速度 对于智慧生物来说 整个宇宙无边无界 它们有更加辽阔的空间 探寻不完的未知领域 可远古时代不一样啊 人类科技落后 生产力低下 它们被土地无形地约束着 难以挣脱 对于它们来说 土地是一块蛋糕 旁人多分一些 它们就少分一些 以此间存在利益冲突 人类战争的源头 便是利益之争 搁在远古时代 追本溯源更是土地之争 不说这个未面 直播将关注那边 也有土地兼并的问题 划过历史上 历朝历代调整 治理土地兼兵的法令 层出不穷 土改一层层的地景 君田制 一条边法 贪定若母 皆是如此 将捧其嫌弃 贵作得难受 干脆换了个姿势 以着平击倒 你说 我听着 为此感觉 心跳如骨 耳边还能听到 左胸腔传来的 有力震动 他知道自己在紧张 主公 依此之见 何不从根源 掐了土地兼并的源头 这话说出口 魏慈感觉浑身 卸去了力气 只等将捧其表态 掐去源头 魏慈旁的没说 只说了八个字 土天之下 莫非王土 将捧其心中一惊 他抬眼与魏慈对视 只见对方的眼中 坚定不已 半晌之后 他愉悦地笑了 好 我知道了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这句话他喜欢 不止喜欢这句话 似乎也更喜欢 说这句话的人 子孝 你过来 他对着魏慈招手 对方面色 由苍白转为了红润 见他呼唤 眼中闪过了一丝迟疑 但魏慈面对枪膨击 从不知道何为不 西行上前 两人距离不足十寸 将彭心目的 抓住了他的手 惊得魏慈几欲跳起 不用害怕 我又不会吃了你 魏慈暗中露出了一抹苦笑 对方的确不会吃了他 但对他来讲 也许比吃了更令他惧怕 紫笑之心 与我接同 为此惊诧地 睁大了毛子 那双蕴含万物星辰的毛子 亮得令人觉得刺眼 围观全城的直播间观众 一阵的无语啊 嗯 这个狗粮吃得太饱了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游报香菇 领贤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822章 妈呀 这一口狗粮 吃得宝宝要撑住了 谁给一杯水 也到佛龙了 哎呀 主播耍流氓的姿势 可是真是越来越丰富了 看这个情势 要不了多久 就能抱得美人归呀 主播 宝宝这里还有不少的恋爱宝典 至上法宝 保证让你比霸道总裁 还霸道总裁呢 虽说江鹏基 从未透露过口风 但直播间观众 也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傻白天 不是有句话说得好 没见过猪跑 还没见过猪肉吗 别看直播间观众 九成九都是单身狗 但他们从小到大 越变了无数玛丽苏 总裁王爷类型的言情句 相关的网络小说 更是熟人于心 大风大浪见得多了 什么撩汗撩妹的套路没见过 他们敢用自己 杯中的狗粮发誓 主播肯定是瞧上 慈美人的盛世美颜了 不止看上人家的脸 寄云人家的身体 还想霸占人家的心灵 要不是打不过 他们真想抱走位子 宣示主权 江鹏基看到十五万构头军士 试图教他如何攻略 他不由地想起之前的乌龙 眉头暗跳 等你们这些单身狗 能用这些攻略 脱离单身行列 再跟我来安利吧 如果不是单身狗 估计也没有那么多时间 泡在直播间不是 江鹏基的一句话 戳中了观众的痛脚 扎心了主播 无数爱护单身人士 表示谴责 单身狗就不是保护动物了 按措措诅主播 祝福你脱不了的 主播也别得意 依我来看 慈美人和主播之间 似乎有什么矛盾 不管是以前初见还是现在 慈美人貌似挺抗拒 主播靠近 每次都像是受了惊吓的兔子 恨不得一蹦三尺高 前段时间去贴吧 成文这几年的精彩视频 发现慈美人并不抗拒旁人接触 除了主播 江鹏基戳了人家的痛脚 直播间观众 自然也会一牙还牙 一眼还眼 有人这么一提醒 不少人也琢磨出了不对劲来 他们没听说过 主播和谓慈有矛盾啊 为什么后者一直在抗拒前者 拽着这个疑问 不少人干脆脑洞大开 得出了结论 让江鹏基是哭笑不得 说不定有什么阴谋呢 朱朱 慈美人对主播有一心 这种阴谋论刚发出来 立刻就被人击毙了 哎呀不可能 如果慈美人对主播真的有一心 他是脑子坑了 才会对主播说 普天之下 莫非王 哎呀再说了 主播是什么德行 大家还不知道 我是坚决站慈美人这边的 除了阴谋论 还有其他脑洞大开的猜测 如如这样的 慈美人毕竟是矜持的人呐 主播这么豪放 动不动就聊 肯定吓到人呐 慈美人是兔子 主播是老虎 哪有兔子见了老虎不怕的道理 眼瞧着直播间讨论的起劲 将棚基也没有加入进去 反而仔细地去想 慈慈刚才的话 在土地资源有限的前提下 土地兼并 是所有王朝都头疼的问题 按照慈慈所言 与其耗费心思 去缓解土地兼并的进程 还不如从根源将其给掐断 既然都说了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那么国土皆为国有 岂不是名正言顺 只是 江鹏街可以跳出藩里 不意味着旁人也能 莫说为辞这样饱读诗书的人才 换作是大字不识的一个市井流氓 估计也不愿意这么做 在如今这个时代 土地不只是土地 还是可以生产财富的聚宝盆 只要能爬得上去 成为人上人 便能够名正言顺 将更多的聚宝盆收入囊中 说白了 这便是利益 一旦土地归为国有 不只是高门寒门会跳脚 甚至连普通百姓也不会答应 土地都是国家的了 他们的心里能踏实啊 百姓不会去想长远的未来 他们只会关心眼前的利益 江鹏街敢将土地归为国有 在百姓看来 就是他从他们手中 抢走了他们赖以为生的根本 百姓如此 那些坐拥良田无数的世家 更不用说了 那些苦苦挣扎 企图出人头地的寒门 更会反对 这些道理 江鹏街明白 为此更加明白 但明白 不意味着不能去做 只看怎么做 为此跟江鹏街提出了这个 本身也是在牺牲 他自己未来的利益 能坦然做到这一点的 除了为此 还有谁呢 真是给我出了个难题 难归难 但也不是毫无希望 若是哥在国家一统的年代 贸然提出土地国有的概念 天下百姓全都会揭根而起 如今却是乱世 江鹏街打下来的土地 开垦出来的良田 只要他不卖 名义上全是他的 例如屯田令 其实就是将官府的土地 租借给没有土地的百姓耕种 官府从中抽成 讲真啊 这个举动还是蛮流氓的 说是土匪也不为过 如今谁的拳头大 谁才是老大 不服来干啊 这些土地属于官府 不属于耕作的百姓个人 江鹏街拧眉深思 原先只是屯田 作为缓解燃眉之急 安顿流民的计策 赎金倒是可以成就实实 让百姓脑子里 有一个土地公有的概念 必须要让百姓知道 租贫土地 远比私有土地更加的保险 若是如此 屯田的规模还要扩大 官府抽成的粮食比例 也得随之缩小 胖子不是一口吃成的 世上也没有一举而就的好事 江鹏基想要从 世家全臣的手中 夺走他们的蛋糕 必然要有强硬的手段和力量 其一是军队 其二是百姓 在穷途比线之前 他不仅要增强自身 还要悄无声息 剥削打压世家的权贵的力量 我强敌若 此消彼长 未来未必不能一战 不过在他个人的实力达标之前 他与为辞的这个主意 都不能透露出去 以免天下踏法 哪怕顺利土改 随后还有一系列的问题 土地国有 理论上来说 能掐断土地兼兵的源头 但人类都是有私欲的生物 人就是存在利益之争 说句难听的 一旦土地成功归为国有 只要皇家还存在 皇室便是最大的大地主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邮报香菇 领贤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823章 一旦手中权力膨胀 私欲也会膨胀 皇家便能保证公正不阿 每一代皇帝都为国为民 谁能保证这么做 可以杜绝土地兼兵 神为了一己之私 脑子会变得相当的聪明 这种聪明 连联邦贴脑都为之惊叹 地主阶级 总会是以另外的身份 拳途重来 届时又该怎么办呢 江鹏杰长叹了一声 要考虑的事情还有很多 魏慈倒是轻松 甩这么大的难题给他 不肯留下来继续商谈 留下来一起吃个饭也好啊 另一处 魏慈怀着满腹的心思回家 正好碰见找他的张平 西方此次 可是将此害苦了 魏慈苦笑 张平就是猪队友的典范 这次真的是将他坑惨了 不过坑就坑吧 至少能暂时远离 弯州势力中心 魏慈一想到 江鹏姬方才的举动 心中更是坠坠不安 他不明白 对方到底要做什么 虽然不明白 但魏慈觉得 两人心疏远一阵 总是没错的 下不为例 张平善善一笑 所幸魏慈只是不痛不痒的抱怨 而非是恼恨 两人毕竟是多年的至交好友 坑个一两回 只当是培养感情了 紫孝 这回做了 下次再也不托你下水了 张平是过来取图样的 有了图样当标本 他才能深入了解 魏慈暗中翻了个白眼 张平这个坑货的属性 他是一点都不幸了 先前张平说 魏慈博学多才 不只涉及了五行八卦 奇门遁甲 还折腾过建筑设计 公书善话无一不小 人设有点酥 但张平并不是吹牛 魏慈还真会这些 水平造诣不低 说非如此 渊敬先生也不至于 缠着对方多年 魏慈去书房取了好几卷的画卷 所用纸张皆是最好的主旨 哇 爱子孝 这是你画的 张平发现 魏慈手中有绘制图案的 巨大卷布 还有装裱起来的精致画卷 园图画在绢布上 之前的主人保存不好 生了一重 险些瞧不出原样了 魏慈的这些图样 都是从狼牙卫师的 祖宅中弄出来的 哪怕卫师落魄了 但祖上也显赫过 自然不缺好东西 此小镇再怎么保养 也无法恢复原样 干脆照着原话临摹了一遍 你看样吧就行 张平欧的一声 展开为此存放仔细的 一大楼的画卷 这些画卷的纸张 明显是精心裁建过的 宽度长短不一 有些八九寸 有些十几寸 图纸上的城池 大多是大厦朝鼎盛时期建造的 不管是布局还是建筑 处处透着大气 这些建筑 大多都是单轴对称模式 完美满足了强迫症 当然 这样的城市也容易迷路 复杂一些的 诸如都城州府 大多用的是富士轴对称 迷路的可能性更高 除了这些主流设计 还有不少是不规则的 他们大多由村落 慢慢地扩大烟化而来 有了素材 张平欧中稍稍有了垫底 这个时候 魏慈却开口 将他的灵感给打断 上京遭受地动 地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若是照本宣科 一样化糊落 怕是不能用 魏慈平淡道 这是上京城原先的图样 建筑错落有致 的确大气美观 不过你要想想 我们主公是个什么脾性 他不会耗费太多钱财 去为自己建造 如此奢华的州府 张平很尊重为此的意见 询问他 依子像你的意思 怎么简单怎么来 能如何辩解就如何辩解 不必刻意追求对称美观 只要合乎地势 减少人力便好 当然 话是这么说 建房简单 不意味着用料随意 上京地动 才过去几年了 百姓如今想起来 还心有余悸 房子宁愿简单一些 也要做到稳固 张平想了想 貌似也是这个道理 他跟着江鹏机 也有一段时间了 对方的确是不喜欢奢靡 作风干练简朴 如果按照 土样上面的城池建造 不知道要耗费 多少的人力和时间 远的不说 直接说曾经的上京城吧 这座城池啊 耗费了十六万百姓 整整八年的时间 才修建完成 大气美观 但耗费钱财 人力 时间 张平要是敢将这样的方案 递到江鹏机的面前 准报要被修理一段 先修建土坯房 规划出城池街道 不求如何美观 能遮阳避阅 防风挡雨即可 张平无语 他错了 本以为自家主公的 副纸粘贴 已经是够儿戏的了 没想到真正儿戏的人 是为此 那般房屋 岂不是剁了主公身份 要是有桌子 张平都能将桌子 拍得框框像 为此笑道 福明本是身外物 布着方寸也风流 主公不会在意这些的 张平忍不住 暗暗的付费 你以为你是主公啊 还能知道 主公肚子里想什么 对于很多人来说 房子和衣裳都是脸面 太过简陋 脸面格在哪儿放呢 当然 这些话 张平是不敢说出口的 要是不小心 惹闹了小伙伴 为此一走了之 将弱大工程 丢在他的身上 张平要哭瞎的呀 古代房屋 大多都是木质 建造一座府邸 不知道要耗费 多少的木材 如果周遭树木 多也就罢了 如果没有 只能是跑到 大老远的地方购买 费时费力 索性有了青砖和青瓦 房屋所需的木材量 大大的降低 少是这样 依旧是一个天文数字 张平希望就地取材 这样可以节省 不少的运送成本 不过将棚基 算了算大致的数字 眉头静静地拧了起来 上基那片地方 山里的确是多 但树木砍伐过激 容易造成山崩地裂 他这么一说 张平被吓到了 有这么可怕 以前倒是有听说过 山神震怒 雷雨交加之事 山体崩塌 泥沙滚落 但这两者有关系 这样吧 三成木料就地取材 每砍一棵树 必须种回三棵树苗 其余七成木料 从临近的上阳郡采购 上阳郡的士族 也有静营木料的 这么大笔生意 他们求之不得呢 此事交给笑语去商谈 至于青砖和青瓦 我给你写一份手令 你却挑几个 手艺好的烧砖匠人 建造州府需求太大 若是不管不顾 就地取材 还不得将附近 数十座的山头 都给壕吐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游报香菇 领衔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八百二十四章 天上灵霄点 人间上阳宫 上阳宫不只是东庆的皇宫 更是汇聚天下富贵之地 想当年 上京城和上阳宫 是何等繁华 如今只剩废墟残海 远处似有人烟 为此掀开了车帘 擦了擦额上冒出了热汗 望着眼前杂草丛生 藤蔓风涨的废墟 感慨万分 如今已经是盛夏时节 毒辣的太阳 高悬头顶 晒得人肌肤滚烫 怎么说也是上京 富贵人家汇聚的宝地 当年地洞发生突然 多少宅院崩塌 尽数埋葬废墟 刘明汇聚于此 翻找废墟下的钱财谋生 故而 周边慢慢地凝聚出 零散的村落 张平一身麻衣树鹤 长发用布巾给竖起 若非气质带着难以忽视的书卷气息 兴许会以为他是普通的农民 他从马车上取了一顶斗笠 给为此遮阳 我们先去查访一番 然后再做决定 曾经的上京城 流动人口 动则二三十万 如今却成了半天不见人影的废墟 不过两年多的时间 风涨的藤蔓 爬满了废墟 偶尔还能瞧见 数只穿梭于此地的老鼠 为此和张平带来了万语劳工 剩下的人手 打算在当地招募 借此机会 吸纳流明 减少隐患 两人耗费了数天的功夫 走遍了上京城 以及附近的高山 摸清了周遭的地势 重新规划城市布局 为此记忆着觉 几乎过目不忘 几天的功夫 就将周遭地势情形 熟记于行 再将它们划于纸上 经过一番商讨 两人对比了上京城 原有的布局 在此基础上 对着周府的布局 做了改良调整 哎呀 真是怀疑 这世上还有什么事 是你不会的 张平从外头回来 露在外头的脸颊和脖子 被毒拉的太阳 晒得黑红 汗水净湿的衣裳 干了又湿 湿了又干 在外头 在外头跑上爬下 忙了一天 张平渴得嗓子一耳都要冒烟了 回来就是一顿的管 他看到卫子桌上 摊着一张巨大的竹纸 上面用细细的碳块 画出了一座城池的平面图 至于卫子 为何要用修整后的碳块作画 对方的回答说 这样快一些 张平也就不多问了 人力有实境 天意命难为 此也只是一切凡夫俗子 不会的事情还多了去了 卫子笑着 将熬夜画好的陈品 小心地卷起来放好 从旁翻出另一卷纸 栩栩打开 相较于方才 那幅好似 用一尺 比着画出来的平面图 这一幅图样 便显得随意许多 这是上京城旧址附近的 村落山地树林 这几个点泥土破为粘稠 适合烧制青砖 附近还有聚集的村落 零散加起来 有千人规模 我们招募附近的百姓 让他们修建一条 直通上京的道路 建成所需的木材石材 和泥沙用度巨大 总不能都只用一个地方的 建成的材料不贵 贵的是运输成本 为此仔细算了算 打算先耗费人力 去修建大陆 一切准备妥当了 再开工建成 诺大的上京城 一城废墟 还要仔细地清理出去 能废物利用的废物利用 节省成本 不能利用的 想办法处理 张平随意地甩手说道 这些你来拿注意就好了 为此表情僵了一下 望向张平的眼神 带了几分忧远 猪队友啊 说的就是张平这种人 顶着毒辣的太阳 张平等人挥汗如雨 他们的顶头上司江蓬基呢 则抱着西瓜和城城闲谈 西瓜量产有限 大多都是供应给有工的下属 剩下的一部分 则丢到了枝客斋 售卖给食客 在江蓬基的支持下 官方十四 枝客斋 已经是开遍整个湾州 境内 每个郡县都有 凭借新颖的菜式和经营方式 他很快便在当地站稳了脚跟 按照江蓬基的吩咐 枝客斋走中高端路线 普通家常菜的菜谱 无偿公布给百姓 免得枝客斋与百姓开的十次冲突 抢了他们的饭碗 枝客斋开的越多 意味着能提供的岗位越多 能安顿更多的伤残将士 或者阵亡将士的清卷 百姓何时见过西瓜这样新奇的水果 一时间呢 各地的枝客斋生意都好了不少 每日的纯利润 也在不断地上涨 江蓬基一边吃着西瓜 一边查看各地枝客斋 送上来的账目 枝客斋的生意倒是不错 但利润并不可观 中会内务都是程程夫人掌管 他对生意方面的事情 了解得不多 但也知道 十四赚不了几个钱 江蓬基看了一遍账目 心下稍稍满意 各处枝客斋的掌柜 还算是聪明 没有在账目上偷奸耍滑 所以他也没有花多少的时间 就看完了 诺大一个丸州 怎么可能靠枝客斋的生意 维持用度 赚多少利润 并不重要 江蓬基笑了笑 当年建立枝客斋 不过是为了让伤残将士 有个去处 郑王将士的遗孤和老父母 能有个依靠 赚不赚钱不重要 重要的是 能安定人心 将士看到家人得到妥善的安置 他们在战场上也能够放心 若是不妥善地安置他们 一来含了将士的心 二来 也会将这一部分的人 从良民逼成流民 陈先生比晚辈见识得多了 自然该知道 流民一旦是多了 会是何等的景象 多少落草为寇的土匪 是流民出身 古代乱世的流民 与难民有什么区别 哪里流民多 哪里的社会治安便差 隔三差五 发生犯罪案件 偷盗争斗 还算是轻的 怕就怕入室抢劫 杀人或者是奸杀妇孺 这种例子可不少见呢 丸州为何能稳定下来 还不是流民数量减少了 越来越多的流民 受到了招安 重新回归家园田地 澄澄听了江鹏记这话 思虑了一会儿 脑中闪过了一道灵光 莫非周牧修建周府 也是为了这个 澄澄本以为 江鹏记耗费钱财 修建周府 是为了一己享受 后来又觉得不大可能 如今听他这么一讲 澄澄顿时明白了 耗费巨资修建周府是其次 真正的目的 是提供大量的岗位 吸引流民前去工作 在很多百姓固有的印象中 姚毅是无偿免费体力劳动 动则死人 谁也不愿意去做 江鹏记这里 却开辟了先河 采取有偿姚毅 吸引百姓前去劳作 哪怕周府规模比曾经的上京成小 但也能够提供数万的工作 这能减少多少流民呢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尤报香菇 领贤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825章 成成在心中默算了一番 不得不承认 眼前这位年轻的周末 的确是会算账 在外人看来 姚毅本就是免费的 江鹏记却给工人们付钱 这是再愚蠢不过的举动 真相真是如此 成成觉得不尽然 看似吃亏了江鹏记 实则处处占了便宜 如今的年轻人哪 当真是令人羞惨 成成叹了一声 眼前的少女 比她幼子还小了好几岁 但却走在了 所有人的前面 江鹏记谦逊了一句 陈先生过誉了 晚辈还有很多地方不明白 需要先生指点呢 成成笑着白白手 老了 不中用了 只求后半辈子 能安安稳稳的 江鹏记笑而不语 内心却是冷喝了一声 成成要真的是那种 喜欢求吻的人 她也不会这么折腾了 要说搞事啊 眼前这人也是个能搞事的 成成搞什么事 这人花费了好些天的功夫 终于是想出 用不同的图案 去断句的方法 事实上 大部分读书人 都有各自的剧读习惯 经常用个人习惯的 小符号做标记 成成却是在这个基础上 提出了用统一的符号断句 目前正在发愁 用什么图案比较好 既然是用于断句的符号 这个符号自然是 不能太过于复杂 但又不能没有标志性 她抓耳挠腮 想出了好几套的图案 但她都不满意 所以找上了姜鹏机 让她给自己提一点意见 看到成成送上来的图案 姜鹏机还没冒出什么念头 直播间观众先炸了 妈呀 这是古代版的标点符号 不过除了那个点和圈圈 别的认不出来 晨晨给出的符号 设计多种多样 比如简单的图案 例如万 石心黑点 空心圈圈 复杂一些的 则是类似甲骨文一样的图案 前者还算是简单 后者则显得累赘而复杂 姜鹏机仔细看过 她还是觉得 这些图案过于复杂 并不解明 她直话直说 晨晨听后长嘘了一声 的确是复杂了 若是用于行文书写 瞧着话里胡哨的 影响纸面美观 有些图案过于庞大 用着也不解明 这事儿 着实令人发愁啊 晨晨发愁无比 直播间的观众像是打了机械一样 他们觉得可以用标点符号啊 如果能在直播间看到熟悉的标点符号 总觉得超有成就感 诶 主播 我给你安了一个好东西啊 我们这里的标点符号挺好使的 直播间观众热情高涨 江鹏姬也有这方面的意愿 她取出了一张星纸 做事想了想 然后提笔画了一个点 一条线 晨晨认真地看着 主公这是何意 我以为我们如今所学的字 皆是由点和线组成 先生 欲创造符号用于断句 何不也在这个基础上演变 江鹏姬一边画一边写 晨晨的毛子渐渐地亮了起来 似乎受到了莫大的启发 按照主公所言 一点一线皆可用 晨晨想了想 拿笔在纸上画出了一个小小的圈 正是观众熟悉的句号 这样的小圈简洁明了 若将中间空白处图上 便是另一个模样 江鹏姬笑着说道 正是如此 先生还能在黑点边上添一笔 同样是简单好记 他画的是逗号 黑点挂着一条尾巴 酷似一条蝌蚪 图案不大 形象简明恶样 的确是比晨晨方才想出的图案 更加的好记 晨晨毛色顿开 灵感是蜂拥而来 他连忙在此基础上 延伸创作 江鹏姬在一旁引导 不多一会儿 便折腾出了好几个的基础符号 每增添一个 直播间的弹幕 便热闹得像是过节一般 他们没有见证符号的诞生 但他们见证符号在另一个位面 从无到有的全过程 超有成就感 比直播间观众 更加兴奋的人是晨晨 眼前的图案 再简单不过 但搁在他眼中 却是稀释珍宝 有了符号 自然还要赋予 这些符号的含义 江鹏姬指着句号说道 圈记圆满 不如先生 将这个图案用来收尾 晨晨点头 玄机在句号的附近 做了标记 他指着斗号说道 按照主公这话 这符号有延伸之意 不如用来停歇 江鹏姬赞成成成的建议 毕竟斗号 本来就是用来停顿分剧的 商业了一下午 成成的性质 依旧是高涨不浅 一双眼睛都是冒着光的 等成成回了家 不说他的夫人 他的幼子和女儿都看出 自家父亲面生的喜悦 父亲 碰见什么好事了 如此开心 成成在政务厅累了一天 感觉手臂都不是自己的了 不知道父亲为何如此开心 温州的事情多得吓人 成远被文书掩埋的时候 也小小地懊悔过 自己为何要自投罗网 成成笑着 抚着胡须说道 自然是因为剧毒仪式有了进展 当真 成远知道 父亲近些日子为什么发愁 为此还整袖整袖地睡不好觉 如今有了突破 成远作为儿子 自然是真心实意 为父亲感到开心的 自然是真的 成远瞧了一眼儿子 颇有些嫌弃地说道 学无止境 你要好生努力啊 一开始吧 成成对两个儿子的学识 还是挺满意的 但与将捧击比较 他觉得哪里都嫌弃 冷不定被父亲教训了一句 成远可谓是无辜急了 他最近没有偷懒啊 为何父亲突然敲打他 与此同时 城门已经是下药 城外却来了一队 规模不小的车队 本以为是路过的商队 没多久就会转到 去别的地方过一夜 等天亮再进城 哪里晓得 对方就直愣愣地 处在了城外 没有动弹的意思 守城的兵族感觉有样 派人下去询问 你们是谁 哪里来的 他们是外地来的 过来投奔亲戚的 回话的人 是个小童装扮的家丁 虽然说着东庆的官话 但发音声音 听着有些费劲 兵族一听对方的口音 眉头狠狠地扭了起来 他直白地出言感人 语气略有些强硬 如今城门已经下药 想要进城 明日再来吧 家丁陪笑 送上了一枚装了碎银的钱囊 这位官大哥 你不要气啊 如今夜深露众 实在是不宜在野外露言 不如 大哥您行个方便 帮我们通传一声 让俺家主人的亲戚 出来一趟 兵族哪里敢收下这些好处 上头在这方面盯得很紧 他粗鲁地将钱袋推了回去 随口一问 你家主人的亲戚是谁啊 李云 听说他在这家里还是个将军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游报香菇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藏 第八百二十六章 李校尉 守臣兵族用怀疑的目光 扫过了家定和他身后的车队 心中犹豫不定 他略显迟疑地说道 从未听说过李校尉 有什么亲属啊 你们在此暂且等一等啊 这就派人去通报校尉 听到前一句话 家定以为要吃一次闭门羹了 没想到兵族还算是通情达理 愿意帮忙跑一趟腿 他感激万分的座衣谢礼 诚恳地 多谢这位大哥了 守城兵族轻轻地嗤了一声 收下对方这一礼 在这里等着啊 李校尉并非常人能见到的 想将消息传过去 必然要等一阵子了 守城兵族将丑话说在前头 免得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家定连忙说道 没事没事 只要能够见着那位将就 哪怕是再多等上一阵子也无妨呢 守城工作并不是李云管辖 守城兵族只能是将消息 一级一级地传递上去 中间还要肉一个大碗 等李云收到消息的时候 他已经睡了好一会儿了 亲戚 身为五人 李云一向是维持着浅眠的习惯 外头一有动静便会清醒 听到外头有人传递消息 说城外有他的亲戚 他着实是懵了一下 还以为自己在做梦呢 他哪里来的亲戚 李云的反应被下属给误解 对方颇有些气氛地说道 莫非是底下的人 哪儿寻开心 如今都是什么时候了 大半夜跑来惹人好眠 的确是过分了一些 听到下属的话 李云这才摆了摆手 起身取下了一架上的外衫穿好 随意的 去看看 下属争了一下 难道说城外的人 真的是李孝未的亲戚 如今已经是三更半夜 外头除了巡逻的守卫 几乎没有其他人影 李云骑着马 奔向了城门 守城兵族见了李云 一面抑制内心的激动 一面成黄成恐的行李 虽说李云是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 但人家长得好看 打仗又厉害 以后是前途不可限量的 搁在这些兵族的身上 他们便是李云的粉丝 李云便是他们的偶像 待在城门这个岗位 经受风吹雨淋 有朝一日 能与偶像面对面说话 搁谁谁不激动 李云猛地跳下了马 随手将将绳一甩 冷着脸问道 去看看 江鹏基和其他人 都让李云在外人面前 寡言少语 这样才能维持他的威仪 李云深感正确 平日里克制自己说话的冲动 渐渐地树立起寡言沉默 高冷无双的公众形象 守卫连忙跟上了李云 微微哈腰点头 恭敬道 哎 那些人还在城外候着呢 李云拿出自己的令牌 下令道 开城门 高大沉重的城门 打开一绳宽的口子 隐隐绰绰的烛光 从缝口透了出来 李云的影子被拉得老长 投在地上形成了阴影 不远处有一个小童装扮的家丁 在原地张望 看到李云出现 双目蹭的一下亮了 看样貌 看气度 看个子 丢在人群便是焦点 这个人肯定是自己要找的人 为了保证李云的安全 他身后还跟着一队兵族 家丁性匆匆地上前 不料被护卫给拦截 李云挥手道 无妨 让他上前说话 家丁感觉 有人给他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激动的情绪平和了很多 李云问他 你说你家主人 是我的亲属 问的同时 李云还将家丁打量了一圈 对方虽是个家丁 但穿着比寻常富贵百姓好些 李云可不记得 自己有一门 如此显贵的亲戚 他与师尊在山上相依为命 连名义上的养父养母 都未曾见过几面 何来的亲戚啊 家丁正欲开口 耳边似有冷痕炸开 那个声音音量不大 听得却是十分清楚 似在耳边响起 李云一听这个声音 第一反应是 来人是个内家高手 第二反应呢 则是激动的险些落泪 两年多不见 徒儿好大的威风啊 分明是责备的话 但声音中 却带着几分难言的宠溺和喜悦 李云险些激动的忘了说话 只是谢迁说完了这话 从马车车厢下来 他才如梦初醒 只见李云大不留心地迎上前 扑通一声 双膝跪地 俯身败道 师父 徒儿不孝 未能远迎 来人不是旁人 正是李云 心心念念的师尊 谢迁 当年谢迁 刺杀中兆皇后失败 拉着好机友 中兆大儒万轩 一路逃命 凭借着老江湖的丰富经验 谢迁一行人 避开了中兆皇室贴出的皇榜 很顺利离开了中兆国 正逢陈州打得火热 谢迁担心会卷入战场 不得不带着人绕了一番远路 直奔九州 他打听了一番 这才知道李云落脚的地方 只可惜赶到城外的时候 城门早早下药了 起来吧 多大的人了 苦苦啼啼让外人看了 有损你的威信 谢迁俯身将李云扶起 借着火把的照明 旁人发现 李云和谢迁的侧颜 有五分相似 李云青春年少 面色尚显稚嫩 但经历数场大战 已经是有大将的风范 谢迁成熟稳重 面色棱角 略显沧桑 一双眸子平静如一潭死水 反倒是给他添了几分魅力 只要眼睛不瞎 这两人站一块 十个人有九个会猜测 他们有血缘关系 李云吸了吸鼻子 反应过来之后 露出了几分羞耗之色 这才发现 自己被人围观了 这个时候 李云发现 自家师傅身边 站着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 病脚染了几缕灰白 但周身气度相当的儒雅 带着浓浓的墨水气息 这样的气度 李云只在几个先生身上见过 很明显 这位中年男子 也不是普通人 家世出身定然不差 中年男子 正是忠召大如万轩 婊子成斋 他打量了一番李云 李云还乖巧地给他行了礼 称呼了一句前辈 万轩满意地点点头 抚恤笑道 哈哈哈哈 倒是有几分 你年轻时候的风采 谢迁学得是文武并重 眨眼瞧上去呢 是个精瘦的书生 等动了手才知道 对方如此能打 李云身上 却没有什么书卷气息 身材精瘦奇长 站在那边 就是一杆枪 一瞧就知道是个无人 万轩这么说 李云眼珠在暗中转了转 某个问题含在了嘴里 几于问出口 他和师父 到底是什么关系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游报香菇 领贤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827章 难道真的如柳蛇所演 他与师父并非是师徒 他们俩是亲身父子 万轩又说 他向师父年轻时候 这上李云心中好奇不已 好似有几只奶猫 在轻轻地挠着 谢千轻叹了一声 此件不是说话之地 能否先进城一叙啊 这是自然 还请师父和这位先生 随云过来 毕竟是李云的亲戚 连李云都认可了 守城的兵族 自然要开门放人进来 城内静悄悄的一片 偶尔能听到 打羹羹夫的声音 李云将人带回了府邸 虽说他的房子 只是个二进小宅 但空置的房间还有很多 谢千乔了 心中多了几分欣慰 看样子 你这几年过得还不错 丸州是清衣军和红莲教 肆虐最严重的地方 可如今一巧 城内建筑零次质比 街道宽阔整齐 空气清新干净 不似其他城池 街道竟是生活的会晤 百姓随处方便 空气充斥着骚臭 李云请谢千坐在了上手 双目满是乳目之情 师父 灵灵 李云反而紧张地说不出话了 脑子似有万千万英 在温温地乱想 谢千喝了一口茶 随意抬头看了一眼 跪在不远处的李云 平淡道 何事啊 李云支支吾吾地有些说不出口 毕竟抓着师父询问 对方是不是轻生父亲什么的 莫名地有些羞耻 如果是个误会咋办 师父先前在茅屋留书 说是要寻仇人报仇 那 报仇成功了 李云怂了一下 临时盖了问题 若是李云敢抬头看 他便会发现 谢千的遗态气度 根本不是寻常武夫能够有的 居遗气 养遗体 那分明是长久居住富贵之家 才能养出那般金贵气度 哪里像是隐居山间十数年 听到李云的提问 谢千端茶的手顿了顿 险些将茶水泼了出去 谢千也是个误人 手上功夫异常地问答 能让他产生这般的失误 可见李云的问题 杀伤力有多大了 没有 失败了 谢千竟竟是咬牙切齿 挤出了这五个字 李云垂着脑袋 奄奄地问答 颇有几分任命的滋味 先前 突然见到主公的父亲 崇州招募柳舍 他说 太岳夫现在是年幼相识的朋友 他还道 徒儿不单单是师父的徒弟 还极有可能是您的 您的亲生子 师父 这是真的吗 谢千歪了一下脑袋 在脑子里搜出柳舌的脸 他与柳舌多年不见 对方在他脑海中的印象 还停留在青年时代 李云见师父长就未回答 一颗心沉啊沉的 险些就沉底 什么叫极有可能 本身就是 谢千略显不爽地补了一句 自家儿子被冤家的女儿 收为下属 这件事情还是蛮心塞的 更加重要的是 谢千和柳舌的关系啊 还真没后者讲得那么好 李云听到这话 猛地错抬头 喜不自胜 念诺半赏 才吐出了一个字 爹 嗯 谢千轻轻地点头 李云这边反而是恰科了 预料中 应该是可歌可泣的父子相认 为何这般平淡呢 爹 那你为何不认儿子啊 李云有点小小的委屈 他和养父母 一年到头见不到两次面 他接触最多的人 便是他谢千 小时候他常常在想 为何师父不是爹爹呢 谢千垂眸 我何时不认你了 李云又恰科了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家传枪法需要师徒传承 既是你师又是你父 何时没认你了 李云无语 说得好有道理 竟然无言以对 那 那这姓氏 李云垂着脑袋纠结了一下 心情也是非一般的轻快 为父被逐出家门 你自然不能姓谢 谢千理所当然地回答 等你那种惨案 为父带着你侥幸逃生 浑浑恶间忘了自己是谁 一路从何间郡流浪到了奋怡郡 后来被那户李姓夫妇收留 那户人家多年无子 便将你收为养子 等为父一起自个儿是谁 你都两岁了 谢千脑中淤血慢慢地消了下去 恢复了记忆 顿时恼人都疼了 因为李云原先的名字 是李苟柱 向他谢千文武双全 儿子却取了这么一个戒名 但又不好意思 与那对夫妇争辩 他干脆让那个名字 当作李云的小名 还做主给他取了个好听的大名 云者既指有才又有文武双全之意 可比什么苟柱好多了 那对夫妇收养了李云之后 迅速有孕 自然更加珍惜自己的孩子 对谢千的举动不深在意 听了一番解释 李云简直是哭笑不得 不过他很快就注意到 谢千话中的异样 什么叫被逐出家门 父亲与环境现实 生了什么拘语啊 东庆共有四大高门 上阳风氏 狼牙王氏 环宁谢氏 以及苍州梦氏 虽然对谢氏了解的不多 但看看身边的风景 李云也知道 身为嫡系的谢千 应该是何等的尊贵 听柳蛇说 谢千还是那一代的领军人物 风流武双 怎么会变成这样 因为谢千的缘故 李云还专程向风景打听过 狼牙王氏和环宁谢氏的消息 他发现一个很诡异的地方 这两家几乎是同时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在朝堂上的活动减少了 谢千眼睛一邪 淡淡地说道 小孩假假的 此事与你无关 李云丧气 百折不挠地换了个问题 那 那父亲的仇人 可是云的沙母仇人 那人是谁啊 谢千这次没有回避 反而说道 一个妖孽 这个妖孽可不是骂人的话 而是实实在在地妖孽 李云还想继续深吻 看到谢千那张平淡的脸 满腔的勇气全部泄了出去 那 那父亲可还会离开 李云的人生追求很简单 奉养师父 娶妻生子 后者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 终于有了一丢丢的希望 师父要是走了 他奉养谁去啊 还不走 简简单单的三个字 听到李云耳朵 宛若是天来 明日 替为父引荐一下 引荐 这些事 要与你的主公详谈 找不到柳蛇 找得到柳蛇的女儿 也是一样的 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 谢千父子和柳蛇妇女 都有同样的敌人 自然又联手的理由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游报香菇 领先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一八百二十八掌 你们父子慢慢谈 万轩看了一眼李云 对方的轮廓 酷似谢千年轻时候 但眉眼精致 却偏向奇母 想到这里 万轩不禁暗暗地感慨 若是没有那种事情 谢千夫妇 应是羡煞旁人的神仙眷侣 李云连忙让下人领路 将万轩带到了客房安置 见儿子忙碌的模样 谢千笑了想 国别两三年 你成长了不少啊 李云耳朵高高地吃起 父亲这话 是在夸赞他 已经长大成人 能够独当一面了呀 纵然内心 已经是开心的百花齐放 面上 人就是维持着习惯性的高冷 谢千话锋一转 对着李云讲道 若是按照一贯的习俗 早该一清成婚了 说到这里 他的眉头不受控制的 狠狠地宁解 倘若谢千没有被谢氏案中除名 李云便是理所当然的谢氏底孙 一清这个事儿 十三四岁就要张罗了 一般都是由当家夫人亲手挑选 可惜你娘去得早 不然的话 她大概能吃上 孙儿的周岁燕了 世家规矩多如牛毛 十三四岁一轻 十八十九成婚 算算李云的年纪 早该成婚取轻 生儿育女了 如今这个情形 倒是有些尴尬 有些高不成低不就的意思 作为世家出身的谢千 虽然没有封膜一般看重血统 但她骨子里 也没有将自己当作是平民百姓 儿子一清成婚 女方最好是轻贵出身 不求家事如何显贵 但脑子一定要好使 划重点 脑子一定要好使 没办法 谢千被那个诡异的妖孽 弄得是神经紧张了 生怕儿子娶错了媳妇 毁了三代人 谢千提及李云生母 这让李云发胀激动的脑子 冷静了一些 从小到大 她还没听过 谢千说过生母的消息 李云小心翼翼地问道 父亲 儿子听了有周母说过 母亲云是狼牙王室出身 父母双方都是四大高门嫡系出身 在这个讲究血统的年代 李云的出身 甚至比皇室还要高贵 谢千叹了一声 面带追忆道 是啊 你母亲姓王 归名惠云 狼牙王室嫡女 她与王室这一代的家主 是包兄妹 奈何天不诱人 她身子娇弱 生你之际 不幸血绷而亡了 李云认真的听着 听到谢千说母亲闺名 惠君的时候 眼皮子跳了跳 谢千没错过儿子这个反应 问了句 你怎么了 没 只是觉得母亲这个闺名 与儿子认识的一位娘子类似 别说名字类似 天底下重名重新的人还多了去了 谢千并未在意 李云又问道 母亲 听柳州母讲 她还是少有的才女 谢千用自豪的口吻道 岂止是才女 用柳蛇类比 你母亲才学 碾压一个柳蛇 绰绰有余 父亲 你和柳州母多大的仇啊 不过谢千这么一说 李云对那位未曾谋面的母亲 也生出了向往钦佩之心 更是有些沮丧 按照父亲的说法 母亲是因为生她才顽固的 父亲这边 有母亲的画像吗 李云听柳蛇说过 谢千是个文武双全的全才 提笔能迎师作画 持枪能杀敌破阵 若是如此 父亲应该为母亲 画过画像之类的东西 作为柳念吧 自然是有的 谢千当了十几年的山野宅男 搁在旁人的身上 估计啊 已经堕落成不修蝙蝠的江湖草莽 但谢千的教养 却是融入骨穴的 哪怕只住着茅草屋 一样能够弄出 放荡不羁的饮食风范 作为带着儿子 谋生的单身汉父亲 他也没将其他技能落下 笔墨丹青 依旧是不俗 为免记忆褪色 他画了好些画像待在身边 李温兴匆匆地打开了画像 看到人物的面容 瞬间睁了一下 若非确信 慧郡娘子的年纪 比他还小了几个月 他都要怀疑 对方是他的母亲了 这不是 慧娘子吗 他难难地说道 脑门挨了一下 无礼 不喊母亲 喊慧娘子 这小子是要造反啊 李温犹豫了一会儿 坦承当 父亲 儿子见过画像上的人 谢千的心脏 猛地提到了嗓子眼 自家儿子见过那个妖孽 何时见过 昨天哪 主公后院一位娘子 和画像上的母亲 面容酷似 气质倒是大不相同 画像上的王慧君 气质如蓝 出尘淡雅 他穿着一身华服 立在了百花丛中 右手放在微秃的小腹上 面上带着淡淡的笑意 整个人蒙着母爱的光环 看到画像的时候 旁人先是被对方的气质吸引 竟然注意到她的手帽 哪怕是隔着画 旁人也能猜出 这是个饱读诗书的才女 唯有长久经营此道 才能养出如此的气度 至于李温见过的慧娘子 神家也是美得不可分物的美人 但那种美丽 却是灿烂夺目的 一个内敛 一个张扬 李温这么说 谢迁历时 对那个酷似她妻子的女人 产生了警惕 没等谢迁回过神 李温仔细将画卷收好 略微害羞地说道 父亲 何事 儿子 心中有心仪的女子了 李温可不想自家父亲做主 给她订亲订婚呢 未免节外生枝 自己还是要坦率的仙招了吧 谢迁无语 虽说不情不愿 降低了择席的标准 但谢迁真不想儿子 娶个大字不识 满嘴粗话的山野泼妇 谢迁立刻在脑子里 描绘出了一个满嘴大黄牙 说话唾沫横飞 指甲藏着黑后舞狗 吃饭巴唧吵闹 睡觉呼噜如雷 与人对骂扭打的女子形象 眼前顿时一黑 呼吸都要断了 儿子 你千万别想不开呀 谢迁星颤地问道 哪家女子 是不是自有恋爱她的美馆了 她就想知道 是哪家女子 哪怕是农家女也认了 只求教养不出错 何间上官室 不知道父亲有没有听过 李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她叫上官婉 何间上官室 这个谢迁知道 她都做好最坏的打算了 没想到李云给了她惊喜 上官室的娘子倒也不错 那父亲这是英语了 李云开心地想要飞起来 今天是她的幸运日啊 好事是一桩戒着一桩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邮报香菇 领贤演播 欢迎订阅收藏 一八百二十九章 谢迁的脸唬了下来 将儿子吃了一顿 一堂地狱 两性之好 岂能如此随便呢 婚前彼此有感情 这件事情 家长可以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但成婚章程 不能随便胡来 李云像是双大的茄子 飞上天的小心脏 又被打落在地 那父亲的意思是 自然是正经谈婚论嫁 请了兵人去说梅 三叔六礼 一应俱全 李云想到了上官晚的情况 颇有些头疼地说道 这样怕是不行啊 为何不行啊 婉儿是从前夫家逃出来的 娘家又被后母拔驰 婉儿若回去 定人有去无回 谢迁无语 他被儿子 接二连三的地雷给炸蒙了 有什么惊吓 能一起说完吗 谢迁倒是没有介意 婉儿二家的身份 只是有些担心 从夫家逃出来的 这话怎么说 难不成他还有婚约在身呢 勾引有福之福 自家儿子胆肥找奏是吧 李云摇头如波浪果 连忙解释道 婉儿与其前夫 确实是定了婚约 不过 未等他过门 就一命呜呼了 那个婆家倒是刻薄的厉害 不依不饶 强迫婉儿去做什么望门寡 险些害死婉儿 其父已死 婉儿又是自由身 儿子恋慕他 但也想将此事告知父亲 过了名路 毕竟还是感情单纯的少年郎 李云话还没说完 已经是闹了个大红脸 如果父亲 非要找病人提亲 直接向主公提就好 谢迁的心情大起大落 他疑惑地问道 这与你主公又有何关系啊 主公约婉儿 青铜兄妹 不是 青铜姐妹 如今婉儿无依无可 唯有主公是他的家人 虽说自家养的猪 终于是会拱白菜了 但这个儿子脑子 有些转不过弯 看到李云亮闪闪的毛子 谢迁泪绝不爱 只能点头应下 成 此事明日 与你主公相说 李云长舒了一口气 兴奋得整宿睡不着觉 第二日 他准时起床 沉练武枪 让仆神注意 谢迁和万轩的动静 及时备好早膳 别以为李云有多敬严 一大早就去上班 神家只是提早 绕了个弯路 去赌上官晚 婉儿 李云纵身一跃 仗着个子高 轻轻松松趴在了墙头 对着院内唤了一声 上官晚不是第一个发现李云的 反倒是底下跟着读书的顽童发现了 看到墙院趴着熟悉的人 顽童们都是笑嘻嘻地看着上官晚 在一群萝卜头扑斥哄哄笑中 上官晚美好气地红了脸 将竹简放在了暗桌上 所有人都写一遍板子上的字 等会儿回来检查 院内有简易的黑板和粉笔 黑板只是用涂料 将一块板子涂成了黑色 所谓粉笔 其实是白鳄 一种石灰岩 向阳县铁矿开采的时候 弄出了不少这个玩意儿 可以制成粉笔 在此之前 谁也没有想过 将这种白色物质 用于写字交书 还是主攻机灵 善于利用 你又来做什么 李云取出的东西 对着他说道 路过这里 给你带了点早膳 上官晚接过来 发现李云还目光灼灼地 看着自己 心下泛起些许的羞涩 还看 你何时过来不成 非要让底下的学生 看笑话 李云挠头 举促地说道 这不是太开心了吗 王儿 昨夜我父亲来了 师父真是父亲啊 上官晚一惊 见李云面带红润 心下 多了几分紧张 你这呆子 莫不是将我们的事情 与你父亲说了 当然说了 李云补充了一句 父亲说 竟然与主攻 想他此事呢 上官晚恨不得将李云 当成手中的包子 给捏碎了 婚姻大事 起事而泄 好歹让他 有个心理准备啊 你 你难道不愿意啊 李云小心翼翼地 看着他的脸色 想到凯学那日 婚姻给主攻丢了香囊 愣是没看他一眼 顿时心塞得无法言语 上官晚轻哼了一声 压低声音道 这么大事情 你也不与我商量商量 李云也是委屈 搭拉着脑袋道 可婚姻已经硬了呀 他还在上官晚的默许下 偷偷地拉了他的小手 死一时比一时 臭媳妇迟早是要见公婆 但也要允许他装扮装扮 做一做心理准备 上官晚见李云露出了一副 黯然的模样 心肩不由得易软 算了 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 我也没有怪你 这会时辰也不早了 你早些去军营点蟒 莫要耽误 至于提亲这事 要是蓝亭硬了 我便硬了 说完 上官晚双甲飘起了红韵 没等李云回过神来 他已经绕过了脚门 哐的一声将门关上 只留李云站在原地 控制不住的煞香 上官晚虽成过魂 但作为望门寡 他的陪价连壁火图 这样的东西都没有 在男女知识上 干净得像是一张白纸 先前那桩婚姻 上他心灰意赖 李云便是这个时候 毛躁地闯入他的生活 他想学武杀敌 江鹏鸡拍了李云 给他开小照 没想到一来二去呢 反而被这个单纯的青年 给打动了 一开始 上官晚并无再婚之意 但要是李云的话 实在是没有办法拒绝 向江鹏鸡引进谢谦 李云对这个事 比谢谦本人还要引起 江鹏鸡得知此事的时候 他不由地愣了一下 没想到谢谦 竟然会出现在这里 他对谢谦 持了晚辈礼 常听父亲提起先生 说尽一件才知 父亲所言 描不出先生的一成风采 谢谦既有人文的儒雅 又有武将的英姿 看着他 似乎能在脑海中 描绘出中年版的李云 江鹏鸡嘴甜 谢谦也没有揭穿他的假话 柳蛇那个家伙呢 会常常跟女儿提起他 白日梦都不敢这么做呀 柳中青的女儿 果然不俗啊 谢谦没有多加寒暄 单刀直入地问 若是没猜错 柳蛇应该跟你说过 我去中招的目的 说是为了刺杀仇人 谢伯父可成功了 没有 妖女藏匿中招皇宫 守卫森严 此人还有些妖术 不宜出去啊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录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邮报香菇 领贤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八百三十章 妖孽 江鹏进眸光一转 暗暗地捏紧了右手 口吻多添了几分杀意 听父亲提起过那个妖孽 据说 是杀害我母亲的元凶 奈何对方手眼通天 本事非凡 父亲拿他无可奈何 谢谦始终在观察江鹏七的反应 见他这个反应 便知道对方 知道了不少的内情 柳蛇这人也是心大 将如此重要的事情 告诉了孩子 不怕孩子一时冲动 做出傻事吗 谢谦至始至终 都没有告诉李云 关于他母亲死亡的真相 其实也是怕自家孩子冲动 做傻事 那个妖孽 着实不简单 连高人都说了 寻常繁胎肉体 根本伤不到妖孽分毫 说得难听一些 去了只是送死 与其说这人手眼通天 不如说他攀上的人物厉害 谢谦嘲讽地吃了一下 眼底竟是明晃晃的厌恶和鄙夷 他继续说道 狐媚祸主的本事 兴许这世上 无人比得上他了 江鹏七点头赞同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观 连男子中的英雄都如此 更别说 那些被身体支配的凡夫俗子了 被谁迷得不知东南西北 我只是有些奇怪 父亲说过 那个妖孽 有着超出世人想象的妖邪手段 堪比狐媚祸主的打击之流 为何没有世外高人收拾他呢 从目前获得的情报可知 这个世界没有先家术法 但有着超乎常人想象的手段 丽书和江佛寺的了臣大和尚 观面相知器云 堪比神棍之流 谢迁促着眉头 将捧着这个问题 也是他一度百思不得其解的 这些年我也曾拜访过不少的隐士高人 倒是知道一些内情 当年 我发现捉惊 被这妖孽占去肉身 第一时间便想起了古时这狐妖 占去苏打几之事 在此之前 我不信这糊弄人的神佛 但面对浑然陌生的捉惊 又不得不相信了 只能暗中寻找高人相助 谢迁找和江高人 辽臣和尚帮忙 奈何透露了消息 惊动了妖孽 给他们父子惹来了杀身之祸 听父亲说过 您找的是辽臣大使 谢迁苦笑着点头 正是辽臣大使 很可惜 他还没见到辽臣大使 已经被妖孽发掘意图 对方趁机偷袭他 将他打成了重伤 后来又碰上匪徒杀人 谢迁只能置之死地而后生 抱着尚在墙堡中的儿子跳崖 幸好他赌赢了 崖边的藤蔓和树枝 救了他们父子一命 江鹏接还开着直播间呢 谢迁刚出现的时候 不少观众表示 这位大叔真有魅力 众人正默默地舔大叔的颜值 听到两人的对话 直播屏幕上的弹幕内容 齐刷刷地换了 谢迁老帅哥这话的意思 是他发现自己老婆被人穿越了 厉害了我的古人 这很正常吧 毕竟是同床共枕的伴侣 怎么可能发现不了 我听得有点迷糊啊 那位大佬来解释一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们还记得主播这个事件 还有一个穿越女不 按照先前的直播内容来看 这个穿越女占了谢迁老婆的身体 后来被谢迁发现了 穿越女就先下手为强 准备下手杀了谢迁和尚 在墙堡的汉美小天使 谢迁负责侥幸生还 当然要想办法报仇了 我觉得这事啊 不能归于一谈 搁谁都想活着 但那个穿越女做的事 确实有些过分了 按照目前组织的内容来看 这个穿越女不仅想反杀谢迁公子 貌似还害了主播母亲 跟前头两个敌兄 记得刘府敌女柳桓吗 根据大神分析 这个柳桓是川越女 跟昌寿王的女儿 记得柳桓的丈夫乌马军吗 乌马军是川越女 和东庆皇帝的儿子 关切这两个同母异父的兄妹 全都是谢迁老婆真替生的 这事搁在谁头上 谁都说不了吧 弹幕激烈讨论 不少观众还想起 之前刺杀江蓬基的川越女 顿时不寒而栗 站在谢迁和原主王慧君的角度 川越女是占了人家身体 用这具身体 试图杀害原主深爱的丈夫和儿子 还用这具身体 和无数男人纠缠不清 生下了两个孽种 搁谁谁不觉得恶性啊 谢迁可不知道 有观众讨论这个事 他静子说道 原本想找了了尘大师帮助 奈何妖孽厉害 事先看破了我的打算 后来我阴差阳错 碰见另一位高人 对方告诉我 那妖孽来里不凡 怕是一界之人 能扰乱既定的命数 对方还说不少高人 已经发现了异样 但这妖孽神通诡异 擅长行踪藏匿之术 若是未成气候 倒是能想办法事上一事 但如今这么多年过去 气候已沉 难以除去啊 这个世界的世外高人 不过是比较厉害的神棍 能掐能算不能打 穿越女的命格 不在这个世界 他们算不出 死人的天机命鬼 更别说找到人了 一界之人 是啊 一界之人兴许是 害人的鬼魅吧 江鹏姐眼珠子转了转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柳蛇知道 穿越女大致的方位 因为她有权有势 能派遣人帮她查探 谢迁却是孤家寡人 无权无势啊 还被谢氏除名 她怎么那么肯定 穿越女在中兆皇宫呢 我有一个疑问 你是怎么知道 妖孽混在中兆皇宫 那也是高人告诉你的 高人倒是没告诉我 但她给了我这个 谢迁从怀中取出了衣物 竟是一枚 阴阳鱼造型的玉佩 江鹏姐上前 接过了这个东西 巴掌大响 触手深温 质地温润续腻 竟是不可多得的暖玉 关键这个玉佩 还十分的奇特 一半黑 一半白 黑得纯粹 白得透亮 这是什么 据高人所言 这是前朝丞相 皇甫修的陪葬遗物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游报香菇 领衔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以831章 前朝丞相皇甫修 江鹏基从史书中 看过这人的记载 也史传闻 此人精通周一八卦 开了天眼 能通鬼神 他起初还觉得 这人有些不悟正眼 好好的一个丞相 不去治国打仗 装什么神棍 不过现在来看 也史也不是瞎说 不然的话 为何对方的陪葬遗物 会有这么奇怪的东西呢 瞧着 这暖玉除了造型奇特一些 没别的用途啊 江鹏基喃喃一声 谢亲解释道 那高人讲了 此物能够地邪故魂 专刻要挟鬼魅 还有另一项神奇的力量 江鹏基好奇地嗷了一声 将玉佩左右翻看 始终没有发现哪里奇怪 什么神奇力量 据说这玉佩之内 另有乾坤 天下要挟难以躲藏 此乃道家至宝 江鹏基直勾勾地 看着谢前 眨了眨眼 您能讲得更清楚一些 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 这都只是一枚普通的玉佩 谢前无奈地苦笑一声 平日睡眠之时 将玉佩带在身旁 诗意长 灵语便会与人的魂魄相通 睡梦之间便可畅游天地 梦到诸多诡异场景 梦醒之时 还能记得清清楚楚 高人告诉我 只要将目标的鲜血 滴在阴阳鱼的中心 入梦之际 便可见到目标所在的方位 江鹏基听得猛逼了 厉害了呀 世间还有这样的操作 十五万的咸鱼观众 也是不住地发666 直播间终于要从古代争霸 朝着仙霞发展了吗 你便是借着这个 找到妖邪的位置 江鹏基问道 这简直就是仙霞般的定位仪啊 谢千苦笑 哪有这么简单呢 我也是耗费了数年光景 这才大致寻到对方的位置 一旦与妖孽距离过近 这东西就失了效果 我想应该是妖孽本身的 隐匿神通 发挥了作用 所以说 这玩意儿只能锁定大致方位 不可能精确的定位 江鹏基看着阴阳玉佩 若有所思 他总觉得这个玩意儿的特性 有些熟悉 另想 直播间的咸鱼观众 也在演唱 汉美爸爸说 玉佩另有乾坤 意思是说 这玩意儿还是随身空间 主播主播 你要不要咬过手指 滴一滴血腔去试一试 说不定就认出成功了 说不定 里面不仅是随身空间 还有一口神奇的灵犬 能洗骨伐髓啊 说不定不仅有灵田 里面还有一栋 装着无数修真心法的小浓屋 为了不破坏对击啊 我也解决 说不定 还有随身的老爷爷来 咸鱼果然是咸鱼 一群凑热闹 不显事儿大的主 他没有理会 凑热闹的咸鱼观众 问些钱 如何使用它 只用将它 试试佩戴身边 高人说过 若是魂魄强大之人 天生便可和灵狱沟通 入梦就更加的清洗 倘若是普通人 只能增加和灵狱接触的时间 不断地磨合 方可入梦通灵 这端笛是看个人天赋啊 江鹏姬看着手中的玉佩 眉头深锁 他总觉得自己见过这玩意儿 谢千叶发现了江鹏姬的异样 随口问了去 你发现了什么 这件宝贝 先生能见我一阵子吗 不知为何 见到他的时候 总觉得有种似曾相识的错觉 好似在哪里瞧过 可是一时半会儿就想不起来 不知先生能不能应允 对于谢千来说 这枚玉佩是他的命根子 失去了他 自己便再也找不到妖孽的行踪 更别说报仇了 可是先前的那趟行刺 他发现自己只是个凡人 根本就无法与妖孽抗衡 他需要借助繁俗权势的力量 若非如此 谢千也不会带着万轩 一路投奔挽州 江鹏姬要借 他自然不会拒绝 谢千点头应允 江鹏姬忙道 先借个两日 过一段时间定上归还 说完这事 谢千提了李云和上官晚的婚事 自家儿子老大不小了 好不容易拱到了一棵百菜 当父亲的肯定是要助攻一下 以李云如今的尴尬身份来讲 能娶到上官晚这样出身轻贵的世家女 那也是走了大运 这件事情我是没什么意见 关键还是要看婉儿的态度 您应该听还没说过婉儿的过去吧 那并非她的过错 凭心而论 婉儿与汉美倒是般配 两人又是两情相悦 若能成事 再好不过 在女四叔面前 自然好女不二嫁 女子应该从一耳中 哪怕女子还没嫁过去 丈夫就死了 女子也该为素未谋面的丈夫守寡 谢千却没有这么迂腐 事实上呢 女四叔上面绝大部分的内容 她都是嗤之以鼻的 莫说二嫁 士族之间二嫁三嫁的女子 也不在少数 身家只看门当户对和噱头 才不管其他 事实上 上官万万门寡的身份 在谢千看来 根本不算啥 那能算什么过去啊 那些蠢货折腾什么 忘门寡 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德情 谢千的眸中 带着浓浓的鄙夷 您这么说 我也更放心了 谢千从县府出来 一眼便看到自家儿子 在远处张望 那个模样 要多蠢就有多蠢 爹 谢千扬装不认识 绕过了儿子 李云沮丧 他只是想知道 主公有没有答应 他与婉儿的婚事啊 另一想 江鹏基看着桌案上 摆着的阴阳玉佩出身 认真地搜索自己的记忆 以他的经历来说 他不可能见过这种东西 但那种熟悉感又挥之不去 江鹏基捏着玉佩 闭目深思 他想用精神探索玉佩的材质 便是这个时候 玉佩表面冒出了一个 看不见的气悬 一股微弱的吸力 迎起了他的注意力 他合谋静心 顺势将精神力注入其中 目的 原本漆黑一片的视线 突然明亮起来 定睛一瞧 竟是云雾遮掩的高空 他睁了一下 发现了一条红线 直直地延伸到了云层的下方 行念一动 一股势众的错觉传来 视线顺着红线 不断地向地面拉紧 眼瞧着快要坠地了 还梳得睁开眼 势众的感觉 才戛然消失 姜彭基错愕地 看着手中的阴阳玉佩 喃喃地说道 竟是这个东西啊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油爆香菇 领衔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以832章 方才高空景象之后 姜彭基能看到 直播间的观众人是猛逼的 以他们的视角来看 姜彭基握着那枚阴阳玉佩 表情微松 过了一会儿睁开眼睛 难难什么 竟是这个东西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没头没脑的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十五万咸鱼观众 感觉自己的好奇心 被高高地吊起 偏偏主播这个坏家伙 还不肯解惑 真的是要逼死强迫症啊 未等将棚基整理思绪 已经是有观众按捺不住 连连发问 整个屏幕 全是各种带问号的弹幕 真是急死个人哦 有什么话一口气 受安心不 说一半留一半 难受死了 主播 这款玉佩 到底是个什么来历啊 难不成 里面真的有随身空间 有灵泉 有灵田 有农屋 还有随身老爷爷 天要是真有 主播 你干脆别直播打电下了 直播休闲吧 不错啊 要是直播休闲的话 那我要当主播的大弟子 哪怕不是入门弟子 或者亲传弟子 哎呀 让我当一个记名弟子也好啊 休闲可比打天下好多了 你们想的怎么就这么美呢 要是这个直播间不直播诸侯争霸了 改直播休闲 你们觉得你们还有几进直播间的可能 说不定全天下的人都跑去信号塔住着 到时候啊 凭你们单身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手速 还想抢到直播间的位置 想多了 抢直播间位置那还是小说 怕就怕是主播改型修真之后 全地球人全跑去修真去了 十五万的闲鱼观众聚在了一起 轻而易举便能将话题给带歪 原先他们还急切地想知道 阴阳玉佩的来历 这会儿却脑洞大开 计划以后如何修正了 等江鹏姬整理好了思绪 观众们正在谈论 修真之后能逍遥快活多少年 江鹏姬无言以对 他发了一条弹幕 腰斩他们的白日梦 免得脑洞太大 收不住脚 你们想的太多了 思维发散能力不错呀 可惜没几句挨得着编的 这个东西 与其说它是玉佩 不如说是一种星际陨石 哪怕是在我那个世界 它也是极其珍贵稀少的 当江鹏姬揭晓答案的时候 观众们随之化染 然后便是深深的失望 他们还以为能修仙了呢 没想到得到的是这么一个答案 失望 异常的失望 如果只是一块矿石 那根本没什么意义啊 不管是古代 现代 还是星际时代 本质都是一个维度世界 三者的区别 仅在于时间轴不同 若是大力推动科技发展 再落后的时代 也会迈入大星际时代 这是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 地球上的矿石 搁在其他星球 那也算得上是星际矿石吧 若是这样代入 主播手上的阴阳玉佩 根本就没啥特殊 不少观众表示很失望 但也有少部分的人注意到 江鹏鸡那句话的细节部分 他说这种星际矿石 搁在他那个世界 也是极其珍贵稀少 这就耐人寻味了 大经济时代 动则数千数万颗 可居住的生态星球 最不缺的 就是各种能源 这种情形下 能让江鹏鸡 用珍贵稀少去形容 那绝对就是无价之宝了 不少人想到了这一层 熄灭的好奇心 死灰复燃 主播主播 那这块星际矿石 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吗 江鹏鸡将阴阳玉佩 左右翻看 面上带着几分轻快的笑意 因为周遭无人 江鹏鸡也不怕被人听到 他张口说道 特殊作用啊 说出来怕吓到你们 根据星际联邦的记录 约莫七个星际士 便会发现一个崭新的智慧种族 智慧种族的生物形态 多种多样 最普遍的生物 便是由细胞组成的实体生物 最稀罕的 便是纯能量体 或者是精神体的生物 不管是纯能量体 还是精神体生物 它们的生命结构并不稳定 绝大部分 只能是在特定的环境生存 少部分 能依靠特殊的物质 或者是媒介 才能离开原生态环境 这种特殊物质 便是我手中的这种矿石 你们猜得到它的价值吗 江鹏鸡很少会讲述自己的过去 难得开口 观众自然不想错过 主播你就别卖官司了吗 几死个人了呀 这么块小东西 它能有多少价值啊 难不成能买下一个地球啊 有些观众迫不及待地催促 有些观众则笑着调侃 江鹏鸡笑道 约莫指甲盖大小的矿石 便能买下一颗 甚至是数颗矿石星球 你说它有没有价值啊 这玩意儿 是天脑中枢最重要的基石 有了它呢 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全宇宙天脑网络 唉 跟你们讲这些 你们也不懂 只要知道 他很厉害就行了 可惜了 哥在如今 只能是暴点天物 这样厉害的东西 若是哥在正确的时代 他便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创造无数的财富 哥在现在嘛 呵呵 只能是当做普通的配饰了 江鹏鸡 曾是联邦权力最高的人之一 换而言之 他在天脑那边的权限 仅次于联邦总元帅 很多普通人 接触不到的高度机密 在他的面前 是完全公开的 他曾和天脑交涉过 所以他知道 天脑并非是复杂的数据 而是生命体 正确来说 天脑应该是纯能量 与精神结合的虚拟生物 这一点 和系统这种生物 十分的相似 说起来也奇怪 连天脑都无法完全摆脱载体 系统又是怎么办到的 单纯依附宿主 可宿主只是普通的人类 理论上而言 根本是不足以成为 虚拟生物的载体 江鹏鸡摸着手中的阴阳玉佩 神色露出了几分狐疑 不过很快 他便将这个问题抛到了脑后 此时折波间早已经是炸开了过 这么一块小东西 价值不知道多少个地球 逗他们的吧 江鹏鸡哪有这个闲工夫逗他们呢 虽说是暴天天物 不过放在有用的人手里 他还是能发挥一些用处的 他笑着将阴阳玉佩 握在了手中 例如捉老鼠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邮报香菇 领贤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833章 捉老鼠 捉什么老鼠 观众们是一头的雾水 最近有老鼠闯入主播的房间 偷吃他的夜宵了 江鹏鸡也没有多做解释 反而是将阴阳玉佩收了起来 破天荒地跟观众告了假 提前关了直播 接下来的事情 不方便让观众看到 做好了这些 江鹏鸡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 戳了戳系统 啊 我知道你还活着 不要装死 刚才的事情你也看到了 没什么想说的 江鹏鸡说完 耳边愣是没有听到什么动静 若非他确信系统还被他关着 说不定就要怀疑系统跑路了 不想死就支一声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你还能翻得了天不成 随着阴阳玉佩的出现 江鹏鸡捏住了更多关于系统的把柄 他不客气地怼系统 系统只能是不情不愿地开口 支 真要你满意了 面对系统的恶意卖萌 江鹏鸡撇了撇嘴 我给你半小时的坦诚时间 如此无礼傲慢的话 系统哪里忍得了 他心情恶劣 恶狠狠地催了一声 不懈道 什么坦诚不坦诚的 你想关我的话 还弄了点 自从上次不欢而散 江鹏鸡和系统就没有交流过了 系统心里清楚 每次江鹏鸡找上他 准没有好事 碰上这么一个宿主 他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了 你能告诉我 你的核心载体在哪里吗 江鹏鸡笑咪咪地问他 口吻随意 好似只是询问今天天气如何 系统内心狠狠地呸了一声 嘴上去说道 你不就是我的宿主吗 不用跟我装算 你明知道我指的核心载体是什么 见和系交流不行 江鹏鸡只能是换一种交流的风格 见了这枚阴阳玉佩 我才想起来 你是系统 也是虚拟生物 按理说 虚拟生物没有特殊载体 是无法离开原生环境 这一点 哪怕连天脑都是无法避免 你自然也是一样的 听到江鹏鸡 把他和天脑做比较 系统显现是气的炸锅 少将我和那种低等生物类比 我根本就没有那种东西 你还是死心吧 他可是有能力 穿梭各个未面的系统 真正的高等生命 削去一个天脑能和他比 一个甘心被低等生物 支配劳逸的虚拟生物 真是个耻辱 江鹏鸡剑系统 抵死赖账 输得冷笑一声 哼 你说这话 还真是不亏心啊 系统心中咯噔一下 面上人是坚持远心的说辞 拒绝被江鹏鸡套话 好好好 既然你坚持 没有载体核心这种东西 我也不能勉强你 不过我有一个问题 十分好奇 不知道你能不能回答出来 你是如何拍摄直播的 或者说 用于直播的摄像头在那里 我仔细观察过 直播间的拍摄视角 以我所在的位置为标准 高空数百米 无死角的拍摄 可不管我怎么寻找 根本找不到 诸如摄像头的存在 对于这个问题 我想了很久 始终也没弄明白 你直播工作的原理 直到今天 我发现了这个东西 它给了我灵感 江鹏鸡 颠了颠 手中的阴阳玉佩 唇角挂着淡笑 作为虚拟生物 可想 你对它应该是不陌生的 刚才我催动这件东西啊 发现自己的视角 转到了高空 更加巧合的是 当视角向地面拉近的时候 正好 与直播间的拍摄视角吻合 针对这一点 系统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 原先还理智气壮的系统 现在 安静如鸡 一声不吭 江鹏鸡很笃定地说道 你有载体 我迟早会找到它的 先前说过 虚拟生物的生命结构并不稳定 若是离开了原先的环境 好比鱼儿离开了水 根本就活不长久 所谓载体 更像是装满水 充满养的鱼缸 没有了它 鱼儿可不到处笨打 江鹏鸡对付系统 目前有两种方案 第一种 它的脑欲恢复巅峰状态 与主系统硬碰硬 不过这种办法并不稳妥 鬼知道主系统 把自己切成了几片 若是不慎放跑了几个子系统 它倒是没事 怕就怕身边的人出事 第二种 毁了系统依附的载体 哪怕不理会它 子系统也好 主系统也好 全都活不长久 相较之下 第二种方案 更加的轻松 也更加的完善 只是这个载体 又在哪里呢 按照系统狡诈的性格 对方肯定会将 这么要命的东西 藏得好好的 不会让人轻易找到 系统又一次沉默一对 与其说是沉默反抗 不如说是坐以待毙 因为他清楚 不管他说什么 根本就不能误导江鹏机 如果是系统主体 这一会儿还能跟江鹏机 硬碰硬地打一波 两人胜率无误开 可是他只是主系统 分裂出来的子系统 顶多是糊弄糊弄 没有见识的穿越者 或者是土著 欺骗江鹏机 惊不见 他这些年 一直被对方禁锢着吗 江鹏机也不在意 甭管系统是什么反应 他都是自己的阶下球 这一点段位还想要跟他斗 简直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啊 不过在解决主系统之前 他觉得 可以先将小鱼小虾抓起来 江鹏机重新闭上了眼睛 按照刚才的步骤 用精神试探阴阳玉佩 很快便发现了奇特的气旋 用通俗的话来解释 这枚阴阳玉佩 其实就是一个 精神网络的终端 以及登陆端口 只有精神足够强大 才能登陆这个精神网络 普通人精神恼欲不强 他们只能是增加 和玉佩相处的世界 被动的适应 所谓通灵入梦 其实就是在精神 无意识的状态下 进入这块精神网络 不过 江鹏机终究是不同的 当那片气旋出现的时候 他没有反抗 任由气旋将他的精神 拽入其中 因为有了心理准备 当眼前出现高空云景 他也没有吃惊 反而是顺着那条红线 向地面坠去 没过多久 地面的景物在眼前不住地放大 他看到了一位老朋友 哼 这位久违的老朋友 不是别人 正是偷偷摸摸潜伏到 顽州的穿越女 对方又换了一副容貌 易容成了逃难的年轻妇人 混在了一群难民之中 江鹏机可以清晰地看到 地面发生的事情 听到他们的声音 地面上的人 确实浑然不迟 他将注意力 放在了年轻妇人的身上 吃了几次教训 对方这次的易容 可比以前好态度了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第八百三十四章 如果说穿越女 先前的易容 破绽百出 如今这个易容 勉强可以打个六十分 系统 这样 真的可以接近鲁西吗 伪装成逃难妇女的 穿越女 蹲在了一角 扬装小气 实则与寄宿在身体内的 系统交谈 过了会儿 系统弹幕的电子合成音 传入了耳畔 平淡的不带一丝的感情 目前来说 以难民的身份混入完周 这是最保险的 东京这些年一直在打仗 吃遭了无数的难民 难民群体庞大 你趁机混入其中 不会被人发现 更何况 完周还在大量的招收难民劳力 这是天大的好机会 系统原先还觉得 愚笨的宿主好控制 但有时候宿主太蠢了 还有觉得憋屈 穿越女 咬紧了下唇 她也知道 伴坐难民混入完周 是最好的 但真正体验之后 又觉得难受 她以为桃乡的难民 就跟电视剧演的那样 穿着破缕衣衫 三三两两结伴而行 没什么难度 只是现实却给她 狠狠地上了一课 真切地告诉她 战争下的难民 是何等的模样 我就不能直接 顺移到完周吗 穿越女蜷缩着身子 努力地想要降低存在感 但她仍旧是感觉到 身边有数双眼睛 在盯着她 有些将她当作食物大量 有些呢 将她当作货品 不管是什么眼神 她都感觉 深深的屈辱感 戏童冷斥一声 语气机翘地说道 宿主 我想应该不用 我再提醒你一遍了吧 你现在背负了巨额债务 心语已经彻底地赤字 若非紧要关头 神器积分伤成 是不会再让你赦债的 换而言之呢 穿越女想要混入碗中 要么仗着自己的武功高强 直接翻山越岭 潜入进去 不过要是选择这种方法 岂有可能被人发现 如果是普通人也就罢了 怕就怕被江鹏七发现 届时那可就完蛋了 不止穿越女 惧怕江鹏七那个杀神 就连负着她身上的系统 也深深地忌惮 不敢掉以轻心 思来想去 半座难民混入碗中 这是最稳妥的办法 当然还有一重原因 直播间观众已经看逆了各种大尺度的直播内容 他们需要改风格 与其说观众看逆了直播内容 还不如说之前的直播内容 无法让土豪继续掏钱买单 自从背负的巨额债务 传越女每天的直播时间 从原先的四小时 延长到了二十四小时 但不知为何 以前为她一致千金的土豪老公 大多数不见踪影 少数几个 也是只是看直播不给打赏 这一行为呢 跟白嫖有什么区别 如果没有海量的打赏 她只靠每天定额的人气积分收入 什么时候能够凑够还债的数额 传越女暗暗地咬牙 内心恨得不得了 但又不能不拉下面子 讨好土豪观众 她前世只是一个 十八线的直播小网红 为了讨生活 每天都要在狭小的房间 直播跳舞或者是与人聊天 讨好土豪观众 自从有了系统这个金手指 变成了土豪捧着钱过来讨好她 前世惊生 两种截然不同的境地 让她飘飘然 产生了疲逆众生的优越感 她已经记不清了 自己多久没有主动开口要打赏 最近一两个月呢 她屈尊降鬼讨好土豪 拐弯抹角向观众讨要打赏 甚至用了以前钓铠子的手段 暗中挑拨土豪相争 哪里晓得 以前尚赶着撒钱的土豪 根本就不买账 哪怕她亲自开口了 人家也只是象征性的赏几个小钱 丝毫不见从前为她倾城一笑 争相砸钱的圣经 面对这种窘状 川月女与系统仔细商量了一下 一致认定 观众们只是审美疲劳了 既然大尺度的内容无法吸引观众的眼球 川月女打算用才艺征服他们 川月之初呢 她花费不少人气积分 从系统那边兑换了很多才艺技能书 琴棋书画全都学满了 如果现在川月回去 她绝对能成为震惊世界的艺术家 万万没有想到 她更改了直播内容的第一天 直播弹幕全是嘲讽和抨击 明明是人尽可福的阴娃 还以为自己是冰清玉节的仙女呢 假唇 弹的什么曲子呀 在这里秀才艺 不如脱光了衣服弹十八摸 这样才有滋味呢 哼 这一身打扮什么鬼 真不知道一个妓女装什么天天 我们过来是看你当人生勤募老师的呀 不是过来看你秀才艺的 她那都是什么破烂玩意儿 走了走了 真是越来越无聊了 哈哈 这就是传说中 又当婊子又力贞接牌坊吧 川月女看了满屏幕的嘲讽 气得连怀中的琵琶都拿不稳了 她一怒之下关了直播间 将琵琶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气得双眼发红 楚楚可怜 她觉得被羞辱了 殊不知观众们对她 以及这个直播间 已经是产生了固有的印象 这里就是个卖肉的篓子 虽说人人平等 但不管搁在哪个时代 人们对小姐这种职业 都是鄙夷的 川月女被观众贴上了 这样的标签 她一旦是穿得严严实实 秀才艺了 在观众看来 人设都崩了 想要专门的古典艺术表演 观众自然会去其他的直播间 哪怕那些直播的才艺 远远比不上她 来这个直播间呢 观众就是奔着大尺度的肉来的 结果呢 他们脑子里幻想着大鱼大肉 最后却捧上了一碗青猪小菜 更加让观众气愤的是 他们还没来得及 骂骂咧咧地离开呢 川月女已经强行关了直播 呸 什么玩意儿 一个插开腿卖骚的货色 有什么资格在这里矫情 川月女脸皮后 面对巨额债务 她矫情两天 只能再度打开了直播间 不过这次 她既没有上演大尺度的内容 也没有刻意秀才情 反而是开着直播间 做自己的事情 经历先前的失败 她这次没有自取其辱 穿越女仪系统 仔细商量之后 打算先按兵不动 观望观望风向 看看什么内容 才能引起观众们的兴趣 让他们心甘情愿为她撒钱 一连数日皆是如此 观众们起先还十分地不耐烦 后来却渐渐地沉下心耳 很快 川月女惊奇地发现 每日下降的打赏数额 又开始增加了 她翻看了观众们的打赏留言 这才知道 他们是同情那些背井离乡 逃离战争的难民 川月女舔了舔干燥的唇 想出了一几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邮报香菇 领贤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835章 前世 川月女只是一个十八线的直播网红 作为直播网红呢 她有一张网红脸 韩式半永久雾眉 锥子脸 欧式双眼皮 素面朝天的她不怎么出色 但仔细化妆之后 她的脸还是很漂亮的 只是脸虽然漂亮 但没有让人记忆深刻的特点 这样的网红千千万 谁都想要出头 但出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为了热度 她经常在微博平台 发布奇葩的言论 每一条热点下面 都有她的发言 甚至还污蔑过 几个有点名气 但粉丝不多的小明星 糙粉 而她就是被欺负的粉 借此博取眼球 吸引热点 前世为了红 她可以不择手段 当一个人人讨厌的苍蝇 现在 为了观众们的打赏和热情 她也不介意消费难民 吃他们的人血馒头 只是当她真正的伴作难民 混入其中的时候 她才知道电视剧骗了她 我知道我不能再收账了 但是 说着 她厌恶地宁静了眉头 系统不悦地问她 但是什么 有什么话 一口气说完行不行 面对系统恶劣的态度 船月女心中不愤 但又不敢反抗 只能在心中 小小地诅咒了两句 但是这些难民 根本不是好人 你难道就没有发现他们 船月女欲言又止 想到这些天的所见所闻 她的肠胃就忍不住翻滚 猴头犯偶 这些天 她不止一次看到落单的妇女 遭受欺凌 若非她身怀绝世武功 说不定 也被三三两两的男性难民 拖到角落欺负了 相较之下 抢劫 偷窃 伤人 管卖人口 都是小事 有些难民恶极了 还会偷走旁人的小孩 将小孩 弄死喷煮 有些甚至还生吃 大多难民的眼神 都麻木无神 好似一句句 会走路地行尸走肉 穿越女觉得 自己不是混进了难民群 分明是混入了地狱 身边这些难民 全是恶鬼 系统冷冷地哼了一声 分明是电子合成的声音 但穿越女仍旧是听出 她对自己的不屑和嘲讽 谁跟你说难民是好人了 穿越女争了一下 吱吱呜呜地说道 可是 可他们都是人呢 竟然吃人肉 好恶心 古代百姓应该是 淳朴 善良 愚昧 庸俗 不管是哪种标签 他们都不该是这样 丧绝人性的 果然是愚昧不堪的古代 素质真是滴到了下水沟了 幸好她可以回到自己的世界 系统被穿越女的话惊了一下 然后便是成就的无语 拜托 这是战争年代 你看看他们 一个一个吃不饱穿不暖 灭红鸡兽 衣衫蓝绿 远远看着跟黑人似的 他们现在是在逃难 不是在穷涌 神性恶劣起来 连佛祖都度化不了 你还指望他们在这个时候 讲八容八尺 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穿越女哑然无言 不知道该从何反驳 过了一会儿 系统又说道 同情弱者是人类的天性 难民越惨 你的好处越多 直播间观众同情那些 遭遇凄惨的难民 穿越女又告诉观众 他们的打赏 可以换算成这个世界的金钱 米粮和布匹 所以这段时间的打赏 跟水库开闸似的 甚至比巅峰时候还要多 听系统这么说 穿越女咬了咬下唇 不情不愿地认命了 虽说这些难民 可以给他带来收益 但他真不想混在他们中间 脏死了 又脏又臭 周围的空血 都被他们身上的酸臭味 给污染了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 让他无法忍受 他可是倾国倾城的美人哪 哪里是什么货色 都能够寄予的 周遭那些难民的眼神 让他厌恶 恨不得一个一个 将他们的眼珠子给挖下来 穿越女在心底和系统交谈 直播间的观众并没有发现端倪 继续挥霍自己的同情心 不过 直播间观众听不到 不意味着江鹏介也听不到 他漂浮在半空 围观了一切 甚至还听到穿越女和系统的悄悄话 顿时气笑了 厚颜无耻的人见得多了 但这么不要脸的还是第一回桥借 这个时候 底下的穿越女又跟系统抱怨 打赏虽然多 但并不长久啊 根本还不了债 所以你要更加努力的直播还债 我已经很努力了 穿越女咬着牙想出了一击 系统 要不然你先还一还债我 如果我的直播间能再上一击 到时候赚来的分期积分就更多了 魔道不误砍柴工 你就答应吧 穿越女的直播间已经升级到了六级 目前可容纳七十万的观众 要不是江鹏介很插一脚 让他背负了巨额的债务 说不定直播间已经升级到了七级 人数上限扩展至一百五十万 七十万观众 那便是七十万的人气积分 他和系统对半分仗 到手也才是三十五万积分 哪怕有观众打赏 积攒速度还是太慢 如果能将直播间再升一击 人数上限达到一百五十万 那么一天的分仗 也就有七十五万的积分 系统断然说道 不闹 穿越女气节 嘟囔着系统小气 没有大局观 江鹏介看到这里 顿觉地没兴趣 他记住周遭的环境 便从精神网络中退了出来 睁开眼睛 眼前的景象 从郊外转回到了县府 江鹏介起身 瞧了一眼丸珠的地形图 大致推算出 穿越女目前所在的位置 他默算了一下难民们的矫程 心下冷笑几分 再容你逍遥几天 江鹏介召来了许科 询问他 最近这段时间 顽州境外可有异动 顽州境内的难民 已经是少了很多 上京又在重建 可以给难民提供 大量的岗位工作 江鹏介方才看到的难民 应该是从顽州境外涌入的 难民意味着社会治安混乱 若是不好好的安顿 恐怕会衍生出其他的祸段 许科想了想 一起某些消息 面上不由的多了几分凝重 秦王刚结束 大部分秦王诸侯回了各自的领地 倒是没来得及折腾 不过 不过有两个地方已经乱起来了 两个地方 哪里 一处是昊州 卧龙郡 如今群龙无首 前任郡守的清卷争权夺利 打得不可开销 另一处便是张州东门郡 主公 京臣接到消息 东门郡都尉杨简 被人投渡暗害了 什么 江鹏介惊诧地睁大了眼睛 杨简死了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游报香菇 领先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836章 杨简竟然死了 可在会盟结束之前 杨简人还好好的呀 乍听到对方死亡的消息 江鹏这险些没有反应过来 他抿着唇 一双黑尘星眸 泛起了些许的疑惑 徐柯说 杨简是被人投毒暗害的 投毒暗害 哪个仇家做的 江鹏基对杨简的事迹 不是十分了解 只知道他和自家父亲 有些戒良的渊源 其余不怎么清楚 若非仇家 岂会是用投毒 这样卑劣下作的手段 据传回来的消息 似乎是东门郡 士族势力做的 江鹏基的面色一冷 反问道 确定是东门郡 本土士族 这事 想来是八九不离世 除了显赫大族 其他士族 底气不硬 张州本就是 昌寿王的封地 这些士族 可是在人家地盘上 讨生活的 为了家族荣华 还有延续 他们自然要采取 自保措施 昌寿王已经称帝 杨简却毅然决然 加入秦王行列 这不是明晃晃地 和昌寿王作对吗 若是杀了杨简 不仅搬开了一座 拦路巨石 还能以此 向昌寿王投诚 杨简去秦王也就罢了 偏偏秦王盟军 大多不作为 愣是没有将昌寿王 彻底地打杀掉 江鹏机仔细思量 宁静的眉心 始终是不曾舒展 徐科这个推测 看似没问题 但他对士族 似乎有些误解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士族的确喜欢趋利避害 但他们更喜欢 明哲保生 或者是稳坐钓鱼台 笑看底下的人 争风相斗 欲蚌相争 渔翁得利 这才是他们最喜欢的 怎么会在这个档孔 亲自去投毒 暗杀了杨简 为了向昌寿王投诚 所以暗杀杨简 逻辑上说得通 但不符合 士族一贯的作风 徐科疑惑了 他虚心求教道 那主公以为 是什么人做的 江鹏机露出了 一抹浅淡的笑意 那双毛子 却染了几分凌染 有可能是士族做的 但多半 不是为了向昌寿王投诚 更多的可能 应该是丝绸 徐科诧异 暗吸了一口冷气 丝绸 江鹏机意味 声长地冷笑一声 此次秦王 杨简立功不小 杨简势力做大 第一个坐不住的 自然就是他的仇家 先下手暗汉也是有可能的 徐科唏嘘一声 不管是士族干的 还是仇家干的 杨简这般英雄人物 如此的司法 实在是可惜 张州虽是 物负名风之地 但昌寿王不善治理 还喜欢挥霍 张州各郡百姓的日子 不怎么好过 百姓日子不好过了 将他们当作羊一羊 好羊毛的士族 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 杨简性情相当地高烈 可为了百姓 他又能做到屈身 当年东门郡几次天灾 全是他厚着脸皮 像邻居 还是许郡净手的柳蛇戒粮 哪怕是吃了闭门羹 他还能摆出一副 不深在意的笑脸 若非杨简 东门郡的百姓 不知要死多少 江鹏鸡语调平淡地说道 一年早逝 死得可惜 纵然东门郡士族 看杨简不顺眼 但他们还需要 杨简这个挡箭牌 怎么会轻易杀他 丸周与张周相隔甚远 消息传递缓慢 可他有一点没有猜错 杨简不是被士族连手害死 反而是被仇家寻仇了 先前秦王 杨简身上还带着陈柯的剑伤 伤口位置虽不致命 但人需要静养 不过为了立功 杨简也是拼了 秦王一结束 他身上的剑伤再度裂开 反复养了近一个月 才慢慢地好转 杨简带人马 回到了张州多门郡 立刻受到大小士族的邀请 一时间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 昌寻王称敌 大伙心里都没有底 自然想办法到杨简这里探探口风 杨简如实告知 甚至展露了自己的野心 昌寻王带了十余万兵马 围攻了陈柔 打了一年仗 到最后也没有把陈柔给端了 反而是将自己弄得弹尽良绝 损兵折将 若非沧州梦氏很插一脚 昌寻王哪里还能称敌 早就收拾包袱 灰溜溜地滚回张州风地了 别看昌寻王称敌了 但手中的兵马 大多都是梦氏的 可不是他本人的 杨简在秦王的时候立了大功 获得了不少的好处 他提前赶回了张州多门郡 本想借着这个机会 联合士族之力 来一招釜底抽薪 趁着昌寻王外强中干的时候 将他拉下马 谁知啊 一番苦心却毁在了仇敌的手中 最后死不瞑目 隐恨而亡 他死的时候一成的痛苦 双唇乌黑 膝壳流血 瞳孔涣 身体抽搐了一日一夜 才渐渐地冰凉 那般的惨象 莫说亲眼所见 哪怕是听一听 也觉得悚然入骨 将棚进眉头 获得阳情 看着许柯倒 那么 杨涛接了杨检的摊子 许柯沉吟了一会儿 自然是杨检独子接任 只是 此人年纪轻轻 怕是稳不住场子 杨涛作为独子 理所当然接替了杨检的一切 但他年轻 资历浅 根本弹压不住老陈 东门京士族 坠坠不安 老陈嚣张把扈 外头还有昌寿王 这尊大麻烦 没了杨检 为他们挡风挡雨 杨涛骤然面对 这么多压力 险些就喘不过气来 但他不能挡 他还要为父亲 办好体面的丧事 他像是个盲人 走在了一片陌生的荒野 脚下荆棘从生 乱石遍地 杨检死后 再也无人帮他遮风挡雨 郑子 主公 这里还有林呢 林姐安心办理 老主公的丧事 其他无需多虑 严林一身素衣 腰间卸着一条白色的布 跪在杨涛的身后侧 陪杨涛守灵 整整七日 杨涛已经瘦了好几圈 原本合身的衣裳 如今变得空荡荡的 看得人格外地难受 杨涛一连哭了几日 如今眼眶红肿 布满血丝 双眸干涸 已经是流不出 多余的泪水 杨检毒发的那一日 他一直守在屋内 彻日彻夜地照顾 但他却什么都做不了 看着平日疼爱自己的父亲 死前争宁痛苦的模样 恨不得以身替之 若非身边还有可信可靠的人扶持 兴许杨涛早就是支撑不住了 多 多谢 杨涛哑着粗糙的嗓子 听不出平日里的着急 辛苦了 少杨 这些日子 要不是还有你在我身边陪着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撑过来 找招 我得要血认此人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邮报香菇 领衔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837章 最后的那句话 杨涛几乎是从后曹牙寄出来的 言语中的恨意浓烈深沉 眼灵垂眸 眼底闪过了些许的杀意 会有那么一天的 他轻起薄唇 与妾多了些温柔 主公无需多谢 这本事林应当做的 两神虽非亲兄弟 但交情甚度 更胜血缘兄弟 严林不仅是杨涛的智友 还是他的保姆 待小孩待了这么多年 严林早就形成 照顾迁就杨涛 这个熊孩子的习惯了 至于那个赵少 严林暗暗 忍下心头的恶气 不急 总有一日 要这人错顾杨辉 赵少 东门军民事 赵少乃是东门军氏族 阴险毒辣 牙姿必报 这都是此人身上的标签 说起他与杨检的仇恨 这可就要追溯到十几年前了 赵少有一个奶兄 因鱼肉香里 被年轻气肾的杨检斩杀 两人因此结仇 之后多年 两人矛盾和恨意见身 赵少听闻杨检 秦王获利 生怕对方一招得势 彻底地害死自己 干脆先下手为强 可怜杨检毫无防备 身上又带着剑伤 竟被一杯毒酒 折磨得整整一夜 这才痛苦的咽气 东门军位于张州边陲 属于南方地界 与许郡相邻 跟丸州隔着千山万水 换而言之 他在精神网络看到的难民群 应该不是斗门军的 那么江鹏姬揉了揉眉头 整理思绪 玄机又问徐克 后周卧龙俊 如今擎龙无首 各个势力相争 闹得凶不凶 闹得厉害 可怜的那些无家可贵的百姓啊 卧龙俊 与丸州不远 毫无疑问 江鹏姬看到的难民 应该是从那里逃窜出来的 违京知己 想要稳定卧龙俊 基本只有三条路 其一 江鹏姬利用卧龙俊 独子作为傀儡 远程掌控这块地方 不过这条路 早早就被否定了 目前而言 不适合这么做 其二 等着卧龙俊 内部争斗 看着他们 逗出一个结果 这个办法 绝对是下下策 内斗越久 当地的百姓 越是遭殃 其三 江鹏姬深吸了一口气 内心有了决断 早在进宫家门关之前 江鹏姬和帐下的谋士 就仔细分析过 卧龙俊 遗孤的去处 经过讨论 他们一致决定 用卧龙俊遗孤 换取好处 卧龙俊这块香 啵啵 上给黄宋 只是算算时间呢 为何黄宋那边 还没有动静 他边想边猝眉 徐科见了 不由得关切一问 主公所有何事 没什么 你先下去 忙自己的事情吧 见徐科 似乎还想说什么 江鹏姬又等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不管有什么事情 全部等明日再谈吧 小语 我罚了 江鹏姬都这么说了 徐科自然也不好再勉强 等徐科攻身退下 江鹏姬和得松了口气 像后一样 躺在了席上 一双毛子沉沉地合起 他看似小气 实则在内心戳着系统 系统不慎其烦 江鹏姬自顾自地问道 系统 你有什么办法 升起直播间呢 系统知道自己死定了 但能苟活一日也好 他知道 系统主体被抓住之前 自己绝对是无视 翻我出来就行 宿主的权限很低 没有我的话 你一个人是不可能 自我升起直播间的 江鹏姬暗中挑眉 赤笑道 哼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办法 系统狐疑 不知道他这么问的缘由 自然没有 系统郁闷了 他这个宿主 不是一向很防备自己 这些年压着不让直播间升级 为何今天突然提起 直播间升级的事情 江鹏姬寒笑问他 如果我夺走了 那个女人身上的子系统 两个子系统会融合吗 打个形象的比喻 完整的系统是一杯水 他给其他杯子 倒一部分水 分离成了不同的子系统 那么若是将子系统擒火 能不能将分出来的两杯水 融合到一起 理论来说呢 这应该是可行的吧 系统闭口不言 江鹏姬也没有指望 这个废物能回答 过了一会儿 江鹏姬又去打扰系统 系统暴怒了 妈的 你有完没完 年轻人就是沉不住气呀 系统忍无可忍 我 其他属下忙得是脚打后脑勺 这个不靠谱的主公 却在这里偷懒睡觉 不怕底下的人跟你造反 系统气节 这样剥削别人劳动力的傻缺 都有人跟随 还他们一个个忠心耿耿 简直是眼下 与此同时 丸州边境 几辆装饰简单的马车 慢慢地驶向了关口 车轱辱 直压直压地向着 一圈一圈地向前滚去 通向丸州的关道 年久失修 崎岖颠簸 颇为难行 害得车厢也随之一颠一晃的 程先生 前方就是关口了 马车车厢外 有数十人护卫 打头的男人骑着高头大马 这个男人 虽是一身蚂蚁变装 但身形宽大 肌肉球节有力 宛若是一块块 坚硬的棕壑石头 连松快的衣裳 也被肌肉称的是饱满骨胀 男人打马上前 行至队伍中间的车厢 放缓了脚步 这个时候 车厢的车帘 被一只修长的手给掀开 露出了半张男人的脸 外头的难民越来越多了 他们也想去玩州 说话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黄松帐下的谋士 沉静 此人正端坐在车厢内 膝上搁着一卷 写满密集小字的竹简 接连数十日 舟车老顿 他瞧着轻瘦了不少 眼底也染上了轻重 属下问过了 全是想去投靠 顽州的难民 沉静捶下了眼瞼 轻声道 是吗 说吧 他将车帘放下 挡住了外头 绝黄刺眼的阳光 沉静奉黄松命令 亲自过来 与顽州交涉 浩州沃龙郡守独自的归属 黄松想要一捅浩州 总是要师出有名 若是能将浩州沃龙郡守的 遗孤捏在手里 自然能够打着 为遗孤讨回王父遗产的名义出兵 这也是沉静 来此目的之一 原先这桩任务 应该是风绝的 毕竟风绝与风景 是亲兄弟 亲兄弟好说话 只是为了避嫌 最后还是让沉静 替了风绝的任务 毕竟 风绝也是风氏受宠的第三子 若是顽州势力怀疑他们 明修站道 暗渡陈仓 明面上是让风绝过来谈判 暗地里 让他联系风氏 那可就糟了 为了避嫌 不得不临时换人 让沉静上场 出了黄松的领地 外头的世界一片的萧条 不见鸡犬相费的农家情形 等到了丸州边境 时不时还能看到 三两成群的难民 陈静心思细腻 想的也多 他在想 茂德郡和沃龙郡 同属是浩州境内 为何沃龙郡的难民 不肯逃难去茂德郡 反而绕了远路 去了丸州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邮报香菇 领贤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八百三十八章 陈静的队伍又行了一阵 前方的难民更多了 扣大男子面色一沉 抬手下令 护卫将车队围起来 免得陈静 被难民给冲撞冒犯 本以为到了关口 情况会稍有好转 没想到关门外 聚满了难民 煞时间 男神的脸彻底的清了 陈先生 前方怕是过不去了 陈静感觉到马车停下 没心以簇 抬手掀起竹条车帘 问外头的骑马男子 横叔 发生了什么事情 骑马男子叫远冲 婊子横叔 乃是黄松帐下 得力的武将 如今被派出来 护送陈静 听到陈静的询问 远冲连忙夹了一下马肚子 让马儿向前快走了几步 与车窗齐平 袁冲恭敬地说道 陈先生 前方关口聚集了难民 一时半会儿 怕是进不去 陈静没有做出脑袋伸出车窗 这样无力的举动 反而是下令让车扶停下 起身下车 看到眼前的场景 他惊了一下 他知道沃龙郡逃难的百姓 都去了丸州 但从未想过 竟有如此之多 光是他双目所见 难民人数不下千数 袁冲掠下了马 走至陈静的身旁 这柳西也是心大 任由这么多难民 聚集在丸州关外 难民多了 容易惹出是非 要是这些难民被人煽动 指不定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袁冲看到丸州关外 聚集了那么多的难民 随后还有更多难民 向这边聚拢 一双剑霉便忍不住宁起 天上的太阳热情似火 晒得地面升起了阴晕雾气 不管是谁 随便抬手抹一把脸 手心全是有泥泥的汗水 晒得人内心烦躁无比 是啊 全是难民 陈静不知在想什么 无意识地应了一句 袁冲也没有打扰陈静 反而对着一旁的护卫 勾了勾手指 对方心领神会 立马从另一辆马车内 翻出了一把纸伞 递给了袁冲 袁冲接过了纸伞 撑开之后 挡在了陈静的头顶 为其遮阳 武将皮操肉厚 耐打耐摔 但文人总是穿着如衫 文邹邹又矜持娇鬼 需要仔细地伺候着 察觉到头顶遮出了阴影 陈静只是视线略意上扬 没有婉拒或者道谢 陈先生 末将派人去打听打听 看看情况再说 袁冲主动提议 陈静点头应下 嗯 派人问个清楚也好 他倒是想知道 文州该怎么安置这些难民 若是安置不好 这些难民便会成为棘手的毒瘤 末将这就去办 以官职来说 陈静和袁冲不相上下 后者也不需要以末将子前 不过 连主公黄松都那么尊敬几位谋士先生 底下的人马自然是有样学样 不敢怠慢 袁冲算是武将中脾性比较好的 年轻时候爱读书 身上没有寻常武人的臭毛病 如果换一个人过来 兴许还会抱怨几句 文人娇弱 赶路停停走走 袁冲不会 相反 他很尊重陈静 不孝多时 派出去查探消息的小兵回来了 陈静将小兵招到了眼前 仔细地询问 关口那边是什么情况 小兵如实回答 一问一答之间 陈静的脸色越发的凝重 迎起了一旁袁冲的关注 先生 这可是有哪里不妥 袁冲仔细回想小兵方才的话 愣是想不出来 哪里能让陈静如此严肃地看重 陈静不耐热 他的形式做派 自有一番规矩 哪怕是天气再热 一身如衫 也是穿得严严实实 袖口能遮住半截手指 如今又在车厢外头 哪怕头顶有直散遮阳 依旧是热得冒汗不止 大有不妥呀 陈静的声音有些虚 饱含凝重 袁冲狐疑 他这会儿是杖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任凭他怎么想也想不出 哪里不对劲 他的智商 虽能笑寻常的武将 但碰上脑力达人 使出吃奶的力气 也跟不上节奏 袁冲疑惑道 冲愚笨 实在是想不出来 还请先生解惑 方才小兵说了 丸州派人在关口 登进难民的情况 仔细询问他们的出身 籍贯 年岁 家庭 以家俊男女老少为条件 逐一则选 再以百人为一组 引入关内 末将只是觉得 这法子有些笨 浪费时间不说 还累人 浪费时间 未必 至于累不累人 这也难说 将难民登记在册 的确有便于管理 大量难民聚集在一起 容易生出是非 若是有人诚心脚合 必然会给丸州带来麻烦 丸州并被对难民置之不理 反而派人在关口处 登记难民的消息 再分批词 将他们引入关内 何尝不是监视 如今 丸州境内到处都需要人手 这些难民 来得正是时候 将难民 带到需要人的地方 去了就能干活 不过 元冲却是想歪了 他想到了姚毅 面露不忍之色 难民 愿意背进离乡 全是为了躲避战火 保全一家老小的性命 可姚毅太苦 常常是九死一生 怕是比战火可怕多了 元冲真是想不通 这些难民 扎堆跑丸州干嘛 他说了自己的疑惑 陈静却露出了苦笑 你错了 丸州的游戏 不同于其他地方 陈静和风真认识 两人在会盟期间 成功从比友 变成了现实的朋友 虽说立场不同 但只要不提起公事 他们还是能维持 私下的交情的 通过风真说的三言两语 陈静知道 丸州境内的摇曳 不是免费无偿 更像是雇主和老公 你出力 我出钱出粮 等价交换 难民一旦背进离乡 便是无根扶贫 丸州不仅能提供安稳之所 还能够提供工作和米粮 简直是难民心中的圣地 袁冲听了 不由得择舌诧异 若是给扶摇曳的百姓 派发钱两 这得耗费多少钱财 柳西不缺钱 也是啊 柳西的父亲柳奢 暗中还把持着许郡 的确是不缺钱 沉静远眺 慢慢移动的难民人群 那些人乌鸦鸦地挤在一起 瞧着像是黑色的水澡 登记难民的工作量虽然大 但后续的好处也是受益无穷的 最直观的好处就是降低了难民暴动的危险 另一重好处便是合理利用这些难民的劳力 一旁的袁冲又道 可是纵然如此 先生也不至于脸色如此苍白 沉静苦笑一声 哼 横叔还未发现吗 这些难民几乎都来自卧龙郡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游报香菇》 领贤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八百三十九章 这个 冲知道呀 你说沃龙郡 距离茂德郡近 还是距离丸州更近 沃龙郡和茂德郡 是相邻的邻居 去丸州 确实要横跨三分之一的州 徒步赶路 需要走一两个月 袁冲自然而然地说道 自然是茂德郡更近 既然茂德郡更近 为何难民要舍近秋远 来丸州呢 难民要去了茂德郡 虽是背景理想 但好歹是同一个州 偏偏他们去了 浩州附近的丸州 这就耐人欣慰了 袁冲终于意识到 不对劲的地方 脸色疏的一变 难道是有人从中作梗 这怎么成 茂德郡郡省 是袁冲的主公黄松 同时黄松 还是袁冲的本家堂哥 黄松祖上 还显赫过一阵 但因为后人经营不善 慢慢地凋零了 黄松本家姓袁 祖父年轻丧命 因为家中贫困 宗族无法照拂 年轻手寡的黄松祖母 为了活命 黄松祖母 只能是带着前夫的儿子 改嫁给了皇帝身边的红人 黄肠是黄潭 黄潭是阉人 但黄松的父亲十分的最甜 渐渐博得了黄潭的喜爱 便将其改姓 过继为继子 延续老黄家的香火 后来在黄潭的帮助下 黄松的父亲渐渐有了出息 娶其生子 还提携本家 到了黄松这一代 元氏的情况已经是好转 碰巧 黄松身边缺人 便伸手提携本家年轻一辈 元冲便是因此 才来到黄松身边效命 黄松是元冲的偶像 元冲是黄松的脑残铁粉 脑残铁粉听到偶像 被人算计了 这还能忍 陈静看穿了元冲 内心耿直的心理活动 好笑地说道 从中作梗 倒也算不上 本就是正常的交锋 陈静只能说 自己技不如人 谋不如人 怨不得对手奸诈 如今的陈静还不知道 要说玩弄人心和舆论 天下谋事 又有谁玩得过魏慈呢 陈静仔细地询问了 那些难民来玩州 都是听七大姑八大姨 宣传了玩州如何好 至于这些七大姑八大姨 是怎么知道这事的 嗯 事实上呢 他们也是道听途说的 根本就问不出传闻的源头 魏慈不只是给黄松下套 他是广洒网 到处宣传 潜移默化中给百姓洗脑 安利自家助攻 还记得魏慈的笔名是在迟居士吗 魏慈吃了上辈子的亏 这一事自然要早早拿捏舆论的方向盘 自己来当老司机了 小说画本是舆论手段 哄骗市井小童传唱童谣 聘请市井流氓宣扬 上南来北往的游侠到处安利 林林总总 全是舆论手段 看似不起眼 但关键时期 却会发挥极大的作用 沃龙骏离丸州不近 但也不远 百姓因战火而背井离乡 当他们思考 投靠哪里比较安全的时候 第一个念头便是丸州 一两个难民不算傻 但当周围的百姓 都倾向丸州 沈门骨子里的盲从性 便会发挥作用 一群难民带动另一群难民 宛若是滚雪球一样 难民群体越滚越大 发展成如今的规模 十成的难民 至少六成难民 愿意竞设求远 选择丸州 讲真 陈静应该背这个锅 作为黄松的谋士 他却不能为主公 谋算得面面俱到 反而是让人钻了漏洞 实在是不敢 更憋屈的是 现在黄松有求于弯州 根本就不能发作 只能捏着鼻子扔了 腿长在难民的身上 他们要去哪儿 除了难民本身 谁也不能替他们做决定 无法招揽难民归心 这是黄松的失败 更是沉静这些下属的失败 袁冲不解其意 不过他看沉静的脸色 好了不少 应该没啥事了吧 他让人去车厢取来的水囊 再取来干净的帕子 递给了陈静 先生先洒洒汗 喝苦水解热 瞧这天气 怕还要热上一阵 陈静接过 朕因为逝去额上嘘寒 耳间听到外头 传来喧闹求助之声 发生了何事 袁冲仗着身高马大的优势 垫脚一瞧 似乎是有难民起冲突了 说难民起冲突也不准确 准确的是 有几名男性难民 急躁难耐 想要轻薄某个孤身的女子 女子自然是不依不恼 要是被几个人抓住了 用脚趾头想想 也知道会面临什么下场 他咬伤了一人 趁着对方吃疼的功夫 撒腿就跑 一边跑 一边想要寻求帮助 见陈静这边人多 还有数十衣着统一的强壮护卫守着 便撞着胆子往这里跑来 站住 两个护卫拔刀拦住狂奔的女子 女子剔死满面 狼狈地跪求护卫 身后 数名狂徒还在叫马 陈静变在不远处 见此情形 眉头向下一压 瞧着颇为不远 一旁的远冲解毒沉浸的心思 喝声如雷 闹什么闹 几个护卫半跪请罪 女子呆了呆 西行寄不上前 欲抓住圆冲的裤脚 求 求求小夫人 圆冲示意护卫将赶来的狂徒拿下 对女子说道 这位夫人 你已经安全了 女子用袖子抹了把脸 露出了一张狼狈 但不乏姿色的容颜 多谢这位将军相求 那些狂徒还在叫马 嘴上不干净 被几个护卫暗中踹了两脚 圆冲也是生气 乌言晦语 岂能脏了心事的耳朵 他正想派人将几个作恶的狂徒砍杀了 陈静说道 罢了 横叔 放了他们 圆冲不解 陈静可是眼里容不得沙子的皮性 怎么会允许几个赢徒活下来呢 陈静瞧了一眼 跪在地上 形容狼狈的妇人 叹息道 唉 打一顿也就罢了 罪不至死 妇人刚刚止住了泪水 速速落下 搁谁谁不伤心呢 如果这几个狂徒活着的话 等离了陈静等身 他肯定是会被盯上 陈静垂下了眼瞼 横叔 走吧 圆冲不敢违背陈静的命令 上人将几个狂徒压到一旁 狂揍了一顿 然后才将人放走 忽卫唾起 看着几个杀猪一般好叫的狂徒 不屑道 出狐声 陈静进了车厢 车队又一次缓缓向前行驶 这一次他们还多了一条小尾巴 圆冲本想将他赶走 但女子生怕遇到刚才的狂徒 不肯离去 先生 那女子还在后头跟着 这个时候 车厢内传来陈静清乱的声音 派人盯着 圆冲诧异 不敢置信地向后张望了一眼 压低声音道 先生 那个女子 陈静言简意该地说道 有问题 不要声张 看看他想做什么 是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游报香菇 领先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840章 圆冲礼命 只是他心底依旧是有些疑惑 为何先生会觉得那个女子有异样 不解眨眼 一双锐利有神的糊沫 盛满了疑惑 瞧着陈静的眼神有些可怜巴巴的 陈静未作解答 反倒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 车队末尾方向 那个女子还在弃而不舍地跟随 不知对方到底有什么打算 陈静放下了车脸 重新捡起独到一半的竹简 很快便投入了其中 专心致志 袁冲得了指令 自然不敢轻视 坠在他们车后面的小尾巴 甚凭他如何搅进脑汁 他人就是看不出破绽 不知陈静先生 为何一个照面便怀疑了人家 袁冲暗中盯了一会儿 内心想到 不管横看树看 怎么看都是个没什么威胁力的妇人 走路下盘不稳 呼吸急促 露在外头的双手也瞧不出任何练武的痕迹 会不会是先生看错了 当然 这个怀疑他没有胆子说出口 陈静毕竟是靠脑子吃饭的 如果他的智商比袁冲还低 那还算个毛个谋事啊 莫非是这个妇人埋藏得太深了 袁冲骑在大马背上 右手压着刀柄 看似随着马蹄的步子 摇头晃脑 实则暗中警惕 他不远不近 护在陈静的附近 分出一部分的注意力 关注车队后头的妇人 妇人丝毫不知 自己已经是被怀疑 她甚至没有听到 十丈开外 陈静和袁冲的对话 十丈 约莫三四十米 这个距离 对于普通人而言 哪怕是高深讲话也听得模糊 但对于武感敏锐 特别是妇人这样的绝世高手 不在话下 只可惜啊 她虽然又绝世武功 那却是通过技能书学来的 技能书的确可以让她变成 作战经验丰富的武学宗师 这一点勿容置疑 不过呢 身为舞者的基本素质和习惯 她依旧是欠缺 真正的舞者 在任何时候都会保持警惕 那不是刻意的举动 而是一种习惯 例如江鹏机 至于眼前这个妇人 就算有一身绝世武功 碰上同等级的人 照样是要被吊打 她脚下踩到了一块碎石 脚一滑 险些牛倒在地 痴疼地喊了一声 声音悠悠柔柔 似是啜气身影 戳动心间最柔软的地方 袁冲听到这个声音 身躯一僵 动作不自然地夹紧了马肚子 他都这样了 其他普通的护卫表现 更是丢人 这位夫人 你能不能不要跟着我们 这里是丸州关口 那些狂徒又被打了一顿 应该不会再欺负你了 袁冲骑马上前 手中马鞭不轻不重地 甩了几个护卫的肩头 他们痴疼一声 面色不自然地朝前走了两步 好似后面有什么 豺狼虎豹追着 哎呀妈呀 刚才那一声太勾忍了 妇人摊坐在了地上 发丝垂落脸侧 衬得那张巴掌大小的脸 更加地楚楚可怜 一双水眸似那逆人 我 我 将军 小夫人 父人 吱吱吱呜呜地说不出话来 局促地搅着手指和袖子 眼眶布满红丝和阴晕水气 他大概是被吓坏了 好不容易找到了安全感 又被一个凶神扼杀的武服给驱赶 瞧着异常的可怜 袁冲说道 夫人 我们要静观投亲戚啊 不方便让你跟着 该说的已经说了 但妇人仍就是不肯离开 她当然不可能离开 用几定碎营聘请了狂徒演绎出戏 要是没达成目的 她不是亏大了吗 袁冲起初还察觉不出 妇人哪里有问题 但再三驱赶之后 对方仍是不走 疑心顿气 这个妇人不是别人 正是先前被江鹏鸡盯上的川月女 川月女如此自行满满 倒也不是没有道理 如果不是碰上江鹏鸡 或者陈静 这般观察细致入微的人 川月女蒙混过关的可能性很高 以江鹏鸡那样苛刻的条件 她都能给妇人的伪装 打一个六十分 普通人自然是很难看穿 例如远冲 就没有第一时间 发现不对劲的地方 不过 完美的伪装 不仅需要毫无破绽的外表 还需要精湛的演技 周全的细节 不管哪个环节略有瑕疵 极容易被人戳穿身份 川月女吃了前几次的教训 她在艺容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这点没有毛病 坏就坏在 她选择的地方和时机不对劲 这才被陈静给看穿了 如今都快要进入丸州关卡 外头还有兵族维持秩序 哪个流民这么大胆 敢追着一个姿色尚渴的女人 意图施暴 别忘了 丸州墓可是女子 她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在丸州边境 到底是贪图一时美色重要 还是自家的性命重要呢 当袁冲说要砍死狂徒的时候 那些个狂徒的反应十分的有趣 陈静不是眼瞎 如何看不到 除了这些 妇人的眼神和周身气质也是败笔 丝毫没有普通难民该有的迷茫和麻木 一个妇人能从卧龙郡逃难到了丸州 对外界的戒备心肯定是很高的 不会轻易露出真容 但妇人脱离危险后的动作是什么 她用袖子抹了脸 露出了那张狼狈 但不乏姿色的容颜 这一举动合理 诸如此类的破绽 到处都是 稍微粗心一些 也就忽略过去了 但陈静不是那种马大哈 陈先生 人赶不走 像是烂上我们了 末将派人盯着他 他反应倒是有趣 活像是那种地方出来的 袁冲对着车窗压低了声音 说到一半顿了顿 将另一节话咽回了肚子 自家先生可是明月入怀的人物 哪里能用那些粗话无他的耳朵 陈静将手中的竹简放到了一旁 理了理略有些褶皱的袖子 陈思义翻道 算了 等入关了 将人打发了吧 虽说怀疑 但毕竟是在柳西的地盘 陈静摸不清妇人的来意 生怕对方是丸州的人 不好动手杀人 未免波及 谨慎为上 关外排队的难民太多 他们等到日落黄昏 这才得到入关的准许 袁冲按照陈静的吩咐 将人打发 对方啰气着 瘸着脚走了 月上中天 车队不得不在外露宿 陈静作息一向规律 哪怕条件不好 他也能准时入眠 他将车帘给严好 拖下了外头的罩衫 正欲睡下 车厢内 却多了一抹陌生的脂粉香 陈静豁得睁开了眼 抽出随身佩戴的纹饰剑 冲着香气来源刺去 疼书 刚喊出口 手腕默得一疼 似有什么阴冷的东西 钻入了皮肤 耳边听到了一声尖锐的惨叫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录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游报香菇 领衔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841章 先生 浅眠的袁冲听到了动静 连忙跳入了车厢 发现陈静身着一席中医 面色痛苦地蜷缩着 先生 不要伤张 陈静呼吸粗重地打断了远冲 不须片刻 额上已经冒出了痘大的汗水 顺着面颊脖梗 滑入了锁骨 原冲不敢忤逆陈静 压制心慌的感觉 转身下车 将听到动静涌上来的护卫驱走 全部打起精神手艺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可疑人物 做完了这些 他忙不迭地回到了车厢 这时的陈静 已经勉强恢复了跪坐的姿势 只是脸色依旧是十分苍白 先生 发生了何事 袁冲半跪在地 急于上前搀扶身形摇晃着陈静 神二手刚伤到对方的身前 便被陈静用手推开 正是这个时候 袁冲发现 对方的右手 爬满了一大片的漆黑印记 先生 陈静面色胀的通红 呼吸一次赛过一次的沉重 塞帮因为用力而微微的鼓掌 瞧着十分的痛苦 无事 推开了远冲 陈静缓了半晌 才压下了那种锥心裂脑之痛 原先不满眼眶的细密血丝 也渐渐地淡去 横叔 你 你刚才进来的时候 可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物 陈静言语困难 说两个字便要粗中地喘息一回 即便是说出口了 口齿也有些含糊 袁冲见到陈静这个模样 哪里还吻得住啊 他慌乱地缓顾了一拳 仔细翻找刚才的记忆 根本就没有看到陈静口中的可疑任务 从陈静呼唤他的名字到他冲入车厢 只隔了一两戏 这么短的间隔 除非是要挟鬼怪 不然普通人根本不可能冲他的眼皮子底下飞走 没有 末将方才在外首页 并未看到任何可疑的人影 说完这话 袁冲看到陈静身边搁着已经出窍的佩剑 剑身还染着余温刚散的血迹 先生受伤了 难怪陈静表现得如此痛苦 陈静抬起右手 宽大的衣袖下 滑枝的手肘 露出了大半截白皙的手臂 袁冲朝着陈静的手臂定睛看去 头皮立刻发麻 这些一团浓黑式的东西 正在陈静的手臂弩动 晕开 起初只是一小片 之后变成了一大片 他哪里见过这么玄幻的场景 这 这 先生 莫非是妖邪上的先生 袁冲急得双颊冲血 脊背却冒出森冷粘稠的冷汗 陈静说道 子不语怪力乱神 莫有胡说 若是妖邪 岂能被我轻易伤到 说完 他眼神肃然地瞧了一眼 搁在一旁的佩剑 锋利的剑身 还残留着渐渐发暗的血迹 袁冲差染 看向陈静的眼神 发生了些许的改变 文人 文人习君子六义 礼 月 舍 玉 书 术 佩剑 对于他们而言 观赏性大于实用性 佩剑对于文人 意义等同于首饰至于女子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打 事实上那些能在外浪的文人 个个都是能文能武 打不赢武将 但对付几个普通人是没有问题的 袁冲吻了吻心神问道 先生这会儿可觉得哪里不舒服 头有些疼 道也无碍 那个刺客被我刺伤 你让人顺着血迹去找找 陈静抬手 将袖子向下拉 扯住了那片丑陋乌黑的诡异硬结 回想起方才的脂粉香 他的脑海浮现出 白日里见过的女子 心下多了几分警惕 那先生的手 要不要寻给郎中瞧一瞧 袁冲见陈静反应淡定 内心腾漫一般疯涨的慌乱 也随之渐弱 能被陈静伤到的人 自然不可能是妖物 既然不是妖物 那就没有惧怕的必要 兴许是车队中间出了叛徒 两者里应外合 以至于袁冲在慌乱中 没有发现可疑人物 暂时不用 陈静神色严肃 有气无力地摆了摆手 那人还会回来 加强巡夜力度 陈静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被人伤了 这对于袁冲来说是奇耻大辱 可疑不可在二 同样的事情不能再发生第二次 袁冲吭腔有力地说道 是 先生放心 末将定然严防死守 不放过任何可疑人物 这一夜 注定不太平 袁冲不敢睡 其他护卫更不敢放松警惕 到了后半夜 陈静困乏难耐 省不住和言小气 说是平日 陈静都是以夜无梦到天明 今日却是不同 梦境是一个接着一个 与其说是梦境 不如说是童年 少年 青年的回忆 大多都是记忆比较深刻的经历 只是 陈静觉得梦境有些奇怪 他身边 无故多了一个不曾相识的人 这人是谁 梦中的陈静心中糊疑 观其身形 应是女子 周身相风萦绕 步履摇曳生姿 有一道飘渺的身影 在耳畔轻响 他是你的主公 你的恩人 你的挚友 你绝不能背叛的人 陈静正在熟睡 眉头却始终是紧锁 不断地在内心反抗那道身影 胡淫乱淫 等车厢内溢满朦胧的光 陈静才悠悠地转醒 无感逐渐回归自身 正欲起身 脑袋欲裂 横说 他唤了一声 下一秒 车厢的帘子便被掀开 袁冲 弯身进来 可有消息 袁冲知道 陈静所问何事 惭愧地说道 末将惭愧 非有收获 罢了 稍作休整 继续起承 陈静眉头拧着 手指下意识地揉着太阳穴 暗压道 早些办完这事 免得让主公久等 他是你的主公 你的恩人 你的挚友 你绝不能背叛的呀 不止在梦中 哪怕他已经醒了 这个身影 也如鬼魅一般 在他的耳边坐下 陈静没有将这些细节 告知袁冲 反而是盯着 自己右手上的印记 眸光透着几分狠力 另一处 那个被陈静刺伤的人 也是满心的交集 因为陈静是个文人 配件常年 挂在腰间 不曾出窍 他一时疏忽大意 竟没有想到 陈静的警惕性这么高 冷不丁地给他了一件 幸好他有系统随身空间 逃得快 不然真的要被抓个现行 系统 重心服应该已经打进去了吧 中印成功 但陈静心性坚韧 做事谨慎 中心服不能立刻去作用 只能是慢慢抹 普通百姓判断力不足 容易被蛊惑欺瞒 中心服用在他们身上 一般都是立刻生效 碰上智商高的家伙 重服成功率直线下降 不足一半 因为中心服 核心机制就是蛊惑欺瞒 混响目标的记忆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邮报香菇 领衔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从那夜之后 陈静等人并未碰见 其他的风波 但袁冲紧住的眉头 并没有消暇 他发现陈静的面色 一日比一日憔悴 最近甚至还有些精神恍惚 每次询问 对方总说是无事 可袁冲心底总是不踏实 他觉得自家新生 大概被什么脏东西缠上了 只是每每这么说 总能惹来诸如 子不渝怪力乱神之类的话 弄的是袁冲心里贼郁闷 转眼之间 时间进入了六月中旬 沿路醒来 陈静等人看到 完周热火朝天的新景象 不由得心生感慨 袁冲说道 这玩周木虽是女子 但治理周县倒是有模有样的 北方宝京战乱 流民众多 去年还大汉数月 理应是十分萧条 但他们看到的和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诸多百姓在田野间辛勤劳作 开垢好的田地错落有致 呈现了一派祥和之气 一旁的沉静没有言语 在他看来 为人君者 致命待下 全靠本事 与男女性别无关 陈静等人进入完周不久 江鹏级这边就知道了 等他们抵达 已经预备扫踏相迎 先生 你说这里真是向阳县城 这丝毫看不出来啊 说这里是上京都有人相信 先生 你说这柳西是完周木 他不待在周府 为何要待在这里啊 正所谓 神靠衣装马靠安 袁冲这个魁梧壮汉 换下了粗布马衣 穿上绫罗绸缎制式的华服 瞧上去 夺了几分贵气 少了几分粗毛 他在沉静的耳边叙叙叨叨 威力堪比数十只鸭子 沉浸醋眉 尽声 此话一出 袁冲像是被封珠的嘴 不再开口 他眼睁睁地看着 沉静从身前走过 眼眸深处 冒出了几分担忧 最近一段时间 程先生的脾气 直信看涨 他人就端正雅行 可周深的气质 却添了阴郁和暴力 令袁冲不解的是 前几天 他们又碰到了那个妇人 这次沉静先生 却是出言将其留下 太奇怪了 更让他担心的是 先生的手 右手的黑纹至今未小 先生脾气渐差 貌似也是从那一夜开始的 袁冲见沉静走远 他偏头对着护卫说道 那个妇人 今天可有一栋 护卫同样是压低生影 那个女人啊 安分得很 并无值得人注意的地方 袁冲按耐住了内心的急躁 连忙跟上沉静的脚步 沉静一行人 是代表黄松势力的使者 丸珠方面也不敢怠慢 川月女还是头一回来丸中 嫌弃地扫了一眼周遭的建筑 嘀咕了一声 土壁 等他将向阳县的建筑 扁顺了一番 他才意犹未尽地指了口 系统在一旁给他泼了冷水 不要夺欺望星 这里可是柳西的地盘 川月女不悦地压下了眉头 嘀咕道 他中了九品中心符 符印上了他的手 符印的确是上了柳西的手 但柳西和陈静相仿 对中心符有一定的抗力 有抗力又怎么样 陈静不也挺厉害的吗 还不是照样被中心符控制了 如果不是被中心符控制了 陈静又怎么会接纳他 让他跟着车队一起 柳西中的可是九品中心符 还是最高品质的橙色 绝对是逃脱不了成为傀儡的下场 只要我当着柳西的面激活 九品中心符的咒语 要他生变生 要他死变死 系统争于反驳 他总觉得柳西不太好对付 不过九品中心符的确是厉害 应该是吃得住他 算了 你小心一些就好 银沟里翻船 系统叹了一声 他现在指望着这个宿主 为自己翻盘呢 希望这次的行动能顺利 系统出品 匕首精品 我对你很有信心 穿越女拍了拍系统的马屁 系统是有苦说不出啊 宿主有信心 但是他自己没信心啊 在江鹏姬这个邪门的对手手上 栽了几次 他至今是心有余悸 陈静是黄松的使者 黄松和江鹏姬私交甚好 于情于礼 江鹏姬都要亲自解解 陈周玉别 有莫别来无恙 不知今日到访 所为何事 江鹏姬今日穿戴略显正式 气度稳重地端坐上手 陛下的沉静俯身一半念叨 博主听闻周牧大破家门关 狠挫伪帝士气 大壮朝廷声威 特地派简静前来奉上众礼 以示恭贺 不过是一桩小事 还让伯高专程派人送上贺礼 实在是不好意思 再者了 我与伯高乃是至交 又仰慕有莫的才华已久 如今相见 你我无需这般严肃 他的视线 落到陈静的右手 很快便挪开 礼不可费 先生若是一直这么拘束 我也不自在啊 先生的手怎么了 陈静右手全是黑漆漆的黑纹 未免不雅观 他便用白色的布条包裹缠绕 听江鹏姬提起他的右手 陈静下意识地用左手 捂着右手的手背 不慎伤了手背 老周牧挂你 先生这一手 能说绝世丹青 该格外地注意 我这里还有些 上好的去吧伤痒 不如带一些回去 陈静拜谢 寒暄了之后 陈静不动声色的 将话题挪到了 家门关战役 守官大将 可是苍州梦氏 帐下的第一武将 福旺 没想到这样 威风凛凛的长盛将军 却在江鹏姬的手里折戟 实在是有些出人意料 外头有战棒 但作战细节不完全 这事儿 还是要问当事人才行 家门关一役 已经是过去 江鹏姬 这里也没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细节 陈静询问 他便挑着回答 他知道陈静 此次的来意 由着他主导话题 没多久 陈静又提解 被浮旺使记灭掉的 卧龙郡势力 听闻卧龙郡手 遗孤被周末所揪 陈静看似询问 实则肯定 嗯 蔡郡手的遗孤 的确在我这里 记得那孩子叫 蔡香来着 诶 有莫突然提起他做什么 唉 周末有所不知啊 自从蔡郡手为国牺牲 卧龙郡内部便乱了套 群龙无首 势力倾压 甚至还有人举兵叛乱 治下百姓缓缓不安 不得不举家 迁徙避难 竟从浩州一路行来 路上看到无数 沃龙郡的百姓 为求栖息之地 不远千里赶了丸州 周末肯收留他们 固然是他们的佛器 但路途凶险 沿途都有流寇 不少百姓因此遭了毒手 令人唏嘘啊 江鹏杰当然知道 沃龙郡的流民 跑来了丸州 但面上却是不能显露出来 他故作差异道 啊 竟有此事 小鱼 为何不告诉我 专业背锅的许柯 已真的无语 演戏请不要拉上我好吗 不过 作为下属 要为主公分忧 他只能默默地 扛下了这个锅 出列告罪 沉浸心知这两人在演戏 面上不动声色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游报香菇 领贤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一八百四十三章 江蓬其惭愧道 说了蔡香 本是好业 没想到竟适得其反 令沃龙俊 很遭此祸 他装模作样 自责了两句 当上在场的众人 都是人静 知道他这话 不过是场面话 蔡俊手的势力 近乎是负面 只剩下了数十星辅 和一个十一岁的 矛头小孩 这么点人 能够做什么呢 如果江蓬其 不收留他们 纵然 蔡香等人 能顺利地回到沃龙俊 最终也只能成为 被人轻压的炮灰 待在江蓬其的 势力范围 好歹 能保全一条小命 周末敦厚人山 保全蔡俊手 仅有了一缕血脉 竟听闻 蔡香小郎君 乃是蔡俊手 临近中年 才求来的独苗 若蔡俊手 再定有灵 怕也会对周末 感激涕零 只是 沃龙俊 秦时越发严峻 苦得还是治下百姓啊 若蔡香小郎君 此时能回去主持大局 或许 能有所注意 沉浸这番话 郑重了江蓬其的下怀 他表面上 明媚深思 似乎在斟酌 沉浸的建议 半晌之后他说道 游墨 此事我早有考虑 前几天 蔡香小郎君 派神向我哭诉 说自己日夜梦到 罔顾着父亲和故乡 那个孩子 也才十一岁 便遭此不幸 着实是令人心疼 只是蔡香小郎君 身边也才数十个心腹 这么点人 若是去了沃龙俊 岂不是郑重 坚定小人的下怀 陈静听到最后一句 眼皮赞暗暗地一抽 江蓬其这话 有些指桑骂怀的意思 他装作没有听懂 神色依旧 瞧不出丝毫的破绽 陈静主动提一说道 静有一言 不知当不当讲 有梦尽管说了 你我也算是顾将 有什么话不能弹开了说 江蓬基并没有摆出 周牧的架子 反倒是像是接待有人 态度举止 相当地随行 却不失礼 陈静和下了言解 微微汗手道 周牧何不借兵 给蔡香小郎君 助他评判 这话听着像是为江蓬基考量 实际上却是一次试探 顺便堵了他的后路 江蓬基救了蔡俊守的遗孤 赢了人后的美名 说是这个时候 再以借兵的借口 趁机燃制卧龙俊 这不是欺负 无依无靠的孤儿 他要是打落牙齿 往肚子里压 帮助蔡香小郎君 稳住卧龙俊 然后撤掉自己的军队 当一次活雷锋 拱手让出肥肉 外界便会将他夸上了天 说他是人后中医的楷模 恨不得给他送锦旗 出神出钱又出力 最后只得了一个虚名 傻瓜才这么做呢 江蓬基内心暗审 借兵倒是无妨 怕就怕外界谣传 说我意图燃止卧龙俊 欺负古寡 瓜田李夏实在是说不清 可若置之不理 卧龙俊百姓 还得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 于心不忍呢 陈静听动了江蓬基的暗审 心中不由的一喜 只要他对卧龙俊没有意思 那么最适合接手卧龙俊的人 于情于礼都该是黄宋 陈静如今要做的 便是向江蓬基举荐黄宋 当然 双方也是心知肚明 卧龙俊可不是白送的肥肉 想让江蓬基松口 让出这份利益 非得用别的东西交换才行 接下来便是谈判拉锯站 江蓬基一步步地试探 陈静内心的底线 陈静则是竭力地为黄宋 争取利益 说得通俗一些 菜香便是江蓬基手中的货物 他想要卖高价 陈静代表买家黄宋出价 自然要压低价格 至于货物本人菜香 是个什么想法 这根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畴 江蓬基开着直播间 观众们听着两人 你来我往的讨价还价 虽说他们说话挺含蓄的 但意思都是那个意思啊 观众越听 越觉得三观碎裂 我有一个问题 主播和陈静买卖菜香的时候 菜香他爹知道吗 菜香他爹早就被父王干死了 上哪知道这事 感情上有些同情菜香 他才十一岁呢 搁在我们这里 还是小学六年级小学生 但考虑主播所在的世界背景 十一岁已经是董事的年纪了 要怪也只能怪菜香 生错了年代 投错了胎 生在乱世 没本事 没有依靠 只能任人鱼肉 毫无反抗能力 楼上说的太感性了 事情也没那么糟糕 黄松只是想要用菜香为傀儡 名正言顺战了乌龙俊 等事成之后 应该不会为难菜香 毕竟黄松也是要脸的人 为了堵住悠悠众口 他不会杀菜香 赏他一口饭吃 这有什么难的 顶多是生活水平 大不如钱罢了 以楼上点个赞 说出了我的心里话了 菜香是具父亲 是具庇佑 沃龙俊搁在他手里 不是被黄松抢 也会有别人 虽说这话三观不正 但谁让乱世 就是个只讲实力 不讲情面的世道 沃龙俊对菜香来说 就是个烫手山芋 他要是不肯挪窝 迟早要热来杀身之祸 唉 菜香小正太 被黑心主播 论斤论两脉了呀 虽说双方都心智肚明 但有些话 也不能讲得太露骨 最少也要盖一层遮羞布吧 例如这次买卖菜香 江鹏俊和陈静 便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 以沃龙俊百姓为出发点 让菜香回去主持大局 稳定局势 绝不是为了 顽州和黄松之间的皮歪利益交易 一番试谈 江鹏俊差不多摸清了 黄松这边的底线 陈静也算出了 江鹏俊这边的底线 黄松知道江鹏俊的脾性 这次也做好了 大出血的准备 他给出的条件相当的丰厚 本就是合则两立的好事情 谈判过程还算是愉快 双方都很敬兴 谈成了一桩大生意 江鹏俊心情愉悦地摆设了宴席 为陈静接风洗尘 对了 游墨 你最近可有遇见什么奇怪的人了 江鹏俊突兀地问了一句 陈静的心头一跳 神色不变 周牧何出此言 哦 紫笑惊通天响 能掐会算 前些阵子 他给我写了一封信 说是有一股不祥的紫色云彩 从南方飘向了湾中 邪气日渐浓郁 应该是妖邪无矣 所谓乱世 必有妖孽 虽说是怪力乱神不可信 但紫笑乃是我最信任的人 他讲的话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舞 周牧这是怀疑 静乃是妖孽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游报香菇 领衔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八百四十四章 江鹏进满口否认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 有莫这样清风朗月般的人物 寻常妖孽 也静不得身 我只是担心 有妖孽 潜伏在你的身边 你还是小心一些为好 江鹏进视线 从陈静的右手飘过 意味深长 陈静注意到这个细节 脸色目的一变 本就缺少血色的脸 透露着几分青涩 周遭已经无人 陈静走在江鹏进的身侧 两人只隔了一步的距离 周遭也相信妖邪之说 陈静试探地问询 世间浩大 无奇不有 兴许真有妖邪 不过我一直坚信 妖邪是怕人的 陈静诧异地嗡了一声 她觉得新鲜 从未听过这样的观点 自古以来 只有人怕妖邪 何来妖邪怕人的 江鹏进继续说道 妖邪之说由来已久 但奇怪的是 关于妖邪的传闻 至今都是捕风捉影 从来都没有 令人幸福的定论 或者是证据 我想 若妖邪真有人们口中 所述的那么强大 为何躲藏人后 不敢出头呢 可见妖邪是怕人的 所以躲躲藏藏 好似阴沟里的老鼠 欠不得光 周牧这番言论 倒是新奇啊 世间妖魔都不可怕 可怕的是人心 人心之恶 怕是漫天佛陀 都是无法度化 江鹏基亦有所指 陈静虽没有表态 但从她的神情来看 她也是赞成这一观点的 这个时候 陈静将右手伸出长袖 露出被白色布条包裹的手掌 从精瘦指节的轮廓来看 陈静的手很漂亮 的确是一双能泼墨作画的手 那一周末来看 为此先生口中的妖邪 到底是人还是妖 这个真不好说 端看有墨怎么想了 陈静沉默已对 促进的眉头带了几分愁色 她感觉到随着时间的推移 自己的举动越来越不正常 记忆也产生了严重的混响 虽说不影响正事 但从袁冲的反应来看 自己的性情产生了不小的变化 她无数次 想将潜伏在身边的妖孽杀了 一想到对方诡异的神通 只能是隐忍不发 竟以为那应该是妖 陈静心念一转 她问道 魏子先生可知道如何出妖 紫孝那点三脚帽功夫 拿句喂妖还行肉上 问她可是问错人了 陈静无语 在背后这么嘲讽自己的下属 这样的主公 真不知道魏子等人 是怎么忍下来的 迟早要晚 江鹏姬又道 不过 有莫若是想知道如何出妖 倒是可以请教我 陈静面露狐疑之色 轩起想到什么 脸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她记起来了 眼前这个人的壮举 秦王那会儿 陈静还没资格 随同黄松一起上场 根据黄松事后的描述 眼前这个完周末 可是以一人之力 将某个疑似妖物的东西 活活地分尸 如此强横 难怪她说不惧怕要挟了 陈静心中火烦看来 有些心动 又有些迟疑 不知周末有何良策 问出这个问题 陈静的表情略为一僵 这话应该是君上问臣下 他作为谋士 不思良策 反而是询问江鹏姬 实在是有些丢人 不过话都已经问出口了 他只能硬着头皮等答案 江鹏姬笑着说道 这还用说 自然是将对方引出来 就地割杀 陈静拧着眉 略显迟疑地看着江鹏姬 周末此话当真 绝无虚假 陈静想到江鹏姬的壮举 摇摆不定的心 渐渐地安定了下来 也许 可以试一试 宴席晚上才开始 陈静先回了一趟下榻处 沐浴更衣 刚收拾完 他发现房内多了一道呼吸 空气中飘散着悠悠的脂粉香 他是士族出身 薰香乃是雅士 然而他对香料颇有研究 比较敏感 真不知道 那个妖物是怎么做到的 总能神不知鬼不觉地 出现在他的身边 做好一番心理建设 陈静面色淡定 从来人身前走过 取来自己的文师配件 挂在了腰间 来人用夏令的口吻对他说 董会儿的宴席 你将我也带上 陈静点头硬下 他也没有露出一丝丝 诧异的神情 好似对方凭空出现 是很正常的场景 今天看了柳夕 她的状态怎么样 有什么异常的地方 来人说话相当地不客气 好像真的将陈静 当作的心腹 旁若无人地坐在了上手 陈静合下了眼瞼 端端正正坐在了右下手 他正要开口 视线落到自己的右手 说着想到什么 心中一记 柳周牧倒也没什么 奇怪的地方 唯一的异样 他的右手似乎受伤了 他想起来了 江鹏姐与他一样 右手都是用白布包裹 不过他那个时候 心神意乱 忘了询问 孰惊一响 陈静有些不寒而栗的冲动 难不成眼前这个妖孽 不仅想要控制他 还想要控制柳周牧 右手 来人眼睛亮了起来 整张脸也多了几分神才 他右手什么样子 柳周牧右手一白布包裹 略有几分臃肿 来人听后 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当初他将九品中心符 打在江鹏姐的右手 换而言之 骤印就在他的右手 江鹏姐现在还裹着右手 可见骤印在他的身体 潜伏很长的时间了 只要自己 在江鹏姐的面前激发骤印 对方便会成为 他最听话的傀儡 想到这里 他对今天的宴席 格外的期待 咸鱼翻身 就在今夜 陈静 黯黯地将手 放在了剑柄上 深吸了一口气 神色淡定地上了马车 车轮悠悠地向前滚去 驶向了县府 那人和陈静 同坐一个车厢 他还不雅地伸长了双腿 歪歪斜斜地靠着 一个人占了 三分之二的车厢空间 那般不正经的模样 看着陈静 内心直冒怒火 可他只能装作 没有看见 即将抵达 目的地的时候 那人对陈静 发号施令 等宴席结束 你随便找一个借口 将柳希引出来 让他滚来见我 若是柳希想要杀我 你一定要挡在我身前 知道了吗 骤印没有激活 柳希还是那尊煞神 他需要有人 给自己当垫背 为他争取时间 诺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游报香菇 领贤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845章 一般的宴席 不住大同小夜 迎兵 宣礼 喜宴 乐舞 说白了 就是吃喝玩乐 再唠嗑 陈静怀揣着兴时 哪里还有精力 关注菜品和酒夜 他都已经做好 一边看歌舞 一边走神的心理准备了 好歹将这段难熬的时间 混过去 结果 丸州宴席风俗 与其他的地方大不相同 给吃给喝 就是不给看歌舞 陈静总不能呆 坐着发呆吧 看歌舞发呆 还能说是歌舞太美妙 所以看得入迷了 可现在只有佳肴美酒 没有歌舞美人 要是发呆走神的话 他该用什么借口 美食美酒太诱人了 所以看傻眼了 陈静原本没什么胃口 见江鹏鸡始终 没有传召歌舞的意思 他只能垂下了眼瞼 抬手直住 本以为吃两口 就会没有胃口 万万没有想到 酒席上的菜肴 做的是相当的美味精致 将它缠虫都勾起了 陈静作为贵客 坐在了厅内右手的第一位 身边那一桌是远冲 远冲暗中环顾观察 似乎在找月灵五级的踪迹 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 桌暗商的美食 都快要吃掉大半了 娱乐节目还没有上 这是安排出了问题了吧 远冲笑着说道 今日有美酒佳肴 若是再有美人歌舞助兴 当真是人间快事 我府上没有圈养月灵五级 这话搁在旁人的身上 袁冲会觉得很不可思议 养月灵五级 不仅仅是为了享受取乐 同时也是为了待客方便 没有养的 多半是抠门或者是家里穷酸 说出去也没有面子 可这话又将蓬姐说出来 袁冲又觉得理所当然 眼前这位柳州木可是女子 没事养那么多 容貌赛过自己的美人做什么 给自己添毒 袁冲自以为知道了真相 便失去了没有纠缠这个事 虽说没有歌舞助兴 但玩舟的伙食当真是不错 喷煮出来的菜品格外的美味 色香味剧全部说 还花样反多 哪怕他已经感觉到有些薄义 可看到侍女 心端上来的菜肴 人就是忍不住伸出了筷子 今日设宴便是为了两位使者 接风洗尘 要是没有歌舞私主应沉 的确有些冷清 一旁的徐科站出来打圆场 笑着说道 主公与黄俊首私交甚好 私底下以兄妹相称 我们两家自然是亲如一家 倒是不用太过拘束 两位使者若不嫌弃 柯倒是愿意献丑 弹奏一曲 自备节目就是玩舟的习俗 袁冲和陈静 还以为是他们表现无礼 逼得徐科出来打圆场 可徐科都已经说了 他们哪敢说不听啊 陈静便说了两句好话 不轻不重地恭维了一句 徐科情绩不算顶尖 但也是终胜的水平 情取还是欢快喜悦的调子 倒是没有丢面子 袁冲听不出什么 只觉得人家谈得很好 众人将这个事情给接了过去 痴痴呵呵再唠唠嗑 久幸上来五个戒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大半 席间气氛融洽 令陈静绷进的神经 稍稍地放松 不过他的视线 总会在江鹏姬的右手飘过 眼底带着浓烈的挣扎之色 他不止一次听说柳西能征善战 还听黄松绘声绘色地描述 此人在朝会用护板 将人分尸的场景 纵然如此 江鹏姬依旧是个人 他真的可以对付那个妖物 妖物明显在算计柳西 若是将柳西引到那个妖物的面前 当真不会害了他 陈静不怕别的 只担心会给黄松热来灾祸 犹豫之间 宴席已经进入了卫生 不管是心不在焉的陈静 还是专攻美食的远冲 亦或者江鹏姬正下 蹭吃蹭喝的文武人才 他们一面维持端正的坐姿 一面暗暗地用袖子 遮着肚子 借着袖子的遮掩 揉一揉保障的肚皮 别人的酒席听歌看舞才是主旋律 搁在江鹏姬的宴席上 吃吃喝喝才是硬道理 陈静正在天人交战 江鹏姬问他 有没有白天说有事情要和我说 到底是什么事情 江鹏姬冲着他挤了一下眼 暗示他别坏事 陈静争了一下 从扇熟留得顺着杆子爬 我主命令静传些话 若是方便的话 静想与周牧私下详谈 郑婶肯定不能搁在酒席上讲 要求秉退左右 或者是私底下详说 这也是正常的 自然可以 酒席散去 陈静让袁冲先回下榻的地方 静有要事要和周牧详说 横说 不用在外头等了 留一辆马车就行 嘱咐之后 陈静跟着江鹏姬走了 两人踏着月色 去往了僻静之处 绕开了其他人的耳目 远远瞧上去 倒像是两个友人并肩踏月 悠哉悠哉的闲谈 因为先前酒席太过于无聊 观看直播的观众兴致不高 屏幕上的弹幕 也只有小猫三两只 喂 直播间还有没有活人呢 我还在坚守 围观主播吃了两三个小时的饭 饿死我了 抱着桶装方便面肯 我也在坚持 看到现在 也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事 但是又实在不敢看直播间 怕错过大事 江鹏姬开直播有一定的规律 没有意外情况 直播时间都是朝九晚五 如果发生的大事 他会延长直播时间 或者是临时开直播 大家都是直播间的老人了 知道江鹏姬的脾气 所以他们一直受着不肯走 好不容易等宴席结束了 竟然只看到主播一身便装跟沉静 在月下漫步 越走越偏僻 他们觉得有些慌张 莫非主播终于是良心发现 打算给他们发点福利 例如强行壁咚 或者是做些羞羞的事情 如此猜测的人可不止一个 我以为主播喜欢慈美人的 之前直播也露出苗头了 为啥突然换CP 我也喜欢慈美人 坚定不宜占主播为死这对CP 换CP 不 围观主播拿下慈美人 是我追直播的动力 不要那么残忍 不是吧 主播会移情别人成静 你们别吓我呀 造谣张张嘴 屁咬跑断腿 虽说成静项目也好 气质不错 家世也行 但年纪比主播大很多 他应该已经结婚生死了吧 主播是不可能涉足 庞然婚姻家庭的 他和成静 应该是真的有事情要谈 你们别乱想 瞧着两人越走越偏 弹幕讨论也多了起来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尤报香菇 领贤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八百四十六章 这里已经够僻静了 有梦要说什么就说吧 陈静看着江鹏姬的眼神 带着几分无奈 分明是他主动的 怎么变成自己引他了 这让陈静说啥好呢 没话可说啊 因为手上福音的缘故 陈静能感觉到 妖孽就在附近 心下越发的警惕 此事说来话长 嗯 没事 你可以长话短说 陈静无语 直播间观众纷纷小喷了 陈静可是黄松阵营的谋士 不是自家的谋士 不带这么欺负人的 亏了陈静的心理素质好 表情只是凝制了一下 并恢复了正常 他脑子一转 嗖了嗖肚子里的墨水 很快就捏造了一件 似是而非的要紧事情 江鹏姬也十分地配合 或点头或拧眉 偶尔还提了自己的意见 陈静暗暗地感慨 这位柳周末也是人才 狐猪的本事不比自己弱呢 他们一边谈一边走 江鹏姬的注意力 似乎都被沉浸的话给吸引了 清冷如水的月光披萨而下 将两人的影子拉长 他们绕过了一座假山 视角正好迎着月亮所在的方向 前方则是一片遭废弃的密集假山 隐隐厚重 若是有东西藏在哪儿 怕是谁也发现不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沉浸的心跳越来越响亮 越来越急促 几乎是要跳到嗓子眼 右手手背传来一阵炙热的温度 他知道那个妖孽就在附近 距离他不足数丈 便是这个时候 一声抱贺传入了耳畔 幽暗的蓝光从前方阴影处 朝着他身旁的江鹏姬袭袭来 还不速速臣服 一切来得太过于突然 沉浸下意识地做出了仿背的动作 试图挡住那道诡异的蓝光 只是 他只是个武力不高的文人 等他拦在江鹏姬身前的时候 那道光已经击中了江鹏姬 沉浸健壮 面色一沉 一个身形婀娜的女子 从假山的阴影走了出来 赞赏他拍了拍手 你做得很好 如果没有你帮着牵制柳希的注意力 降低他的戒备 怕是不会这么轻松 女子先前给沉浸下了命令 让沉浸给自己当肉炖 故而沉浸方才的举动 落在女子的眼中 正是他忠心耿耿地证明 沉浸按吸了一口冷气 面色平静地侧身让开 退到了一旁 手却放在了腰间的配件剑柄上 女子坦然上前 咯咯笑着 绕着江鹏姬来来回回走了两圈 用挑衅的目光将她上下打量 嗯 倒是不错 柳希 女子在江鹏姬的面前站顶 梳得伸出手 捏住了她的下颌 力道十分地大 强迫她抬起头 长得也不怎么样嘛 活像是个男人 丑八怪一个 你欠我的 我一定要十倍百倍地拿回来 借着月色的映尘 沉浸看到江鹏姬表情目冷 眼神竟是有些涣散的痕迹 好似木头一样 她心脏猛地咯噔 捏着剑柄的手 暗暗地发紧 修长地直接崩起 露出了些许的清白 女子还不满意 维持着捏紧下颌的动作 猛然发力 把江鹏姬推到崎岖甲山 眼神恶毒 来 跪下 填火的脚趾 一旁的沉静 七夜猛地高涨 这个妖孽 竟然这么折辱人 正当她想要靶劲的时候 她看到江鹏姬 锤在身侧的右手 宠她摆了摆 示意她走远一些 沉静无语 她这是碰到 细襟祖宗了呀 女子还未松开手 她又反悔了 只见她眼波流转 兴生歹毒念头 对着一旁 围观将捧击 标系的沉静 勾了勾手指 过来 无辜吃瓜观众沉静 上前了数步 心态却放松了很多 她倒是要看看 接下来又有什么好戏 她 今儿赏给你了 另一边 直播间炸开了锅 观众们追了直播间多年 何时见过江鹏姬被人这么对待过 那个女神竟然用鸡爪 捏着他们主播的下颗 还将她推到假山 还让她下跪舔脚趾 舔你个蛋蛋哪 这还不算 还想羞辱主播的身体 真是下作 我有一句MMP 现在就要舍她脸上 主播不是中邪了吧 快醒醒啊 沉静 你他们敢碰一下主播的手指 立马顺着往线爬过去 剁了你 原本小猫三两只的弹幕 瞬间爆炸 沉浸喷尸淹没了屏幕 然后 一条橙黄色加粗的弹幕 吸引了他们的目光 忘了通知 近段时间 要扩大直播间人数上限 按照预计 直播间应该会打通 另一个位面 届时 我会对这两个位面的观众直播 直播间位子有限 大家记得订阅哟 十五万的咸鱼观众 一脸的猛逼 刚刚冒出的火气 全被江鹏七发出的通知 给剿灭了 马蛋 戏经主播欺骗宝宝感情 与此同时 陈静的脸色目的铁青 火气一冒三千丈 这个妖孽不知道 但她知道江鹏姬 是个亲信者的 柳西先是晚周牧 岂能是当做一般的女子对待 别说是实质性的羞辱 在陈静看来 哪怕是碰一碰人家的衣角 那都是亵渎 更加重要的是 柳周牧记仇了咋办 陈静觉得眼前一暗 生怕自己没办法 竖着走出宛周 哪怕三观崩脸 陈静依旧是没有露出破绽 说白了 在场的三人 除了女子之外 其他两人都是奥斯卡的影帝 奥斯卡欠他们的小精神 多的能让奥斯卡破产 女子笑意盈盈地对着江鹏姬说道 瞧你女伴男装这么多年 想来连什么是女人都不知道吧 今儿我成全你 你以前杀我数次 你就该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风水轮流转 栽在我手里 这就是你的报应 陈静 你还愣着做什么 赏给你了 说吧 女子捏着江鹏姬的下盒 将她丢向了陈静 陈静要侧身避开 她可不敢碰一下 免得被对方秋后算账 牵连进去 江鹏姬像个木偶人一样 被女子丢出去 足间刚离地 下一秒就发生了变故 她在半空调整的重心 反手抓住女子的手腕 猛地一沉 将对方抓了过来 右手如鳞蛇一般 缠绕女子的脖子 一抓一提 将女子从左边摔到了右边 真不好玩啊 江鹏姬的声音 传入她的耳畔 明明是含着笑意 对于女子而言 不亚于冬日寒霜 江鹏姬又道 原本还想要留你 慢慢杀几回的 没想到你却一心求死 哼 好的很啊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邮报香菇 领贤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八百四十七章 女子被这个变骨打得是措手不及 面上的得意还未来得及收敛 如今已经是受制于人 你 柳西 你没有被控制 你怎么没有被控制 你这个贱人 故意宽我 女子内心焦躁无措 左胸腔的心脏 喷喷跳动 脑海不受控制的 想起被江鹏金支配的恐惧 不可能 你一定被控制了 女子试图挣扎 奈何江鹏金手上的力气 大的吓人 不管她用什么手段 卫方人就是吻丝不动 她急于发疯 骗人的 你不可能没有被控制 放开我 江鹏金一边压制她 一边拐载她 啊 你这人毫不奖励啊 难道只允许你算计我 谋害我 控制我 不允许我自卫反击 这算是哪门子的规矩啊 说到底 分明是你技不如人 怎么有脸怪对手太强呢 嗯 我突然想起一句话 蛮适合你的 没有那个公主命 偏偏染了一身公主病 她直白地戳中了女子的软肋 对方恼羞成怒 挣扎得越发厉害 江鹏金骂人太多 一旁的陈静忍不住赤笑 她的举动提醒了女子 女子像是溺水之人 迫切地想要握住最后的一根稻草 气急败坏的 陈静杀了她 哼 有猫武力不如我 你让她怎么杀我 柳西 你若是杀了陈静 你以为 黄松还能跟你维持兄妹情义 江鹏鸡诧异的偏手 虚了一眼 一动不动的沉静 洒然一笑 哼 我以为你的脑子已经被猪吃了 没想到还留了一点 不过 这有什么用呢 好心给你一个忠告 下辈子记牢了 千万别以为世界上 只有你一个聪明人 自作聪明的人 往往死得很惨 我的确不会伤害有莫 但是你下达命令之前 你也要确定一下 她有没有被你控制 江鹏鸡张嘴 便是戳人肺腑的毒化 气得女子双目赤红 奔剑出浓烈的仇恨 女子气喘吁吁 一番挣扎下来 病发凌乱 脸颊胀胀的通红 眼角晴着炼焰的水光 一旁的陈静默然 如果不是知道前因后果 单看眼前的场景 她还以为柳州木 弯成了闻香 正与辣手催花呢 承静杀了她 快点杀了她呀 废物 女子不肯信 她控制不了柳西 难道连一个愚蠢的 古代男人也控制不了 再度被点名 陈静悠悠地叹了一息 唉 她对着江鹏鸡说道 柳州木 静是否要避让一下 这话是对着江鹏鸡说的 但也变相拒绝了女子的命令 打脸来得太快 宛若是龙卷风 她用体贴小工具的口吻 对陈静说道 嗯 让吧让吧 接下来的场景太血腥了 我怕吓到你 陈静假装自己间接性而聋 目光阴冷撇了一眼 被江鹏鸡制服的妖孽 毫不留恋地走了 女子脸上最后的一点血色 也静输地退去 过了一会儿 她恶狠狠地说道 陈静 你杀不死我的 我还会回来报复 报复你身边所有人 江鹏鸡笑着收紧了手上的力道 细血地瞧着女子 对方的脸因为缺氧而轻子 双眼斜满了不甘 两颗眼球几乎是要突出眼眶 女子即将要病命的时候 江鹏鸡又松开了力道 大量新鲜的空气 灌入了女子的口鼻 她一边咳嗽 一边贪婪地呼吸着 那种濒临死亡 却又将死不死的感觉 实在是太可怕了 她已经没有勇气尝试第二遍 哼 有什么恩怨冲着我来 我还能敬你两分 你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打我身边人的主意 江鹏鸡倾笑着 平静的身陷中添了几分温柔 但女子不仅没有感觉到暖意 反而是浑身寒湛 女子哆哆嗦嗦 颤颤巍微地说道 我是不死的 我还会回来的 刘欣 你千万别让我抓到机会 不然的话 我一定要让你跟你那个不知羞耻的娘一样 不得好下场 你等着 你都放狠话了 你以为 我还会让你有死灰覆山的机会 也许是自知必死无疑 女子反而是找回了几分冷静 她有系统傍身 还有无数次重来的机会 她输得起 大不了继续欠系统巨额的债务 女子癫狂地说道 你杀不死我 这个时候 将蓬基靠近她的耳畔 赤热的呼吸打在她的耳垂 带着几分烫神的温度 你确定 女子心间狠狠地一跳 故作强硬地说道 不信 你杀我试一试 对于她而言 死亡反而是一种逃脱 只要死了 她的魂魄便会出现在系统空间 便能卷土重来 枪蓬基贴在女子的耳侧 毕音呈现 说了一句话 女子听后 顿时面无人色 哆嗦得越发的厉害 她没说别的 只说了一句 从刚才到现在 你就没发现你最大的靠山 至今没有出生过 系统 对 为什么系统一直没说话 女子在内心呼唤系统 但不管她喊了几声 结果像是石沉大海 得不到半丝的回应 她越发慌张了 系统为何没回应她 江蓬基似乎知道她在想什么 笑语盈盈 哼 系统可不是万能的 她现在自身难保 哪里还顾得上 你这个废物点心啊 女子不敢置信地摇着头 面色惊恐 她不顾要害被江蓬基钳制 伸出了那双保养精细的手 抓住了地面 哪怕指甲绷断也顾不上 一心想要爬走 她不想和江蓬基离得这么近 能让系统都束手无策的人 到底是个什么人呢 刘夕你饶过我吧 饶我一鸣吧 女子面上挂满惊恐的泪水 方才赤熙留下的青子 还未完全地退去 配上淒厉的喊叫声 竟有几分厉鬼的凤凡 她求饶道 救救你 饶我一鸣 哼 求 现在会不会太迟了 江蓬基笑着问她 顺风狂如狗 蜜蜂跪着求 话说 能不能稍微有点骨气 饶过我吧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就不想知道 你母亲孤明 是怎么死的吗 女子哭得是眼泪鼻涕 齐刷刷地滴下来 哪里还有绝世家人的痕迹 狼狈得像是个疯婆子 你放过我一次 放过我这一次就行 我以后再也不和你作对了 我告诉你是谁杀了孤明 直播间观众正笑嘻嘻地吃着瓜 感慨今天这场直播不算是无聊 他们坐等着主播再杀妖孽一次 万万没想到 静山会牵扯出前一辈的往事 主播的母亲 难道不是自然死亡的 江蓬基垂下了眼瞼 赤笑道 哼 难道不是你杀了我两位敌兄 害得母亲病重而亡 女子愤恨地垂地 双眼蹦践出了浓稠的恨意 她咬着后槽牙说道 柳蛇撒谎 分明是她杀了孤明 真的是柳蛇杀了孤明 咱们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邮报香菇 领衔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八百四十八章 母亲和父亲恩爱甚毒 父亲怎么会杀她 挑拨离间 烦请你找个靠谱的理由 女子面色一僵 玄疾又哭诉道 你母亲是穿越者 穿越者就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都舍以为 她被恶鬼侵占了身体 怎会不怕 不信你可以看看谢倩 谢倩发现王会军被穿越 不一样起了杀心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要是刻意挑拨你们妇女感情 就让我不得好死 穿越者 另一个世界的人 江蓬基故作不知地问她 你说的可是真的 千真万确 真正的孤明 其实是个白痴 这件事情 曾经伺候古敏的老人都知道 她到了四岁还不怎么会说话 女子一面在内心呼唤系统 一面颤抖地将自己知道的内容 添油加醋地抖了出来 最后和柳蛇成婚的人 也不是古敏 应该是古敏的淑媚古真 那个穿越女不要脸 长着自己知道历史 抢了自己的媚婿 还将古真推给孟战那个畜生 六十五意见知道这些真相 才会谋划暗杀古敏 虽然我是杀了你的两个敌兄 但我真的没有杀你啊 江蓬基似乎被说动了 虽然没有放开女子 但手上的力道明显是松了一些 继续说 把你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我 女子绝望地发现 系统真的联系不上了 为了活命 她只能赌一把 我 我也是无意间知道古敏是穿越者 后来我送了她的魂 才知道她来自未来三百年后 她知道历史 所以她抢了原本属于古真的丈夫 她就是不要脸的婊子 柳舍是个古人 她当然惧怕鬼神 所以谋杀了古敏 我说的都是真的 求你不要杀我呀 江蓬基听了 嘲讽般吃了一声 女子似乎想到了什么 忙不爹地说道 柳舍还想杀你 在古敏的记忆里 你最后会杀了柳舍 她现在知道这件事 你以后想杀她就不容易了 她会提前杀你的 因为慌乱 她说的是语无论词 江蓬基好笑道 哼 你觉得你这话我会相信 如果我父亲真的要杀我 早该杀了 女子哭着说 因为她是江朝的开国皇帝 后世的陈皇帝 柳舍当然是不会杀她了 江朝开国皇帝 女子点头如倒算 对 江朝开国陈皇帝 我搜了古敏的魂魄 发现她是来自后世三百年的人 江朝开国皇帝 本家姓柳 闺民兰庭 但是柳兰庭 十二岁那年遇见土匪 失了记忆 忘记了自己是柳兰庭 还给自己改名改姓 说自己交将捧击 她还亲手杀了自己的树地 这都是我从古敏记忆中看到的 后来她又杀了被诸侯亲与阵前的柳舍 亲手是负 剑将捧击神色不动 女子再接再厉道 柳舍现在不杀你 以后也肯定会杀你的 因为你是妖孽生的女儿 她怎么不怕 可她为了当皇帝 她现在当然要对你好 你要信我呀 哼 如果那一世我真的当了皇帝 你以为父亲还能杀得了我 她现在没对我动手 以后就更不可能动手 你挑拨离间 篡夺我去杀父亲 你居心叵测 用意歹毒 女子面色争鸣纠结 万万没有想到 她费了这么多口舌 人就是没有说东江捧击 过了一会儿 她说道 你以前问过我 你问我 是不是我害的你母亲 险险一尸两命 这个问题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你即使回答 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价值 你知道了 女子诧异地睁大了眸子 江捧击点头 嗯 我知道 两人眼神对视 女子梳着张狂大笑 笑得眼泪花地冒出来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对对 你知道了 凡准的人是我 说完了 说完了准备上路吧 女子张狂的笑声 戛然而止 一双眼珠子 瞪得像铜铃 大片的眼白 瞧着圣人 你杀我 我从头到尾 没说过不杀你吧 分明是你自己自作多情 他这话 掐灭了女子心头 最后的一丝希望 哼 下辈子 好好地做人 将彭基问跟老朋友聊天的口吻说道 这世上 任何人的性命都是珍贵的 所谓贫贱 指的是钱财 而非是性命 你有着常人所没有的优势 但这不是你草惊人命的借口 你以为 自己走了天大的运道 得了一个厉害的金手指 腌制对方没有害你的心思 讲真 江鹏基还是有些舍不得杀他 怎么说也是平日里的消遣 一下子弄没了 以后可要寂寞了 让我这次吧 我以后再也不害你了 我真的不害你了 我也不当女主了 女子隐隐意识到 自己没有独当重来的机会 对死亡的惧怕 凌驾于一切 现在说这些 未免太迟了 你迫害旁盛的时候 可曾想过今日 面对死亡的威胁 女子猛的发力想奋力一搏 奈何江鹏基早就知道他的意图 他伸长的舌头 强烈的窒息感 让他意识模糊 细腻的血丝 布满了突出眼眶的眼球 目的 只听一声清脆的鼓裂之声 腥红的鲜血 从口鼻眼而涌了出来 剧烈挣扎的身体 慢慢地软了下来 睁着双眼 死不瞑目 壮死厉鬼 哪里还有家人的疯子 江鹏基喃喃一声 本来还像留着你逗券的 不过 谁让你对陈静下了手 实质精神 江鹏基也失算了 索性偏差不大 一切还在他的掌控 他以为刻意中了九品中心服 应该可以让女子将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 不会对他身边的人下手 哪里晓得啊 对方贪心不足 这人试图控制陈静 胭脂以后不会对未词的人下手 女子是光脚不怕穿鞋 江鹏基堵不起 考虑到风险 他还是决定一次性解决了这个隐患 哪怕现在还不是收网的好时机 用精神冲散了女子残留的精神波源 江鹏基右手从女子的身体上方拂过 过了一会儿 精神脑域又出现了另一团陌生的精神波源 正是女子身上的子系统 为了区分江鹏基和女子的系统 姑且将他们标注系统一号和系统二号 江鹏基调皮地说道 系统啊 我把你的兄弟送来咯 系统一号若是有脸 怕是要气得面色铁青 他抱粗口道 兄弟你妹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邮报香菇 领衔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八百四十九章 哎呀 抱粗口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不怕教坏了小孩 等哪天将系统本体也送来 让你们凑个三人斗地主 江鹏基笑语盈盈 丝毫不受影响 反倒是两个系统被弃得蹊跷盛严 神他妈的斗地主 你怎么不说来四个凑一桌打麻将 系统二号至今还是猛逼的 他被江鹏基切断了和宿主的联系 眼睁睁地看着他杀了宿主 再将宿主的魂魄打散 这跟他预料中的剧本完全是不一样 这还不算 还不等他逃跑 眼前一黑就被关进了一片 精神能源磅礴的领域 系统二号问道 这里是哪里啊 我的精神脑郁 他抓了穿越女身上的紫系统 两个直播间强制性的升级 目前正进入维护阶段 进入维护之前 他给自己的直播间观众 发了一条消息 让他们明天快点来抢位子 这个时候 系统二号试图挣脱 奈何周遭的压制太强 他根本就逃不出去 在他附近 比他小了数倍的系统一号 冷冷地说道 别挣扎了 平歇了吧 这个时候 系统二号才发现 系统一号的处境 猛逼得更厉害了 你怎么被囚禁了 因为子系统之间信息不互通 他至今还不知道 难兄难弟遭受了非人的待遇 系统一号冷喝了一声 他不想和这个蠢货对话 系统二号冷静了下来 心下越来越沉 总感觉剧本和预料中的 完全不一样 他迟疑地说道 非个精神脑欲 不太正常 强的不正常 系统一号继续冷笑 你跟着那个蠢货女人太久了 连智商都被拉低了吗 系统二号沉默一对 他想到了一个可怕的猜测 你怎么会附身这样的宿主 你还帮助他 要是他碰见这样的鬼剑虫 早就是拍拍屁股走人了 系统一号身无可怜地说道 你哪只狗眼看到我帮他了 他现在也是接下球好不好 他现在不担心别的 只担心系统主体 看江鹏鸡竟是来的反应 对方似乎已经知道了什么真相 这让他坠坠不安的 作为高等生命 他从未像现在这样无力过 以前碰见的宿主 十个九个傻 还有一个自作聪明 哪个不被他耍得团团传 奈何天道好轮回 这次掉了个个儿 被耍的人换作了他 系统二号被分离出去最早 一旦被分离 他和系统主体就是两个独立的个体 很多事情他是不知道的 他以为找上江鹏鸡是一号的主意 于是抱怨道 你怎么找了这么一个宿主 这哪里是被奴役的宿主 分明是一尊祖宗啊 系统一号冷笑 哼 要是有的选 老娘也不选他 鬼知道这个天选之子 这么难搞 世间有无数未免 每一个未免 相当于一个独立的个体 未免上的生灵 发育得更好 欣欣向荣 未免得到回馈的就更多 所谓系统 其实就是穿梭各个未免的蛀虫 偷偷汲取他们的本源能量 未免也是有自我意识的 为了让未免中的生灵发育更好 便有了所谓的天选之子 若是没有系统插手 按照原有的轨迹 江鹏鸡会开创一个崭新的超代 回馈未免更多的好处 结果呢 未免这棵小树苗 被系统这条害虫给盯上了 按照以前的经验 只要杀了天选之子 然后安部就班 吸取未免的本源能量 基本就稳了 系统二号高声尖叫 还是天选之子 吓死宝宝了呀 系统一号阴沉着说道 如果他不是天选之子 本体怎么会再度分类一个我出来 本以为能将未免看好的天选之子祸害了 没想到人家根本就是个祸害 专门祸害系统 真不知道 一个还处于落后文明的低等未免 到底是从哪里抓来这么一个魂魄 真他妈的恶心 系统二号瞬间就捏了 他坠坠不安地说道 我们现在怎么办 你和我是一样的 你问我 我问谁 你现在还能联系本体不 系统二号沮丧的 不能 早在他被江鹏姬强制性地和前任宿主身体捆绑的时候 他就无法和本体联系了 那会儿他就知道江鹏姬不好惹 但从未想过会这么棘手 不但能威胁他 还能威胁本体 狠着吧 系统一号粗声喘气 恶狠狠地说道 江鹏姬这个人相当自负 他总会跌一个大跟头的 索性你的愚蠢宿主 还有点脑子 没把真正的主体给供出来 不闪的话 不闪的话 说不定本体也会被江鹏姬给抓了 然后一组梁子 三个系统就能够斗地主了 这个时候精神脑欲响起了江鹏姬的声音 我觉得你们俩都挺蠢的 这里是我的精神脑欲 我便是这里的神 你们说什么悄悄话 我都能听到 你们确定 你们还要继续嗶嗶吗 江鹏姬一面毁尸面积 一面笑着调侃 两个系统安静如鸡 她的耳朵终于是清静了 下辈子投个好胎吧 如果你还有投胎的机会的话 江鹏姬拍了拍手 地上的尸体已经彻底燃了起来 时不时还有鸣报之声 陈静守在老远的地方 看到此处燃起了火光 按耐着情绪快不敢来 刘周牧 那个有你已经扶住了 沉浸心中一喜 抬手将右手的白布接下 只见原本不满丑陋黑文的地方 恢复了正常的肤色 她郑重地行了个大礼 感激道 尽多谢周牧救命之恩 黑文消失 她感觉自己的身体都轻快了几分 原本昏沉的脑子 也像是波云渐日 清明了不少 江鹏姬抬手将她扶起 笑着说道 不用言谢 这件事情说来也怪我 本该早些将她铲除的 沉浸不知道 江鹏姬刻意留了后手 才让川月女 有卷土重来的机会 说起来要不是江鹏姬 沉浸也不会遭了无望之灾 江鹏姬不给沉浸开口的机会 如今夜已经深了 有莫还是先回下太处吧 我就找人过来 将这个妖孽的尸首处理了 虽说她已经彻底的扶诸 但平白多了一具尸体 会吓到百姓的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邮报香菇 领衔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以八百五十章 大泽村 将朝某个不知名的小地方 这个村子只有百户人家 村头发生的事情 不需要片刻 村委的人便能知道 今日一向宁静的村落 变得热闹了 这丫头眼神倒是明亮 瞧着蛮喜欢 丫头啊 你叫什么名字呀 冰神穿得花枝招展 衣裳穿得花花绿绿 鲜艳明亮 上神不禁怀疑 对方是将花盆 穿在身上了 宁婉月 怀疑地说道 小女归名婉月 婉月 这名字倒是雅致 谁娶的 胖胖的兵神问道 宁婉月还未来得及回答 一旁的胖婶便抢答说 这名字啊 是婉月丫头的穷酸父亲起的 自从江朝建立 女帝广开科举 不少年轻人便梦想着一步登天 宁婉月的父亲 就是其中之一 只可惜天赋不高 几年下来 只毒了几个酸子 前不久下地劳作 被毒蛇给摇死了 婉月母亲死得早 父亲又去世了 家里一瓶如洗 如今穷的是接不开锅 得知有贵人来村里 挑选女童当童养席 婉月的婶婶忙不爹地 将这个小拖油瓶带了出来 兵神问道 你识字吗 婉月怯怯地点了点头 兵神回身 与随行的人交谈了两句 议论一会儿 便定下了婉月 婉月婶婶开心地 将她推了出去 转头又收下了 兵人送来的聘礼 年幼懵懂的婉月 跟着兵人上了马车 满脸的茫然无措 她丝毫不知道 自己的未来会随着这辆马车 驶向哪里 婉月知道什么是同样戏 村里头也有几户人家 买了同样戏 她以为自己的夫婿 不是三四十岁的老男人 便是三四岁的顽童 婉月等一跃之后 她见到了那个疯子俊秀 湛然若神的青年 目得茫然了 这样好看的神仙 竟也会发愁 讨不到老婆 你把这孩子送来做什么 声音冷冷 宛若是青泉叮咚 轻着一股冰凉 那个素衣青年 端坐在了廊下 身前的桌案摆着一张琴 同样素白的抹额 端正地戴在恶剑 腰间还缠着两条素白的腰带 竟是一副长久扶桑的装束 只见她略一抬眼 不带一丝感情的毛子 扫过了婉月的脸 仅仅是一个眼神 婉月便吓得倒退了两步 窃窃地躲藏到了冰人的身后 大娘子说了 魏大夫总该要延续血脉 冰人的身影 不是之前那么轻浮 反而带着一丝 旁人难以琢磨地冷然 总之就是很有气场 青年不知可否地冷喝了一声 面上带出了一缕嘲讽的清晓 冰人将身后的婉月推了出来 二郎君若是不愿意 半年之后 老身再来将这孩子带走 冰人走了 只留下婉月和大大小小几个包袱 里面装着不少的金银首饰和材质好的衣裳 青年自古弹琴 婉月听不懂对方弹什么 只觉得好听极了 他站在廊下 晒了一下午的太阳 傻得不知道要找个阴凉的地方遮阳 等日暮时分 青年抱着琴回了屋子 过了一会儿又出来了 你叫什么名字 青年给他递了一杯水 婉月结果 贪婪地喝了好几口 险些呛道 小的姓您 归名婉月 青年坐在廊下 脚上随意套着一双 做工粗糙的木鸡 他看着个子娇小的婉月问道 那你几岁了 十一了 才十一岁 真是荒唐 婉月不敢动 冰身来之前对他三身武力 将各种规矩都塞进他的脑子 青年又等 那你知道 他们让你来做什么 给郎君当媳妇 他说得很直白 毛子黑得清澈 过了一会儿 婉月的脑袋上 多了一只骨节分明的手 熟着她的发迹 你才十一岁 我要再早生个五六年 你都能当我女儿了 婉月歪了歪头 坠坠地问道 那我喊你爹爹 罢了罢了 跟你小孩治什么气 换我哥哥便好 哥哥 那婉月还能当你媳妇吗 你年纪小小的 还知道什么是媳妇啊 婉月垂着头 搅着袖子不敢再说了 青年居住在深山之中 一山傍水 倒是个风景美妙的地方 不过不知为何 青年常年如素 穿素衣 像是为什么人首相 婉月住着青年附近的屋子 一天到晚 也没有事情可做 她将屋子外头全是空地 觉得控制得可惜 便卷着衣袖 吭哧吭哧地除草 青年每天的日常 不是弹琴舒缓 便是看着天空发呆 见婉月如此 慢慢地就勾起了她的兴趣 你在做什么呀 外头好多地 青了杂草可以种白菜 以后就能吃到新鲜的菜了 青年双手拢在袖中 对着婉月说道 每天都会有人送新鲜的果蔬来 用不着自己种 婉月啊了一声 青年又道 不然呢 你以为这些天我们吃的东西 哪冒出来的 婉月更加地迷惑了 她头一回对青年的身份 产生了巨大的好奇心 她在这里住了几日 发现青年居住的院子很大 但是里里外外 只有他们两个活人 是不是觉得住在这儿很无惧啊 青年抱着一把琴 寻了个地方 洗地而坐 轻弹两声 偏手望向了婉月 也是 这地方偏僻得很 离地灵又近 寻常人哪敢靠近呢 婉月这才知道 他们所处的地方 竟然是地灵后山 也不是很无趣 每天能看着郎君 便觉得一整天的时间都不够 婉月是个实称的孩子 有什么便说什么 实白又单纯 你识字吗 识得几个字 女帝特开先例 在各地设置了女学 不仅教女子 席字读书算术 还向她们学一门 防身健体之术 学业为期四年 在江朝 女子若是嫁得好 或者是独立女户 坐床招雪 二者缺一不可 青年问道 还想继续学吗 我可以教你 免得你无所事事 竟折腾这些 婉月重重地点头 眼睛都亮堂了好几度 她是喜欢读书的 但是家庭变古 她只读了两年就回家了 婉月在女学的成绩不错 但与身边的青年相较 似乎什么都拿不出手 青年似乎找到了乐趣 将婉月当作的学生 倾囊相守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邮报香菇 领衔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851章 婉月进入青年的书房 发现诺大的书房 装满了书架 书架上 雷满了无数的书籍 好多 婉月经的小组卫章 许久忘了臂上 家父的藏书 青年的声音 多了一缕笑意和隐约的炫扬 似乎很是自豪 这是婉月头一回听青年谈及他的家人 不知不觉 婉月在这里过了半年 眼瞧着于兵人约定的期限就要来了 婉月心中焦躁 连日常的学习也无法用心 很快便被青年给识破 若是不爱学 气了吧 何苦勉强自己 听婉月谈得乱七八糟 青年面上闪过些许的韵怒 婉月垂着头 既沮丧 又吱吱呜呜地说出心中的担忧 便是为了这事 若是郎君不喜欢 那病人自然要将我送回去 届时定然要被婶婶再骂一回 青年坐在秦岸旁 不知在想什么 我这一生 怕是要与地灵为灵 终生不得离开半步 但你还小 我跟那女人说一声 让她帮你安排好婚事 她是天底下最听话的走狗 听命于天底下最有权势的人 婉月不知青年为何要在地灵附近隐居 瞧这个模样 似有她自己的愿影 也有外力的约束 大半年下来 青年最大的活动范围 也只是在地灵附近 从未在外头过夜 天一暗便要回来 可是 可是 若婉月觊觎郎君容貌 再也瞧不上第二人呢 江朝风气开放 女子向男子求爱 表白 也是寻常 若是搁在了二三十年前的乱世 这个年纪的婉月都能够成家了 你还小 再过几日变十二了 再过几年变十八了 不小了 四舍五入之后 便是陈年人了 婉月鼓起了勇气 她知道 世间再难有比眼前青年更好的人了 青年哑然 面对比自己小了一轮的婉月 倒也没说什么 在她看来 她只是个天真的小孩罢了 婉月跟着青年 在地灵后山住了近六年 一眨眼 已经是出落成 亭亭玉丽的清秀佳人 青年人就是那个模样 除了轮廓更加成熟 时间似乎在她身上静止了 这一日 她出门摘了些自己种的果子 回家之时 发现院外多了好多精致的马车 她坠坠不安地靠前 竟没有被拦住 婉月看到数年前的冰人 对方身穿一袭 青衣白绝的女衫 瞧着十分干脸 你们是谁 婉月提着篮子 心中坠坠不安 对方也瞧着她 半上才认出来 是多年前的丫头 大娘子在里头 跟二郎君说话呢 跟我在一旁等着 拼人 对她汗手微笑 婉月反而是更加地紧张了 里头的大娘子 那是她的家人 说来也怪 从婉月初见青年到现在 她始终穿着素衣 戴着素色的抹额和腰带 甚至连平日的吃食都避开了有心 说是为了家人守孝 也不至于一守就是六七年吧 站在廊下 婉月仗着良好的厅里 隐隐听到室内的对话 几年下来 你反省好了 说话的是个女子 声音略有沙哑 莫名地带着一股强大的气场 青年讥笑道 我有什么好反省的 时至今日 你还不觉得自己错了 青年降嘴不说 婉月心中莫名一惊 虽说不知道青年家中发生了何事 但她与对方相处了多年 时常能看到 对方眼中的懊悔与沮丧 青年的声音提高了几度 你觉得我错了 江眼 这天底下什么好事 你都占了 为何我连讨个说法 都要被你们打成大逆不道 分明是一母同胞的姐弟 你全情天下 我呢 你受她悉心教导 我却被人暗中耻笑 江眼 我哪里做得比你差 你一生下来 便是天之教子 我刚出生便被人抹去 身份定义成死人 她 可有闻过我的感受 婉月吓得像是惊弓之鸟 她认识青年这么多年 何时见她情绪这般的激烈 屋内女子镇定地说道 说到底 你还是义男平 是 我宁愿当年领了旨意 自尽天前 也不想在这地灵后审 勾结一世 我以为你长居在此 应该能静下心 好好反省当年局势 太夫对你寄予厚望 母亲对你殷切期盼 你却只知道闹小性子 讨一个说法 你讨说法的代价 未免太沉重 青年没有回答 屋内却传来一声 重物坠地的响声 像是有人将桌上的东西摔到地上 江言 你说得轻巧 她从未正眼瞧过我一眼 连一眼都没有 若是不知真相 青年也能得过且过 怎么说也是当朝太女太妇的独子 纵然只是硬切身的数字 但她也能够过得安乐 奈何真相残酷 她竟是皇帝之子 当年被追封为张作太子 两个身份 一个地一个天 她一难平 为何她一出生就要被剥夺身份 既然她一出生就要被嫌弃 被抛弃 还不如不将她生下来 一母同胞 待遇竟然如此悬殊 她那个时候的确是天真无知 数人蒙蔽 竟怀疑生父不是生父 而是暗中盗窃太子的奸人 不将生父当仇人 后来才知道 背后剥夺她身份的人 不是旁人 正是那个九五至尊 未等她从这么庞大的真相中 回过身来 一桩接着一桩的打击 朝她砸来 砸得她是眼冒金星 生父一口咬定 她是假冒张作太子 不等她辩驳一句 拔剑自尽 青年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眼前一黑 只觉得是天崩地裂 再也听不到其他的声音 原本说是驾崩的生母 又苏醒了 在文武百官惶恐的注目下 有条不紊的收拾了一堆乱党 该抓的抓 该杀的杀 前不久还嚣张得意的神 纷纷下了牢狱 偏偏将她这个主谋 置在了一旁 正言也不瞧一眼 直至生母真正的并未驾崩 她也没有收到任何处置 她的吃言片语 竟像是个丑爵一样 被神忽视至此 没有正眼瞧过吗 女子笑着笑 原来 你竟是这么想的 那你要听听我的心里话吗 青年沉默着不说话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第八百五十二章 你幽居于此 应该也查了以前的事情吧 别否认 书房里有什么书 我比你更清楚 天下时局不稳 朝中矛盾众多 母亲每日要花七八个时辰 忙碌朝市 你能跟着太傅进宫 一年瞧她几次 我呢 你学得烦了 便闹脾性不学 太傅有耐心哄着你 可我呢 我只能与书籍相伴 每日都有学不完的东西 闲暇时候 还被人带到民间 去体察民情 当过码头劳工 学着起儿街头讨饭 隐在乡野查访民情 魏从 我能不能也怨恨你呢 我甚至不敢生病 除了侍女 无人伴在身旁 你稍微有些毛病 太傅彻夜未眠地守着 母亲忙得昏天暗地 还要抓着太医多番询问 魏从 你过得轻松快乐 可有想过别人过得水深火热 五外的婉月听了揪心 母亲临终前也说了 她很后悔 让你过得太安逸了 才有那么多时间想东想西 太傅自觉愧疚 将你宠得太天真 区区流言飞语便能让你一难平 你倒是说说 除了皇位之外 你有什么地方值得一难平的 这天下 是母亲打下来的 你只是她的儿子 不是她本人 这天下她要给谁便给谁 你是她的儿子又如何 难道必须要将天下留给你 七年忍无可忍地说道 我没想过要这天下 我只希望 她承认我的身份 我能正正经经地 喊她一声母亲 我能堂堂正正 她名字写入族谱 可所有人都告诉我 我只能是她的耻辱 年少不懂事 被人利用 成了插入至亲胸口的利刃 她何曾像这样 她守龄十二年 真以为她是个不孝子啊 丝毫不伤心 你在卫世族谱上 记得是嫡子 族谱上 太父旁边的正妃 记得是柳兰亭 七年一时没有回过神 母亲当年 只想生一个便好 只是顾念太父 便又冒险生了你 本意是让你陪伴太父 继承为时 女子输了又道 我在人前 至今只能喊她太父 我也想正正经经 喊她一声父亲呢 青年无言以对 算了 全是十几年前的老皇历了 我今日过来 也不适合你废话这些的 你与那个宁婉月 也该成婚了 作为你的姐姐 总该送上贺礼 若是你与她的后人 能堪大用 我会特赦 让他们入朝堂 若是你想通了 派人与我说一声 若是没想通 继续当你的守灵人吧 当年母亲临终前 有一道遗诏 乏位从守灵十二年 书经期限已经满了 宁婉月头一次 更是最后一次瞧见 未从了清姐 江眼 见对方出来 宁婉月匆匆行礼 对方在她身侧站顶 输得到了局 替朕好好照顾她 别太宠着她了 朕 宁婉月下得 蒸圆了毛子 等她回过神来 人已经是走了 只剩下无数 聘礼和嫁妆 老君 您的姐姐 青年沉着脸 心情很不好 有一下没一下地 俯弄着情弦 换我福寿 我想听听 有人再这么喊我 青年有名字 姓魏 明从 婊子挺张 曾经轰动一时的 张作太子案的当事人 福寿 她 宁婉月还未说完 青年暗哑着说道 她不回来了 你 走吧 你要赶我走 宁婉月揪着袖子 咬着夏春的 也对 我的身份 如何配得上你 她怎么想得到 常年一生素衣的青年 竟然是皇室中人 宁婉月只是个乡野丫头 纵然跟着青年学了数年 但终究是缺了几分 说句难听的 穿着龙袍也不像太子 青年沉默地俯弄琴弦 伴上才道 跟着我 这辈子多无趣啊 我跟着你在这里住了六年 你可曾听我喊过一声无趣 青年心烦意乱 她将那张情放到一旁 你再喊我一声 宁婉月本以为没有希望了 听她这么一说 迟疑一下 脆声声地喊了一声 扶声 我年少时 犯了一种大错 纵然守灵十二年 人就抹不平 内心的创伤 你既然这么懊悔 为何方才要跟那位大人顶嘴 青年不做回答 她怕自己认输了 连最后一个愿意搭理她的亲人 都不再管她了 她在这里守灵十二年 前前后后 只见亲戚两次 第一次 是她刚被送到地灵后山 第二次便是今日 她是个庶民 对方是坐在龙椅的天子 说是对方不想起她 她连皇城都进不去 更遑论见到对方 有些事 你不懂 青年垂着头 大半张脸 埋在阴影之中 宁婉月的确不明白 青年又等 她对我还有耐心 我可以求她 给你赐一份好姻缘 怎么说 也是青年手把手 交出来的学生 要说才选 皇城那边的贵女 少有能比的上婉月的 若是再安一个好身份 下半辈子 并能大富大贵 宁婉月原本还伤心着 听到青年这话 说着笑着出来 你笑什么 我只是觉得 我还是有希望 留在你身边的 你若是不在意我 何苦要用求这个词 我与你朝夕相处多年 未曾瞧你用过这样的字眼 如今愿意为我用它 可见我在你心里 还是有分量的 你说 我是不是该为自己感到开心 青年无言以对 宁婉月说道 我只是个香野丫头 如今却有机会 与你缔结联礼 我开心还来不及呢 青年瞧着宁婉月 隐隐明白 当年江眼的心腹 为何要挑了她 送到自己的身边 父少 你的姐姐 真是陛下 宁婉月双手托着腮 脸颊泛红 眼睛都冒着星星 听说前后两代女帝 皆是爱明如此的明君 特别是如今的陛下 更是廉正爱明 对方登基那年 历史效仿其母 未曾成婚 虽未成婚 但几年前 也诞下了一名太女 至今不知生父身份 不过皇帝嘛 百姓更关心公积 私生活倒是没怎么关注 宁婉月小的时候 常常听父亲谈起 两位帝王的公积 父亲出生乱世 他对两代帝王最为推崇 用父亲的话来说 便是能让百姓 过得好的皇帝 那便是好皇帝 至于朝廷纷争 那些离平民百姓 太过于遥远了 在父亲的影响下 宁婉月 也是女帝的脑残分来着 青年见她面颊 驮红 再想想自家清洁的模样 莫名地有些赌 宁婉月问她 那个 福寿还要一直在这里守灵吗 母亲 先皇罚我守灵十二年 起初 我时时刻刻都想离开 如今不想了 因为福寿心结未解 还是十二年时间没到 期限满了 不然的话 陛下又怎么会 淤尊降贵 千里迢迢跑这么一趟呢 青年说话言不由衷 他分明是很期待这一天的 他偶尔也从市井书籍中 知道这位黄杰有多么的忙碌 不比当年的母亲清闲 能抽出时间跑这么一趟 实在是不易 我只是 不想走了 为何 你怕是不知道 若不是我当年太蠢 犯了大错 先帝 如何会造势 宁婉月却有些不赞同 可是 我听说 我只是听父亲说起过 先帝身体不是很好 他当年又有善位的意向 我想 以先帝对百姓负责的脾性 这非无可抗力的因素 他不会轻易抛下重担 让陛下继位吧 也许 先帝当年是真的身体不好了 想要善位 接下来的话 可能就碰触青年的痛脚 宁婉月有些不敢说了 你继续说就是 这个 我在想 也许先帝那个时候 情况已经不大好了 他想卸下担子 好好看看自己的江山 先帝为其付出大半人生 终结乱世 若是不好好看看 太遗憾了 青年沉默地看着宁婉月 既然你守灵七线满了 为何不到处走走 替先帝多看看 你单亲极好 可以画下来啊 宁婉月本意 是想要劝说青年放开心结的 见他眼眶微红 反而不知该怎么说下去了 让我靠靠 一会儿就好 青年已在他的肩头 半赏也没有出声 外头的夜色降临 青年收敛好了情绪 起身打开搁置在书旁一角的箱子 箱子共有十六只 上下垒着整齐 数年一来 宁婉月从未见他打开过其中任何一口箱子 这是父亲的笔墨 青年打开了一重一幅 宁婉月还能闻到上面的墨箱 展开之后 一幅贵立的景象呈现在眼前 他终于知道 青年那一首绝妙丹青 是向谁学的 他极少画人 大多都是山水 以前看他的画 我总觉得 他欲竭于心 如今再看 才知自己浅薄 宁婉月这才明白 这些箱子里面 装着青年父亲的遗物 全是书籍 狮子抄录 画作 除了几张地弃之外 竟无其他黄白之物 清风未停 花香满静 红云千里拨万情 画中绘着盛放浮渠 荷叶似随风咬叶 隐隐能嗅到扑鼻的腥香 湖中亭 立着一道婀娜人影 似阵朝着绘画者的视线往来 盈盈一笑 青年喊笑道 画中人是母亲 她也知画母亲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录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女帝直播攻略》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邮报香菇 领衔演播 119 欢迎订阅收藏 第853章 时至牧春三月 草长迎飞 本该是万物惺惺向荣的师姐 如今却无人踏穿赏景 松州下坝 松州本是中赵 十州三十三郡之一 中赵灭国 天下诸侯纷争不断 松州几经一主 如今迎来了他新的主人 下坝乃是松州境内最大的城池 此时战果初歇 城内城外 人就是风声鹤唳 只要是普通的百姓 他们也能感觉到 空气中弥漫的紧张的气息 茶辽里头 坐着几个不遗百姓 一个一个交头接耳 压着嗓子说话 似乎怕被第三个人听到 哎 听说了吗 咱们现在这位啊 身穿灰粗布马衣的男子 指着指头顶 面上带着几分恐惧和厌恶 原来是和尖郡柳氏出身呢 可是不是听说他是土匪起家吗 和尖柳氏 没听过 原先东庆那块地方的士族 其实吧 搁在咱们这里也不是什么大家 但是好歹比土匪强啊 两人正悄悄地说着 旁边传来一声赤笑 他们齐刷刷地望去 只见发生之人是个粗毛的汉子 乔装扮也是个普通百姓 你们这些消息都已经过时了 那个汉子一面喝着粗茶 一面半眯着眼 面上带着几分嘲讽 他对着两人说道 原先的守卫将那人的老父亲 推到城墙 迫使那人退兵 你们猜猜那人怎么做的 他竟然推说自己天生地养 镇前杀了老父 一箭穿心哪 死得利索 茶聊内的百姓听了 纷纷惊得左右环顾 生怕外头有兵族冲进来抓人 只是他们实在是好奇 缠着那个壮汉询问细节 壮汉矜持了一会儿 笑着将自己知道的消息抖了出来 他口中的那人 指的是下坝的新主人 天下诸侯之一的僵尸 至于他镇前杀府 里头的门道更是精彩 僵尸兵马围困下坝两月有余 双方兵马数次交战 下坝方面的劣势越来越明显 眼瞧着就要破城了 下坝内的权贵越发地惶惶不安 他们可是听过 将士如蝗虫过境一般的劫掠传闻 说是破城之日 他们的积蓄可就不保了 不少权贵选择了暗中讨路 唯有一家没有走 反而是在酒醉之时 洋洋得意地说 自己是城外僵尸主公的亲生父亲 这一下可不得了了 内神被守城的兵族抓走 用以威胁城外的僵尸退兵 被抓走的人不是旁人 正是柳蛇 柳蛇本为东庆何坚军认识 数年以前东庆灭国陷入了战火之中 河间柳蛇二房席卷了家财 跑到了中兆避难 好巧不巧正好在松州下坝 有些听众不太相信 说不定是那个柳蛇冒充呢 壮汉笑着说道 嗨 柳蛇是江氏生父 这件事情原先的东庆百姓 谁人不知啊 那个江氏本是东姓一个土匪 后来闹得大了 朝廷捏着鼻子招安 将他派去了虎郡 受官的时候呢 这对妇女便闹过一场 柳蛇还抖出了一件事 原来这个弑杀成性的孽女 还残杀了柳蛇独子 先是残杀手足 如今又振钱杀父 蛇蝎妇人也不过如此 呼哟 怪不得 总觉得这两日气氛古怪 原是因为这个 茶凉内的百姓 纷纷言语讨伐 但却没有一个人敢高声嚷嚷 毕竟是别人家的事情 他们何苦为了打抱不平 赔上自己的性命呢 此时啊 一只近千人的兵马 护送数辆马车入城 车厢内全是阴阴阴的哭声 为首的妇人苍白着脸 云冰凌乱 已经长满皱纹的脸黯淡无光 双眼眼窝深险 外头 一名身着甲皱的魁梧将军 骑着高头大马 右手持着马鞭 走在阵前 不多时 白衣迎看着青年将军 骑着马飞奔而来 手中还握着一根长长的银枪 福将军 汉没来了 主公那边怎么样 福旺将军醒了神 连忙迎上前 啊 倒也无事 只是 主公瞧这心情不太好 福旺赤笑了一声 讥笑道 哼 那些张嘴打嘴炮的文人 只会没事找事 李云抓紧的缰绳 并没有接话 福旺悄悄地拍了拍 李云的手臂 低声道 放心 主公手里捏着兵拳 他们闹不起来 再者说了 那个 有什么的东西 还不知道是不是 主公的生父呢 赖上主公 他也配 文人造反 三年不成 一群只会以阵前杀父 斥责主公残忍无道的老匹夫 有什么可怕的 围攻松中 牺牲了多少的将士 胜利在即 半道杀出个主公的生父 硬要他们退兵 让出先前攻下的领地 哼 怎么可能 要是对得起生父 主公退了兵 对得起阵王的将士 福旺却没有想到 四家主公竟然如此的利索 说杀便杀 两人护送马车内的数十女眷 竟成渐将捧击 这些女眷可以证明 主公并非是柳蛇轻生女 只要否定这一层关系 自然没有所谓阵前杀父的罪名 抬起头来 冷漠的声音 带着几分沙哑 贴了几分此性 乍一听 倒不像是女子的声音 古真颤巍巍的跪在了下方 听到声音 按耐着惊恐 巍巍抬头 却不敢直视 坐在上手的女子 谁能想到 这个被柳氏视为耻辱 被柳蛇唾面羞辱的人 有朝一日 成了天下最强的诸侯 古真夫人 将你请来 只是为了询问一些事情 坐在上手的江鹏姬 大概是二十七八的年纪 一身气势 不怒自威 古真乃是柳蛇的正气 和新年老色衰 始终是不得柳蛇的宠爱 柳蛇二房 逃难到松州下坝 柳蛇色心又脚 接连纳了数十妹妾 山游爱妾坐见发妻 古真衰老得格外迅速 满头灰白 竟有游进灯窟之响 将军 请管问 古真挤背蜷缩 身形勾搂 瞧着格外的可怜 你我都知道 我虽然记在你的名下 但并非你的女儿 江鹏姬单刀直入 古真听了这句 便面色煞白 江鹏姬像是没看到她的反应 冷言冷语的 我真正的生母 明慧古敏 淡下我的时候 便已经难场而亡 你寡居之后没两年 带着我嫁给了柳蛇 我说得可对 古真乃是狼牙古式庶女 十分不起眼 古敏却是古式嫡女 只可惜生来痴呆 一生从未嫁人 古真嫁人之后 夫婿早亡 她回了娘家 却不甘寂寞 与风流成性的柳蛇勾搭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哟 摸着谤 这更Control 画有与启伤 安排 世上 并显